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炎正经太郎 四喜等 第一集 下辈子要当个绿茶婊 你到底陪教授睡了多少次 才拿到这个奖 明明出国当交换生的机会是我的 林婉云恶狠狠地指着云飞飞 她做了漂亮的美甲 长发飘飘 画着精致的妆容 脸色却十分猙獰 云飞飞这会儿正站在楼梯上 扬了扬手里的证书 你看清楚 这是国际医学大奖 裴教授睡多少次也是没有的 嘴巴给我放干净的 能不能出国做交换生 看的是实力 不是你在这儿撕逼的本事 让开 我还有事 林婉云看着她嚣张跋扈的样子 怒不可遏 狠狠扬手 一巴掌就对云飞飞的脸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响 空气都安静了两秒钟 云飞飞作为一个出名的女汉子 哪里受得了这气 二话不说 扬起手狠狠两个耳光甩了回去 林婉云大概从来没被人打过 也是懵逼了 她瞪着云飞飞 一副泼腐撕逼状 臭婊子 你敢打我 我今天一定打死你 好呀 云飞飞撸起袖子 来 看谁打死谁 就在这会儿 他们的同班同学 罗剑霄 出现在了楼梯上 林婉云看见了 云飞飞的角度没看见 下一秒 刚刚才要跟云飞飞 一较高下的林婉云 立即眼角含泪 指着云飞飞控诉道 人家只不过是过来 恭喜你得奖了 你为什么要打人家 啊 云飞飞懵逼了 她一直就知道 他们这位班花林婉云 是个不折不扣的绿茶婊 当选为班花 并不是因为 她真的比所有人漂亮 而是因为 她特别善于利用自己的柔弱 深受男生喜欢 但这是哪一出 怎么忽然还自称起人家上了 罗剑霄一听这话 几个大步奔上楼梯 赶紧把自己心中的女神 护在身后 指着云飞飞说 云飞飞 你一向仗着教授喜欢你 嚣张把扈 但是我告诉你 今天有我在 你绝对别想欺负林婉英同学 林婉英捂着自己的脸 哭着说 她刚才打了我两耳光 罗剑霄一听这话 整个人都受不了了 上前就要帮林婉英讨公道 云飞飞看见罗剑霄 也算是明白了 她为什么忽然变脸 她无语地看着林婉英 喂 你别这样好吗 有种你把刚刚骂我的霸技 展露出来 把你刚刚先动手的姿态 表现出来 装什么样 什么玩意儿啊 她话没说完 罗剑霄对着她怒吼 云飞飞 你不要装了 你看起来盛气凌人 她哭成这样 谁欺负谁 不是一目了然吗 喂 一目了然不是这样用的 云飞飞觉得醉了 她转身就走 算了 我懒得跟你们说 她还有几个研究报告没写 没时间陪他们浪费功夫 她从罗剑霄的身边经过 林婉英忽然一伸脚 想把云飞飞扮下去 云飞飞早有防备 看着她的脚 心里一怒 狠狠地踩了林婉英一脚 云飞飞 你为什么还要踩我 云飞飞正准备跟她理论 但罗剑霄实在看不下去 她根本不等云飞飞说话 愤怒地伸手 狠狠地把云飞飞往下一推 女人的力气怎么大得过男人 下一秒 云飞飞碗如一个球体 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摔得浑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不疼 摸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都是血 她自个儿也是学医的 知道自己玩球了 罗剑霄和林婉英两个人也惊呆了 显然谁都没想到 事情会闹这么大 尤其是罗剑霄 她只是想给女神出口气 哪里知道 云飞飞会直接从楼梯上滚下去 迷迷糊糊的 云飞飞骂了一声 我操你妈呀 还能这样 罗剑霄吓傻了 转身就想跑 林婉英怕罗剑霄跑了 这个责任落到自己身上 于是拉着不让罗剑霄跑 两个人在楼梯上一阵推扫 结果自作自受 脚下一滑 两个人也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云飞飞看着她俩 估计也是完蛋了 但是内心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她完全不想跟她们一起死啊 救护车到了 有人来抬她 云飞飞听见自己 抓着护士的手说 警醒后人 在楼梯上打架 是反面脚材 可能会死很多人 千万不要模仿 还有 我死得太冤了 我下辈子 一定要当个 绿扎表 接着 一口气没上来 云飞飞 失去了意识 迷迷糊糊的 云飞飞好像听见谁在说 她原本就不是二十一世纪的魂魄 你们到底是怎么当公务员的 又出了纰漏 今年的年终奖 还要不要了 没事 趁她没醒 领导也不知道 赶紧送她去她该去的地方 另外两个一起摔死的呢 他们本来阳寿就近了 拖到地府去 完了 我又出纰漏了 忘了给她喝孟婆汤 就送她去重生了 你还记得啥呀 是做梦吗 云飞飞不是很清楚 但是醒来的时候 她感觉自己喉咙很痛 一阵剧痛 鼻子也像是呛了水 难受得不得了 床边有人在哭诉 小姐 你不该这么想不开啊 想不开 难不成是在哭塌 云飞飞表示 自己一向都想得很开啊 脑海中记忆飞快地回笼 她很快地想起来 前世自己是怎么从楼梯上滚下去的 她这就转世了 人真的有来生 艰难地睁开眼 就看到了古色古香的床顶 床边的丫头哭得肝肠寸断 小姐 虽然大小姐又激提了您的婚 成为了太子殿下的未婚妻 您却要被迫 嫁给病弱的姐王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也要想想夫人啊 你死了 夫人救绝之下 好了好了好了 你不用说了 我大概明白了 云飞飞挥了挥手 示意她可以闭嘴了 这会儿头正晕着 她四面看了一眼 心里明白 自个儿大概是来古代了 大致的情况 刚才那丫头也哭着说清楚了 被替婚啊 人家要替自己嫁给皇太子 而自己要嫁给病弱的锦王爷 是这样对吧 小青愣愣地看着她 是错觉吗 她为什么觉得 小姐说话的方式 好像是变了 云飞飞坐起来之后 抚着胸口顺了气 问了一句 对了 我叫啥名字 对于穿越这种事 没啥不能接受的 估计是老天爷也觉得 她死得冤 再给一次机会 但是她绝对不能再冤死了 小青也不知道 她是怎么了 就只傻呆呆呆地回了一句 小姐 您是丞相的二小姐 是树出的小姐 叫云霓裳 云霓裳 好吧 就叫这个了 也不难听 她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丫头 那你呢 叫啥 奴婢小青 小姐您到底怎么了 您是不是装坏脑袋了 小青顿时着急了 云霓裳摆了摆手 放心吧 老子没事 我脑袋清醒得很 啊 对了 我不能这样说话 我说了 这辈子 要当个绿茶婊的 说着 她握着小青的手 我重新讲 人家一点事都没有 人家的脑袋 非常的清醒 这是真的清醒吗 怎么好像更严重了 就在这会儿 门外跑进来一名士壁 小姐 不好了 大小姐来看您了 她已经到了后院了 很快就要来了 小青也紧张了起来 神情甚至很慌乱 看着他们如林大敌的样子 云霓裳也明白了 来人怕是不好对付 她刚准备撸起袖子干 但很快又想起 自己的绿茶婊大计 不 身为一个绿茶婊 她必须冷静 要以绿茶婊的身份 成大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二集 演得好角 院子外 园锦绣带着自己的婢女 春风得意地往云霓 长的房间走 婢女小莲开口道 大小姐 锦王府的管家来了 带了礼物来 老爷一会儿就要带着锦王府的管家来后院探望二小姐 您这时候还是不要去招惹二小姐吧 要是让老爷知道是你推她下水的 云锦绣自态傲慢 满不在乎地说 就要是因为是我推她下水的 就要赶紧去啊 不然一会儿她告诉爹我推了她 让锦王府的知道了 不管真假 我这名声都坏了 那您是要 小莲小心地看了一眼她的侧颜 云锦绣拢了拢病发 漫不经心地说 这还不简单吗 我过去故意说几句话 刺激她一下 以云霓裳的性情 肯定要上来跟我拼命 一会儿爹来了 看她在打我 就只当她是跟我换了婚事 心生不快 我再跟爹哭诉几句 她再说什么 爹都不会信了 大小姐高见 小莲发自内心地赞叹 云锦绣嘲讽一笑 哼 非是我聪明 是我那妹妹不成器 从小到大被我算计了这么多回 还是跟个炮仗似的 一点就着 半点都没学聪明 这书画之间 他们就已经进了云霓裳的院子 小莲趾高气昂地过去 对着门口的小青说 去 告诉你们家二小姐 大小姐来看她了 让她马上出来迎接 这话 云霓裳当然听得清清楚楚 云锦绣甲一斥了小莲一句 行了 指望她出来迎接我 怕一个树出 外室生下的剑种 怎么会懂这些规矩 我自己进去看她就罢了 话说完 云锦绣就进了云霓裳的房间 小莲耀武扬威地跟在她身后 云锦绣进门之后 看着床上的云霓裳 嘲讽道 哎呀 没死啊 云霓裳 你还真是命的 也是可惜了 我还以为能一举送你去见你娘呢 云霓裳听到这里 倒是明白了点什么 瞅着她问 是你推我下水的 她这话一出 小青也惊了一下 她以为小姐是自己想不开 寻短见 怎么 她这么一说 云锦绣无嘴一笑 娇声道 妹妹说的这是哪里话 只不过是妹妹 不甘心嫁给锦王那个病秧子 自己寻了短见 怎么能无赖到姐姐身上 姐姐只不过呢 她说着 上前一步 在云霓裳的耳边道 是为你寻一条出路罢了 与其嫁给锦王 没几年就做寡妇 不如早点归天 免得平白多受几年苦 小贱人 你说是吗 云霓裳眉烧皱了皱 她怎么觉得 这个女人好像是在故意激怒她 就在这时候 云霓裳从边角的窗口 看见院门口又走进来几个人 怕是很快就要进屋了 她一下子明白了什么 忽然也笑了 看着面前的云锦绣 低声道 姐姐 你一定很希望 我现在气个半死 狠狠地打你一巴掌 对吧 云锦绣看着她笑 听了这话愣了一下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下一瞬 云霓裳捂着自己的脸 忽然大哭了起来 姐姐 你要嫁给皇太子 你嫁就是了 你为何要推妹妹下水不算 还要来打妹妹 我们可是亲姐妹啊 姐姐 我的脸好痛 你手下留情啊 绿茶婊吗 谁不会啊 云锦绣一下子惊呆了 这时候 云丞相正带着锦王府管家 叶成文 跨进了大门 进门就听见云霓裳的哭诉 云丞相眉梢一皱 脸立即清了 看了一眼屋内的情况 问了一句 怎么回事 老爷 小青和小莲 立即跪下行李 一听这声老爷 云霓裳就知道 对方的身份了 他的话刚问完 云霓裳就捂着自己 一点事都没有的脸 冲到云丞相的面前 一阵哭号 父亲 救命啊 姐姐要打死我 你看我的脸 我知道表面上 一定看不出什么 但是肯定被姐姐一巴掌 打出内伤了呀 小青怀疑自己 是不是眼花了 二小姐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这么聪明了 还有 内伤是什么鬼 云锦绣傻站了一会儿 明白自己设计不成 反被云霓裳诬陷了 她气得脸色发白 指着云霓裳道 妹妹 你不要胡说八道 姐姐听说你落水 好心来看你 怎么到你口中 就是动手打你了 云霓裳立即哭着说 姐姐 你不要抓我 你何曾是来看我呢 你还没走进门 就让我出去迎接你 还骂我是外事生的见证 不知道规矩 父亲 你要给我拼拼礼啊 云丞相当然知道自己的女儿 都是什么脾性 云锦绣是正式所出的敌女 一向被自己如珍如宝地宠爱 性子高傲得很 要说他刚才在门口骂云霓裳是剑中 云丞相也相信 他立即冷着脸看着云锦绣 呵斥道 锦绣 是这样吗 父亲 你不要听他胡说 他就是因为不能嫁给皇太子 心怀怨恨 所以故意栽赃我 他指着云霓裳 气势汹汹地指责 这话 他也是故意说给锦王府管家 叶承文听的 让他知道 云霓裳根本不想嫁过去 那锦王府日后 还能给云霓裳好日子过吗 但小莲看着这场景 却还是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深感不妙 寻常都是大小姐哭哭啼啼 二小姐气得要死的指责 最后二小姐总是被当成坏人处置了 今天这个情况 怎么好像反了呢 云丞相扭头看向云霓裳 云霓裳捂着脸 又是一阵假哭 父亲 姐姐要嫁给皇太子 我身为妹妹 怎敢与她抢 我一个庶女 因这是爹的女儿 能有幸嫁给锦王殿下 已经很满足了 哪里还会对姐姐有什么不满 这都是姐姐的假想 姐姐 你是阴着 以为我对你不满 才推我下水的吗 云丞相一听这话 顿时觉得非常有面子 这可不是 别人家的庶女 都是上不得台面的 就是嫁到高门 也只是个贵妾 最多也就是个侧氏 但是她云朝德的女儿 能嫁给堂堂锦王做正妃 这不都是因为 她这个丞相父亲的脸面吗 想到这里 心里对云临长 又多了一丝喜爱 她看了云临长一眼 开口说 你放心 父亲一定为你做主 这时候 旁边的管家叶成文 听云临长说 嫁给自家王爷已是有幸 她也一阵满意 于是也站直了身子 不满地看了云锦秀一眼 瞪着丞相道 丞相 我们锦王府也是高门 按理 丞相您见到我们王爷 还要行礼 二小姐 虽然还是你们云家的人 但既然陛下已经赐婚 就是我们锦王府 未来的王妃 您岂能让她在府中 受这等糟蹭 还险些 没了性命 叶成文才不管 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只看显在明面上 云临长的话 的确是让锦王府 没脸面了 所以出言施压 云丞相一听这话 立即客气道 叶管家不要生气 今日的事情啊 本相一定会给锦王府 一个交代 云临长一听 顿时明白了 难怪云锦秀刚才 要故意说自己 不满意婚事 原来是因为 跟着丞相进来的 是锦王府的人 这下想收拾云锦秀 更容易了 他立即又哭着说 爹 姐姐还说 我嫁给一个病样子 很快就要手寡 这是真的吗 胡说 云丞相立即呵斥了他一句 然后杀人般的眼神 看向云锦秀 心里也暗恨云临长 竟然当着叶成文的面 把这话说出来了 但是想想 云临长一直都很单纯 性情刚烈冲动 想必也不是故意的 于是 他看云锦秀的眼神 更毒了 他立声道 你 你竟然这样诅咒锦王殿下 和你妹妹 你疯了吗 叶成文一听这话 更是气得冷笑出声 丞相 贵妇大小姐这般 也是太过分了 一个贵女 品性竟然如此 推妹妹下水不算 还诅咒锦王殿下 锦王殿下 深受陛下宠爱 若是让陛下知道了这话 莫说是想嫁做太子妃了 就是想做个太子侧妃 都够呛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等 第三集 觉得自己 被利用了 云锦绣当然 立即意识到 自己的严重性 她是完全没想到 自己这个妹妹 怎么忽然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打得自己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她长这么大 在丞相府 一向是顺风顺水 总是让别人吃亏 哪里受过这等气 一时恼怒上头 指着云霓裳破口大骂 贱人 这是你自己 迪毁锦王殿下的 关我何事 云霓裳 立即哭着说 父亲 锦王殿下 是我未来的夫君 难道我会诅咒 自己未来的依靠吗 云丞相一听此话 顿时觉得非常有理 自古女子 以夫为天 怎会为出阁 就诅咒自己的丈夫 这断不可能 于是 她愤怒地看向云锦绣 怒道 这些年 我一直教纵你了 让你这样不知分寸 来人 把大小姐关到祠堂 抄写女德女界一百遍 不写完 不能离开祠堂一步 父亲 云锦绣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云霓裳却是心思微转 云丞相相信了自己所有的话 知道云锦绣想杀自己 都只是关一下云锦绣的禁闭 足见这个父亲还是偏心的 内心更向着云锦绣 但是云霓裳 眼看着锦王府的人都在这里 岂会看见这种 不痛不痒的结果就收手 人家刚才骂自己见种的话 还油言在耳呢 于是 他转头看了一眼窗台上的花 开始他绿茶表生涯的深度表演 伤春悲秋 他看着那朵花 啜气道 父亲 女儿的人生 就像这朵花一样凄凉 随便一阵大风 就能凋零了 此回女儿落进水中 险险就见到了故去的母亲 就连水池中的鱼儿 都对女儿充满了同情 演得好假 云承湘的眼皮也跳了一下 他怎么不知道 自己看着长大 一向刚烈的女儿 忽然这么会伤春悲秋了 叶承文感觉 自己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 接着 云霓长看向叶承文和云丞相 呼着说 我能捡回这条命 死死冲着这口气 就是希望苍天不忍 成全我与锦王殿下的姻缘 父亲却只关姐姐的禁闭 罢了 父亲手心手背都是肉 女儿也不忍心为难父亲 只希望日后 锦王府能多维护我几分 也不忘我活过来这一回了 这话这么一说 叶承文都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他这淒淒哀哀哀的 说自己差点被谋害了性命 仿佛就是为了锦王殿下 才拼命活过来一般 自己作为锦王府的代表 再不开口维护他 怕是路人都看不过去了 于是 他只好立即开口道 丞相 方才二小姐也说了 大小姐要害他性命 丞相只是关大小姐禁闭 这是不是太偏心了 难道我锦王府未来的王妃的性命 在丞相眼中 竟然这样不值钱 若是这般 那奴才只好回去 请锦王殿下上达天厅 让陛下来裁决此事 为未来的锦王妃 讨个公道 叶承文顶着脑后巨大的冷汗 默默地想着 他怎么觉得自己 被云泥场给利用了呢 云丞相一听这话 立即开口 叶管家不要冲动 他心里也是窝火 云锦绣也是 早不生事晚不生事 偏偏锦王府的人来了 他生出了事端 自己这下就是有心包庇 也是不成了 若是传到陛下耳中 莫说是太子妃的事情要泡汤 自己都要被臭骂一顿 云锦绣的名声也是毁了 他只好立声道 把大小姐带下去 先打四十大板 再关到祠堂反省 云锦绣惊呆了 父亲 四十大板 您是想要女儿的命吗 他一个养在身龟里面的 大家闺秀 这四十大板下去 怕是命都要去了一半 说不定腿都废了 丞相府家闺森严 主子们说话的时候 吓人不能插嘴 但是小莲这时候也忍不住了 老爷 二小姐说的话都不是真的 她是在陷害大小姐 老爷 父亲你看 姐姐的奴仆都要诬赖女儿了 可见着丞相府 女儿虽然是未来的锦王妃 但还是人人都可以见她 就连地上的泥土都不如 她这一哭 说的话更是故意自亲自荐 还刻意提起锦王妃三个字 云丞相瞅着叶成文在边上 心中虽然也不忍心 直接把云锦绣打四十大板 却也只好怒斥小莲 主子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 鬼边去 来人 把大小姐带出去 用刑 云霓裳目的达到 但是也清楚 自己等于是半逼迫丞相 收拾了云锦绣 但是她接下来 还要住在这个府里头 得罪了丞相 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 于是她眼珠一转 故意惊恐道 父亲 您真的要打姐姐四十大板吗 说不定会打死姐姐的 女儿虽然希望您罚她 但是也不必这么重啊 女儿落水了 这条命好歹是救回来了 若是姐姐被打出一个好歹 女儿心中也不会忍心的 云丞相一听这话 低头看向她 问 那你说 此事应该如何 她心想 想必霓裳 虽然心中有怒气 但也不忍心 姐姐这样受罚 原本刚刚对云霓裳 有些不满 现在缓和了许多 云霓裳低下头 似乎很为难的样子 然后看着丞相说 女儿觉得 四十大板太重了 但是父亲说出来的话 女儿也不该逼着父亲收回 不如这样吧 姐姐身边的丫鬟 不是敢在主子说话的时候插嘴吗 想必很多事情 都是她窜斗姐姐做的 不如父亲把她和姐姐 一人打二十大板 这样父亲气也消了 也不算反悔 姐姐只收二十大板 也不至于会出事 她这样考虑得面面俱到 丞相身在局中 对她的提议很是满意 一个丫头 在丞相眼中命如草芥 打了就打了 还能为自己宝贝的女儿 捡了二十大板的账责 她何乐而不为 于是她开口道 就按二小姐说的做 是是 下人们应下 接着 云锦绣和小莲就被嫁出去 云锦绣一直叫着冤枉 小莲叫着老爷饶命 就这样抬了出去 丞相看了云霓长一眼 你姐姐这样对你 你还为她求情 让父亲少打她二十大板 她真是应该感到惭愧呀 云霓长低下头 委屈地说 女儿哪里是为了姐姐 女儿是不忍父亲为难啊 若是姐姐真的出事 父亲岂不是非常难过 你能这样为为父考虑 为父很是欣慰呀 这几句话下来 丞相对云霓长逼着自己用重型的气 也是消了 想必她刚才也是在气头上 才不满自己只是观锦绣禁闭 也是 一个女儿家 死里逃生 哪能不害怕呢 叶承文看到这里 顶着脑后的冷汗 递出礼物 开口道 丞相大人 这是王爷 听说二小姐落水 让奴才送来的东西 这东西送到了 奴才就先回去了 丞相客气地让人收下 并道 管家 送客 丞相府的管家赶紧出来 把叶承文送了出去 原丞相看着叶承文离开之后 他看向云霓长 想了想方才的事 还是准备斥责他两句 毕竟仔细回忆一下 他方才伤春悲秋哭诉的那一段 实在是太假了 作戏的成分太多 他想提醒他 就是不喜欢姐姐 也不要在外人面前这样 这对丞相府的名声不好 结果他还没开口 云霓长就说 父亲 锦王殿下在陛下面前 真的这样受宠吗 那女儿嫁到锦王府 一定让锦王殿下 多多帮衬父亲 让我们相府锦上添花 丞相一听这话 哪里还有斥责的心思 所有的话都噎在了喉咙里 他立即笑着道 嗯 你这几日好好休息 安心准备出嫁的事 父亲就先回去了 恭送父亲 云霓长目送着丞相离开 随后他抹了一把脸 在小青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坐回了板凳上 小青咽着口水 跑到他面前 开口道 小姐 您刚才 真的好 真的好厉害啊 以前都是大小姐这么害您 今日 您终于也赢了一回 云霓长喝了一口茶 假哭了半天 努力掐着自己的大腿 挤出眼泪 她也已经很累了 坐在板凳上休息 点头感叹 那是 我今天算是明白了 女汉子撸起袖子打三架 都不如绿茶婊哭着说几句话 绿茶婊是啥 小青没明白 云霓长 瞟了他一眼 有空告诉你 那好吧 小青抓了抓自己的脑门 小姐 那个 刚刚您哭着说 自己就像是花 还有鱼儿都为您伤心 那些话真的好假呀 表情 有点过度的夸张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颜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四集 我迫不及待 想挨打 云霓长点点头 站起身 拍着小青的肩膀说 没办法 第一次装力插表 上春杯秋起来 还不是很熟练 我以后啊 会多加练习的 还要练习 但是她还是不明白 不过小姐 刚刚您表演得那么假 丞相大人 为什么还是要打大小姐啊 因为锦王府的人在啊 父亲不给我面子 也要给锦王面子 以后啊 少问 多思考 你才能学聪明 才能跟那些人抗衡 明白了吗 云霓长说着 躺到床上 悠闲地翘起了二郎腿 小青立即点头 好 奴婢以后 一定多思考 不过 小姐 您的睡姿 很不雅 云霓长看了一眼 自己不雅的腿 赶紧挺直 骂了自己一句 真是 身为一个绿茶婊 我怎么能这样放腿呢 说着 她翻了一个身 面带微笑 岁月静好 优雅地躺着 小青却觉得 小姐好像是 中邪了 她突然想起来什么 对了小姐 三天后 宫里有宴会 是为了庆贺锦王府 和皇太子殿下 这两桩婚事 您要去参加吗 不过皇后娘娘 说您落水了 若是实在身子不适的话 可以不去 当然要去 你不是说了 本来我是应该 嫁给皇太子的 被人给抢了吗 我去看看 皇太子什么样 优秀不优秀 再考虑 要不要抢回来 小青不敢相信 自己听到的 小姐到底在说啥 还要抢回来 小姐该不是 在说梦话吧 锦王府管家叶成文 怀着一种 自己和整个锦王府 都被云霓裳 严重利用了的心情 擦着额头的冷汗 回到了王府 到了慕容义的房门前 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 他开口道 王爷 王爷 奴才回来了 他这话一出 房间里头传出一道声来 东西送出去了 那声温润淡哑 烟结 更似 猪欲碰撞 管家连连点头 是啊 不过王爷 奴才就不明白了 您明知道 您明知道外头都在盛传 丞相府的二小姐 是不满婚事 跳水寻了短见 您为何还要嘱咐奴才 送补身子的东西过去 给这未来的锦王妃呀 慕容义闻言 却并不答 只是温声问道 已见过王妃了 管家见他不答 也不敢问 只好赶紧回话 回禀王爷 见过了 见过了 只是 王妃说自己落入水中 是被丞相府的大小姐推的 说着 管家就将在丞相府里面 发生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说了出来 包括自己 是如何感觉到 被云霓裳利用 包括云霓裳 又是如何 逼着丞相打人 回头 却又假装好人 为云锦绣求情 最重要的是 管家着重地强调了 云霓裳 伤春悲秋 说什么花和鱼的时候 表现的是有多么假 多么做作 一系列的话说完 管家抹着额头的冷汗 总结道 王爷 奴才认为此女 甚是娇柔造作 也是很不简单啊 他说完之后 屋里头半赏也无人回应 管家正怀疑 自己是不是太啰嗦了 王爷听得不耐了 于是根本没注意听 却不曾想 下一瞬 里头传出来的声音 温润之中 竟透着一分似笑非笑 竟是如此吗 是啊 管家擦一把额头的冷汗 无语地说 王爷 奴才认为 这桩婚事 您要是能推就推了吧 您跟丞相府那二小姐 对 想想云霓裳 娇柔造作的样子 还有自家王爷 风仪无双的模样 这两个人 要是凑成一对 怎么看 也怎么像 他们锦王府上的 好白菜 被丞相府的猪拱了呀 慕容忆轻轻恩了一声 却也不说 是决定退亲 还是不退 让管家的心里 很懵逼 而很快的 慕容忆温润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丞相府大小姐 推二小姐入水 她是这么指责 她姐姐的对吧 那边 将此事传出去 三日后宫中设宴 务必在宴会之前 将此事传开 做得隐蔽些 啊 管家懵了 虽然做得隐蔽些 丞相就查不到 是他们干的 但是有必要这么做吗 他纳闷地问 啊 可是王爷 此事若是当真传开 对丞相府大小姐的名誉 有损啊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难道是想给 丞相府的二小姐出气 可是王爷 跟那个二小姐 还没见过呢 慕容忆听了 又是默而不答 却是咳嗽了几声 温生说 本王倦了 退下吧 是 王爷 您保重身子 管家怀着一种 纳闷的心情退下了 难道他们锦王府 上好的白菜 注定要便宜 丞相府的那只猪了 云锦绣被打了之后 整天都气得咬牙切齿 人却被关在祠堂里头 抄写女德女戒 云霓尝却是悠闲得很 该吃吃 该喝喝 还以自己脑子泡了水 有些记忆模糊为由 通过小青 了解了一下 这个皇朝的情况 不同于他的悠哉 小青却很是紧张 小姐 大小姐被打了 还关在祠堂里头 夫人是大小姐的生母 她此刻肯定是 非常的生气 按照她的性子 想必又要想法子 折磨您了 云霓尝撇了她一眼 漫不经心地开口说 放心 她很快就要来求我了 啊 小青顿时傻了 这是为何啊 云霓尝还没回话 守着云霓尝房门的 丫鬟小蕊 就进来禀报了 二小姐 夫人来了 你赶紧出去迎接 夫人的脸色很不好看 你要小心了 小蕊说着 也是一阵瑟瑟发抖 云霓尝却是头都没抬 更加悠闲地 拿起糕点吃了一口 弄得小蕊一脸懵逼 什么情况 从前那个 听见夫人来了 就吓得脸色发青的二小姐 哪儿去了 下一瞬 丞相府的夫人王氏 就跨进了云霓尝的门 她进门之后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你这贱蹄子 竟然敢陷害你姐姐 怎么 这些年还没被教训够吗 竟然敢爬到你姐姐 和我头上来了 我今日 弟弟要杖毙了你不可 王氏说着 想起女儿被打得血肉模糊 也是怒火中烧 寻常的云霓尝 见到这般情况 早就脸色惨白 跪下认错 或是等候处置了 偏生的 今日云霓尝却是抬头看了她一眼 动都没动一下 似笑非笑地说 狄母 若是有求于人 最好是摆出谦逊点的姿态 说两句好听的 安慰一下我敏感脆弱的心 您这样气势汹汹 若是吓得我心脚痛发了 去找父亲哭诉 说狄母就是想吓死我 那莫说是您想求我的事了 就是您自己 也要被父亲厌弃啊 进门就骂她见蹄子 还说出 教训了自己这个身体的主人 多年的事 云霓尝 当然要给自己的原生报仇了 也算是占了人家身体的利息不是 你 王氏不敢置信地指着她 严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你说什么 云霓尝又咬了一口糕点 看着王氏问 难道狄母气势汹汹地跑来 不是为了求我吗 王氏脸色一变 不曾料想 云霓尝竟说得出这话 顿时人有些发懵 可此刻 王氏是来兴师问罪的 岂甘心被云霓尝压过气场去 于是怒喝道 我要求你 你这贱蹄子 我不是烧毁了脑子 云霓尝放下手里的糕点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王氏 狄母 你确定 真的不求 现在若是不求 仔细着 一会儿狄母想求了 我也不愿意听了 王氏被她这样 似乎看穿了一切的眼神 弄得心里发懵 却是她身后的婆子 开口道 夫人 二小姐见到嫡母前来 竟然也不跪拜行礼 端坐在那吃喝 眼下还如此嚣张地 与您说话 何该拖下去 打五十大棍 以井校友才是啊 那婆子这话一出 王氏也回过神来 险些被这小蹄子 咋呼过去了 她可是云家的当家主母 她让云霓尝往东 这贱人就应该往东 让她往西便该往西 只有自己吩咐之论 何来自己求她之说 她神情伶俐地看着云霓尝 似是料定了云霓尝 一定会害怕 嘴角仰起 一挥手 开口道 来人 把这个不尊嫡母的东西 给我拉出去 仗则五十大棍 说完这话 她便观察着云霓尝的表情 心中暗自计较 这贱人定会跪下认错 那自己要吩咐什么 便好说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五集 重打五十大棍 云霓尝还没说话 小莲却是当场 吓变了脸色 马上跪在王室面前 开口求道 夫人 二小姐是今日落水 坏了脑子 所以 现在还有些不清醒 这才敢对您不敬的 还望 您大人有大量 万不要与小姐计较 夫人 求求您了 要是五十大棍 落在小姐身上 小姐会被打死的 这时候 门口的小蕊 也是慌了 立即连滚带爬的 从屋子外头进来 跟小青并排跪着 磕头道 夫人 且不说小姐刚刚落水 现在身子还没好 就算身子糠溅着 你小姐的身子 也绝对上不住五十大棍啊 还请夫人手下留情 小蕊的话音落下 两个势必就对着王室 开始一阵磕头 额头在地上 撞得咚咚响 云尼长一看 颇有些动容 这两个丫头 对自己当真是忠心耿耿 她立即上前 准备将他们二人 从地上拉起来 你们两个不用怕 迪姆他不会打我的 放心就是 小青和小蕊一听这话 哪里敢放心 别说是放心了 简直就是更加担心好吗 小姐果然是被水泡坏了脑袋 从前夫人下令仗泽小姐 这种事还少吗 小姐居然说 夫人不会打她 想到这里 他们一阵着急的磕头 不管云尼长如何拉 都死活不起 并对着王室道 夫人开恩啊 夫人开恩啊 好吧 云尼长这会儿 也算是明白了 自己说什么 怕都是不顶用的 这两个丫头不会信 不如先不拉 先把王室置住 他们两个人 自然就起来了 于是他退开一步 笑吟吟地看着王室 张开手臂 做出一副 请来抓我的架势 开口道 迪姆不是要下令打我吗 快点让人来抓我呀 我就站在这儿了 说起来 我今天真是迫不及待 想挨打呢 小姐 冷静 您就算是知道 自己今天非挨打不可 您也断不应该 如此自暴自弃啊 小蕊也是一脸懵逼 只在内心悲鸣不止 夫人 奴婢没有照顾好小姐 真是小姐造此大难 还如此发疯 小蕊 真是对不住您临终的嘱托啊 夫人 王室原本就为云锦绣的事情 心头火起 这时候 这时候见着云尼长竟然这么猖狂 那火器怎么还压得住 他立即怒道 来人 给我把这个贱人拖出去 重重地打五十大棍 谁也不准手下留情 接着 门外就进来几个 跟着王室一起过来的士币 上来打算把云尼长拉出去 小青和小蕊 吓得面无人色 正准备再来一波激烈的磕头 为自家小姐求情 却没想到 云尼长回过头 看了那些 准备把他拖出去的丫鬟们一眼 认真的点头 啊 你们记住了 一会儿一定要把我往死里打 知道吗 最好把我打得说不出一句话 躺在床上不能动 那过几日皇后的宴会 我跟姐姐就都去不成了 嫡母就满意了 丫鬟们不明其意 拉着云尼长继续往外走 王室却猛地反应过来 对着丫头们大喝一声 慢 她险些被这贱人气得 忘记了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要是真的把云尼长打成那样 她怀恨在心 那自己来的目的就不能达到了 丫鬟们立即顿住 云尼长却是一派悠闲自得 甚至还看着王室道 迪姆啊 为何忽然止住他们呀 我身上难受得很 正需要迪姆的五十大棍 帮我治疗这浑身的焦躁呢 迪姆莫不是后悔了 舍不得打我了 小青和小蕊两个人 觉得自己简直都快疯了 不 比起觉得自己疯了 他们其实认为云尼长疯得更加彻底 小姐怎么的 看着要挨打 这么不放在心里就算了 甚至还要求夫人打自己呢 王室看着云尼长胸有成竹 觉得自己不敢打她的样子 一时间心中也生出几分迟疑来 难不成这剑蹄子 知道自己今日来的真正目的 到底是什么 想到这里 王室也不敢再大发神威 却是挥挥手 示意刚刚 要把云尼长拉出去的丫鬟们 暂且退下 王室眼神凛冽地看着云尼长 开口道 我且看在你故去的母亲的面子上 先记下这五十大棍 不打你 小青和小蕊文言都是一愣 王室平常提起二小姐的生母 故去的夫人徐氏 都是咬牙切齿 恨之入骨 且因为徐氏虽然只是外事 但是丞相当年对徐氏十分爱重 还让府中所有人也称徐氏为夫人 这大大损了王室的面子 王室今日 岂会看在徐氏夫人的面子上 不打二小姐了 他们怎么觉得今天的情况好复杂 让他们完全看不懂了呢 正在纳闷之间 云尼长却开口道 狄母 我故去的母亲呢 其实并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 你想要打我 直接打就是了 根本不需要如此委屈 强行给我生母面子呀 我故去的母亲 定然是希望我过得好 她见我如此希望被狄母下令账责 定然也会希望 狄母成全我的心愿的 小青和小蕊一听 差点没直接吓晕过去 都只觉得 等王室走了之后 一定要请大夫来 好好给二小姐的病治一治 这简直太吓人了 哪有人把被杖责当成心愿的 王室推托给云尼长母起面子 自然是为了自个儿挽回面子 毕竟自己都说了要打她 现在又说不打 自己这个当家主母 还有何为言可言 却没想到 这个小贱人落水了一回 竟然变得如此难缠 让她给自己挽回面子 都挽回不成功 就在王室心中暗恨之间 云尼长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袖口和衣摆 看着王室道 我劝狄母 有什么目的不妨直说 咱们或许可以好好商量一番 谈一笔交易 狄母实在是没必要 在这里虚张声势 毕竟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我现在啊 什么也不怕 说着 云尼长犀利的眸光 扫向王室 王室一时间竟然招架不住 这样的眼神 脚步色缩了一下 还是他身后的婆子 扶住了他 轻声道 夫人 王室立即回过神 才知道自己被这小贱人 咋呼住了 一时间又是怒火中烧 见云尼长一副 胸有成竹的模样 王室扬了声 开口道 好 你口口声声说 我有事情要求你 那你倒是说说看 我是有何事要求你 云尼长走回桌子跟前坐下 在王室气得要死的眸光下 开始嗑瓜子儿了 并且笑嘻嘻地道 这还不简单吗 姐姐现在被父亲 关在祠堂里头 抄女德女戒 父亲为了给锦王府的人交代 已经当着锦王府的人 放出话来 说姐姐不抄完一百遍 就不能出来 说到这里 他瞥了王室一眼 继续开口 父亲眼下话都说了去 锦王府的人也听了去 过几日皇后的宴会 姐姐还能出现吗 毕竟长了脑子的人都能清楚 姐姐就算长了八只手 整整一百遍啊 她这么短短几日也抄不完呀 看着王室越发难看的脸色 云尼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慢条死里地接着道 所以呢 过几日的宴会上 姐姐若是出席了 锦王府的人见着姐姐 自然就知道 姐姐的一百遍没抄完 云尼长放下茶杯 摸了摸下吧 若是这样 他们定然认为 是父亲出尔反尔 不带我这个未来的锦王妃 甚至不将锦王府看在眼里 到时候 恐怕会生出事端 而姐姐倘若没出席 皇后定要问 姐姐是为何没去啊 但皇后把事情问清楚 问明白 姐姐这太子妃的位置 怕就保不住了 试问皇后 怎么会接受 自己未来的儿媳妇 还没有进入皇家 就已经开始在家中 毒害自己的妹妹 还把事情闹这么大呢 这种事情说出去 只会让皇家蒙羞啊 往事听完云尼长的话 脸色顿时一阵青 一阵白 未曾想到 云尼长这个贱人 当真知道自己心中所虑 但她也不打算就此认输 却是扬起脖子 开口道 哼 那又如何 即便如此 也是要你父亲松口 你姐姐才能被放出来 与我要求你有何关系 云尼长 瞥了她一眼 笑道 嫡母记性太差了 我刚刚说的话 你马上就忘了 父亲直接把姐姐放出来 如何跟锦王府交代 自然的 只有我这个未来的锦王妃 出面给姐姐求情 父亲才能名正言顺地 将人放出 并且派个人去锦王府 说道一番 让锦王府的人就此罢休 以免后患 目前 你说是吧 王氏听到这里 一个身子不稳 脚步亮强了一下 心也跟着颤了一下 云尼长 怎么会变得这么聪明 那自己日后 还能将她搓圆搓扁吗 王氏身后的婆子 也是颇为诧异 也意外地 看了云尼长一眼 云尼长看着王氏 眨眨眼 支着下巴道 所以呀 我猜嫡母来之前 已经见过父亲了 父亲的心中 也颇为动摇 只是碍于锦王府 不好改口 就默认了嫡母 来此地找我 是也不是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是时候开始表演 绿茶 绿茶 黄师听到这里 默默咬唇 脸色发青 额头 也有冷汗滑落 看着她的脸色 云尼长还继续道 我要是 我要是没猜错 我 我 迪姆来之前 父亲 怕也对母亲说了 一定要与我好声 说到此事 多安抚安抚我 让我改口 毕竟 这都是为了我们 相府的利益 哎 可惜啊 迪姆来了之后 就大发神威 要把我拖出去 打五十大棍 不知道 若是让父亲知晓 迪姆半点 没把父亲 嘱咐的话 放在心上 迪姆 又要如何交代啊 这下 竟然是 每一句都料中了 这让王室 原本就不甚 好看的脸色 更加难看了 他指着 云尼长问道 你 你偷听了 我与你父亲说话 云尼长道 哎哟 迪姆说笑了 迪姆可以问问 这府中的下人 我今日 可是没有踏出过 自己院子一步 何来偷听 父亲与迪姆说话呢 不过话已至此 迪姆到底是打算 软下身段来求我 还是继续摆自己的威风 那就随便迪姆了 说着 云尼长丢下了 自己手中的瓜子壳 站起身道 毕竟天要下雨 人要寻死 谁都拦不住呀 他悠闲的话一出 王室脸都绿了 什么叫做人要寻死 这分明就是这个贱蹄子 在讽刺自己 但是这会儿 自己所有的想法 全都被云尼长看穿了 王室就算是想重新威风 这会儿也威风不起来了 云尼长扫了一眼 小青和小蕊 开口道 快起来吧 我都说了 迪姆是不会打我的 你们还是不要归在那里 挡着迪姆的道了 省得迪姆看见你们二人 更加心烦 小青和小蕊 虽然不聪明 但是听云尼长这么一说 也明白了是个什么情况 两个丫头立即起了身 站到一边去了 心中对云尼长的崇拜 开始如滔滔江水一般 泛滥起来 王室见着这一幕 一时间更加心烦了 虽然云尼长每一句话 都着实说中了事实 但是王室这些年 都是压着云尼长 作威作福 到了这时候 岂能服软 他索性便开口道 好 既然你也知道 这是你父亲的意思 那你就应该 马上就去找你父亲求情才是 你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张狂 你当真不怕 我将你父亲喊来 说出你的种种行为吗 丁母不妨去喊 尼长等着 说着 云尼长又挑衅一般 抓起一把瓜子 继续嗑了起来 王室身后的婆子 在王室的耳畔轻声道 夫人 云尼长一向没有脑子 不如就把老爷请来 请来老爷之后 您就且对着老爷哭诉 说已然好言相劝 他都不听 他若是对老爷告状 说您要打他 我们死不承认就行 毕竟咱也没真的打 他空口无凭 届时 老爷只会觉得 是他不识大敌 王室一听这话 顿时觉得此技甚好 于是回头 看向门口的丫鬟 去把老爷请来 就说我们二小姐翻天了 丝毫不给我脸面 见到我这个嫡母 一点规矩也没有 是 丫鬟马上转身 去找云丞相了 小青和小蕊 这时候再次慌乱了 他们着急地 看向云尼长 毕竟夫人 一向擅长指鹿为马 常常在丞相的面前 把黑的说成白的 一会儿丞相要是真的来了 小姐肯定斗不过夫人的 然而 他们这一看 却看到云尼长 对着他们二人 毫无淑女形象地 露齿一笑 怎么小姐 一点都不担心呢 算了 小姐都不担心 他们也先别慌了 反正小姐被丞相教训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估计小姐习惯了吧 王室看自己都 遣人去请丞相了 云尼长竟然还能 笑得出来 一时间又是怒上心头 等你父亲来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云尼长叹了一口气 原本希望王室 是个实相的 大家好好商量 各取所需 这事儿就办完了 偏偏这个女人 非要如此 那自己也只好 继续跟她玩玩看了 云尼长这时候 终于起了身 吩咐了小青和小蕊一句 过来帮忙忙 把瓜子壳都说一下 毕竟自己那个 丞相父亲 马上就要来了 小青和小蕊 虽然觉得小姐 这个时候 竟然还有功夫 操心瓜子壳 这实在是让人 觉得不可思议 但他们二人 还是听命 开始收拾起来 王室健壮 当即冷笑了一声 哼 云尼长 你到底还是会怕吧 也知道 收拾瓜子壳了 是怕你父亲来了 知道你当着我的面 嗑瓜子 半分没将我 放在眼里吗 云尼长点头 是啊 王室听见这两个字 正要得意 就看见云尼长 说完这两个字之后 当着他的面 又把糕点 直接塞到嘴里去了 王室越看越是觉得生气 索性说服自己不看了 转过身来 背对着云尼长 等着丞相到来 没过一会儿 丞相的脚步声就来了 云尼长手里的糕点 还没吃完 但是他竟然直接 就将嘴里的糕点咽下 把手上没吃完的糕点 直接往地上一扔 接着 他端起桌上的水杯 探了一下 很好 是温水 温度适宜 嗯 是时候开始表演 绿茶婊了 想着 他直接就把水 往自己脸上一泼 一切发生得非常快 婆子将一切都看得分明 觉得不妙 正要开口提醒王室 这时候 背对着云尼长 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的王室 就已经对着丞相 开口了 相爷 你且不知啊 这个孽诈 是有多猖狂 不仅如此 他还对着我 多次辱骂您 您看他嚣张的样子 王室开始给云尼长加戏 诬陷云尼长 辱骂云丞相 说着这话 回身指着云尼长 这一指 王室看见云尼长的脸 顿时就懵了 这是怎么回事 刚刚 不是还悠闲的 在吃糕点吗 现在这是 云丞相一看 就看见云尼长 满脸都是水 一副 妻除可怜的样子 站在屋子中央 明显是受了 莫大的委屈 而王室 现在却还在 指责云尼长 云尼长 云尼长看向王室 问道 你方才是想说 霓裳如何 他想骂我什么 你看看他狼狈的样子 看起来很嚣张吗 我 王室一时间懵了 云尼长当然是没有辱骂云尼长的 这就是他陷害的话吧 可是现在 云尼长为什么成了这样 自己的话 又怎么接着说呀 他很快也反应过来 云尼长这个小贱人 这是在陷害自己呢 这一招 从前分明是自己和云锦绣 用来对付云尼长 这个小蹄子的 怎生这个小蹄子 今日也会用了 不大王室想到对影之策 云尼长已经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后腰 瞬间眼眶泛红 可怜兮兮地看着云丞相道 父亲 父亲救我 尼长哪里敢辱骂父亲呀 在这个丞相府 父亲就是尼长唯一的仪仗了 倒是嫡母方才一进来 就说都是我害了姐姐 下令要把我重则五十大棍 真是吓死霓裳了 云尼长说着 就跑到云丞相的身后 扯着云丞相的袖子 一阵哭诉 看王室的眼神 似乎十分恐惧 与刚才悠闲吃瓜子 吃糕点的形态 完全不同 啊 表演绿茶表好累呀 云尼长觉得自己的后腰 肯定被自己夹轻了 小青和小蕊 一时间也看懵了 小姐这 云丞相素来也知道 自己的发漆 是个嚣张的脾性 心中暗自恼怒 毕竟自己已经交代过 让王室来了之后 好声与云尼长说道 可惜这婆娘倒好 来了就要打人 浑然没把自己交代的话 放在心上 想到这里 云丞相瞪着王室 怒道 王室 是这样吗 云丞相就连夫人都不称呼了 称呼王室 租坚云丞相是真的恼了 王室见状顿时变慌了 赶紧开口道 相爷 你莫听他胡说 是他完全不将我看在眼中 我一时间气不过才想 父亲 你也听见了 嫡母承认了 他气不过想打我 哎 王室还没说话 云尼长就哭着道 而且 分明 嫡母进来之后 就泼我一脸的水 我都不敢多发抑郁 嫡母怎么能说 我丝毫不将嫡母放在眼中呢 王室赶紧为自己分辨 那水不是我泼的 是他自己泼的 相爷 你要相信我呀 嫡母 你说得好生可怕 我为何要泼自己水呢 难道嫡母认为 我魔障了不成 小姐 你这岂只是魔障了 你这分明就是魔鬼奔鬼啊 不过为什么 小青和小蕊 他们两个的心里 觉得这么爽快 这么多年了 小姐一直被夫人母女欺压 不知道受了多少折磨 今日总算是扳回一局了 云丞相想了想 云尼长的性子 一贯软弱没有心计 实在是不像能做出此等似的 于是不信任的谋光 盯着王室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七集 该装病的时候 就装病 王室 王室顿时急了 心思飞快地转动 赶紧 赶紧指着地上那半块糕点的 相爷 您来之前 这个小畜生 这个小畜生就是坐在这里吃糕点 您看地上还有半块没吃完呢 云尼长躲在云丞相的背后 对着王室眨眨眼 然后故作委屈地哭道 父亲 嫡母真真是要冤死女儿了 明明是嫡母进门之后 就一阵怒骂 是要给姐姐出气 吓得女儿吃了一半的糕点都掉了 此刻遵生就成了 女儿一直坐在这里吃糕点呢 说着 云尼长还继续道 父亲 您看看嫡母如此气势汹汹 还带了诸多丫鬟蒲脱 女儿就算是心再大 也不敢在这时候吃糕点吧 你 王室气得脸都绿了 王室身后的婆子也忍不住插话了 二小姐 您还不够心大吗 您方才还刻瓜子 这瓜子壳 此刻都还收在哪边 婆子说着 指了指刚才 被小青和小蕊收起来 放在一边的瓜子壳 这下 小青和小蕊 脸色都有些发白 后悔他们刚才收拾东西大意 没把瓜子壳扔出去 这下 害了小姐 却没想到 云尼长不仅一点也不慌 还立即对着云丞相哭道 父亲 您看见了 他们一会儿说我吃糕点 一会儿说我嗑瓜子 我怕是用两张嘴 才能把两件事同事进行吧 弟母就算是不喜欢我 要指使仆人来害我 你们也应先传途好供词才是啊 小姐这真是厉害了 在王室等人眼里的破绽 掉落在地的糕点和屋子里的瓜子壳 最后竟然被小姐解说成了 他们陷害小姐的有力证据 这反转实在是 王室也是一阵目瞪口呆 指着云尼长怒道 你分明是先吃糕点 又嗑瓜子 嗑完瓜子 父又吃了一回糕点 王室绕来绕去 差点把自己都绕晕了 说完之后 发现自己这番解说也不是很妥 虽然是事实 但是怎么听 怎么让人觉得怪怪的 果然 云丞相一听 脸色完全清了 对着王室怒道 住口 吃完糕点吃瓜子 瓜子吃了再吃糕点 你是在与本相说相什么 一个当家主母 便当真要变着花样 这般陷害一个小小庶女吗 我 王室欲哭无泪 他说的都是事实啊 云尼长却是心情愉悦 他当然是故意轮换着吃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告状的时候 告成眼前这般 让丞相一听 觉得就有问题 王室指着自己身后的士臂 开口道 相爷 你若是实在不相信 可以问问他们 他们都是亲眼看见 这个小孽障 坐在这里吃糕点 嗑瓜子的 丫鬟婆子们 立即跪了一地 开口道 相爷 的确是如此 夫人进来了之后 二小姐未曾行礼 还说了诸多 对夫人不客气的话 吃糕点 嗑瓜子 也都是确实的 我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云丞相还没来得及 面露迟疑 这时候 云霓长眼角的余光 看见了小青和小蕊的膝盖 立即便道 这些丫鬟婆子 都是嫡母房里的人 自然是都听从嫡母的话了 岂会帮我说话 父亲 你万万不可听他们胡言乱语啊 都是嫡母 想打我五十大棍 是真真切切的事情 说着 云霓长指了指 小青和小蕊 裤子膝盖处的灰 道 父亲姐看 他们的膝盖 方才他们二人 就是为了跪下给我求情 裤子上才沾上灰的 小青和小蕊一愣 他们也没想到 自己刚刚一跪 居然还帮到了小姐 云丞相一看 果然如此 这下 原本就更相信云霓长的他 现在对云霓长的话 更是深信不疑了 他看向王氏 怒道 王氏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王氏驾到相府 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等大亏 他立即高呼 相爷 冤枉呀 冤枉 真的是这个小畜生陷害我呀 相爷 你难道相信他的片面之词 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云霓长立即哭道 狄母 并不是父亲不相信你的话 实在是你们的话漏洞百出 要父亲如何相信呢 你说你不曾想打我 可是我压回膝盖上 都是跪过的痕迹呀 你说我吃了糕点 可你的下人说我吃的是瓜子 你说我对你不敬 可是被迫一连水的是我呀 父亲若是相信你 怕是父亲一世英明 都被毁了 原丞相一听此话 顿时身以为然 为了保护自己一世的英明 证明自己不是一个 能任由王室欺瞒的蠢货 他瞪着王室怒道 你若是修不好品行 不明白一个当家主母 应该善待子女 你就把掌家的权限 交给赵姨娘 我看她这两年 比你贤淑得多了 这话就是重了 无疑是在说 王室一个正妻 品行竟然比不上一个姨娘 这羞辱的已经不只是王室个人 还病上了王室的家族教养 更别说原丞相 还要把掌家的权限 交给赵姨娘 王室也是个知道轻重的 一看大势已去 自己若是继续对质下去 恐怕真的要便宜赵姨娘 那个狐妹子了 她便当即立断 扑通一声跪下 相爷 我知道错了 还请相爷不要生气 我只是一时间 因为锦绣被打的那般主 相差了 故而想要教训教训霓裳 相爷这般教训 我顿时觉得醍醐灌顶 我日后 断然不会再犯下这等大错了 请相爷饶恕 王室说着 还一副心疼云锦绣 又真心忏悔的模样 擦了一把眼泪 这倒是让云霓裳有些意外了 没想到这个王室 还有点脑子 直到继续下去 他只会输得更惨 所以干脆及时止损 自己跪下认错 想必云丞相一定会心软 果真 云丞相想起来 云锦绣被打得 只剩一口气的模样 也是一阵感怀 一时间也没了重责的心思 便指示道 起来吧 你今日也去祠堂 抄一遍女德 再来见本相 王室一将 手中的绣袍钻紧 心里对云霓裳恨了一个十成十 脸上却一脸公顺 开口道 是 相爷 我定然好好抄写 不负相爷今日教诲 说着便起了身 云丞相看他还算实相 便满意地点头 也回过头去 看了一眼云霓裳 你今日受委屈了 快将脸上梳洗干净 换一身衣服 念得着凉了 是 父亲 云霓裳点头 一脸乖顺 王室这时候 也立即看向云丞相 赶紧道 那 相爷 锦绣 云霓裳深知 若是此刻 让王室顺着说出来 自己少不得 就要直接替云锦绣求情 于是 他当即立断 不等王室说完 就捂着自己的额头 脚步一个亮墙 并虚弱道 啊 父亲 女儿 头好晕啊 绿茶表 守则的重点 该装病的时候 就装病 小青和小蕊还当了针 立即上来 把云霓裳扶着 小青赶紧问道 小姐 您没事吧 是不是落水后的风寒 又起来了 云霓裳 眼面 唤气道 其实啊 被狄母那杯水一泼 我觉得自己身上 寒意震震 这病 怕是更重了 怎么听您这么一说 我感觉 您没病 王室也是绿了脸 知道这小贱人 又在变着花样 陷害自己 他恼怒地想杀人 可是想起来 自己刚才认错的事 这时候 不敢为自己分辨 只好强撑着笑脸 故作关心道 来人哪 快去请大夫来 给二小姐诊治诊治 让二小姐早点痊愈 也免得我心中不安 云丞相 原本听了云霓裳的话 对王室颇有成见 见王室这般一说 那股子火气也下去了 便也吩咐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请大夫 是 下人立即去了 云霓裳这时候 也看向云丞相 道 父亲 天色已经晚了 您的身体为重 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我的头 我的头好晕啊 说着 他又是一阵符额 云丞相远也是想 让云霓裳 对云锦绣的事情松口 可是眼下 看着云霓裳 这个虚弱的模样 这话 也实在是不好说了 便只得点点头 好 那 为父先去休息了 说着 云丞相 看了一眼下人们 道 大夫来了 让他好好给小姐诊治 不论需要 何种珍贵的药材 都用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八集 庄也是个 技术活 云锦绣被禁足的是 还要云霓裳松口 此刻 云丞相 便也故意表现 对云霓裳好些 是 下人们 马上 应了一句 心中 却是 默默琢磨着 二小姐 在相府的地位 恐怕 的确 是比以往 高出不少了 云丞相 扫了一眼王室 你先去祠堂 抄携女界 有什么事情 等霓裳的身子 好些了再说 云丞相的态度 语气中 不无责备 都是因为 这妇人误事 让霓裳的病情 加重 否则眼下 何至于 开口的机会 都没有 王室吃了个闷亏 也不再吭声 气得咬牙 切齿地离开了 等云丞相 和王室走了 那些丫鬟婆子 也走了 云尼长 一秒钟痊愈 大步走到桌前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喝下 说了半天 口渴死我了 装绿茶表 也是个技术活 小青琢磨着 小姐 您真的是装病啊 那一会儿大夫来了 您可 不用怕 我这身子落水之后 的确很弱 一会儿大夫就是来诊断 也断然看不出来 我在装病 要不是这样 他怎么会装头晕呢 要是一会儿 就给大夫看出来 自己完全没啥毛病 那岂不是自己将把柄 交到王室手中 小蕊 小蕊这时候忍不住崇拜的开口道 小姐 您变得太厉害了 夫人竟然都不是您的对手 平常都是夫人将白的说成黑的 今天就轮到您将黑的说成白的 奴婢 实在是佩服 说着 他已经递一块帕子过去 给云霓裳擦脸 云霓裳拿着帕子 随手抹了一把脸 道 有什么好佩服的 我这还不是自己泼了自己一脸水 都是因为自己现在不够强大 只能用这招 等我在相府站住了脚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厉害了 不过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装绿茶表虽然辛苦是辛苦了点 但是真的省事又管用啊 就是掐得我后腰好疼 你们赶紧给我上个药 小青惊恐地咽了一下口水 心想 这还不够强大 小姐还想干嘛呀 还有 小姐总是在嘀咕的绿茶表 到底是个啥 两人猛然之间 上来给云霓裳解开衣服 看了一眼后腰 小姐 您这后腰掐很好中啊 废话 我要是不掐 我哭得出来嘛 他又不是真的绿茶表 哪里来的说哭就哭的技能 肯定是需要外力辅助呀 我怎么觉得 小姐如今好似变得 非常极其特别之不温柔 甚至还很粗鲁 两人给他上着药 云霓裳呼得呲牙咧嘴 哎呦 哎呦 慢点宝贝们 哎呦 一句宝贝们 把两个姑娘逗红了脸 看来小姐不仅变粗鲁了 还不正经了 上好了药 小青问道 小姐 您今日跟夫人对着干 是想干什么呀 云霓裳贴了他一眼 问道 怎么有钱吗 小青一愣 不明其意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摇了摇头 没什么钱 我们一共也就二三两岁银子 云霓裳就知道 自己没料错 自己来到这个身子之前 园主被欺负得这么惨 怎么会有钱呢 于是道 那不就得了 现在王室必须求我不可 我要是不抓紧这个机会 找他要一笔钱 充实一下咱们的腰包 以图后继 岂不是太辜负好时机了 什么 小姐 你要找夫人要银子 小蕊 吓得脸都绿了 云霓裳起身 笑眯眯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啊 更准确的说 我们是要找他敲诈银子 你也可以说是威脸 你也可以说是威胁 勒索 讹诈 都可以 总之意思都一样 做我的势必 不要这么胆小 冷静些 我们才好聚众发财 小蕊险些 没直接吓晕过去 小青眼站在边上 摇摇欲坠 总觉得小姐 是在找死 还聚众发财 怕不是被拖出去 聚众账责吧 小青几乎是含着泪道 小姐 冷静啊 有什么话 我们好好说 您千万不要做出 冲动找打的事 云霓裳扫了 他们两个人一眼 杨美道 哼 无信 小青和小蕊 都不说话 好 云霓裳也不以为意 转身往床榻上走 并开口道 那你们就等着吧 除了王室之外 这两天 还会有另外一个人 给我送一笔银子 要是他来得快 今夜银子就送到了 你们看见了 就知道该不该信我了 还有另外的人送银子 小青和小蕊 对视一眼 一脸忧愁地皱眉 小姐莫非是在水下 泡坏了脑子 一正发作了 可是看着小姐 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们又 有点相信了 管他呢 就先等等看吧 两个人回过头 就看见云霓裳 已经在床上躺好了 今天装绿茶表 演了两回 云霓裳深深地觉得 完全不比当初在学校 跟着教授 做医学研究轻松 他简直累得不行 原来 装绿茶表 也是一项需要体力 和良好精力的工作 云霓裳表示 自己以后 不能随意歧视绿茶表了 毕竟绿茶表们 也着实是用了力气的 大夫姗姗来迟 过来给云霓裳看诊 果然如他所料 诊断结果是 身体虚弱 需要多补补 于是开了一大堆补品 背着自己的药箱 离开了 小青上前来 小姐 奴婢伺候你沐浴吧 云霓裳实在是太累了 一挥手道 明天早上再沐浴吧 我先睡了 哦 记住了 一会儿夜深 应该有人来找我 到时候 你们就说 我对你们吩咐过了 除非有人来送钱 我则不要叫我 说完 云霓裳就闭上眼了 小青心里纳闷 一会儿有人来找您 还说除非有人来送钱 小姐 您还真的这么笃定啊 看着云霓裳躺下之后 睡姿依旧还是不雅 小青和小蕊 对视了一眼 两个人摇了摇头 只觉得小姐变化太大了 就由着小姐好好休息吧 别提醒她睡姿的事了 此时 在离园内 赵姨娘听着下人的话 邓时便眼前一亮 站起身道 此时当真 下人立即道 千真万确 相爷在二小姐的院中 发了很大的脾气 夫人跪着 不住地认错 这会儿 夫人还在祠堂 被罚抄女德 女界呢 赵姨娘的眉宇之间 是挡不住的喜意 她身后的士臂 立即开口道 看来相爷 对王室是越发不满了 姨娘您更得相爷的心 相信假以时日 您一定能取代 王室在这相府中的位置 赵姨娘 却立即摆手 制止道 灵芝 此话不能乱说 若是传出去 只会给你主族惹麻烦 灵芝知道 此家主子一向谨慎 于是立即认错 奴婢知错 奴婢断不会再多嘴 赵姨娘 抚了一下云病 评价道 倒是这个云泥长 今日真是超出我的预料了 王室这些年 没少折磨她 我的目标 也是扳倒王室 若是这般 火于她 倒说不定能结成同盟 说着 赵姨娘看了一眼灵芝 开口道 相爷今夜 在张姨娘那边歇息 灵芝 你备上礼物 随我一同去见见云霓长 就说 是探病 是 灵芝马上去准备礼物 没一会儿 赵姨娘主仆二人就出门了 二人到了云泥长的房间门口 小青和小蕊 正在门外守着 见着赵姨娘来了 小青和小蕊 还愣了一下 还真的有人半夜来找小姐啊 回过神之后 两人立即行礼 赵姨娘 赵姨娘笑道 你们家二小姐呢 我知道她病了 特意前来探望 二小姐她 小青一脸为难 想起云霓长睡着之前 吩咐的话 她简直都想说 我并不认识什么二小姐 我只是这边一个守门的 见着小青一脸迟疑 灵芝开口道 小青 还劳烦你通报一声 说赵姨娘知道小姐落水 身子不爽利 特意来看看了 小青听完了 也不吭声 她沉默了半天 脸都憋红了 实在是觉得 把小姐那句 不怎么样高尚的话说出来 她觉得脸上臊得慌 但是小姐都吩咐了 又不能不听 于是 她仗红了脸 开口道 二小姐吩咐了 她说她睡了 今晚 除非是有人来给她送钱 否则不要叫她 啊 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九集 我是 我是会要求 加银子的 见着他们两个人 一脸的懵逼 小青也是难受的 只想遮住脸 也不知道小姐 是不是认真的 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说 有钱才能叫她 简直是有毒 赵姨娘的脸色 发生了一点 微妙的变化 她略意思索之后 回头 便扫了灵芝一眼 开口道 回去取一百两银子过来 当作是给二小姐的 见面礼 啊 灵芝严重怀疑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要知道 赵姨娘每个月的月银 也就只有二十两银子 不过姥爷厚爱 有时候另有赏赐 可是这一出手 就一百两 这是否太 小青和小蕊 也是懵了 还真的送钱呢 赵姨娘没事吧 没听说赵姨娘最近 也掉进水里 脑子跟他们家小姐一样 泡坏了的消息啊 就在这两个丫头 万分茫然之间 灵芝就已经取了 一百两的银票过来 赵姨娘看向她 笑道 银票已经取来了 现在 可以见你家小姐了吧 小青跟了云霓长 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看过 一百两这么多钱 平日里每个月的月银 王室都是四无两打发了 就是寻常用度都不够 这会儿一下子 看见赵姨娘 真的拿出来一百两 简直震颤了 于是立即对着赵姨娘道 赵姨娘您稍等 我马上进去请小姐 进门之后赶紧开口道 小姐 赵姨娘来看您了 赵姨娘和灵芝就在门口 所以也能把小青和云霓长的话 听得分明 云霓长睡得半梦半醒 不见 我困着呢 小青皱眉 赶紧拔高了音量道 小姐 可是您不是说 有人来送钱才来叫您吗 赵姨娘来送钱了 云霓长一听此话 立即清醒了 嗯 送钱 扶我起来 灵芝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小青也心说 小姐 恕我直言 我已经觉得有点丢人了 小蕊也在门口 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并且深深地低着头 实在是不想让赵姨娘和灵芝 看见自己羞愧的样子 不过 说真的 小蕊还是觉得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多了一百两银子 还是让人好高兴啊 难道以后 都不用跟着小姐 过穷苦日子了吗 即使她真的想破脑袋 都想不明白 赵姨娘为什么 能为了见小姐一面 就愿意出一百两银子 想不明白的 不仅仅是她 小青也不明白 就连跟着赵姨娘这么多年 认为自己 很了解赵姨娘的灵芝 对此都是一脸蒙圈 正想着 云霓厂已经在小青的伺候下 起了身 小青也出来了 把赵姨娘请了进去 灵芝立即乘上那张 一百两的银票 二小姐 这是赵姨娘的小小心翼 云霓厂瞧了一眼 立即开口道 嗨 使不得使不得 你们实在是太客气了 我怎么好意思收下呢 说着话 她把银票 飞快地收进了腰间的荷包 并且已经把荷包系好了 赵姨娘见状 甘笑了一声 二小姐不必与我客气 你愿意收下 我便已是很开心了 云霓厂给自己 倒了一杯茶 也给赵姨娘倒了一杯 并道 既然赵姨娘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众人在心里吐槽 你的银票都收下很久了 不要说得好像 是你现在才收下的好吗 赵姨娘干咳了一声 端起茶杯来喝茶 掩饰自己的失态 心里也在认真地琢磨着 这云霓厂 怎么好像完全变了个人 接着 赵姨娘开口道 二小姐不妨秉退左右 关上房门 我有些话 要与二小姐商量 云霓厂抬头看了一眼 赵姨娘有话 直接说便是 这里只有你的心腹丫头 和我的心腹丫头 若是我们真的关起门来商量 给来往的丫鬟婆子们 看见了 众人还以为 我们在密谋些什么事呢 赵姨娘一听 也反应过来 并立即点头 一时间 对云霓厂又高看了许多 还是二小姐说的事 若是让夫人知道 我们关门商量 跑去告知了老爷 说我们密谋害他 哼 老爷也会对我们 有所猜忌 我刚刚就是没想到 说吧 赵姨娘便看笑云霓厂道 二小姐 王氏刁难了你这么多年 你这些年心中 可有怨对 云霓厂笑了 赵姨娘直说来一便可 不要拐弯抹角 如果您偏要把几句话 就说明白的事情 说成几十句 但我太长的时间 我是会要求加银子的 赵姨娘梗了一下之后 倒也笑了 二小姐快人快语 那我就直说了 王氏几次三番叼闹 二小姐 也多番与我过不去 既然我们的敌人 都是王氏 那么我们不妨 结成同盟 云霓厂放下自己手里的茶杯 看着赵姨娘道 赵姨娘想错了 我很快就要嫁给锦王殿下 在这丞相府也待不了几天了 即便王氏想折磨我 也没几次机会了 而且她还未必斗得过我 当时赵姨娘 以后说不定要面对她一辈子 所以啊 如果真的是要一起对付王氏 那可不是我们结成同盟 而是我单方面帮你啊 赵姨娘愣了 那 二小姐的意思是 云霓厂直言道 我的意思是 既然是我帮你的话 你当然要多给我一点好处才行 毕竟 我帮你对付王氏 我这么辛苦 你好意思 不报答我吗 虽然好像很有道理 但众人为什么觉得 哪里怪怪的呀 赵姨娘顿了片刻 轻笑出声 二小姐还真是聪明人 我以前竟然完全没察觉 明明今日王氏和云锦秀吃亏之后 王氏根本不可能放过云霓厂 云霓厂也势必要跟王氏敌对 而云霓厂却要说成是帮助自己 还要找自己所要好处 这不是聪明人 是什么 不过 比起夸奖云霓厂是个聪明人 赵姨娘更想说的是 你真是无耻 云霓厂点点头 满不在乎地说 过奖了 如果赵姨娘想说我无耻 也可以直说 只要你把银子给到位 我不在乎你对我品格的误解 小青心说 小姐 你也知道自己表现得很无耻啊 赵姨娘也琢磨着 我对你的品格有误解吗 暗自权衡了片刻利弊之后 赵姨娘倒像是下了某种决心一样 看着云霓厂的 也好 那就有劳二小姐 日后帮我对付王室了 若是二小姐需要银子 只要我拿得出来 二小姐尽管派人来娶 我定不推脱 小青心说 赵姨娘您是不是疯了 居然同意了 灵芝都想上去 把自己家主子的嘴巴捂住了 主子 咱们攒点钱不容易啊 主子 您别乱说话啊 主子 挺冷静啊 他们几个不明白其中观俏 云霓厂和赵姨娘 却是心知肚明 云霓厂也喜欢跟聪明人讲话 她看着赵姨娘道 只要赵姨娘以后 不与我作对 我自然不会让你后悔 今日许给我的诸多好处 赵姨娘微笑道 希望二小姐 一诺千金 话说完 她回头看了一眼灵芝 开口道 灵芝 我们回去吧 是 赵姨娘带着灵芝走了 小青和小蕊 还是一脸懵逼 他们看着云霓厂 支支吾吾了半天 心里有很多疑问 实在是不知道 从哪一个问题比较好 总之 他们觉得 刚才发生的事情 都非常的不合理 甚至让他们严重怀疑 赵姨娘 是不是脑子也坏了 小青终于找到了头绪 问道 小姐 您怎么断定 赵姨娘回来找您 云霓厂道 你也听见父亲今日的话了 她觉得赵姨娘近年来 比王室嫌淑 那就证明 赵姨娘 没少在父亲面前下功夫 那么赵姨娘 肯定有取代 王室的野心 她今天竟然听说 王室在我手上吃亏了 为了她的野心得偿 她能不来 给自己找盟友吗 小蕊又马上问 那 你赵姨娘 为什么为了见您 真的给您一百两银子呢 这下 云霓厂笑了 看了一眼他们俩 道 你们要是想知道理由 我看见灵芝刚才 也是一脸的不赞同 不如你们两个出去 跟踪他们二人 悄悄地在后面偷听 赵姨娘会解答你们的疑问的 说完 云霓厂就一边脱衣服 一边躺回床上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十集 王妃利用我们锦王府 额前 小青和小蕊 一脸狐疑 心里又实在是万分好奇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两个人对视一眼 也顾不得伺候云霓厂了 赶紧出门偷听去了 没跑出去几步 就看见赵姨娘和灵芝 在前方不远 往赵姨娘的住处走去 两人暗戳戳地跟上 这时候 果真灵芝开始问了 主子 不过是见二小姐一面罢了 您为何给了一百两银子不算 后头还许诺那诸多的好处 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 赵姨娘笑道 哼 理由很简单 看云霓厂的意思是 这一百两银子不给 我就探不到她的虚实 她今日能收拾了王室 足见她不同往日 而她想要看见的 无非是我与她相交的诚意 既然如此 给一百两也无妨 许诺给钱也是无妨 如果舍不得区区银子 如何能谋大礼 灵芝皱眉 不赞同道 可是如果二小姐根本什么本事都没有 完全就是骗您的银子呢 哪里什么好处都没见到 就先许诺一大堆钱的呀 赵姨娘瞥了一眼灵芝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也想不明白吗 她很快就要嫁给锦芒殿下 成为未来的锦王妃了 所以 就算她真的帮不了我 只要她能活着嫁给锦芒殿下 那么我付出银子 便当是与未来的锦王妃交好 对我 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灵芝这才明白过来 堪称恍然大悟 是啊 大小姐虽然要成为太子妃 身份更为尊贵 但是有王室在 大小姐非但不会与您交好 日后真成了太子妃 怕还要折磨您 眼下与未来的锦王妃交好 对您来说 的确是一件好事 唉 我真是愚蠢 之前还以为 赵姨娘是脑子坏了 不够冷静 胡说八道 现在回头看看 根本是我自己没长脑子啊 小青和小蕊 偷听到这里 也算是明白了 两个丫头 怀着一种震惊的心情往回走 他们只觉得 小姐和赵姨娘 比他们聪明太多了 想的也比他们多 而且小姐居然还能料到赵姨娘都是怎么想的 这真是 小青忍不住的 这还是我们的那个小姐吗 小蕊也是一脸迷茫 简直像是被人调包了 难道 当真是落了一回水 变聪明了 我现在也想落一回水 提高一下自己的智商了 我也想 两个跑回来之后 见芸妮长的衣服还没脱完 实在是古代的衣服太难脱 便上去给她帮忙 听到理由了 芸妮长的心情也是不错 赵姨娘没让她失望 是个懂得权衡利弊的聪明人 小青点点头 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道 听到了 原来您当时提起锦王府 也是有理由的 我还以为您就是随便说说呢 芸妮长满意地微笑道 哼 锦王府真是一棵好大树 我乘凉乘得很快乐 屋顶上 观看了全城 听到了赵姨娘的话 并且还在偷听的某个黑影 一阵猎气 过分 过分了 他们锦王府的夜管家 果真缩料不差 未来的王妃 真的很善于利用锦王府 小青又问 可是小姐 那您真的打算 帮助赵姨娘对付夫人 芸妮长笑道 就算我不对付王室 王室也不会放过我 所以我就算不想对付王室 也由不得我呀 反而 与赵姨娘合作 对我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小蕊立即问 这个怎么说 你想啊 赵姨娘给了我这么多钱 很大理由是希望能与未来的锦王妃交好 如果我死在丞相府 没能活着嫁出去 她的钱 岂不是都白费了 她日后 肯定会好好保护我这条命 就像保护她的银子一样 虽然我自己也能自保 但是多一个人帮我 何乐而不为呀 小姐 你好厉害啊 而且 父亲对她颇有赞美之词 证明她在父亲面前也说得上话 所以这个盟友为何不要呢 当然了 我这个人也倒影 所以 只要她不对我起坏心 我以后也会帮她一二 不会让她白白付出这么多钱的 屋顶上的黑影 听到最后一句 终于也感受到了 自家未来王妃的可取之处 啊 还是有个优点的 道义 这会儿 云霓裳的衣服已经脱完了 她开口道 好了 你们赶紧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 就会有人来找茬 今天休息好了 明天才能精神抖擞地击败敌人啊 小青心说 啊 小姐 您又料到明早有人来找茬了 想想小姐之前能料到有人来送钱 果真就来人了 估计这来找茬肯定也是真的 于是小青着急道 小姐 明早有人找茬 您还睡得着 云霓裳翻了一个身 裹好了被子 背对着小青 我只会睡得更香 屋子里头的烛火很快就熄了 小青和小蕊也都退下了 屋顶上面的黑影 也知道自己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于是赶紧一个闪身 从丞相府消失 回到了锦王府之后 他用一种十分难受的神情 将今日看见的云霓裳的种种 都对管家叶承文说了 叶承文听着他的话 也不比他好受 听完之后 叶承文对着他道 你去休息吧 我现在就把消息禀告给王爷 是 叶承文着急地到了锦王殿下的房门口 敲了敲门 随后 把影子今日探到的事 一五一十地全部说给了自家主子听 生怕自己说慢了 王爷意识不到严重性 一切都说完之后 叶承文道 王爷 您听见了 奴才就知道 未来的王妃不是什么心思简单的人 所以特意让人去观察 果真就探到了这个消息 他心机深沉 还利用我们锦王府和钱 实在是过分 奴才觉得 他本想说 觉得这个王妃实在是不太妥 娶回来 根本对他们王府不利呀 然而话说到这里 屋里头 忽然传出了淡雅的声音 带着几分温润的笑意 所以 本王未来的王妃 很缺钱吗 叶承文心想 王爷 您关注的重点 跟奴才是不是不一样啊 奴才方才想强调的 不是这个呀 但是吧 不管重点是不是对的 王爷问了问题 自己肯定不能不回答的吧 于是 叶承文沉默了片刻后 开口道 应该 应该是吧 否则 也不会找赵姨娘额钱 还打着锦王府的旗号 让赵姨娘许诺 以后需要钱就去取 屋子里头的男人笑了 温润的声音 很快传了出来 既然如此 明日就以本王的名义 送几张银票过去 交给未来的王妃 叶承文心道 王爷 您再这样 奴才就有点 都是很高兴了 正在叶承文纳闷之间 屋子里头的人 朱玉般的声音 再次传了出来 有些虚弱 但是温雅如旧 赵姨娘许了她一些好处 她便说了 会帮赵姨娘一二 不会让赵姨娘吃亏 那锦王府几次三番 被她拿出来利用 本王还赠予银票 本王倒有些好奇 她会如何回报本王 叶承文愣了一下 还没来得及再开口 里头的人便道 明日一早便去办吧 叶承文不情不愿地印下 是王爷 一千两银票够吗 她刚说完 锦王殿下便道 一万两 里头顿了顿 锦王殿下补充道 黄金 叶承文心说 王爷 您这么败家真的好吗 就算咱们锦王府 那也算得上是 整个京城里头 最有钱的豪门望族了 可是您这一出手 就是一万两黄金 再多的家底 也经不起这么败呀 算了 反正锦王府的大多数银子 也都是王爷继承王爵之后 参与一些产业得来的 您自己挣的钱 您随便花吧 可是实在是没必要 花在这么个王妃身上吧 叶承文不情不愿地道 奴才知道了 王爷 您早些休息吧 叶承文也实在是不愿意继续说下去了 再说下去 他怕王爷又做出什么离谱的决定 里头的人轻轻应了一声 随后 叶承文怀着一种 自家王爷实在是太不理智的悲伤看法 生无可恋 万分绝望地出去了 王爷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十一集 自己的段位 还有进步空间 丞相府的祠堂里 王室身后的婆子 在正在抄写女德的王室耳畔 说了几句话 王室一听 邓时便攥紧了手里握的笔 这停顿之间 笔尖上的墨水 也滴落到了白纸上 花了他方才抄写的那页字迹 但是他心中 却半点都不挂怀 反而仰起嘴角 笑了起来 神情颇有几分阴毒 贱人 终于有把柄 落到我手里了 我明日便要他们好看 在一边哭哭啼啼 抄写女界的云锦秀 偏头看向王室 问道 母亲 发生什么事了 王室瞥了一眼 自己身后的婆子 那婆子也马上 在云锦秀的耳畔 一阵耳语 云锦秀听完 也是眼前一亮 母亲 您是准备 王室道 不错 你父亲素来一心中 明日一早 母亲便让云霓尝 那个小蹄子 付出代价 云锦秀的眸中 略过激动的灿茫 开口道 对 母亲 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我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吃过如此大亏 这个贱人 真的是个贱人 我很不能发了她的皮 王室也很恼火 本来是上门 去帮女儿算账的 结果变成母女两个人在这里 列队抄写女德女界 简直是奇耻大辱 王室道 我要立即抄写完这一遍 也好等到相爷上朝回来 便去见她 想到这里 王室简直贱笔如飞 下笔如有神 飞快地抄写了起来 第二日 天亮 小青和小蕊两个人站在门口 往里头小心地观望 此刻已然日晒三干了 往常这个时辰 小姐早就起床了 并且都已经绣花几个时辰了 今日 竟然还躺在床榻上 睡得一阵香甜 这让他们二人认真地犹豫着 应不应该叫小姐起床 就在这时候 管家忽然脸色难看地过来了 到了门口之后便开口道 相爷让二小姐赶紧去大堂 相爷有话要问 二小姐呢 还没起床 什么时辰了 相爷上朝都回来了 竟然还没起床 这是一名名门淑女 应该有的作息时间吗 但是 她作为一个下人 也不敢多嘴 便指示道 那你们赶紧叫二小姐起来吧 我先去找相爷赴命 管家说完 便转身去了 小青马上进去 把云林长遥醒 心里也是很担忧 小姐小姐 快起来了 相爷让您去大堂 有事情要问您 这是什么事啊 该不会是要 小姐 您别说了 快醒醒啊 哦 云林长半梦半醒地坐起来 别咬了 昨晚不是告诉过你 今天早上会有人来找茬的吗 你怎么还这么激动啊 身为一个优秀的婢女 你要稳重一些 哦 可是您是不是过于稳重了 小青马上拿来了衣袍 给云林长穿 云林长忽然问道 王室这么多年 一直在磕磕我的月银 那我应该有不少 破旧的衣服吧 是啊小姐 您的衣物 基本上都是破旧的 也就是我手中这一件 和您昨日穿的那一件 还能穿着出门 不是体面 小青愣了一下 不过小姐为何突然问这个 哦 那你把我最破旧的 那一件衣服找出来 我今天要穿上 这 这是为何 都说 人靠衣裳 马靠鞍 小姐为何不把自己 打扮得光鲜亮丽 还要求穿上 最破旧的衣服 云林长看了她一眼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小青见云林长都这么说了 也不敢再多问了 毕竟相爷还在客厅等着 去太晚了 搞不好又是一项罪名 于是赶紧听了云林长的话 在里头找出了她最破旧的一件衣服 稳稳当当的安排给她穿上 接着 云林长就出门了 小青和小蕊这会儿 却是不断地对视 从前小姐对于自己有补丁的衣服 都是深以为耻 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整天不出门的时候 才会穿一穿 今日却 实在是令他们觉得费解 就在他们二人各种费解之间 云林长就已经到了大厅 王室就站在云丞相的旁边 不出云林长所料 这时候赵姨娘也已经到了 正攥着帕子 咬着下唇在边上站着 神情之中透出了几分紧张 云丞相看见云林长 今日这身打扮 皱了皱眉 但是也没说什么 只是问道 霓裳 你可知道 为父找你是有什么事 云霓裳一脸单纯 不知道 就是见父亲的脸色 似乎不是很好看 所以女儿的心里 有几分忐忑 说着 云霓裳就捂着自己的胸口 一副柔弱不胜衣的模样 仿佛还没开始就被吓到了 他发现自己扮演绿茶婊 已经是越发熟练了 云丞相看看他的样子 想起来 他方才落了水 身体的确是还没好 于是便缓了语调 道 你嫡母今日对为父说 昨天晚上有人看见 你与赵姨娘密谋 恐是要害他 可有此事 云霓裳一听这话 小脸一白 王室一见 正要得意 说自己料中 云霓裳心虚了 结果云霓裳就开口道 狄母 狄母又想出了新罪名 来陷害霓裳吗 云霓裳 你不要含血喷人 云霓裳立即色缩了一下 窃窃地看了一眼丞相 云丞相看了一眼 气势汹汹的王室 还有云霓裳那胆小的样子 稍微地思索了一下 也觉得云霓裳 竟然有胆子密谋害王室 也是一件不太合理的事 王室一看云丞相的眼神 顿时就知道 他在想什么了 王室暗自咬牙 开口道 相爷 昨夜里 我们的二小姐 说自己头晕 身体不适 先歇下了 却在半夜三更 与赵姨娘密谈 这若不是 想着要密谋害我 这个当家主母 还能是为了什么事 此事 是我院中的丫鬟 亲眼所见 他的话刚说完 云丞相立即便道 是哪个丫鬟见到的 让他进来 不一会儿 一个面貌清秀的丫头 就走了进来 小青和小蕊一见他 脸上都露出几分不屑来 云丝长当然也注意到了 他们脸上的表情变化 也就留了个心眼 那丫鬟进来之后 便跪下 飞快地将自己昨夜看到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禀报了 相爷 奴婢亲院 昨晚夜间 奴婢看着赵姨娘 带了灵芝去找二小姐 没一会儿 灵芝还回赵姨娘的院子里 取来了一百两银票 攥在手中 后来给了二小姐 不仅仅如此 赵姨娘和二小姐 还在房中谈了许久 只是谈了什么 奴婢离得远了 没有听到 奴婢看到的就是这些 王室这时候 立即便道 相爷 您听见了 这分明就是 这二人为了谋害我 米坛 赵姨娘还拿出银子来 贿赂二小姐 定是想要结成同盟 这下 从赵姨娘和灵芝 到小青和小蕊 四个人都是心虚的 没想到王室 竟然猜得这么准 云丞相 立即看了一眼 云霓裳和赵姨娘 立声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赵姨娘吓了一跳 倒是云霓裳 不慌不忙地说 父亲 我能否问这鸭魂一句话 云丞相醋眉 但还是道 你问 云霓裳看向清院 问道 你说 你昨天看见赵姨娘在我房中 与我谈了许多 与我谈了许久 那么当时 我的房门是开着的 还是关着的 清院立即道 自然是开着的 不然奴婢 如何能亲眼看见 您与赵姨娘 坐在桌前谈话呢 王室对清院的回答 顿时一阵满意 这可不 开着呢 亲眼所见 还能用什么狡辩的 王室道 项爷 您听见了 都是清院亲眼所见 一个姨娘 一个庶女 竟然敢一起密谋害嫡母 这是大罪 项爷定然不能轻易饶恕他们 他看云霓裳 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然而 云霓裳看向云丞相 道 父亲 清院说他亲眼所见 当时房门是开着的 若是我与赵姨娘 想要密谋对付嫡母 此等机密钥匙 我们定然会关上房门 悄悄上一才是 岂会敞开了大门 让来往的众人 都看见我们在密谋 这 你说的也是 到底谁密谋害人 会开着门密谋呢 王氏的笑容 顿时僵硬在了脸上 他怎么没想到 这个细节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十二集 被自己的情操 感动了 赵姨娘在旁边 拿着帕子 悄悄地擦了一把 额头的汗 幸好昨天晚上 自己让云尼长 关上门 他不关 不然今日 怕是真的惨了 看来云尼长 果真值得合作 足够聪明 还很有先见之明 云尼长 立即低下头 眼里擒着泪光 但是坚决 没有将眼泪掉下来 俨然就是 强装坚强的姿态 七七惨惨地道 父亲 我一直知道 狄母不喜欢我 但是我没想到 狄母已经憎悟 我到这种程度了 我依然病成这样 狄母还要在 父亲面前陷害我 赵姨娘不过是 听说我病了 来看望我 狄母便听了一个丫鬟 胡言乱语 说我要害她 我 王氏告状不成 反被告 他着急道 相爷 我没有 当真是 相爷 亲身看 这都是因为 这段时日 相爷对我太过关照 主母因此容不得我 要将我与二小姐 一起除掉 相爷 救命啊 赵姨娘也不傻 一看这情况 立即哭了起来 说着 赵姨娘已经跪下了 云霓厂这么一看 赵姨娘的表演 顿时觉得 跟赵姨娘说哭就哭 说跪就跪相比 自己的绿茶表段位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云霓厂这凄凄惨惨的字数表达 加上赵姨娘要命的哭哭啼啼和下跪 云丞相不善的眸光 很快地落到了王室身上 他浑身上下都透出了一种 王室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苗头 王室脸色几次发青 就在这时候 他猛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很快地看向云丞相 开口道 相爷 如果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的 那赵姨娘过去 当真只是为了看看二小姐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还要给二小姐一百两的银票呢 这 赵姨娘首先便知乌了 小青和小蕊也一阵慌张 心里也是暗自想着 早知道如此 小姐就不应该贪图那一百两的银票啊 现在好了 被夫人抓住了小辫子 眼下可怎么是好 没想到 云霓裳一点都不慌 直接便看向云丞相 委屈地开口道 父亲 你也看见了 我身上这身衣服 上头都有好几个补丁 不仅仅如此 我屋子里头的衣裳也只有两件 是能穿着出门的 平日里不出门的时候 我在自己的院子里面 穿的都是这些 王氏一听这话 顿时感觉苗头不太对啊 正打算让他住口 云丞相的谋色也冷了下来 盯着云霓长道 所以呢 云霓裳低下头 面着唇盼 欺然道 寻常为了丞相府的颜面 我出门的时候 都不敢穿得破破烂烂 其实事实上 我柜子里头 都是这样不体面的衣服 父亲若是不相信 可以前人去看看 云丞相直接扭头 看向小青和小蕊 立声问道 果真如此吗 小青和小蕊 马上跪下 飞快地回答 回禀相爷 果真如此 小姐的衣物 大多都是这般 只是 他们都没太明白 夫人说赵姨娘贿赂小姐 跟小姐的衣生破烂 有什么关系 难道 小姐准备说 自己美好衣服穿 不得已 才和赵姨娘合谋 可是 这么说的话 也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呀 最后 事实证明 他们还是太单纯了 只见云霓裳 窃窃地看了云丞相一眼 道 这都是因为 嫡母这些年来 一直都苛扣我房中的月银 所以用度 从来都不够 昨夜赵姨娘来访 看出了我的难处 一时间不忍 就让自己的丫头 回房取了一百两银票给我 岂止最后 竟然被父亲误会了 赵姨娘也是懵了一下 本以为必然要死的局面 竟然被云霓裳说得翻了盘 赵姨娘 也从一个密谋陷害主母的姨娘 变成了一个特别为家中 庶女着想 心地善良 竟然肯拿出自己的提起钱 帮助庶女的长辈 赵姨娘 都差点被自己的情操感动了 云丞相这时候 也看向赵姨娘 又看了一眼身上 穿得破破烂烂的云霓裳 立即伸出手 把跪在地上的赵姨娘扶起来 开口道 是本相错怪你了 说吧 又看了一眼云霓裳 叹息道 霓裳啊 是父亲不变是非 险些冤枉了你 王氏心里想 喂喂喂 相爷 您不能因为云霓裳 随便几句话 就觉得您已经把是非 分辨清楚了呀 这不太好吧 王氏赶紧道 相爷 您不能听信 他们两个的偏面之词呀 他们这都是在狡辩 还反要污蔑我 云丞相扭头 看向王氏 怒道 污蔑你 霓裳身上穿的衣裳 都是补丁 一看就十分破旧 这像是能刚刚伪造出来 污蔑你的吗 这 切身 王氏答不上来 袁丞相又怒问 还是你想说 这么多年来 你从来就没有 磕磕过霓裳的月间 这下 王氏的脸色更是一阵青一阵白 他一直就看不惯这个小剑蹄子 自然就一直在苛扣他的月银 谁知道 这小剑蹄子 今日竟然借着这件事 把月银的问题 直接就捅给了相爷知道 眼下 要如何收场呀 王氏的心思赚得也很快 立即就到 相爷 其实我这么做 并非是为了苛扣霓裳的月银 只不过是因着他年纪小 我寻思着少给些银子 也好叫他早些学着勤俭些 日后若是嫁出去了 也能妥善地给夫家涨价 不失我们丞相府的体面 他这话一出 小青和小蕊都想骂他不要脸了 真正的是太不要脸了 苛扣了人家的银子 还要强行说 我这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们这个家好 王氏说完这话 本以为以云霓裳的性子 这时候肯定会不服气地 跟自己对骂起来 届时相爷肯定会觉得 是云霓裳不懂事 不明白自己这个做主母的苦心 确实没想到 云霓裳听了这话 竟然也不拆穿 只是微微低下头 嘴角扬起肌疯 没给云丞相瞧见 心中也是被王氏的 不要脸惊呆了 过了一会儿 只见他一脸思索 似乎是在认真思考 王氏的话 随后抬起头 赞同道 父亲 女儿也觉得 狄母说的有道理 没想到 狄母竟然是有这样的一番苦心啊 王氏一看云霓裳这反应 都愣了一下 云霓裳竟然 认同了自己 不过 王氏心中难免得意起来 就算是不认同 云霓裳也应当是 实在是无法说出任何反驳的话吧 毕竟自己的道理 都已经放在眼前了 这贱人能认输也好 可是 没想到的是 他以为已经认输的云霓裳 这时候忽然又开口了 这般说来 都是女儿之前想错了 原来十几年来 一直苛扣女儿的月银 让女儿吃不饱 穿不暖的嫡母 都是为了女儿好 而一时间心软 拿出自己的钱 想要帮帮女儿的赵姨娘 是居心叵测 想要坏女儿的品行 王氏脸一白 这小蹄子 为什么又说的 开始对自己不利了呀 这下莫说是丞相了 就连边上的士币 都没有一个人听不出来 云霓裳这个话 怪怪的 倒也是啊 哪有这种道理 王氏把钱苛扣了 把人饿着 是为了他好 那按照这个说法 赵姨娘 岂不就是个恶人了 说到这里 云霓裳还看向赵姨娘 怒道 赵姨娘 我一心以为你是为了我好 才给我银子 没想到 你的心思居然这么恶毒 想要破坏迪母 培养我的心意 赵姨娘一听 马上明白了云霓裳的意思 立即会议 赶紧陪同演戏 扑通一声 再次跪下 七晚的道 是啊 小爷 都是妻生的错 是妻生不懂事 本以为 是在帮二小姐 没想到 竟然是在害她 妻生实在是 做得太离谱了 二小姐 你千万不要责怪妻生 妻生也没想到 忠母磕扣了 二小姐的眼睛 竟然是为了 培养二小姐 妻生有罪 云霓裳对赵姨娘的 配合及演技 也是很满意 云霓裳这时候 也赶紧看向云丞相 深深地自责道 父亲 女儿竟然不能明白 嫡母故意饿着女儿 苦着女儿的苦心 还对嫡母颇有误解 以为她是 贪图女儿的月银 女儿真是 罪该万死 忘恩负义 辜负了嫡母的 一番心意 嫡母真是高瞻远瞩 这大概就是 女儿愚笨的头脑 与嫡母之间的区别吧 她每一句话 都在强调 王室饿着她 苦着她的事 并且还无意中 点出了王室 是贪图她的月银 云丞相听得 脸色发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王室也意识到 情况对自己 非常不妙 这两个小贱人 看似是在自责 其实 根本就是在一起 往自己身上 喝脏水呢 就在这会儿 云丞相扭头 就对着王室斥责道 王室 你这些小把戏 只能骗一下 他们两个这样的 无知妇孺 你还以为能骗 本相不成 王室心想 相爷 我跟您发誓 他们两个真正 不是无知妇孺 啊 云丞相抬起头 一脸天真的 啊了一声 茫然地道 啊 父亲 您这话是 云丞相 看着王室怒道 王室 你若是再敢 巧言吝啬的狡辩 再敢苛扣 霓裳的月银 这帐房的钥匙 你也不必再管了 你听明白了吗 若说赵姨娘 是为了陷害王室 云丞相是相信的 但是云霓裳 只是一个 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平日里 性情虽然刚烈 但是一贯 没有什么心眼 岂能想出 这么多花招来 再说了 王室苛扣月银 原本就是大错特错 岂能容王室 随便说两句 好听的话 就能分辨过去 王室一听 要是继续狡辩 帐房钥匙 怕是要没了 赶紧扑通一声 便跪在了 云丞相的面前 王室原本 是想告 他们二人 合谋害自己 结果却被云霓裳 把自己 一直苛扣 他月银的事情 捅了出来 当真是 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会儿 只好认错 相爷 切身知错了 而云丞相 还非常生气 怒道 你不仅 不好好对待 家中儿女 还不准许 赵姨娘 相扶一二 眼下 更是还来 本相的面前 诬告他们二人 实在是 岂有此理 云丞相这时候 忽然听到一阵 细微的响动 仿佛是王室的 肚子叫了一声 王室这是饿了呀 云丞相心思一转 赶紧天真的道 对了父亲 昨晚父亲 不是罚嫡母 在祠堂 抄写女德女剑吗 怎么今日一早 嫡母就出来了 王室生怕云丞相 还要攀咬 说自己没抄完 于是赶紧道 霓裳 你不要误会 女德和女剑 我已经抄写完了 嫡母 我岂会误会您 没抄完就出来了 我只是在想 那么多的内容 您竟然一个晚上 就抄写完了 而且 还能在父亲下朝之后 第一时间 就来告我和姨娘的状 想必您的手 一定很酸吧 莫非忙得 早饭都没吃 王室不傻 他知道 云丽裳 这是在变着花样 告诉云丞相 说自己 为了赶紧告状 诬陷云丽裳和赵姨娘 下笔如有神 飞快地写了一个晚上 而且早饭都没空吃 就是为了第一时间陷害 这可不是火上浇油吗 可是 还真的被云丽裳 撂中了 他的早饭真的没吃 可是云丽裳是怎么知道的 果真 云丞相一听这话 立即怒问王室 你当真没吃早饭 就是为了第一时间来告状 王室顿时一脸心虚 答不上来 毕竟没吃早饭这个事 问问府中的下人 都能问出来 自己扯谎 也是掩盖不过去的 云丞相立即看了一眼 王室身后的婆子 夫人今天吃早饭了吗 那婆子也只好实话实说 没吃 云丞相怒急反向 盯着王室道 哼 那夫人还真是辛苦了 五眠不休一整夜 还不进食 就是为了针对家中一个 区区的姨娘和小小庶女 实在是让本相长了见身 在豪门望族 姨娘的身份是十分低下的 庶女跟嫡出的子女 也是没法比 而王室作为当家主母 身份尊贵 却这样降贵于尊 针对他们二人 这种行为实在是让云丞相 觉得不可思议 只感到王室 实在是小肚鸡肠 欠缺做主母的大家风范 王室一时间六神无主 被云尼长逼到这个死角 想说什么话为自己辩解 也是说不出的 难受得脸都轻了 就在这时候 云丞相还深恶痛绝地看着他道 你实在是太让本相失望了 王室立即哭道 相爷 妾身知道自己错了 相爷 您再给妾身一个机会吧 相爷 妾身日后 再也不会苛扣霓裳的银子了 妾身 云尼长这时候小心地问道 父亲 那之前 迪母苛扣我的银子 云丞相听到这一句 立即对着王室道 你回去之后 好好清算一下 这些年苛扣了霓裳多少银子 这些银子 你都用到何处去了 全部都给本相补给霓裳 你听明白了没有 王室立即哭着道 相爷 妾身听明白了 云霓裳也立即转身 给云丞相歌功颂德 并坐视擦着眼角的泪花 宛如一个受到欺压已久 如今终于得见天日的可怜扶贫 父亲英明 多谢父亲 女儿真是 太高兴了 王室咬牙暗恨 看着云尼长那故作感动 饱受欺压的模样 只想跳起来撕碎这个小贱人 真是能言 云霓裳是被人吊包了吗 云丞相 把云霓裳擦肋的模样 看在眼里 也忍不住道 霓裳啊 这些年 你受苦了 没想到的是 云丞相这话一出 云霓裳都还没什么反应 倒是小青和小蕊 两个丫鬟 忍不住哭了起来 小姐这些年 是真的受苦了 徐氏夫人去世之后 小姐简直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他们也都很是心疼啊 他们这样一哭 云丞相的眼神看过去 心里就明白了 回头再看云霓裳 云霓裳努力了一会儿 发现自己哭不出来之后 便偏过头 神情中透出 虽然我很是难过 但是我还是坚强着 不希望父亲大人 为我担心的姿态 这让云丞相 顿时对王室更加厌弃 指着王室道 你给我滚回祠堂去 会上三个时辰思过 相爷 他作为当家主母 昨天去祠堂抄了一夜的女德女戒 就已经是丢尽了颜面 相爷竟然还要他去跪祠堂 他这脸面 从此以后应当放在何处呀 云丞相看向他 冷眼问道 怎么 你想会一天一夜 切身 切身知道了 还请相爷息怒 王室的手 狠狠地攥紧了手里的帕子 似恨不得 把云尼长当作自己手中的帕子 就这么揉碎了才好 云丞相回过头 瞥了一眼 还跪在地上的赵姨娘 道 你也起来吧 弥常身体弱 你一会儿将他送回房中去 是 赵姨娘立即应下 就在这时候 丞相府的管家进门来 开口道 相爷 那个 锦王府的管家来了 整个丞相府的人 邓时面面相去 叶承文昨日才替锦王殿下 送了补品来给云宁长 今日怎么又来了 原丞相开口道 快请叶管家进来 是 管家领命之后 马上就出去了 丞相厌恶地看了王氏一眼 还不站起来 你是想等锦王府的人进来 看我们丞相府的笑话吗 好叫天底下的人 都知道我们丞相府 有你这么一个苛代庶女 为难姨娘的当家主母吗 王氏被骂了一个灰头土脸 也不敢吭声 只能在心里 再次给云霓长和赵姨娘 各自记下了愤恨的一笔 没一会儿 相府的管家 就带着叶承文进来了 叶承文用一种 十分复杂的眼神 先瞥了一眼云霓长 瞥得云霓长 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是啥眼神啊 怎么一副 你们家有什么上好的白菜 甜意了我的样子 叶承文对着云城向行礼 丞相大人 是锦王殿下吩咐奴才来的 云城向立即客气地道 我这锦王殿下 是有什么吩咐 叶承文从自己的袖中 拿出一张银票来 开口道 这是锦王殿下 给未来王妃的 嗯 云霓长赶紧看过去 未来王妃 那肯定是自己了 叶管家的手里 拿着的是个啥玩意儿 怎么看长相 有点像是 银票 云丞相当然也看得出来 是银票 只是还不能看清楚 上面的数额 他顿时一脸懵逼 毕竟从来没听说过 哪家姑娘还没过门 未来的夫君 就先遣人送银票来的 莫非是上次 叶承文来的时候 也看出了云霓长 在相府的日子 过得不好 所以回去禀报了锦王殿下 殿下才送来钱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十四集 人情 怎么还 云丞相 狠狠地瞪了王氏一眼 都是因为王氏 苛扣云霓长的月银 才让他们丞相府 丢下如此颜面 王氏顿时很委屈 低下头不敢吭声 他好恨 非常恨 原丞相 为了丞相府的脸面 立即对着叶承文 开口道 叶管家 锦王殿下 实在是客气了 丞相府并不缺银子 叶管家还是 相爷不要误会 锦王殿下的意思是 王妃很快 就要成为锦王府的当家主母 所以这笔银子 是锦王殿下 给未来王妃的心意 希望王妃想买什么就能买些什么 统共是一万两的黄金 还请王妃务必收下 一万两黄金 王氏也震惊了 毕竟整个丞相府的账房 都是他管着 加起来也就只有一万两银子而已 可是一两黄金 就等于二十两银子呀 赵姨娘也瞪大眼 那 云妮长这么有钱了 以后还能帮自己吗 难道锦王殿下 要使自己失去盟友了 云妮长当然也知道 这一万两黄金意味着多少钱 他内心也是震惊的 这个锦王殿下 他未来的便宜夫君 出手还真是很大方呀 叶承文走到云妮长跟前 开口道 王妃 您收下了 奴才也好回去复命呢 云妮长立即伸出手 把银票从叶管家的手里抽了出来 虽然本王妃实在是不好意思收下 但是锦王殿下这样盛情难却 如果本王妃不收下 他恐怕会吃不香睡不好 所以本王妃也只好免为其难 厚着脸皮收下这笔银子了 叶管家无语了 心里想 对不起 可能是我瞎了 因为我在你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一点不好意思来 也没有看出任何的免为其难 甚至我还觉得你表现得挺新鲜的呀 哦 还有 恕我直言 就算你不收 我们家王爷也不会吃不香睡不好的 你真的多虑了 想到这里 叶管家忍不住在心中哭泣 王爷 王爷 您最近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您是为何要对这云泥肠这么上心呢 老奴真的不懂您了 不懂 云丞相原本是想推却 但是看着这么多银子 他已经推却不出口了 锦王殿下要是拿来一千两银子 那恐怕还真是担心 云临长在丞相府过得不好 可是一万两黄金 谁都知道 整个丞相府都没这么多钱 这明显就是锦王殿下 要给云临长做面子 他还能怎么推却 于是云丞相也只好拱手道 那就有劳叶管家 也替本相谢过锦王殿下的好意了 啊 丞相大人的意思 奴才会传达的 奴才靠退 管家 送客 等叶丞文离开 云临长立即发现 丞相再看自己的眼神 都殷切了不少 王氏 却是妒忌地红了眼 狠狠咬牙 毕竟自己的女儿 已经是未来的太子妃了 可是太子殿下 也没有送那么多银子过来 给自己的女儿做脸面 却是云临长这个小贱人 先一步得到了锦王殿下的青睐 更别说 还是一万两黄金这么多 他立即冷吃了一声 酸溜溜地开口道 一万两黄金算什么 过段时日 太子殿下一定会给锦绣 送来更多的礼物 云临长听了 立即点点头 深表赞同道 我也觉得 太子殿下既是一国储君 到时候出手 肯定会比锦王殿下 更加大方 来表达太子 对姐姐的重视 礼物送来的时候 嫡母一定记着叫我看看 也好让我长长见识 姐姐那么好 我相信太子殿下 一定不会让嫡母失望的 王氏心想 云临长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么笃定地表示 她相信锦绣这么好 那么太子殿下一定会送礼物 来表示重视 翻译一下就是 过几天 太子殿下 要是不给锦绣送礼物来 就意味着 太子殿下对锦绣不重视 锦绣也不够好 是吗 还有 什么叫做 相信太子殿下 不会让自己失望 这话的意思是 如果太子殿下 最终没送礼物 是不是很快 就风声传出去 说太子没送礼来 自己这个岳母很失望 王氏突然后悔 酸了云临长一句了 这令她扭头就到 云临长 你不要挖坑给我跳 我从来就没说过 太子殿下不送礼物来 我会失望 云临长故作懵逼地看着她 嫡母 您为何如此生气 我 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王氏哑口无言 是啊 云临长不仅没说错话 还是自己一开始就酸 酸完之后 云临长非但不生气 还安慰并祝福自己 说太子也会送礼的 然后自己气坏了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显然 果然 云临长不悦地看了王氏一眼 怒道 锦王殿下带霓裳有心 你不说两句体贴的话也就罢了 还要拿出太子殿下来攀比 霓裳顺着你的话 好心祝福你两句 你还指责他挖坑给你跳 王氏 你真是莫名其妙 云临长眨眨眼 对于那些故意说酸话 攀比挤兑自己的人 最好的对付方式 当然就是祝福一番 并且道 你说的都对 你肯定有更好的 相信大家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王氏又被劈头盖脸教训了一顿 只好含泪道 相爷 是切身失言了 都是切身的错 还请您息怒 他发现了 自从云临长落了一回水之后 整个丞相府所有的事情 都成了自己的错 他跟相爷说话 说不了三五句 就要认错一回 大概自己的小名叫错误吧 原丞相似乎根本就不想看见他了 烦躁地一挥手 道 去赐唐司公 云丞相现在也烦着呢 云尼长几句祝福王氏的话一出 云丞相很是担心 王氏刚才酸的那句 太子殿下一定会给锦绣送来更多礼物 给传出去了 被外头认为 他们丞相府是在找太子要礼物 是 王氏一脸悲腔地去了祠堂 云丞相赶紧交代在场所有人一句 今日在这里说的每一句话 都不许传出去 万不能让太子殿下 对相府有什么误解 是 下人们整齐地应下 倒是这时候 云尼长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亲愿 对着云丞相道 父亲 今日的事情 都是因为这个奴才 没事找事 去找嫡母告状 挑拨嫡母与女儿的关系 这等在府中长舌 搬弄是非的奴才 女儿认为 绝不能留 这奴才肯定是王氏的人 云尼长自然不会客气 拿他立威 最好不过 情愿一正 不敢置信地 看了云尼长一眼 云丞相 也是憎恶地 看了亲愿一眼 道 一个贱臂 在家中挑拨主子们的关系 简直岂有此理 管家 再出去发卖了吧 本相不想再看见这个奴才 是 管家立即让人 把亲愿拖出去了 亲愿不住地求情 小爷 您饶了奴婢吧 您再给奴婢一次机会吧 原丞相根本没理会他 由着他被拖了出去 这下 整个相府的奴才 都寒蝉若惊 在心里对自己说 以后千万不能得罪二小姐 千万不能暗中 告二小姐的状 不然亲愿的今天 就是他们的明天 小青和小蕊见状 顿时一阵暗爽 亲愿被拖出去之后 云霓裳看着奴才们惊恐的神情 就知道自己立威成功了 对着云丞相道 父亲 女儿头有些晕 就先回院中啊 事情办完了就头晕 有效避免云丞相 跟自己提放云锦绣出来的事 不跟王室拿到好处 云霓裳是绝对不会松口的 云丞相欲言又止 但是看着云霓裳一脸苍白 好似下一秒钟就要晕倒 于是只好挥挥手道 那你去吧 心里面琢磨 锦绣的事情 下次再说吧 女儿告退 云霓裳立即离开 赵姨娘也道 二小姐身体不好 且伸送她回院中 云丞相看了赵姨娘一眼 感动地说 你很是贤惠啊 今日 险些委屈了你 是本相的不是 哪有相爷不是的道理 为相爷做这些 都是应该的 云丞相点点头 示意他们可以离开了 打了一场全胜的仗 走到后院之后 赵姨娘高兴得不得了 她实在是忍不住 给云霓裳拍马屁道 二小姐 我今日当真长见识了 这一场下来 黄师莫说是告你的状了 就连口头上与你说话 都很难占到便宜 云霓裳听了这赞美 实在是不想说 这都是因为前世在绿茶婊 的手里吃了太多亏 如今痛定思痛之后 反省总结出来的 她瞥了赵姨娘一眼 赵姨娘现在觉得 那一百两银子 给的值得吗 当然值得 赵姨娘想着自己刚刚 走出来的时候 相爷对自己说的那些 体贴的话 足见云霓裳 今日这一仗打完 已经让自己在相爷 心中的形象水涨船高 这能不值得吗 云霓裳拍了拍她的肩膀 觉得值得就好 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的 做交易就是同所无欺 就是她那个便宜夫君 不知为啥忽然送钱 这人情怎么还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炎 郑锦太郎 四喜 等 第十五集 锦王送我钱 是什么意思 这下 赵姨娘倒是开始慌乱了 马上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那以后 云霓裳知道 她在担心 自己今天拿了一万两黄金 突然变成了一个有钱人 日后就不与她合作了 也不帮她了 云霓裳再次拍了拍赵姨娘的肩膀 其实呢 不管是我有钱没钱 有权没权 有事没事 我都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赵姨娘 只要好好明白我这句话就行了 赵姨娘一正 顿时明白过来 我懂了 云霓裳这话 就是在告诉赵姨娘 如果她对云霓裳有恩 比如昨天那一百两银子 云霓裳就会在打击王室的同时 报答她 就如今天一样 让她在相爷面前 赚足了好感与脸面 要是她在背后玩小心思 跟云霓裳结仇了的话 云霓裳就要跟对付王室一样 收拾她了 这一场仗下来 赵姨娘也知道自己不是云霓裳的对手 只打算以后在她面前老实做人 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 云霓裳看赵姨娘的神色 也猜到了她的打算 满意点头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不用太费心思 倒是小青小蕊 灵芝 再次面面相去 主子们现在说话都好难懂啊 他们是不是应该多读书 提高一下自己的理解能力了 赵姨娘得到了还算满意的答案 把云霓裳送到了院子里 就带着灵芝回去了 进了屋子 小青和小蕊很是崇拜的上去 一个给云霓裳倒茶 一个给她揉肩 小青道 难怪小姐您出门之前 让奴婢给您穿上最破旧的衣服 原来是早就料到了夫人想做什么 乔乔夫人不仅状告您没成功 还许诺要把苛扣您的银子 全部都还回来 小姐 和您对比一下 奴婢简直就是没长脑子 小蕊一边递上茶杯 一边问道 可是小姐 您怎么会知道 向爷找您去 就是为了说 昨天晚上赵姨娘来找您 和那一百两银子的事情呢 而且小姐提前还能做准备 这也太深了吧 简直就像是 提前拿到了人生的剧本 云霓裳接过她手里的茶 满足地喝了一口 道 这还不简单吗 王氏这么多年 在府中肯定有不少势力 赵姨娘那么大张旗鼓地来 王氏的人不知道才怪呢 王氏和云锦绣 才在我手上吃了亏 一肚子火气 要找我发现 肯定会抓住一切机会 借题发挥了 小青和小蕊顿悟了 原来是这样啊 云霓裳放下茶杯之后 开口问道 说吧 那个清院是怎么回事 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她 小青和小蕊 对视了一眼 他们也知道 小姐落水之后 对以前的事情 都记得不清楚了 对清院没印象 也是正常 提起清院 小青就生气 小姐 以前您身边 是有四个丫头的 除了我们两个 还有清院和清和 他们两个人 卖主求荣 把大小姐 那个极为金贵的簪子 放在您枕头下面 然后跑去 相爷面前揭发您 跟大小姐一起 诬陷您偷大小姐的东西 小蕊也气呼呼道 让相爷下令 打了您盾不算 这两个狗东西 还跪下说 他们揭发了您 以后您一定会 找他们算账的 他们就被调到 夫人和大小姐的 院子里伺候了 不过今天 小姐您随便几句话 清院就被 带出去发卖了 奴婢看着 真是觉得解气 云霓裳点点头 看来我当时的眼神 没问题 在大唐的时候 我见着你们两个人 看见清院之后 都是气呼呼地 瞪着他 我就猜到了 不是什么好东西 想想他又是王室的人 我就干脆 拿他立威了 清院和清和 不想跟着自己 这个身体的 原主吃苦 想要另投民主 这很正常 但是呢 要先捅原主子一刀 嫁祸原主子偷东西 这就真的过分了 小青和小蕊 顿时一脸喜忆 原来小姐 一直都关注着他们呢 连他们的表情 都看得清清楚楚 接着 云霓裳就从袖子里头 拿出了那一万两 黄金的银票 看了小青和小蕊一眼 问道 你们说 锦王殿下 是个什么意思啊 屋子外头 潜伏的影 立即瞪大眼 嗯 说到自家主子了 自己一定要听分明 小青抓着脑袋道 是不是因为 您马上就要成为锦王妃了 所以关照您一样 云霓裳挑眉 这么简单 想想丞相府的后院 几个女人都这么多事 锦王殿下 一个身上有王爵的男人 心思只会更加深沉 做一件事 就这个目的 谁信呢 而且看小青和小蕊的意思 自己这个身体的圆主 根本就没见过锦王 倒是小蕊道 小姐 既然锦王殿下 对您这么好 要不然 您就绣个荷包 请人送到锦王府 了表谢意 要是一般的男女之间 送荷包 肯定是不合适 但是锦王殿下 已经跟小姐有婚约了 送一个是没关系的 屋子外头的影 认同的点头 不错不错 看来未来王妃的丫鬟 很懂事 没想到 云霓裳对此 只是白了小蕊一眼 一万两黄金 就是为了换一个荷包 就算是绣烂了我这一双手 我也卖不出 一万两黄金的荷包来 人情不是这么还的 锦王肯定也不是 图我一个荷包 外头的影也觉得 云霓裳这么说 好像也有点道理 其实他们整个王府 许多人都在猜想 王爷对未来的王妃 这么上心 到底是想干嘛呢 难道王妃 能猜出一二来 这下就轮到小蕊挠挠门了 那小姐 您说这是为了什么 云霓裳摸着下巴 合理地推断道 这么大一笔银子 成婚之前就给我 应该是为了收买我 而目前的我 什么都为锦王做不了 那他收买我的动机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小青和小蕊的思路 很快就开始 跟着云霓裳走了 云霓裳继续道 既然我什么都不能为他做 那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锦王殿下 是为了让我在成婚之后 帮他保守某些秘密 锦王殿下会有什么秘密 是一成婚 就一定会让我知道 并且还非常重要 重要到需要 一万两黄金这种天数 来贿赂我 我才会帮忙遮掩呢 这下 屋子外头的影 都开始为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存在的秘密 好奇了 耳朵都忍不住竖了起来 人也贴向窗口 等着云霓裳的答案 云霓裳最后一锤定音道 所以我推断 锦王肯定是不举 不举 这是什么魔鬼推断 影的脚步也亮强了一下 发出了点细微的声音 小青飞快地奔到窗户边上 看了一眼 谁 这一望 什么都没看见 影早就差点在暴露行踪之后 飞快地逃离成相府 回自家王府去了 她的心里 这时候 这时候就像是有几百只小猫 在抓脑 特别难受 好奇 担忧 难以言表 小青抓了抓脑袋 往回走 嘀咕着 我听错了 没人啊 她的话一出 云霓裳就拿起桌上的糕点 往嘴里塞 嗯 没听错 就是有人在外面 我刚才这句话 就是为了试探一下 外头偷听的人 会不会露出马脚 啊 小青懵了 赶紧跑到窗口 重新看了一遍 还是没发现人 别看了 人已经走了 上次对付云锦绣的时候 我利用了一把 锦王府的夜管架 就料到了 他们后头可能会派人盯着我 正巧 昨天才说我没钱 今天锦王殿下就送钱来了 你说 要不是有人监视我们 你信吗 小青吓懵了 小姐 您是说锦王府的人在监视我们 难道是锦王殿下派出来的人 完了小姐 那 那你肯定是暴露了 你各种假哭设计 对付夫人 肯定都被锦王殿下知道了 锦王殿下 一定认为您不是个好女人 想到这里 小青着急的要哭了 小蕊 也急迫的说 是啊 小姐 要是锦王殿下真的这么想了 真的认为您心思恶毒 不娶您了 您被退婚的话 就会成为整个京城最大的笑柄了 云霓裳拿起手里一万两黄金的银票 对着他们两个人扬了扬 又对着他们眨眨眼 但是事情的结果是 在知道我可能不是个好女人 并且还很恶毒之后 锦王给我送了银票 小青和小蕊无语 他们想 可能当王爷的位高权重的人 跟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锦王殿下的心思 未免也太难懂了 那小姐 您觉得锦王殿下 是为什么 我刚刚不是说了 多半是不娶吗 小青噎了一下 可是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是为了探听外面 是不是有人监视吗 严霓裳眨眨眼 这两者冲突吗 好吧 不冲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送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锦太郎 四喜 等 第十六集 第十六集 风光际月的锦王殿下 猜测锦王殿下布局 和顺便看看有没有人偷听 其实是可以一起完成的事 并不冲突 小青担忧而同情地看了一眼 云霓裳 难受地说 那要是真的如此的话 小姐 您下半生 没有幸福可言了 小蕊心说 小青 虽然你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为什么我们几个没出阁的姑娘家 要一起开着门 讨论这种羞人的问题 云霓裳忽然道 对了 锦王殿下叫什么名字 小青立即回复道 父姓慕容 单名一个义字 云霓裳遗憾地摇头 名字很好听啊 可惜不决 可惜了 可惜了 小青心说 小姐 刚刚不是只是猜测布局吗 现在怎么说得好像 您都笃定了 小蕊红着脸 难受地转移话题 小姐 夫人今天又吃了亏 她会不会 又找我们麻烦 会 不过 她还是为选择暂时认怂的 毕竟宴会近在眼前 她总不能让她女儿不参加 丢了太子妃的位置 所以等着吧 马上就有肥羊上门挨宰了 云霓裳说着 还吩咐小青道 你出门去了解一下 王室名下 有哪些铺子呀 田产呀 把最赚钱的铺子 和收成最好的田产 列个名单 我来挑选挑选 小姐 您自信的奴婢 已经想下跪了 这人都没来呢 您已经开始 挑选别人的财产了 不过 想着小姐这两天 简直是无敌的状态 小青也觉得 这个挑选 也许是非常必要的 于是跟小蕊对视了一眼 两人很快地出去打听了 云离开丞相府 再回锦王府的路上 一边用轻弓飞 一边用心地思考隐身 导致她飞得亮亮强强的 几次三番 差点从半空中掉下来 难道未来的王妃 猜测的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自己回去之后 绝对不能把这个消息 禀报给王爷呀 这不是在戳王爷的痛处吗 作为一个优秀的影子 一定要明白 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坚决不说 对 然而她一脸的忧心忡忡 恨不得把自己看到的情景 写在面上表达忧虑 就是夜管家都觉得怪怪的 看见她进门了 赶紧问 探查到什么了 没有 尹连连连摆手 并且疯狂摇头 她表示 我根本就没有借王妃的口 偷听到我们王府的惊天大秘密 也没有窥探到王爷的任何的 难以启齿的隐私 夜管家问道 尹尔 你这是什么反应 没探查到消息就算了 这么激动作人 锦王殿下随身的影位 有十二个 各个武功都不凡 按照实力 从影一排到影十二 影十二排在最末 可也算得上是高手了 影十二有些神情恍惚道 王家 没事 您不用问了 那个 没有别的事 我就先去伺候王爷了 去吧 叶承文总觉得 影着家伙有点怪怪的 但是这小子 也不像是探查到什么消息 会野蛮不报的人 这让叶承文很是纳闷 锦王的书房里十分安静 除了人的呼吸声 还有笔落在纸上的声音 几乎什么都听不见 一个男人 站在书桌前 手中拿着笔 正在作画 只是一个背影 看不到面容 便已然是风光际月 令人一眼观之 便以为此人 就已是一幅绝世名画 就在这时候 正在作画的男人 忽然开口了 声线温润 十分悦耳 十二 暗处的影十二 猛地被点名 顿时僵了一下 回过神来 赶紧出来 在男人面前跪一下 王爷 有什么吩咐 四次 九回 啊 慕容忽艺温声道 从你回来之后 发呆了四次 偷看了我的背影九回 所以 本王能否问问 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才如此反常 这 影十二额头 简直要流汗了 想想也是 以王爷的内功 想知道自己 是不是发呆了 是不是抬头 看王爷了 只要一点 呼吸的变化 和自己 稍稍抬头的 小动作 就能探知 自己肯定 是瞒不过的 但是 未来王妃的话 能说吗 如果她猜测的是真的 她还说了 会不会严重伤害 王爷的自尊心 自己作为王爷的影卫 一个忠心耿耿的下属 怎么能对王爷 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 就在她内心 矛盾纠结之间 慕容忆温润的声音 再次想起 怎么 需要本王问第二遍 这 影十二稍微的 矛盾了一下之后 折中的开口道 王爷 要不然 您让兄弟们先出去 属下 属下私下跟您禀报 暗处的另外 是一个影卫 心想 十二 你这样不太好吧 你居然准备 跟王爷有秘密 避开我们在场的其他人 大家还是不是兄弟了 慕容忆听了 嘴角倒是勾了勾 来了几分兴致 温声道 你直说吧 影十二见王爷坚持 只好难受地说 我 好吧 那属下就说了 未来的王妃 收到您让叶管家 送去的银子之后 在房中跟自己的 丫鬟们推断 分析您送银子的原因 后来 他们得出了结论 慕容忆的笔 依旧在画作上游走 并未停顿 影十二难受得一梗 闭上眼 一鼓作气道 未来的王妃推断 你应该是布局 这下 即便是点尘不惊 如慕容忆 嘴角的浅笑 也微微僵了僵 暗处的十一个影卫 更是忍不住 整整齐齐地 咽了一下口水 心里暗骂影十二 不讲义气的 这会儿也都不骂了 并且都对影十二 表示了深深的理解 他们能装作 他们刚刚什么 都没听见吗 不局 王爷 应该不会吧 影十二说完之后 已经是一副 壮士旧义的神剑 满面都写着 王爷 这都是您让我说的 我一开始 根本没想说 虽然我是被逼无奈 但是您要杀就杀吧 我也知道 我不该说 然而 让他们所有人 意外的是 他们本以为 会非常生气的王爷 嘴角的笑容 只是停止了数秒 很快便恢复如常 并且反而又笑了 是 他这么说的吗 影卫们心想 王爷 你为啥还笑得出来 正常情况下 不是不管 您是不是真的不拒 听到这种话 也一样会愤怒吗 影十二越发的琢磨 不透自家王爷的心思了 虽然回忆了一下 自己人生的十几年 也从来没有琢磨 也从来没有琢磨透过 王爷一回 看着王爷 没有发怒的迹象 他赶紧擦了一把 额头的冷汗 开口道 是的 王爷 千真万确 这都是王妃说的 属下没有任何的错误解读 也绝对不敢加油添醋 这种问题 要是加油添醋 自己怕是 根本不想活了 慕容忆淡淡地问 你被王妃发现了吗 没 没有吧 慕容忆扬眉 柔声道 没有 吧 影十二也是一脸尴尬 是的 正常情况下 应该回答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吧 是什么答案 就是不确定啊 在王爷跟前 能说不确定的答案吗 他赶紧开口道 王爷 是这样的 属下听到王妃那句话之后 脚步亮强了一下 属下担心行踪暴露 马上就离开了 王妃的势必 好像是听见声音了 但是属下万分确定 他走到窗口 根本就没有看见属下 所以他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 被未来王妃 发现了行踪啊 慕容一听了 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闻声道 本王明白了 退下吧 是 王爷为什么又笑了 王爷说明白了 王爷明白什么了 为什么自己 什么都不明白呢 影十二心里纳闷坏了 但他还是退下了 跟了慕容一醉酒的影衣 这时候看着慕容一嘴角 加深的淡笑 忽然为他们未来的王妃 捏了一把冷汗 通常 能让王爷笑容加深的人 后来都没能好过呀 云锦绣 看着王室一大早 宛如一只早起的公鸡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出了祠堂 说了会让云霓肠吃个大亏 结果一个时辰之后 王室就搭了着脑袋 像是一只打了败仗的母鸡 走回来 跪在祖宗们的面前撕过了 云锦绣的心也是有些累 母亲 没成功吗 王室身后的沈婆子 代替王室 把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对云锦绣说了 说完之后 沈婆子还总结道 二小姐如今 跟以前是完全不同了 看着这局势 以后怕是很难对付了 云锦绣这时候 却在关注另外一个问题 她攥紧了帕子 咬牙开口道 你们是说 锦王殿下给云霓肠 送了一万两黄金 王室点点头道 不错 你父亲也颇有些意外 恐怕单单凭借这个 日后你父亲也会高看云霓肠几分 云锦绣妒忌得红了脸 她凭什么 锦王殿下为何做这种事 云霓肠又哪里值得 这一万两黄金 王室立即拍了拍云锦绣的手 开口道 你且不要心急 一万两黄金不是个小数目 到时候我定有办法 让她把这笔钱交出来 母亲有注意 当然 不然就凭借这个贱人 有什么资格拿着那么多银两 母亲会让她 一个铜板都留不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郑锦太郎 四喜 等 第十七集 不要给我加那么多戏 严锦绣看王室一脸笃定 知道王室是有了主意 他便也暂且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王室也道 现在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他松口 求你父亲放你出去 这小畜生聪明得很 每当你父亲和我准备说你的事 他就说自己头晕身体不好 说着 王室也恨得牙痒痒 云锦绣也慌了 那母亲 我们怎么办 如果他不松口 我不能去参加皇后的宴会 那岂不是 倒是沈婆子 这时候看向王室 开口道 夫人 要不然 我们暂且退一步 跟二小姐谈谈 看看她有什么条件 不管怎么说 让大小姐去参加皇后的宴会 才是第一要紧的大事 等此事了结了 回头再收拾二小姐不迟 云锦绣第一个皱眉 表示自己不赞同的心情 并赶紧道 那岂不是便宜这个贱人了 她还不知道会得意成什么样子呢 王室思虑了片刻 看向云锦绣 语重心长的道 沈婆子说得对 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是你先去参加宫中的宴会 绝对不能让这个贱人 把这件事情耽搁了 沈婆子也对着云锦绣劝道 是啊 大小姐 您想想 是成为太子妃比较重要 还是收拾二小姐比较重要 更别说 您嫁给太子殿下之后 成了太子妃 未来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 就是一百个云霓场 还不是得跪在地上 向您问安 云锦绣一听 也觉得很有道理 只要想象一下 如今把自己害成这样的云霓场 很快就要跪在自己的脚边 她忽然觉得 忍一时之气 也不是那么难受了 于是她看向王室 开口道 既然这样 那就听母亲的吧 王室拍了拍云锦绣的手 安慰道 你相信母亲 母亲对云霓场的憎恶 只比你多 不比你少 徐氏那个贱人 死就死了 还留下一个贱种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会让云霓场 好过一天 可是母亲 现在貌似是我们 比较不好过 不过云锦绣 想想之前的十几年 他们都是怎么修理云霓场的 云霓场又是怎么求饶的 再想想 他们这两天的处境 估计云霓场 也就是一时侥幸 才能赢过他们 很快还是要被他们 踩在脚底下收拾的 于是 她缓和了情绪 王室继续道 我们现在受的苦 都是暂时的 未来 云霓场都会百倍还给我们 云锦绣重重地点头 这一个恩子 升陷高亢 寄托了她对云霓场 未来倒霉的 殷切期盼 云霓场 睡了一个回笼觉 这一觉 就睡到了晚上 中途她断断续续 醒过几回 每次醒来 问的都是同一句话 这不 这会儿又醒了 起来出了个宫 又问了一句 肥阳上门了吗 小青的脑后 滑下一滴汗 小姐 这个问题 您今天已经问了三回了 奴婢不是说了 夫人还在祠堂罚柜 都没起来呢 就算是真的要上门挨宰 这会儿也出不来啊 不过看看时辰 应该也快了 哦 云霓场点头 睡眼朦胧地回到床上 我这不是没睡醒 不知道时间吗 我继续睡了 她这身子落了水之后 的确非常虚弱 云霓场接手之后 经常都能感觉到困意 所以她决定干脆睡饱 然后再调养 小青不赞同道 可是小姐 您都已经睡了一整天了 就是屠户家里的猪 也没有这么睡的 只是最后这句 小青不敢说 云霓场顿了顿 看向她道 那好 我不睡了 我让你们今天列的名单 你们都列好了吗 列好了 夫人名下的那些铺子 和天产情况 我和小蕊也打听清楚了 行 云霓场决定起床 那你俩现在就详细地 为我介绍介绍 小青和小蕊 虽然都觉得 小姐现在就了解这些 是不是太早了 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 不过 也都不多话 上去解说起来 两个人把所有的铺子 都分析完 云霓场看着手里列的铺子的名单 拿出一支笔来 圈出了两个酒楼 还有一个当铺 嗯 就这样吧 小青和小蕊心说 小姐 你还真会圈 这三家 就在这会儿 院子的门口 就听见了动静 肥羊来了 相信肥羊这一回是想清楚了 准备好了挨仔才上门的 你们赶紧出去迎接 对送上门来的肥羊 我们要客客气气 让他们体会到我们优质的服务 以后也好多上门来挨仔呀 还有这么一说 小青和小蕊两个人 赶紧走到门口 看见王氏 恭恭敬敬地行礼 夫人 王氏一看云霓场 没出来迎接自己 心里就来气 但是想想自己来的目的 只好把这口血火 暂且压下来 她大步走了进去 站在云霓场的面前 担刀直路 说吧 你想要什么 你有什么条件 我现在就跟你谈 但是谈完之后 你立刻就去找你父亲 把你姐姐放出来 王氏是一刻中 都不愿与云霓场这个贱人 用谈判的语气多说 毕竟在她眼里 云霓场这样的贱人 就应该舔视 自己脚底的尘埃才对 有什么资格 跟自己用平等的语气说话 王氏之所以直切主题 希望赶快说完 赶紧走 下次再见面 自己依旧是那个 可以随便把云霓场 踩在脚下的 尊贵的嫡母 云霓场当然能明白 她的心情 因为非常的明白 所以云霓场 笑嘻嘻地看着王氏 嫡母 要不你还是坐下 喝一杯茶 我们聊一下人生 再说条件的事 这样会显得 你我比较亲热 要是直接说出 我对你的要求 我多不忍心啊 王氏越是想早点 说完离开 她就越是拉着它 多说两句 作为绿茶表 折磨敌人的心 她最擅长了 谁要跟你谈人生 咱俩的关系 十几年都这样了 谁想跟你亲热了 滚 虽然心里这么想 王氏还是冷笑道 哼 你既然不忍心 对我说出你的要求 那不如就不说了 直接去找你的父亲求情 也免得你心中难受 严妮长摇摇头 眼巴巴地望着王氏道 虽然话是这个道理 可是如果嫡母 什么都不付出 就得到我的求情 这就是不公平的交易啊 嫡母肯定会因此良心不安 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 深深地觉得对不起我 所以 为了嫡母 能安放好自己的良心 我就算是再不忍 我该说的要求 你还是要说呀 我们要能把占别人便宜 说成为别人好 这才算是一个优秀的绿茶表 王氏觉得 自己口中要呕血了 我并没有什么良心不安啊 我也并不会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 觉得对不起你 我谢谢您了 不要给我加那么多戏 王氏几个大步 走到云妮长的桌子前头 端起一杯茶喝了下去 这才强行地压住了自己吐血的冲动 随后 瞪着云妮长道 好了 这里除了我也没有别人 你就不要惺惺作态了 有什么要求你说 云妮长也面道 唉 嫡母 你怎么能误解 娇柔又善良的我 认为我是惺惺作态呢 不过 我最近听说 嫡母在京城 有不少铺子 嫡母要掌管一个 偌大的丞相府 还要掌管这些铺子 一定很辛苦吧 又是这副 我为你着想的样子 王氏的心里咯噔一下 你想说什么 云妮长贴心地道 我想说 不如嫡母 就送给我几个铺子 我虽然身体娇弱 但还是会 不辞辛苦地 为嫡母分忧的 王氏不敢置信地道 你想要我的铺子 王氏心道 谁要你为我分忧了 我从来都没忧虑过 你真的不需要 为我劳苦 云妮长 竟然会打起这个主意 王氏的脸色 有些发青 王氏这一问 云妮长 还给王氏 倒了一杯茶 委婉地道 不然 云妮认为 除了这个 你还有什么 是能让我图的呢 王氏心道 你不要拐弯抹角地骂人 说得好像 我除了那几个铺子 我这个人 就没有价值了一样 好不好 您以为你委婉地解对我 不就听不出来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十八集 自己吐的东西 自己擦干净 给云宁长铺子 王氏的心里 自然是一百个不愿意的 沈婆子这时候 却扯了扯王氏的袖袍 对王氏点点头 王氏想着自己的来意 想着云锦绣这会儿 还被关着 只好暂且压下了 自己心头的怒火 好 你想要几个 哎呀 嫡母同意了 我做梦都没想过 这么好的事情 会发生在我的头上 那就先谢谢嫡母了 嗯 那 这是嫡母名下铺子的名单 我要的铺子嘛 就这三家好了 我已经都圈出来了 说完这话 他拿出一张纸 放在桌面上 上头列好了王氏 所有的田产和店铺 还圈出来了三家铺子 你不是做梦都没想过吗 那你为什么早就列好了 名单不算 还连想要的铺子都圈好了 合着你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选择了在清醒的时候琢磨是吧 王氏一肚子的怒火 没地儿撒 拿起那张纸 细细地看了一眼 这一看圈出来的三家铺子 原本就憋了一肚子的火 差点没瞬间完全爆炸 他瞪着云尼长道 这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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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名下所有铺子里面 最赚钱的了 云尼长这个小贱人 还真的会挑 这三家 这三家地段最好 收入最疯 口碑最棒 我相信既然是谈条件 狄母肯定想大方一些 把自己最好的铺子让给我的 我谢谢你 我并不想大方 王氏砰的一声 把自己手里的纸 砸到了桌面上 恶狠狠地瞪着云尼长 怒道 云尼长 你不要太过分了 换三家 云尼长眨眨眼 完全无视了王氏的愤怒 开口道 我只想要这三家 我这个人做生意 不喜欢讨价还价 狄母想想 若是姐姐 稳坐了太子妃的位置 这三家铺子算什么呀 王氏沉默了一会儿 觉得云尼长的话 也有些道理 跟锦绣成为太子妃相比 三家铺子 根本什么都不算 但是 要让他真的舍下 这最赚钱的三家铺子 简直就是在割他的肉呀 他觉得还没开始割 自己的心 就已经开始滴血了 他咬牙看向云尼长 道 你在此处敲诈我 就不怕我告知你父亲 你父亲若是知道 你在作合 他定会厌恶你的 袁尼长点点头 赞同道 狄母说得对 如果按你去告状 父亲一定会厌恶我 但是呢 父亲也会怀疑狄母处事的能力 你看 让我松口放出姐姐这么一点小事 尼母几次三番处理不好 还为了几家铺子 去找父亲说礼 父亲兴许会觉得 如果他让赵姨娘来劝我 大概赵姨娘随便说两句 我就同意了 说着 云尼长叹息 哎 到时候 父亲肯定更加看好赵姨娘了 觉得赵姨娘更适合做丞相府的正式夫人 不知道把赵姨娘府做正式需要什么程序 或许我应该提前替父亲打听一番 你 王室直接被气坏了 云尼长这话是啥意思 这就是在威胁自己 是啊 你去告状呗 你去吧 虽然父亲会因此不喜欢我 但是定然也会觉得 你不如赵姨娘 到时候 父亲要让赵姨娘取代你的位置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云尼长微笑道 嫡母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落了一会儿水 忘记了一些事 但是我昨日也已经打听明白了 您从前啊 没少折磨我 为您下令账责 贵祠堂 诬陷我偷东西 败坏我的名誉 推我下水 对您和姐姐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 如今 讨着三家铺子 我不过就是收点利息 行不行 您自己琢磨 总之 我就这一个条件 没得商量 王氏脸一绿 死死盯着云尼长道 云尼长 你现在这样得罪我 你就不怕你姐姐 成为太子妃之后 有你好受的 云尼长笑笑 哼 那就等姐姐成为了太子妃再说吧 我这个人呢 就是鼠目寸光 只想抓住 只想抓住眼前的利益 再说了 虽然现在陛下给姐姐和太子赐婚了 但是有句话叫夜长梦多 万一过段时间 我在陛下和皇后面前窜斗几句 导致姐姐没成为太子妃呢 毕竟我最擅长搞破坏了 你 王氏捂着自己的心口 气得面色紫红交错 呼得一咳嗽 拿着帕子一捂嘴 我真假实的 被气出了一抹红 沈婆子赶紧扶住她 夫人 冷静 切莫与她生气 云尼长盯着王氏 摇头叹息 唉 这样正常的沟通 也要生气 迪姆真是太小肚鸡肠了 王氏简直不敢置信 指着自己的鼻子 问云尼长 我 我小肚鸡肠 王氏认为 不论是谁处在自己的位置 都会被气个半死吧 小青和小蕊 也是看得口水直艳 十分的担心 夫人气怒之下 会不会跟小姐拼了 云尼长眨眨眼 看着王氏道 难道不是吗 我又没有骂人 也没有对嫡母人身攻击 我完全找不到 嫡母生气的理由啊 你这 比人身攻击还气人呢 沈婆子 赶紧给王氏拍背顺气 心中甚是担心 王氏被云尼长这一回 给气病了 连忙道 夫人 夫人 你先顺顺气 再喝口茶 沈婆子赶紧又给王氏端了一杯茶 王氏急急地又喝下了 才再次压下了猴头的心田 踏实发现了 与云尼长说话 不仅要损失铺子 聊到激愤处 还要损失心头的鲜血呢 喝完之后 王氏气顺了 方才盯着云尼长 冷笑了一声 你若是真的敢坏了你姐姐的太子妃位置 我就扒了你的皮 云尼长点点头 一脸纯真的看向王氏 为了避免迪姆到时候扒皮太辛苦 我会没事多送送肉 尽量让自己的皮好扒一点的 他这个人呀 最怕的就是被人威胁了 人家一威胁 他就忍不住开始想象自己被扒皮的过程 并且体贴地思考怎么配合扒皮呢 王氏听完 气得脸色紫账 猛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觉得好像有什么带心田的液体 又要涌上自己的喉头了 这个贱人 是真的跟自己杠上了 还要坏锦绣 做太子妃的事了是吧 沈婆子立即扶着他 在他耳边道 夫人 夫人 妾莫在动气了 想想我们的来意呀 夫人 云霓裳就是现在说说 能不能坏大小姐的事 不一定呢 沈婆子不明白 夫人干嘛这么生气 但是想想 如果自己是夫人 听见云霓裳的话 也会很生气的 王氏其实原本还想讨价还价 至少把那三家铺子 留下一家的 结果 与云霓裳说了这一会儿话 气得他太阳穴突突地跳 心头血一阵一阵往上涌 怕是继续说下去 别说是三家铺子了 自己的命都要折在这里 想到此处 王氏咬牙怒道 这三家就这三家 一会儿 我让沈婆子把房契送来给你 你拿到之后 立即去找你父亲求情 别再给我玩什么花样 云霓裳点点头 狄母 我是个老实人 我不会玩花样的 老实人 从你今天的敲诈来看 你到底是何处老实了 这天底下的老实人 怕都要因为你这句话 再也不敢自称老实了 沈婆子赶紧道 夫人 我们回去吧 他不希望王氏 继续在这里留下去了 实在是担心 王氏的身体健康 王氏也不愿意多留 立即转身离开 刚走到门口 云霓裳开口道 对了 狄母 只送来房契不够哦 还要账本 不然我怎么知道 狄母会不会欺负我这种老实人 把铺子掏空了再给我呢 王氏咬牙道 知道了 请你不要再自称老实人了 我谢谢你 王氏捂着自己气坏的胸口 和疼得要命的太阳穴 在沈婆子的搀扶下出去了 他活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养尊处优 脚下踩着云霓裳母女度日 今日却又在云霓裳的手下 窝了这么多货 真是气煞他也 好在终于结束了 可以离开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十九集 王妃 您可真是个魔鬼 可是 他万万没想到 王室刚跨出云霓裳的门槛 就听见云霓裳大声道 好了 小青 去扔了这壶茶 换一壶茶来吧 刚才我们用没烧过的水 泡了些虫子的尸体 在这茶壶里 王室脚步一顿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而云霓裳继续道 我呢 刚才给迪姆倒了一杯茶 其实本来 只是想让迪姆看看 虫子泡的生水 和茶叶泡的熟水 有何不同 等迪姆看过了 我再给迪姆 换茶叶泡的茶喝 结果迪姆看都不看 直接就给喝了 最可怕的是 迪姆身后的婆子 刚刚还又给迪姆倒了一杯 迪姆也一口喝下了 小青青说 啊 有这回事吗 那里面 不就是正常的茶水吗 走到门口的王室 听到这里 直接就捂着自己的胃 扭头去吐了 云霓裳赶紧从屋子里面赶出来 上去拍着王室的背 关心道 哎呀 迪姆 您怎么了 我看您刚才喝那水 就跟壮士岩酒一般 端起来便一口闷 还以为此水甚是好喝 打算让下人们 再泡两壶给您送过去呢 他不说还好 这么一说 王室憎恶地把他一挥 再次剧烈地呕吐起来 吐了一地 胃酸都吐出来不少 脸色胀红 难受得似乎下一秒就要晕倒了 沈婆子也赶紧把云霓裳隔开 扶着自己的主子 王室原本是要往沈婆子的身上靠 却猛然想起来 自己方才喝了两杯茶水 其中就有一杯 是沈婆子这个蠢货 倒给自己的 他生气地 把沈婆子也推到一边 这一推到好 他远就站不稳 现在没人帮扶 后头的士臂们 以为沈婆子会扶住 也没上前 导致王室脚下一个亮脚 直接就摔倒了 并且好死不死 还正好就摔到了 他刚刚的呕吐物上 王室被恶心地尖叫起来 场面一度非常重口味 场景忽然变成这般 王室身后的士臂 也都吓懵了 赶紧上去扶王室 王室眼下一肚子的火气 若非是女子不能当众脱衣 他恨不得当场把自己 沾了呕吐物的衣服 撕下扔掉才好 小青和小蕊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云尼长瞥了一眼 发现王室这一摔 把地上的呕吐物都擦了个七七八八 他扭头看了一眼小青和小蕊 开口道 你们看见没 狄母不忍心你们太过辛苦 所以自产自消 自己吐的东西 自己擦干净 也免了你们打扫了 快 你们赶紧好好谢谢狄母 王室听完这话 顿时气得一阵头晕目眩 觉得眼前的场景 都已经开始转圈圈 叫他看不分明了 沈婆子和士臂们上来扶他起来 他扭头就甩给沈婆子和那些士臂 一人一个耳光 打得毫无停顿 十分顺畅 并怒道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方才也不服住我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沈婆子捂着自己的脸 心道 夫人我服了呀 是你把我推开的呀 士臂们也捂着自己的脸 夫人 沈婆子服了 我们才没服呀 是您把他推开的呀 大家都异常委屈 觉得脸很疼 但自然也不敢跟主子较劲 于是 也只好捂住自己疼痛的面颊 转过头 重新服一服王室 王室打了人 把自己的痛苦 都抒发在别人的脸上之后 那种恶心的感受 才缓解许多 被众人扶着 被众人扶着起来 小青和小蕊 吓得动都不敢动 也完全不敢听 云霓裳的 上前感谢夫人的 自产自消 避免他们打扫卫生的事 他们总觉得 要是一感谢 说不定会跟 告密的亲愿 被卖到同一个窑子里 王室气得颤巍巍的 伸出手指着 袁泥裳 怒道 你 你竟敢给我喝这种东西 我若是中毒了 我 狄母 刚刚那茶水 我自己都喝过呢 我其实不过 就是跟你开个 小小的玩笑罢了 哪里知道 狄母 竟然这么大的反应 王室不敢置信地 瞪了云霓裳半天 咬着牙道 你是说 那茶水 根本就没什么问题 云霓裳点点头 是啊 你 王室气得直翻白眼 所以云霓裳这个贱人 一直就是在 戏耍自己咯 他头发晕 脚发软 往身后的势壁身上倒去 沈婆子立即道 夫人 冷静啊夫人 切莫动怒啊 夫人 您若是真的气晕过去了 都合了某些人的意义了 王室一听这话 为了避免 以云霓裳为主要代表的 某些人合意 硬生生的 顽强地撑住了 并且捂着自己的胸口 似乎很快就能重新站稳 他是一个坚强的 丞相府当家主母 绝不会被云霓裳这个贱人打倒 他一向身段笔直 他必须要站稳 而这个时候 云霓裳纳闷地开口道 这真是奇怪 我说茶壶里面是虫子 狄母很生气 我说茶壶里面就是普通的茶水 不是虫子 狄母还是生气 狄母这个人真是太难往来了 根本就不能讨好 好不容易才站稳的王氏 不敢置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这是自己很难往来 这是自己不能讨好 云霓裳 你根本就没有讨好过我 你从来就没这么想过 王氏的心火一阵一阵往上冒 对着自己的鼻子指了半天 猛的一口气 硬是没缓过来 直接晕了过去 沈婆子也慌了 夫人 夫人 快 快去请大夫 不用请了 云霓裳作为医学界的天才 说完这话 二话不说就大步上前 直接掐王氏的人中 掐得王氏很快就转醒了 王氏一睁眼 就看见云霓裳这张惹人讨厌的脸 脸色一绿 恨不得再次晕过去 而这时候 云霓裳对着王氏道 狄母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小肚鸡肠 动不动 说几句话就会晕倒 所以我专程学了 把这些晕倒的人 救醒的办法 这样 我们就可以继续沟通 如果重新晕倒 我可以重新救醒 一点都不影响大家 友好的交流 在场的众人 在场的众人皆无语 心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还专程学了救醒人的本事 就是为了经常把人气晕 然后再把人救醒 再重新气晕 然后再救醒 如此循环 二小姐 请问 你是魔鬼吗 王氏听完他这番话 就跟撞了鬼似的 吓得脸色菜绿 惊慌失措的一挥手道 快 快扶我回去 至少此时此刻 他不想再听云霓裳 多说一句话了 他现在气得浑身都不好的身体 已经经不起任何的刺激了 他也不想进行 云霓裳口中 任何所谓友好的交流了 云霓裳 怕是对友好两个字 有什么误解 这误解还很深呢 是 沈婆子赶紧扶着王氏 在氏臂们的簇拥下 头疼欲裂地回去了 云霓裳看着他们 堪称落荒而逃的背影 笑道 狄母 我等着您遣人送来房契和账本 哦 还有 希望狄母记住一句话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王氏脚步一顿 冷哼了一声 也没停留 带着氏臂们离开了 看着王氏的反应 云霓裳就知道 自己那句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算是白说了 看王氏这反应 以后 还是会来犯自己的 哎 也不知道王氏 是跟自己这个身体的 原主人 有多大的仇 折磨了原来的云霓裳 这么多年 还觉得不够 小青和小蕊 这会儿看云霓裳的眼神 复杂极了 似乎就是在看天神 和魔鬼的结合体 小姐现在厉害的 犹如天神一般 普照他们 但是种种表现 就像魔鬼一样吓人 但是 他们还是充满了崇拜 他们表达崇拜的方式 就是上去捶背 捏尖 倒茶 各种狗腿 一阵吹捧 小姐 夫人今天吓得落荒而逃 想必以后 不会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吧 我本来也是这么希望的 但是我看 我那嫡母的表现 我一天不死 她一天就不会放过我 没事 反正生活这么无趣 他们喜欢送上门来找书时 我也愿意 多花一点自己的宝贵时间 舍己为人地 成全他们找抽的欲望 小姐 虽然奴婢读的书不多 但是奴婢还是知道 舍己为人这个成语 好像不是这么用的 说到这里 云霓裳还看了小青一眼 笑道 再说了 我精通各种 把气得半死的人 瞬间救活的一书 他们年纪轻轻 就能在我的帮助下 体会到 起死回生的快乐 这是一般人 感受不到的 窗户外的影三觉得 这个王妃 可真是个魔鬼 难怪能说出 王爷是不是 不举这种话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炎 郑锦太郎 四喜 等 第二十集 锦王爷已经被我迷得 神魂颠倒 影十二来偷听 似乎是被发现了 所以就换了影三来 不过差别是 之前影十二是管家派来的 因为管家实在是不认同这个未来的王妃 想抓住王妃的缺点 让王爷早日摆脱毒瘤 可是自己是王爷亲自指派的 影三默默地望天 王爷的性子从来温润淡雅 却也孤高金贵 挺少对旁人的事情感兴趣 却会亲自派自己来探听 王爷这是 暗恋未来的王妃呢 还是关心呢 还是因为 未来的王妃诋毁她不举的事情 很生气呢 影三还没分析明白 王爷到底在想啥 屋子里头 小青和小蕊的嘴角 就抽出了老半天 小青道 小姐 奴婢认为 起死回生并不会有什么快乐 应该没几个人想体会 话音刚落 沈婆子就拿着房契和账本 气呼呼地走进来了 看云霓裳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着一个 找自己借钱还没还的朋友 内心充满了不满 却啥都不好说出口 把东西往桌上一放 沈婆子道 这么为我着想 我也觉得 她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 不是给了我一万两黄金吗 就是真的不幸被敌母言中 又能赔偿多少呢 对于拥有一万两黄金的我来说 不过也就是九牛一毛罢了 所以啊 完全不劳敌母操心嘛 外面的影三琢磨着 王妃合着王爷给您银子 就是为了让您拿来做亏本生意的 沈婆子刚刚浮现出来的笑容 也瞬间消失不见了 奖赏没了 更让沈婆子生气的是 这时候 云霓裳还娇柔造作地开口气人道 唉 你们说 这好端端的 锦王殿下忽然给我这么多银子做什么呢 就算我用尽了力气随便挥霍 恐怕也一辈子都花不完 我要好好规划一下 日后怎么花钱了 唉 这大概就是太有钱的烦恼了吧 过分了呀 真的是太过分了 沈婆子脸色发绿地看了一会儿 咬牙切齿地转身走了 哼 那二小姐 您就慢慢烦恼吧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云霓裳这种贱人 太讨人厌了 小青和小蕊 也斜着眼睛盯着云霓裳 等沈婆子走远了 云霓裳看向他们 笑嘻嘻道 哼 我刚才的话 气不气人 很气人 别说是沈婆子了 就连小青和小蕊 都想打人了 可是小姐 您真的打算折本 然后用锦王殿下给的银子赔钱吗 云霓裳白了他眼 你看我像是会赔钱的人吗 小蕊急急地问 那您刚才那么会剩婆子的话 傻了吧你 因为呢 这么说 能打消他假装关心我不能管好铺子 实则想把铺子拿回去的念头 还有 对于锦王殿下给我钱这件事情呢 王室那边的人最强烈的感想 那就是妒忌我 如果敌人妒忌我们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当然就是 他们妒忌什么 我们就显摆什么 最好 气死他们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绿茶表 当然要掌握显摆一件事的技巧 小蕊和小蕊立即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吓了他们一大跳 影三在外头听着 倒是扬了扬眉 看来王妃不仅很聪明 而且还颇有可取之处 没有叶管家想得那么糟糕啊 云霓裳翻了翻房契和账本 检查王室有没有做手脚 这时候小青忍不住问 小姐 其实我们要这个没多大用处啊 锦王殿下既然已经给了您一万两黄金了 就当真是您说的 一辈子都挥霍不完 云霓裳头也不抬道 第一 假如银子是鸡蛋的话 那铺子就是会生蛋的母鸡 我们怎么能握着鸡蛋 就不要母鸡了呢 那才真是鼠目寸光 小青和小蕊一听 赞同了点头 小姐说的好有道理啊 而且好像还很有哲理呢 小姐 您刚才说第一 那还有第二吗 当然有了 第二 你也知道 这笔钱是锦王殿下给的 万一过两天 我在宫中跟他见了面 如果我看不上他 不想嫁给他 那这笔钱 肯定是退给他比较好 所以眼下 这笔钱还不能算是我的 窗外的尹三琢磨着 王妃啊 你不是在逗我吧 我们风光济月 风仪无双的王爷 还没说看不上你呢 你倒说出来 如果你看不上他了 尹三有种拔刀进去砍人的冲动 小青也是哽了一下 道 小姐 您之前说 您要进宫去看看太子殿下如何 如果优秀的话就抢回来 这个说法是真的 云妮长理所当然的点头 回眸瞥了小青一眼 难道你以为是假的 小青只是做梦都没想到 小姐说梦话 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罢了 听三这回真的是要拔刀了 太子殿下有什么好 比得上他们家锦王殿下 太过分了 他正打算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子 拔刀冲进去 劈了云妮长这个不长眼的 就在这时候 他身后来了个人 拉住他 尹三回头一看 是盈武 他眼神愤怒 你拉我干啥 尹武又密室传音道 王爷看你这么久没回 让我来看看 尹三继续用眼神示意 云妮长刚才的话 你没听到吗 盈武一阵难忍地摇头 也用眼神示意 听到了 别闯动 回去再说 这时候 只听见小青一脸麻木地道 小姐 您为什么这么自信 觉得自己一定能抢回太子殿下呢 盈武和尹三也深以为然 对视了一眼 是啊 虽然太子殿下 比自家王爷是比不上 但是太子也是人中龙凤 云妮长哪里来的自信 云妮长看着手里的账策 头也不抬到 云锦绣这种蠢货 都能成为太子妃 难道 我还不如他 只要太子没瞎 就能看出 我比他优秀 再说了 你看看锦王殿下 还没成婚就给我送钱了 说明他已经被我迷得神魂颠倒 那太子 还能逃得过我的魅力吗 什么 我们王爷对你好 你推断的却是 你能迷住太子 盈武生气地拔刀 这回换成影三赶紧拉住他了 眼神示意 兄弟 别冲动 我们回去找王爷告状 盈武回头看了一眼影三 很是愤怒 走 我们现在就回去告状 两个人就这么被云妮长气地互相阻拦 深恐对方干出犯上作乱 谋害未来王妃的事 毕竟王爷最近对王妃似乎还挺上心呢 影三和盈武终于生气地一起离开了 两个人还在路上心急如焚地讨论 老五 你说 这云妮常推断的 该不会是真的吧 你具体指哪一句 王爷为他神魂颠倒那句 你不要哪句不吉利提哪句 我相信王爷英明睿智绝对不会看花眼的 我也相信 那两个人走了 云妮常也看完了手上的账本 看着小青和小蕊一脸麻木 他开口道 走吧 我们去父亲那里 是去求情吗 是去为嫡母歌功颂德 没过一会儿 云妮常就进了书房 书房这会儿还有不少下人 云丞相看见云妮常来了 立即问道 妮常 你怎么来了 云妮常行了个礼 才对着云丞相开口道 父亲 堤妮常怀疑 真的太让女儿感动了 她行至女儿房中 书肯为当初 苛扣女儿月言的事情 感到亏欠 于是将自己名下 最好的三家铺子 都送给了女儿 希望女儿 能够摒弃前嫌 小青纳闷 有这回事吗 小蕊也是惊呆了 云丞相一听 倒也有几分意外 哦 她竟肯舍得三家铺子 云妮常立即抹着眼泪 自责道 是啊 我多次推脱 嫡妮却硬是要给我 说我若是不收下 就是不肯原谅她 我便只好收下了 现在想想 嫡妮对我这样真心实意 我却因为一点小小的私愿 让父亲惩罚姐姐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父亲 你就把姐姐给放出来吧 女儿求您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二十一集 自然是跟太子 比比了 云妮常这番表现 怎么看都像是 王室用铺子收买人心 把云妮常这头脑简单的人 把云妮常这头脑简单的人 给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所以才说出这求情的话来 小青和小莲 小青和小瑞看着忽然明白了什么 云丞相一听这话 立即看着云妮常 眼神中擒着 对云妮常头脑这么简单 以后可能还要在往事手中 吃不少亏的深深的忧虑 开口道 云妮常一听这话 心里倒有了几分意外 看来这丞相父亲 虽然这么多年 看着自己这个身体的原主人 受了很多苦 都是不闻不问 但应该并非是毫不在意 他故作猛然地问 父亲这话的意思是 丞相对于他的智商 充满同情地道 你记住我的话便是 云妮常纯真的点头 女儿知道了 那姐姐的事 云丞相原本就想把云锦绣放出来 这时候自然也顺着他的话说了 我立刻就把你姐姐放出来 你不用忧虑 云妮常欢喜地开口 那就谢谢父亲了 女儿先退下了 哦对了 嫡母今日身体不是很好 今天在我院中还吐了 父亲要多多关心嫡母才是 嗯 云妮常离开之后 云丞相看着云妮常的背影 长长地叹气 总觉得云妮常被几家铺子 就感动成这样的智商 以后进了锦王府 说不定不能活着回来 倒是王室让他意外了 竟然学到了收买人心的手段 到底有了几分可取之处 云丞相看了一眼自己身后的管家 开口道 你去夫人那一趟 就说这件事他办得很好 本相十分满意 也给夫人送些补品 怎么好好的就吐了 是 管家立即去了 而云妮常出门之后 小金赶紧急急地问道 小姐 您这样赞扬夫人 是不是因为担心夫人告状 云妮常回头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你总算学聪明了点 我要是没料错 王室这会儿 整个院子的人都在一起合计 怎么找父亲告状 说我讹诈他的铺子 还害得他吐了半天的事 我呢 先下手为强 父亲现在对他很满意 还很关心他吐了的事 但是如果他转头告我的状 就是自找不痛快了 小姐 奴婢真的越来越崇拜您了 以后崇拜的机会还有很多 你要控制你自己 小瑞心道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谦虚 这时候 小青却是有点紧张的道 小姐 您说 宫中宴会 大小姐 会不会又会在皇后面前 提及您偷过他的簪子 为相仪仗责的事 她和清院清和 联手陷害您簪子的事 大小姐但凡出去 与贵女们聚会 她都要提 上次您和她入宫 她本也是想提的 但是正好皇上到了 开始问太子 和几位皇子的刻意 她没找到机会说 可是这回 是啊 要是大小姐这次找到机会 对着太后和皇后胡言乱语 您定然会被太后和皇后嫌弃 皇后一向饥饿如仇 说不定还会 那个簪子 是什么样的 很是华丽 上面镶嵌了许多宝石 金子打造的 还有许多漂亮的流苏 好看极了 至少 也得五百两银子吧 不过小姐问这个做什么 现在的重点 并非是那个簪子 长什么样吧 云霓裳摸了摸下吧 嗯 我知道了 说完 她就举步回自己的院子了 作为一个优秀的绿茶婊 怎么会让人随便当众 诋毁自己呢 小青和小蕊 面面相去 小姐知道啥了 啥意思呀 王室此刻 正躺在床上 半死不活状 额头上还敷着一块毛巾 十分虚弱 简直可以说得上是 气弱油丝了 她抚着剧痛的额头道 你们说说 怎么跟相爷措辞 我一定要让相爷知道 这个小贱人 借机敲诈我铺子的事 不如您就将此事 对相爷直说 最后再跟相爷说 说您为了大小姐 为了整个相府 委屈求全的退让 只得给二小姐铺子的事 相爷定会厌弃二小姐 王室深以为然 就在这时候 管家来了 管家进门之后 直接就开口道 夫人 是相爷让我来的 相爷说 您这回把事情办得很好 管家也把云霓常说的话 全部告知了王室 原本熊啾啾气昂昂 要去告云霓常状的王室 无语了 云霓常都这么说了 这下怎么告铺子的状 如果去告状 相爷岂不是觉得 自己先用铺子 骗了云霓常松口 又回头攀咬一口 管家继续道 这是相爷让奴才 送来的补品 让你好好保重身体 王室觉得 他的头更痛了 这下好了 相爷都送补品 来关心自己了 这是有史以来 头一回 难道他放着这关心不要 上去说 相爷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这都是云霓常害了我 你应该收拾他 王室难受道 我知道了 管家 你替我谢谢相爷 奴才一定把夫人的话带到 此事也算是皆大欢喜 奴才就先告退了 不 欢喜的只有云霓常 王室一点也不欢喜 强行让王室也一起欢喜了的管家 说完话之后 回去找云丞相赴命了 王室默默地盯着云丞相送来的补品 陷入了沉思 有种满心的苦楚和输不出来的心酸 沈婆子也看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 想去找丞相告状 是不太可能的了 于是只好安慰王室道 夫人 好歹大小姐能被放出来了 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而且这是这么多年来 相爷第一次关心您 给您送来补品 您就消消气吧 王室心酸直下 竟忍不住掩面而泣 这么多年来 好似在相爷的眼中 自己一直就强壮如牛 丝毫不需要关心 可是第一次得到关心 竟然是这种情况下 这还不如一辈子都不要关心呢 王室气愤地垂床 云锦绣被小莲扶着 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清禾赶紧上来扶着她 云锦绣得意道 母亲当真是厉害 她一出来没多久 我就被放出来了 听说父亲还让管家 往母亲那边送了不少补品 想必父亲是看穿了云霓裳的真面目 知道是云霓裳设计我与母亲了吧 母亲此刻一定精神抖擞十分欢喜 大小姐 奴婦刚刚去夫人那边看过了 夫人被二小姐气病了 而且不仅不欢喜 还哭了许久 这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好像是云霓裳 讹了夫人几家铺子 还去相爷那里 感动哭诉 说是夫人强行要给她的 二小姐气坏了夫人 还强行说夫人身体不好 相爷才送了补品过去 云锦绣欢喜的脸绿了 她咬了咬牙 愤恨道 世上怎会有云霓裳这种贱人 真是岂有此理 恼火之下 她就往板凳上一坐 结果 忽略了自己前几天 才被仗责的事 那屁股还火烧火燎的疼着呢 这一屁股坐下去 简直就是销魂呢 疼得云锦绣眼泪都出来了 杀猪般的惨叫之后 她怒骂出声 好疼 贱人 贱人 都怪云霓裳这个贱人 清和心说 这是您自己坐下去的 关二小姐什么事呀 云锦绣 擒着眼泪道 赶紧给我看看 要不要重新上药 哦 是 云锦绣在那趴着重新上药 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我几日在宫中的宴会上 我一定要她好看 大小姐 上回是陛下来了 您没能对太后和皇后娘娘 说出二小姐偷您金簪的事 这一回去了宫中 您寻着机会一说 您想想 一个庶女 嫁给锦王殿下 原本就是高攀 而且还手脚不干净 偷东西 太后和皇后知道了 说不定 直接就让陛下 取消婚事呢 云锦绣一听 觉得很有道理 赞同道 嗯 不错 宴会的时候 你与我一起去宫中 一定让云霓裳 再也抬不起头做人 锦王殿下 绝不会娶这样的王妃 边上的小莲 也赶紧道 是啊 到时候 没了未来锦王妃的身份 看二小姐还得意什么 那一万两黄金 锦王府 想必也会讨回去呢 对 就是 主仆三人 已经为云霓裳 构想了一个偷东西被揭破 被退婚 为皇后太后针对 成为笑柄 还被讨回一万两黄金 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没脸继续做人的凄惨未来 啊 人生就是应该这样 大起大落 跌宕起伏 云霓裳 也绝对不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二十二集 都是因为我太成功了 此刻 锦王府中 当影三和影五 跪在自己家王爷面前 认真地告状 指责云霓裳 居然想把太子抢回去 这种小抛弃他们家王爷 这个糟糠之夫的恶劣行为 呸 不 王爷是最优秀的京城男人 并不糟糠 纠正 他应该是妄图抛夫弃婚的 不道德行为 把一切都说完之后 影三生气地道 王爷 属下认为 叶管家说得对 您还是找陛下退婚比较好 这丞相府的二小姐 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已经连 未来王妃这个头衔 都不想称呼了 直接称为 丞相府的二小姐 没想到 慕容一听了 却是温声问了一句 他的意思是 想看看太子 是否比本王出色 随后再做挑选 好像是 慕容一温润一笑 很好 一会儿吩咐管家 去为本王添些新的发官 衣物 宇佩 影三惊愕地问 王爷 这是为何 慕容一的语气 更加温和 自然是跟太子比比了 男人的魅力 不容挑衅 王爷 您以前 不是这么争强好胜的人呀 影三和影五这时候 甚至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们很确定 他们回来 跟王爷禀报这些消息 根本就不是为了让王爷和太子殿下比魅力 可是现在局面的发展 见影卫们都不动 慕容一温声问了一句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了 影三心说 其实 我满脑子都是问题 但是您都这么吩咐了 我除了照办 还有什么办法 影五也是一脸一言难尽 他俩对视了一眼 用眼神交流了 内心同样的纳闷 难不成王爷 这是真的被云尼长迷住了 而且还是神魂颠倒的那种 云锦绣一直处在一种 自己快要参加公宴 并且马上就要一雪前耻 好好回敬云尼长的满足感力 可是就在这时候 不好来 大小姐 现在整个京城 到处都是您谋害二小姐的风言风语 说您多年来一直欺压二小姐不算 还退了二小姐落水 再说二小姐是自杀的 什么 云锦绣垂死伤中轻坐起 不敢置信地瞪大眼 为什么快乐总是这么短暂 才在家里美美地想着 圆尼长倒霉 心里还美美多久呢 怎么我又出事了 云锦绣赶紧问道 母亲呢 母亲和父亲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吗 应该是知道的 夫人刚刚已经去找相爷了 您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这要是传到宫里头 皇后娘娘听见了 云锦绣也是心力交瘁 愤恨地垂床道 又是云尼长 又是云尼长那个贱人 在背后害我 大小姐 您觉得是二小姐 您有证据吗 如果有证据 我们可以去找相爷告状 没有 云锦绣心说 我有证据 我还在这里捶床干什么呀 我早就出门 手撕那个贱人去了 哦 打扰了 奴婢不该问的 我看您这么言之凿凿 还以为您很确定呢 云锦绣却是怒瞪小莲道 但是 除了她还能有谁 肯定是她 此刻正听 王室急匆匆地找到云丞相 开口道 相爷 外头那些风声 您应该都听到了吧 云丞相这时候 脸色比王室更难看 他当然也听到风声了 他铁青着脸道 传得颜值凿凿 今日上朝的时候 我看陛下的脸色 也不是很好看 几次看我的时候 欲言又止 恐怕 也是为了此事 王室立即 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相爷 您说 会不会是霓裳这几日 跟锦绣不睦 所以在背后 做出了这事 丞相眉梢皱了皱 略意思索 随后摇了摇头 不可能 霓裳没这个本事 短短数日的功夫 就让这个流言 传得满天飞 背后没有势力 没有组织 是不可能成事的 原丞相毕竟 也是一国之相 这么点分析能力 还是有的 说完这话之后 原丞相还扭头 训斥了王室一句 你不要什么事情 都往霓裳身上推 他很快就要嫁给 锦王殿下了 现在得罪霓裳 对你 对整个丞相府 都不是什么好事 王室 却是从云丞相这句话 听出话意了 看来丞相最近 对云霓裳变了态度 都是因为锦王府 就在这时候 丞相府的管家 从外头回来了 也是一脸的焦头烂额 到了云丞相的跟前 开口道 相爷 奴才已经出去打听过了 没人能说得明白 是谁传的 大家几乎都是在客栈 酒楼 听到旁人讨论 这些留言才知道的 云丞相立即追问 是哪家客栈 许多家 说不清 而且 这些客栈的掌柜们还说 那些讨论的客人 都是些生面孔 没见过 所以也没法查 相爷 看这样子 应当还是京城 颇有脸面的 世家旺族干的 不然 没这么大的势力 也不能干得这么漂亮 还一点痕迹都不留下 云丞相的脸彻底黑了 我真是世家大族干的 到底是朝中哪个老皮肤 在背后害我 这定然是看见老夫的两个女儿 一个要做太子妃 一个要做锦王妃了 所以嫉妒老夫 所以故意在背后捣鬼 真是气死老夫了 一个人呢 就是不能像自己这样 太过优秀 一优秀 就会有很多人妒忌 这些人只要妒忌了 就会在背后 搞这么多的幺蛾子 来整自己 看着云丞相暴跳如雷 王氏斜着眼睛瞅着 开口道 相爷 您确定是冲着您来的吗 王氏心想 我还是觉得这个事 是跟云尼长那个贱人 比较有关系 但是王氏也不敢说 毕竟刚才相爷都说了 不要什么事 都往云尼长的身上扯 云丞相听他此问 怒道 不是冲着老夫来的 还能是冲着谁 除了老夫 还有谁值得他们如此嫉妒 行吧 王氏更不敢再说什么了 继续说下去 怕不是要被相爷怀疑 自己认为相爷 不值得被妒忌了 话到这里 云丞相回头吩咐王氏道 事宜至此 你去跟锦绣说说 让他自己注意一点 进宫之后 好生应对皇后 哎 都是因为我太成功 害了我的女儿啊 云丞相说完之后 吩咐了管家 继续想办法查 是谁在背后害自己之后 生气地举步离开 王氏跑来 想窜到云丞相收拾云尼长 也没窜到城 心里很是难受 看着云丞相离开的步伐 王氏倒是想起一件事来 哎 相爷 有一事 王氏说着 看了一眼管家 管家也比较识相 立即先退下 于是这里 就只剩下王氏 和云丞相两人了 云丞相看向他 什么事 这么神神秘秘的 妾身是想起来 霓裳手中 那一万两黄金 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手上拿着那么多钱 干什么 以后嫁给锦王殿下 想必也不缺荣华富贵 这银子啊 不如就让霓裳交出来 留在我们相府 相爷 您说是吧 王氏说着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云丞相的脸色 这么多银子 他就不相信 相爷能够不动心 果真 云丞相一听这话 神情有几分扭念 但梅雨之中 还是看得出来 对那一万两黄金的渴望 一万两黄金啊 即便是身份贵重的丞相 也不可能完全不觊觎 丞相干咳了一声 看向王氏 开口道 话虽是这么说 但是那到底是锦王殿下 给霓裳的银子 我们成相府 怎么好让他把银子 留在相府呢 那就要看 霓裳对相爷 是不是真的孝顺了 如果他不孝 那自然不肯留 若是孝顺 定然会留下 这件事情 切身来为相爷分忧 王氏已经考虑好了 要是能办成这事 那云尼长 就跟这一万两黄金 没关系了 这笔银子 也会落到相府的库房 也就是自己的手中 要是办不成呢 那就给云尼长 安上一个 对相爷不孝的名声 到时候 相爷定不会 再对云尼长 有任何的维护 反正总结一下 就是要给云尼长 挖一个大坑 跳不跳 都会很惨就是了 云丞相迟疑了一会儿 再次咳嗽了一声 遮掩自己内心的 不好意思 开口道 那好 不过此事 还是要等公宴之后再办 眼下外头 关于锦绣的流言 已经让本相焦头烂额了 这种时候 还是莫要节外生枝为好 好 那切身就先告退了 看到云尼长那个贱人 还在沈婆子的面前 显背淡一万两黄金 哼 让他显背 当然 就算他不显背 王室也不能让云尼长 这么有钱 得到了云丞相应允这件事 王室觉得 自己被云尼长气疼的头 也不像是之前那么痛了 甚至还觉得 十分的神清气爽呢 沈婆子这时候 却是问了王室一句 夫人 那您觉得 关于大小姐的流言 到底是谁传呢 按理说 这是相府内部的事情 外头的人 不应该知道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二十三集 第二十三集 我还什么都没做成呢 肯定是云宁城 那个贱人 除了他 根本不会有第二个人 沈婆子想 可是相爷不是说了 二小姐没这个本事 好吧 当人非常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的确是容易见着什么不好的事 都觉得是对方干的 关于大小姐的流言 云锦绣和王室 认为这事 绝对是云泥厂办的 院子里的云泥厂 打了好几个喷嚏 不过他也纳闷着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呢 小青道 小姐 背后办这个事的人 显然就是在帮您出气啊 这些流言 要是传到了宫中 那对大小姐 非常的不利 云泥厂点点头 道 虽然不知道 对方出手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帮我 但的确是帮到我了 没错 我这个人呢 特别有感恩之心 要是知道这个人是谁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 窗户爱的影三琢磨着 骗鬼呢吧 这事就是王爷办的 但是你的报答方式是啥 你的报答方式 就是觉得自己能迷住太子 还琢磨着要不要退王爷的婚 女人哪 时间一晃而过 这两日 丞相府还算是风平浪静 所有人互相都没找麻烦 维持着一种参加公宴之前的表面和平 但是这时候 皇宫里头 在东宫寿园 有两个人正在角落里面商量 两个人身上都穿着工人的衣服 办好了这件事 重重有赏 可是 烈尺是太子殿下的爱宠 这要是真出去惹了祸事 殿下定然是不会放过我的 那还不简单 你就装作自己也被烈尺要伤 拦不住他不就行了 但是 哎呦你不要但是了 好好想想 大人对你的恩情 你难道这么一点小事 也不愿意为大人办吗 罢了 就算是豁出去我这条命 也一定为大人把死事办妥 可是 这当真是大人的意思吗 小姐的意思就是大人的意思 大人也就只有小姐这么一个掌上明珠 此事还能有假吗 你放心 只要云霓裳死了 小姐定然会善待你的家人 给他们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那 好吧 两人商量完 其中一人就赶紧离开 走到大道上 看见一名迎面走来的士币 士币身上穿的 不是宫中的衣物 而是外头 世家仆从的衣物 两人的身影 错身而过的时候 他低声道 事情办妥了 你跟小姐说一声 士币细不可微地应下 嗯 锦王殿下风采无双 但是因为身子不好 身居简出 很少露面 他们家小姐是赵太夫的孙女 在宫中为公主伴读 因为与公主交情甚好 所以 等以暂居公主的偏殿中 小姐待在皇宫的时候 曾经无意间 见过锦王殿下一面 精为天人 这样俊美的男人 只有他们家小姐 才能配得上 至于云尼长这种 出身低贱的庶女 有什么资格 而至于猎耳 是太子殿下的爱宠 太子的爱宠 就算是咬人 定然也没有工人 敢随便对她动手 云尼长 手无腹肌之力 看她如何逃出生天 势必回到房间门口 把此事 禀报给了自家小姐 他们家小姐这时候 手里正捧着一只 摔断了翅膀 已经被救治好了的小鸟 赵小姐看着小鸟 温柔地道 小可怜 飞吧 你身体已经好了 可以回到这片天空了 小鸟扑腾着翅膀 很快地就飞出去了 赵小姐回头 看了一眼那势壁 似乎不忍心道 唉 虽然她的确该死 可是这样对云尼长 是不是太残忍了 势必看着他们家小姐 开口道 小姐 您就是太心软了 她敢横刀夺爱 我们定不能放过她 赵小姐似乎还是不忍 眸光悠悠地轻声道 待她死了之后 我会为她念经超度的 势必恨铁不成钢道 小姐 您真是菩萨心肠 奴婢真是心疼您 赵小姐轻轻一叹 低声念起了往生咒 她一身白衣盛雪 随风飘扬 宛如一朵绽放的盛世白莲花 第二天一早 云尼长醒来 小青就上来伺候了 小姐 还有一炷香的功夫就要出发了 我们动作要快点了 这时候 小蕊也进门来 递给云尼长一只发簪 和一包麻沸伞 问了一句 小姐 这是您昨夜吩咐奴婢 准备的 不过 您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云尼长直接就把发簪拿过来 插到了发间 然后把麻沸伞 揣到自己的袖子里 麻沸伞呢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万一有人要害我呢 至于发簪的用处呢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毕竟刚来这个世界不久 要是遇见歹人劫持什么的 来一包麻沸伞 也能逃命啊 小青和小蕊点点头 防备一下也好 这会儿 衣服也穿好了 云尼长服了一下发迹 宛如贵妇 特别霸气的一挥袖 十分雍容华贵地说 好了 我们走吧 小青想说 小姐 您头上这个过于朴素的发簪 和您贵妇的姿态 不是很搭呀 好在 云尼长只是雍容华贵了一秒钟 就骂了自己一句 并且柔弱地往小青的身上依靠 身为一个绿茶婊 我的姿态 怎么能这么霸气呢 快 扶着我 我浑身无力 非常的柔弱 需要保护 呃 好吧 小青和小蕊 上前扶着他们家强行柔弱的小姐 往外走 这时候 王氏和云锦绣都已经走出来了 两人身上都是划斧紧断 头上插满了金银玉器 一看便是大户人家的出行方式 与云尼长头顶的那个孤零零的白玉簪子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看云尼长就是一脸穷酸 然而 穷酸的云尼长正靠在小青的身上 一副虚弱模样 精致小巧的容颜 浮现出几分难掩的苍白 看着就是一朵小娇花 最能插起保护玉的那种 王氏和云锦绣见了 又是一阵咬牙切齿 不要脸的小贱人 就是这么会装 之前跟他们对战的霸气 哪里去了 这时候 云丞相也出来了 这一回 说是皇后举办的公宴 但是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 和他们家中的女眷 都已经受邀 所以云丞相也要一起去 众人对着云丞相行礼 相爷 云丞相一脸虚弱 正要行礼 云丞相看他脸色苍白 就开口道 霓裳 你身体未愈 不必行礼了 是 谢谢父亲体谅 刚刚行礼完毕的云锦绣 不满地想 父亲 我被下令打了二十大板 明明比他更加虚弱 为什么我需要行礼 他不用啊 好吧 怪我 怪我为了展现自己的美貌 在脸上涂了太多的胭脂 看起来气色太好了 一行人 一行人上了车 云丞相立即把最软的垫子 递给了脸色苍白的云霓裳 你身子不好 你坐吧 谢谢父亲体谅 云锦绣很是生气 父亲 屁股痛需要垫子的人 是我呀 我再也不涂这么多胭脂了 到了宫门口 云霓裳作为庶女 自然是最后从车上下去的一个 云锦绣下车之后 看见云霓裳正从车上下来 想起来自己这几天受的苦 他心生一计 伸出手 悄悄地拔下自己头上的簪子 打算对着马扎上去 这时候云霓裳从马车上下来 肯定会摔倒 还会被马车撵过去 一切都计划好了 瞅着也没人注意自己 云锦绣正要动手 姐姐冷静 就算这马惹你不高兴 你也不要扎它呀 它会踩伤你的 云锦绣动作顿住 所有人都看过去 不仅仅丞相府的人 还有刚刚到了宫门口的许多官员们 以及官员们的家中女眷 全部看了过去 大家就看见 云锦绣拿着簪子打算扎马 都不是蠢人 大家互相对视了一眼 就明白了 云锦绣这是想干嘛 倒是可怜了云霓裳这个傻蛋 人家想扎马摔死他 他还关心云锦绣 怕云锦绣被马踩伤了 云丞相看着云锦绣 也是一声怒斥 锦绣 你疯了 要是这马惊了 摔了你妹妹怎么办 啊 还有可能摔了我 云霓裳仿佛刚刚才反应过来 还能有这回事 于是瞬间白了一张脸 可怜兮兮地下了马车 在边上瑟瑟发抖 这下 不少年轻的官员 看着这么单纯善良 柔弱又美丽 宛如娇花一般的小姑娘 差点受了云锦绣的荼毒 一时间纷纷心动又心怜 觉得云锦绣太坏了 云锦绣默默地收回了簪子 难受得到 父亲 我只是觉得簪子没插好 所以拔下来 打算重新插上 其实谁都知道 云锦绣刚才那个姿势和动作 根本就是要害人 哪里是要重新插上 不过人家 毕竟是未来的太子妃 没人敢吭声 只是 大家已经开始小声 窃窃私语了 哦 难怪这几天 经常的流言蜚语 到处都是 说丞相府的大小姐 容不下自己的树出妹妹 原来是真的 那可不 世家大族啊 就是这么肮脏 就在皇宫大门口 光天化日之下 这么多人看着 要谋害自己的妹妹 哎呀 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啊 不仅扭曲了人性 还沦丧了道德的云锦绣 郁闷了 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自以为 根本没人看见的动作 结果却被云霓裳 看得清清楚楚 云丞相 也是恨铁不成钢 狠狠地瞪了云锦绣一眼 明知道外头 有那么多 对他不利的流言蜚语 竟然还在这里作忧 是生怕自己太子妃的位置 太稳固了 所以用尽了力气 想要自己把位置 晃一晃 云锦绣被瞪得 不敢吭声 云霓裳却是小心翼翼地 看了云锦绣一眼 似乎恍然明白了 云锦绣刚刚 好像是想害自己的 所以表情怯怯的 似乎非常害怕 这让围观的群众 对云霓裳充满了同情 唉 你看这姑娘 被嫡姐欺负的 脸都白了 还不敢说话 太惨了 真是太惨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经太郎 四喜等 第二十四集 第一 美男子 所有人看云锦绣的眼神 都像是在看一个 十恶不赦 应该被千刀万剐的罪人 云锦绣心说 喂 我还什么都没做成呢 你们不要用衣服 我已经狂砍一条街 杀了许多人的神情 看着我好吗 云霓裳 却是冷冷地 看了云锦绣一眼 要不是自己激警 下车之前 扫了云锦绣一眼 还真不知道 能出什么事呢 没关系 反正优秀的绿茶表 都擅长让敌人 自食恶果 上演了这么一出闹剧 云丞相觉得 一张老脸都险些丢完了 并且 对于使自己丢脸的云锦绣 云丞相又赏赐了好几个 一言难尽的白眼 众人也怀着一种 他们家敌女真坏 简直不是人 以后要是当了太子妃 又母仪天下的皇后 到底还会祸害 多少人的深深忧愁 纷纷举步进宫了 往事当然也知道 自己的女儿丢了大脸 这让她狠狠地 瞪了云霓场 都怪这个杀千刀的贱人 入宫之后 文臣武将都先去了前殿 找陛下发扬一下 自己拍马屁的才华 当然也不乏去说正事的 女眷们呢 就都去了后宫 一路上 云霓场听见有人 在议论纷纷 哎 你们知道吗 今天锦王殿下 也会来参加公宴呢 就是我们天玄皇朝的 第一美男子 锦王殿下吗 锦王殿下身举简出 几少出王府 要是真的能见到 就算只是看一眼 我也满足了 一名女子忍不住 捂住了自己的小嘴 云霓场悄悄竖起了耳朵 天玄第一美男子 她这个便宜夫君 还有这么一个殊荣 那岂不是非常帅 旁边一名贵女 小声道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咱们 不也没见过锦王殿下吗 说不定 就是外面瞎传的罢了 这下 就轮到云霓场纳闷了 云霓场回头 贴了一眼小青 也压低了圣英文 既然大家都没见过锦王 为何却都说 他是天玄第一美男子呢 小青开口道 那是因为 陛下曾圣赞锦王殿下 人如诸玉 世人在策 解决行贿 陛下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名的美男子 既然能说出这话 那绝即是假不了 云霓场懂了 毕竟一国皇帝 肯定是不需要 拍谁的马屁 陛下都说慕容衣好看 那肯定就是好看了 所以虽然很多人 都没见过慕容衣 不过他的颜值 已经得到 君王龙口的官方认证 于是大家都十分期待 搞得云霓场 都有点期待了呢 到了宫宴的大殿附近 一名宫臂从里头出来 开口道 宫宴尚未开始 皇后娘娘恩赐 各位夫人小姐 可以在宫中自行转转 欣赏风景 众人一听 立即拉帮结派 牵着自己的小姐妹 到处赏花去了 王氏和云锦绣 也狠狠地 瞪视了云霓场一眼之后 一起去赏花了 毕竟这宫中美景 寻常可不是随便见得到的 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机会 并且扣谢了皇后娘娘 然后就剩下云霓场一个人 站在原地 云霓场问了一句 我以前人缘这么差吗 小青道 因为大小姐以前在聚会上 经常败坏您的名誉 各家的贵女 害怕与您沾上关系 所以 所以没人理你 云霓场点点头 走吧 我们也去转转 小青倒是愣了一下 看向云霓场 道 小姐 一个朋友都没有 您一点都不难过吗 这若是放在以前 小姐一看大家都去玩了 没有人带着小姐 小姐一定会非常难受 还会自怜自艺 并且还会因此 更加怨恨大小姐 可是今天 没反应 云霓场倒是笑了 看了一眼小青 道 会因为旁人几句话 却不与我往来的人 也不值得与我交朋友 我为何还要为他们难过 说完 云霓场举步离开了 小青似懂非懂 又觉得自家小姐 说得很有道理 马上就跟上了 云霓场的步伐 他们前脚刚走 两道人影 就在花束之间露面了 女子穿着一席白衫 容貌秀美中 甚至透出一分祥和 怎么看 怎么像是一个秀外会议中 面词心善的大家小姐 她开口道 让人盯着云霓场去哪边转悠 早点把烈尺牵过去 并且 把云霓场所在之处的工人都引开 别让人有救她的机会 势必小云立即应下 是 小姐 那女子微微眯起眼 眉宇中 再次浮现出一丝怜悯 盯着云霓场离开的背影 再次默念起了往生咒 云霓场当然不知道 自己还活得好好的 就已经有人 几次三番地 在念经超度自己了 带着两个丫头 在皇家园林里面转了转 发现 的确很值得一关 就连那些树叶 也修剪得格外精致 找不到一片残缺 花团紧促之下 是一副初春美景 小青和小蕊 也是大开眼界 忍不住赞叹道 上次入宫都没有机会观赏呢 与花园的景色 果真与众不同 正说着 云霓场耳间一动 忽然听见一阵 动物喘气的声音 它尚未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一回头 就见着一条动物的身体 对着自己的方向 飞扑而来 小青 小青和小蕊 也吓了一大跳 赶紧把云霓场 往自己身后回护 然而 还是晚了 那动物直勾勾的 就对着云霓场 扑了过去 并且张开了獠牙 打算撕咬 小青和小蕊 吓得尖叫出声 赶紧高呼道 来人 快来人 惊叫之间 两个人竟为了护主 完全不担心被咬伤 冲上去帮忙 拉开那动物 那动物 似也被触发了凶性 扭头 就去咬小青的胳膊 云霓场见状 尚且没看清楚 扑到自己身上的 到底是狼还是狗 就已经当机立断 从袖子里面 掏出了自己早先准备的麻肺伞 往那畜生头上一洒 那畜生 似乎顿了一下 但还能挣扎 云霓场立即伸出自己的胳膊 死死地勒着那畜生的脖子 控制着他 不让他咬人 片刻之后 他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 云霓场呼出了一口气 知道是麻肺伞发生作用了 小青和小蕊 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把身体软倒的动物 推到一边 云霓场 扶着酸软的胳膊 站起来 才看明白 是一匹狼 那狼躺在地上 还对云霓场等人 资着獠牙 云霓场清楚 这麻肺伞控制不了这匹狼多长时间 要是药效过了 他站起来 他们三个都得死在这儿 小青叫了半天 也没人来 他吓哭了 小姐 这可怎么办 我们赶紧跑吧 没用的 药效撑不住太久 我们跑了 他马上也能追上我们 我们还是得死 小蕊也吓哭了 小姐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云霓场只是短暂地思考了一会儿 看了一眼边上的一块大石头 他咬了咬牙 过去拿着大石头过来 直接对着那匹狼砸了下去 小青和小蕊惊呆了 这是要这匹狼的命吗 云霓场来不及多说 只是道 这是我们三个活命的唯一办法 小青和小蕊 也立即反应过来 是了 这匹狼要是不死 一会儿死的 就是他们 砰的一声 狼 嗷嗷了一声 方才那副 呲牙咧嘴的样子 倒是消失不少 看见云霓场 砸了一下之后 竟然再次 举起了石头 估计再一下砸到自己头上 自己就得死 这下 一直在这个皇宫 叱咤风云 从来没吃过亏 牛逼轰轰的狼 竟然瞬间 嗷嗷的声音响起 小青惊呼道 小姐您快看 他吓尿了 狼心说 别这样 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 我们做狼的 也是需要一点尊严的 云霓场的手 顿了一下 看着地上的那滩尿水 又瞅着这匹 之前很凶狠 现在有点怂的狼 他低声道 放了你 这狼竟然通人性 点了点头 嗷嗷 等猎尺大爷站起来了 可我不咬死你们 竟然敢砸我 看着这狼 忽然变得一脸乖顺 但是云霓场眼角的余光 瞅见了这狼 看似乖顺 爪子却亮了出来 云霓场冷笑了一声 哟 还想反扑呢 看不到您这爪子 我还真的以为 您要悔过了 烈尺飞快地 把爪子一缩 神情看起来更怂 见着自己装乖被识破 猎尺立即惨叫一声 恶 主人 救命啊 您的矮狼马上就要死了 救命 随着他这一声叫 云霓场高高举起石头 他开口道 既然不是我们死 就是你亡 我只好选择帮助你舍己为人 让我们好好活着 我并不想设计为人呢 正当云霓裳的石头要砸上去 这会儿 他身后猛然传来一声怒吓 住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25集 马上赔钱 云霓裳手一抖 回头一看 就看见个气度不凡 容貌俊美的男人 男人一袭墨色锦袍 身上都是冷峻的气场 一双寒眸 更像是在冰山上淬炼过 带着令人不自觉臣服的气势 云霓裳的指尖动了动 石头还没砸 那男人的眼神 只在云霓裳身上随便一扫 随之 眼神就落到了地上 那匹狼的身上 他大步走过来 立即蹲下 冰山般的峻岩上 倒是难得地带了一分紧张 看了一下地上的一滩血 那是云霓裳之前 用石头砸的 他扭头便直接看下 这个举着石头的女人 质问道 动手的是你 略齿这时候 也像是一个在外面饱受摧残的孩子 遇见了久违的亲人 立即往男人的怀里拱 男人的声音却很冷 别拱了 你身上有尿 哦 没有爱乐 云霓裳看着这男人的架势 一下子也上了火气 他把手上的石头一扔 盯着这男人问道 所以 你就是这匹狼的主人了 男人眸光一领 看着云霓裳道 是又如何 这女人 认不出她 她要是没记错 上回父亲给自己和慕容义赐婚的时候 自己无意中 瞥见过这女人的脸 似乎是云丞相家的庶女 不过想想 她当时一直若有所思地低着头 都没看过自己 认不出来也不稀奇 只是 她还是很难把这张 此刻看起来颇为跋扈的脸 与之前所见她乖顺的样子联系在一起 她还敢问 是又如何 云霓裳把手里的石头一扔 指着男人的鼻子 怒道 是就好了 我骂的就是你 我说你这个人 既然养宠物 为什么不好好牵着绳子 放他出来随便咬人 文明养狼 你知不知道 如果他今天咬死了如花思玉的我们三个 你负得起责任吗 文明养狼 男人的门梢跳了跳 这倒是第一回 有人指着他的鼻子教训他 他低头看了一眼烈尺 傅佑看向云霓裳 冷吃到 这 烈尺从来不主动挑战 除非是你们先招惹了他 云霓裳一听这话 顿时就怒了 我先招惹他 这位大哥 您家这是狼 我们是有多大的胆子 敢招惹这玩意儿 你自己养宠物 不牵好链子 他上来咬人 你却甩锅给别人 说是别人先招惹的 你这个人到底奖不奖礼啊 你做人为什么这么恶心 男人心说 恶心 确定没说错 敢说他恶心 男人眸中浮现出冷怒 却到底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的爱宠 冷声质问 是你心有人的 这女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毕竟三个弱女子 竟然敢招惹一匹狼 这说起来也的确是颇为离谱 猎尺顿了一下 回忆了一番 点点头 好像是 男人又问 理由 猎尺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想不起来理由 只记得自己今天早上 美滋滋地吃了早餐 然后就被带着出来溜溜弯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忽然激动 一激动就红着眼睛 甩掉了溜自己的工人 跑出来了 干了啥 也不怎么受自己的控制 为什么现在不激动了 冷静下来了呢 因为被云尼长的石头砸清醒了 好疼呀 看着猎尺一脸迷惑 男人也养了他这么多年 知道他每一个神情都意味着什么 一时间他也明白了 这件事情恐怕不简单 看他不说话 云尼长就知道 他说不出来了 他冷笑了一声 开口道 哼 怎么 你亏了 说不出来了 之前不是言之凿凿 说你的爱宠 不会挑衅人吗 男人看向他 冷声道 所以 你需要道歉 云尼长冷吃了一声 如果道歉有用 请问这世上 要银子干什么 我们三个人受到了惊吓 需要赔偿精神损失 所以 云尼长对着他伸出手 扬起了下巴 马上赔钱 赔钱 男人沉默了几秒 看着云尼长 冷声问道 你知不知道 你是在跟谁说话 云尼长扬眉 语气恶劣地问道 这重要吗 话音刚落 不远处 传来了一声呼唤 太子殿下 太子 云尼长一听 往那边一看 太子要来了 他当然没有忘记 自己打算看看太子 是不是优秀 然后考虑 把太子抢回来的决定 蹲在地上的男人 他似乎想说什么 但是并没说 云尼长又狠狠 瞪了一眼地上的男人 低声怒道 算你今天运气好 一会儿太子来了 别乱说话 听到了吗 男人还是没说话 然后 他就眼睁睁地目睹着 云尼长三步并坐两步 奔到小青和小蕊身侧 往他们怀里一倒 他几乎是 气若油丝地道 快点扶着我 太子要来了 一个优秀的绿茶婊 应该要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也会瑟瑟发抖 这样 就可以引起男人的怜惜之情 啊 我好害怕 小青和小蕊这两天 其实也有点习惯云尼长了 于是赶紧把云尼长搀扶着 并且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而云尼长 捂着自己的胸口 开始假装可怜了之后 还警告地 瞟了一眼 蹲在地上 霸气非凡的男人 让对方注意点 一会儿千万别说露馅 小青是实在忍不住 问了云尼长一句 可是小姐 我们好端端的 到底为什么要假装柔弱呢 因为大部分的男人 又瞎又傻 他们就喜欢柔弱的 你不要以为对方是太子 就会有什么不同 哪怕那些绿茶婊是装的 许多傻男人 看见了柔弱的 需要保护的女人 还是会很快乐 因为可以满足 他们可怜的男人自尊 就在这时候 几个宫人走过来了 云尼长看了看 他们身侧 并没有发现 衣着看着像太子的人 接着 那几个宫人 就在云尼长 无疑的眸光注视之下 跑到了蹲在地上的男人面前 恭敬地跪下 道 太子殿下 是奴才们照顾猎尺不利 所以才会惹出这等祸事 不过 是谁伤了猎尺 啊 他是太子 云尼长立即扭头 看了一眼小青和小蕊 用眼神询问 他是太子 你们没见过 小青和小蕊 也是一脸懵逼 他们上次进宫 是见过呀 但是 他们只是势必 谁敢抬头 看太子殿下的脸 又不是不想活了 鬼知道 这个人就是太子呀 云尼长稍微回忆了一下 自己刚才说的话 和种种表现 忽然有种撞墙的冲动 我擦 这都是啥 开玩笑的吧 皇甫印起身 冷声吩咐道 请大夫来 看看猎尺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 是否有人在孤的爱宠身上动手脚 工人立即应下 是 随后 皇甫印的眼神 扫到照顾猎尺的工人身上 立声道 带下去 严加审问 那工人立即开始求情 殿下 殿下要命 殿下 你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的求情 并没有任何作用 工人还是很快地 就被人给拖走了 接着 皇甫印的眼神 就落到了云霓裳的脸上 男人 见眉中 带着几分计较 对着云霓裳 大步走了过来 到了他跟前之后 他居高临下地 盯着他的脸 冷声问道 姑 又傻又瞎 这女人 真是向天借了胆子 竟然敢诋毁 当朝太子 这 云霓裳下意识地 咽了一下口水 这里又不是现代社会 可没有什么言论自由 承认自己骂太子 这不是找死吗 皇甫印又道 你将孤的爱宠 伤成这样 还要孤赔钱 他这么一问 云霓裳就来气了 太子就太子 了不起啊 他怒道 你的爱宠被伤成这样 是他自找的 你别以为自己是太子 就可以颠倒是非 我没砸死他 算你来得早 也算他运气好 正被抬走得烈耻一听 啊 他榔头被砸得很痛 这时候 更是忍不住抖了一下 人都是狗杖人士 其实狼有时候 也是杖人士的 这个女人看见主人 居然都还想砸死自己 看来自己以后 要夹着尾巴做狼 避开这个魔鬼 黄府印的眸中 略过一丝怒气 云霓裳想着 总归都是得罪了 自己有多凶悍 这个男人也见识了 眼看柔弱 也是装不成了 这个会纵容自己的宠物 出来咬人的太子 也完全不是自己的菜 所以不如直接撕逼 于是他道 大不了 我们去找陛下评理 我 华刚说到这儿 一道微言的声音 很快地传了过来 发生了什么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二十六集 人美心善的锦王殿下 云霓裳偏头一看 就看见身着明黄色锦袍的天玄帝 身后簇拥着宫人 大步走了过来 看见天玄帝身侧的那个男人 云霓裳微微一正 他觉得自己 似乎看见了风光际月 山水墨化 那男人每一步都似一颈 一袭血色锦袍 更衬得如猪如玉 一双温润的眼 擒着淡淡笑影 四三月里的春风拂面 扬起一池水波微样 当真如天玄帝所言 旁人在他身侧 只觉自惭行贿 容貌竟然比那位太子 都要更加出色 云霓裳不禁陷入怀疑 难道这位 就是他的便宜未婚夫 锦王慕容义 这时候 慕容义的眼神 也正看向他 不知道为啥 对上他带笑的毛子 云霓裳居然觉得 自己的心 跳漏了一拍 我操 谁被这种美男子看看 都会忍不住紧张吧 没事没事 这绝对不是心动的感觉 我很好 我挺得住 皇帝的眼神 也很快地看向地上那滩血 龙眉很快地皱了起来 开口道 这是怎么回事 云霓裳立即脸色苍白地跪下行李 小青和小蕊也立即跪下 皇甫印也弯腰行李 随后 云霓裳一副 似乎马上就要晕过去的样子 凄凉地道 陛下 是 是太子殿下的爱宠 突然冲出来攻击我们 我们为了自保 才砸伤了那匹狼 但是太子殿下 现在为了爱宠 要追究责任 臣女请陛下做主 皇甫印心说 那你为什么不说 你骂姑又傻又瞎 还要姑赔钱的事 天玄帝浓眉皱起 看着云霓裳问道 你是说烈尺 云霓裳点头 回陛下的话 是 天玄帝垂眸道 孩子 烈尺不是会凭白伤人的性子 这是怎么回事 皇甫印弯腰道 父皇 儿臣也觉得此事有蹊跷 正让手下的人审问 天玄帝点了点头 却又斥责太子道 不管是为何 你的狼 攻击相府二小姐在前 你不赔礼道歉就罢了 为何还要追究责任 皇甫印一怒 便要把云霓裳 推测他又瞎又傻 诋毁当朝太子 简直大逆不道的事情 讲出来 然而 云霓裳见着情况不妙 便率先开口道 陛下 既然臣女并未受伤 太子的狼 也的确是贱了血 太子也不过就是爱宠心切 还请陛下 不要斥责他了 天玄帝一听这话 立即看向皇甫印道 你看见没有 你的狼差点咬伤了人家 人家还为你求情 你身为一国储君 这点气度 还是要多学这些 父皇 但是他说 不管他说了什么 你都应该受着 即便是太子 你的狼险些咬人 是你的错 你也咬人 天玄帝认为 云霓裳不过就是一个小姑娘 被狼吓到了 受了点惊吓 说两句不好听的 应该也过分不到哪里去 他哪里知道 云霓裳说的 是一句堪称大逆不道的话 是 皇甫印觉得 自己吃了个哑巴亏 偏偏父皇这般说了 也没得辩驳 云霓裳方才 也没对父皇说谎 这让皇甫印觉得 一口气耿在猴头 上下不能 天头便扫向云霓裳 寒毛 似能将人冻成冰块 云霓裳看了他一眼 随后 脸色一白 似乎很害怕的样子 天玄帝见状 立即看向皇甫印 怒道 孩子 你用这种眼神 吓唬小姑娘干什么 看她的脸 都被一下白了 皇甫印一万个确定 这个该死的女人 脸色绝技不是被下白的 她当然还记得 她之前说的话 男人大多又瞎又傻 会怜惜柔弱的女人 所以她得学会 瑟瑟发抖 可是这话 她断然是不能说了 这要是说了 岂不是等于 对父皇表示 她暗中认为 自己的父皇 就是那种又瞎又傻 会上云霓裳当的男人 故而 才会被她 假装吓得 惨白的脸色蒙蔽 斥责自己 于是 她只好忍下这口气 父皇 儿臣知错 却是天玄帝身侧的慕容义 看着皇甫印和云霓裳之间 波涛暗涌 倒也明白 事情没这么简单 就在这时候 一阵响动传来 众人回头一看 便见不少女眷们 往这边走来 女眷们 见着天玄帝和太子之后 纷纷行礼 不少女眷们 在看见慕容义之后 眼神都一亮 神情十分的狂热 几乎都不能掩饰 他们内心的渴望 有人忍不住问了 这位 就是锦王殿下 慕容义并未答话 却是天玄帝笑着答了 不错 正是锦王 女眷们 立即弯腰行礼 见过锦王殿下 一个个看过慕容义的女子 切面色飞红 原本以为 太子已然是极致的俊美了 没想到 锦王殿下 竟然更胜一筹 果真不愧为 天下第一美男子呀 就是云锦绣 这时候 都忍不住度恨地 看了云霓长一眼 这个贱人 凭什么嫁给 如此风采无双的锦王殿下 不过 想起锦王 云锦绣的度恨心情 又瞬间好转了 慕容义见众人行礼 只是微微点头示意 示意他们起身 却是一名白衣女子 在看见云霓长 一点事情都没有 谋中略过一丝失望 就在这时候 太子宫中的人 飞奔来了 到了皇府 硬跟前之后 便跪下道 殿下 给烈尺看伤的大夫 说烈尺的身上 种了两种药 一种是吃完之后 能叫他 狂性大发的药 另外一种 是麻肺散 天玄帝醋梅道 所以这狂性大发的药 应当就是烈尺 攻击相府二小姐的原因了 工人跪着道 回陛下的话 大夫分析是如此 但是今早未使给烈尺的奴才 却是什么都不肯招供 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候 倒是皇府印 寒谋微眯 冷声问道 那麻肺散呢 烈尺就是因为 中了麻肺散 才不能继续攻击 不过回到殿中之后 麻肺散的药性 已经过了 已无大碍 皇府印回头 看向云泥场 冷声问道 所以 麻肺散是云二小姐 带进宫中了 原本她也有些奇怪 云尼长和她身后的丫鬟 都不会武功 岂会有本事 将烈尺伤成这样 现在看来 想必是用了麻肺散 随着皇府印这话一出 王氏立即就找到了 攻击云尼长的理由 她不等云尼长回话 便扬声质问道 尼长 好端端的 你带着麻肺散进宫干什么 你这是想害谁呀 王氏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神 都落到了云尼长的头上 是啊 一名名门贵女 进皇宫 却随身带着麻肺散 这是想做什么 此番被猎尺攻击 用上了麻肺散 纯属偶然 那被攻击之前呢 她原本的目的是什么 天玄帝审视的眼神 也落到了云尼长的头上 毕竟带着这种东西进宫 若说她想要谋害君王 都不是不可能的 看着天玄帝谋中的警惕 云尼长知道自己麻烦了 看来 想不出一个好的说辞 是很难脱身的 就在这时候 一直沉默着的慕容艺 忽然咳嗽了一声 白的几乎透明的手指 也捂住了唇盼 咳了几声之后 整个气色都弱了不少 看得边上不少人 都是一阵心惊 生怕这般美男子 嗑得一口气没上来 香消玉允 天玄帝这时候也到 此处风大 锦王身子弱 受不得这风 众人随朕 竟入殿中再论吧 是 慕容义却道 陛下 不急 本王是想解释 这麻沸散的事 今日本王 总感觉腿骨疼痛 数日前 本王让叶管家 去丞相府探望云二小姐的时候 带去了本王的一封信 也提过此事 恐是云二小姐上心了 便拿了麻沸散来 袁尼长一听这话 震惊了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封信啊 显然 这就是为了帮她 瞧瞧这慕容义 她身体这么差 还要在冷风中 扯谎搭救自己 这真是 人美心善 无误了 袁尼长赶紧配合道 的确如此 陛下 臣女翻看了医书 书上说这麻沸散 有止痛之效 又听说今日宫宴 锦王殿下也回来 故而臣女 就将麻沸散带上了 想要教育锦王殿下 小青和小蕊心说 小姐这是跟锦王殿下 在聚众睁着眼睛 说瞎话吗 有这回事吗 这封信 我们怎么就没见过 云锦绣这时候 却开口道 锦王殿下 叶管家来丞相府 探望的时候 我并没看见他 交给妹妹信件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正锦太郎 四喜 等 第二十七集 吊打白莲花 慕容义文言 又咳嗽了一声 似乎气血不济 看得众人一阵害怕 不认同的眼神 都看向云锦绣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质疑锦王殿下 才让锦王殿下 又咳嗽起来 难道他不知道 殿下身体不好吗 云锦绣 就又被众人 看恶人的眼神洗礼了 他真的迷茫了 这熟悉的眼神 跟之前在宫门口 和云霓裳 在马车前对战的时候 一模一样 云霓裳 看着慕容义 可成这样 也是一阵揪心 瞧瞧这么一个美男子 为了帮自己说话 被云锦绣逼成什么样了 他真是心疼 慕容义 止住了咳嗽之后 并不理会云锦绣 只是看向皇帝 温生解释道 陛下 本王虽然与相府二小姐 有婚约 但毕竟未婚 所以不敢让管家 公然传信 怕 怕有伤二小姐明解 故而吩咐了叶管家 趁着众人不注意 悄悄将信件 塞给二小姐丫鬟的 云霓裳立即回头 对着小青使眼色 小青 你收到信件的 对吧 小青愣了一下 小姐和锦王殿下 也就是他们未来的姑爷 把戏都演到这里了 肯定不能在自己手里掉链子呀 于是小青飞快地点头 配合着睁眼说瞎话 是的 就是如此 小姐看完信件之后 很为锦王殿下忧虑 担心得好几天睡不着呢 于是昨晚吩咐了小蕊 准备麻沸伞 云锦秀立即问 那信件呢 云霓裳懊悔得道 虽然那是锦王殿下 给我的第一封信件 可是我却担心 此信若是外传了 对我与锦王殿下的名声都不好 故而我看完之后 便将它烧了 早知道会面临此事 我当将这信件留下为证才是 慕容忧听到这里 却是看向云霓裳 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为了解释麻沸伞之事 本王还是将信件的事情讲出了 对二小姐名声不利 是本王的不是 说来 本王都不应该让管家送出那封信 给二小姐造成困扰了 他的话语中 对云霓裳有着深深的歉意 云霓裳觉得 慕容忧这个人简直了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搭救自己 但是由于这个办法 会对自己的名声 有一点不好的影响 他还为损了他的名声 充满歉意地对他道歉 这种善良的男人 简直只应天上友好吗 皇甫印这时候 却冷声道 即便如此 带着麻沸伞进宫 也是大过 慕容忧闻言 温声道 太子殿下所言甚是 话音刚落 慕容忧对着天玄帝 弯腰道 陛下 相府二小姐年纪尚小 不懂规矩 皆是因为臣 才会做出此事 这都是臣的过失 若是陛下要罚 臣愿意一例承担 我操 云霓厂简直快感动得要哭了 他跟慕容忧没有这么好的交情吧 之前听小青和小蕊的意思 他们两个是面都没见过的呀 这个人怎么这么好 天玄帝听到这里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疑虑 但想想 云霓厂那个胆小怕事 被太子一个眼神都能吓得脸色惨白的样子 便也觉得 这种胆小的姑娘 带着麻沸伞进宫 如果不是为了给慕容忧 还能是为了什么 再看看慕容忧这模样 身子插成这般 哪里惊得起惩罚 于是天玄帝看着慕容忧道 你身子不好 罚就免了 起来吧 云霓厂 念在你年纪上前 又有锦王为你求情 此事就罢了 日后若再需要药物 进宫之后 对阵禀报 找御医房拿便是 此等自行带药的冒失之举 且不可再犯了 慕容忧站起身 谢陛下 云霓厂也立即跪下道 臣女谢陛下龙安 臣女日后绝不会再犯 请陛下放心 起来吧 谢陛下 云霓厂被确定了无罪 皇甫印却是轻哼了一声 显然 没能收拾这个女人 将她方才被噎住的那口气出了 太子殿下并不怎么愉悦 云霓厂听着这一声轻哼 内心腹飞 这垃圾太子 什么气度啊 一点小事就缠着不放 现在还因为自己没被收拾 在旁边冷哼 这男人 简直跟王室和云锦秀没两样 王室和云锦秀 在边上蹦跌了半天 也没给云霓厂定罪 也是一样的可惜 随后 慕容义 贱眉微醋 却丝毫不损 他之俊眉 反而令众人的心神 被他眉梢牵动 他温声道 按理说花园中 应当会有工人巡逻 岂会让相府二小姐受到袭击 却许久无人救助 甚至需要使用麻费散自救 陛下 臣认为此事有蹊跷 陛下当 当将巡逻之人 也招来旁问 便于更早查出 是谁想害相府二小姐 元年常见他 几乎每说一句话 都要咳嗽几声 说得如此之艰辛 却还是要帮自己脱罪 还要帮自己找凶手 他真是感动得眼泪汪汪 天玄帝文言 也点头道 锦王说得对 来人 立刻命人 盘查巡逻之人 是 见慕容义给元年常求情 天玄帝就不处置他了 慕容义说查宫人 天玄帝就让人去查 众文臣武将都在心中默默地想 难怪都说 锦王殿下深得圣上看重 我们花钱找宫人买来的情报 承不齐我 陛下对锦王当真是言听计从啊 元丞相也默默看着 以后一定要对元年常更好 这样有助于让如此得陛下看重的锦王 婚后多帮帮自己这个岳父 这时候 天玄帝却看着慕容义笑了笑 没想到 素来金贵自吃 对旁人之事并不怎么上心的你 对云家二小姐的事情 却如此在意 还未成婚便已经有书信往来 此番更是极力帮助追查真凶 看来这桩婚事真是刺对了 慕容义还未答话 黄府印在边上听着 却觉得不可思议 他实在是想不出 慕容义到底为何帮云霓裳 慕容义看上这个女人什么了 看上她擅长装柔弱 假装脸色惨白 博取怜惜 难道慕容义才是真的又瞎又傻 天玄帝这话一出 慕容义温润地道 陛下取笑了 这下 云霓裳更是频频扭头 把慕容义和黄府印这两个人 进行各种的对比 只觉得 简直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回忆一下 自己之前还想过 看看太子是不是优秀 把太子抢回来 退掉锦王的婚事 他简直是属于脑子 没装内置系统 无法正常驱动 所以犯抽了 到是这时候 白衣飘飘的赵小姐 眸中掠过了肚恨的光芒 看了一眼地上的血迹 忽然开始捂着唇盼 哭了起来 这一哭 所有人的眼神都看了过去 就是天玄帝都问了一句 你是赵太傅的孙女 好端端的 你哭什么呀 赵小姐弯腰 开口道 回陛下的话 臣女的确是赵小雅 臣女哭 是因为心疼太子殿下的狼 陛下您看 这地上这么多血 一看就知道 这狼受了很重的伤 足见下手的人 是有多重啊 不管怎么样 那匹狼 也是一条生命啊 所以臣女 说着 赵小雅哭得更大声了 小青和小蕊 听了这话 就觉得 不是那么对味 怎么感觉 听着似乎对小姐不利啊 这赵小姐是在暗指 小姐心狠手辣 下手太重吗 看着赵小雅哭得伤心 不少人这时候 都忍不住纷纷赞叹 并劝慰道 赵小姐真是心地善良 哎呦 是啊 太善良了 赵小姐 别哭了啊 事已至此 再伤心也是无济于事啊 是啊 是啊 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心善 不忍心的 随着他们这么说着 不少人不赞同的眼神 放到了云泥肠的身上 仿佛因为自保 打伤了狼的云泥肠 其实是个心肠歹毒 对一条狼的生命 毫不在乎的冷血之辈 而相反的 这位赵小姐却是心地善良 一条跟自己没啥关系的狼受伤了 她竟然也要伤心成这般 云泥肠看了一眼赵小雅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明白自己遇见了绿茶婊的好朋友 白莲花了 云泥肠干脆地点点头 一脸欺然地道 是啊 其实赵小姐说得对 我下手真的是太狠了 虽然说我不打伤她 很可能会被她咬死 但是她到底也是一条生命啊 我怎么能这么伤害她 就算我今天真的要丢了这条命 我也不该做这么残忍的事啊 都是我的错 我太不应该了 说着 云泥肠开始抹起眼泪来 作为绿茶婊 对付丽善良人设的白莲花 当然要比她更善良 才能完胜 众人一听 顿时觉得 也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啊 是啊 云泥肠完全是为了保命啊 怎么这匹狼的性命就是命 云泥肠的性命就不是命了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看着赵小雅这句话说完 云泥肠这么伤心 这么自责 很快就有人第一个倒戈了 开始安慰云泥肠道 云小姐也不要这样想 你这都是为了自保啊 你也是被逼无奈 不然你这么善良 怎么会忍心伤害那匹狼呢 这话一出 云泥肠更加伤心了 都哭得要抽烟了 话虽是这么说 但是我打伤了烈尺 我还是非常难过 赵小姐也因为烈尺受伤 而这么伤心 都是我的错呀 赵小姐 要不然 你打我吧 你打我几巴掌 这样我们心里 都会好受一些 他都这么说了 赵小雅还能打他吗 又有一个称赞赵小雅善良的人 听了云泥肠自责的话 也扭头就倒戈 对着赵小雅道 赵小姐 你善良归善良 但是烈尺的性命是性命 云小姐的命 也是一条命呀 你莫非只为烈尺的伤势伤心 一点都不担心 云小姐的安危 话到这里 大家好像醒悟了什么 这么看起来 赵小姐是真的善良吗 于是又有人道 是啊 赵小姐你这么一哭 让云小姐也这样自责 难道云小姐保护自己 有错吗 赵小雅原本打算哭一哭 让大家 尤其是让锦王殿下觉得 云泥肠心思歹毒 并且觉得自己心地善良 结果 被云泥肠这么一哭 局面直接翻盘不算 自己反而被人指责了 赵小雅试图为自己解释 啜泣着道 我并非 我并非是不在意云小姐的安全 我只是看见太子的狼受伤了 一时间伤心罢了 我 是啊 我很理解 我 哭哭得整个人上气都不接下气了, 整个人抽噎着, 就要晕过去。 大家赶紧的, 云小姐, 别哭了, 别哭了。 有一名文官, 也忍不住道, 我们都知道, 你这都是情非得已, 听说你前几天才被你姐姐推下水, 本来身体就不好, 这时候还是不要激动啊。 这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忽然提到我身上? 这关老夫的嫡女什么事, 为什么我们丞相府忽然躺着中枪? 陛下听着这话, 会对老夫和老夫的嫡女都很不满的好吗? 我知道了, 你肯定也嫉妒老夫。 文官说完这话, 看着云丞相妇女的脸色一变, 他就后悔了, 云锦绣推云尼长下水这事儿, 最近虽然是闹得轰轰烈烈, 外头的流言传得满天都是, 但是自己当着云锦绣本人, 和云丞相的面, 说出来这话, 不是很合适吧? 只怪自己为了安慰云尼长没想太多。 天选弟看着云尼长, 这小姑娘都快哭得昏过去了。 想想最近听到的那些关于云锦绣的留言, 再看看今天, 云尼长先是险些被狼咬, 后头又被赵小雅哭哭啼啼的, 似乎在暗指他心狠手辣。 天选弟一时间, 竟对云尼长有了几分同情, 于是他看了赵小雅一眼, 开口道, 日后说话之前, 还是多想想再开口。 你看看云小姐, 被你一句话说的伤心成什么样子了? 难道相府二小姐的姓名, 未来锦王妃的姓名, 还比不上猎尺流点血? 你这般不变是非, 不分轻重, 日后怎么给公主赔毒? 天选弟都发话了, 赵小雅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辩驳, 她普通一声就跪下了。 陛下, 是臣女一时间糊涂了, 是臣女没想过来, 臣女知错。 若是寻常, 赵小雅眼泪一流, 善良一番, 总能给自己博得全场喝彩, 无数的好名声。 结果今天, 她第一次明白了, 什么叫偷鸡不成十把米。 再看皇甫印, 在边上斜着一双霸道的冷眼, 看着云霓场哭得伤心欲绝, 几乎就要晕过去的样子。 心里只觉得, 这云霓场做相辅的二小姐和未来的锦王妃都是屈才了, 她应该去搭个戏台子唱戏才是, 太能演了。 天璇帝看了一眼赵小雅, 不悦得道。 起来吧。 赵小雅一站起来, 就被云锦绣赏了一个大白眼, 不为别的, 就为这个女人在那边哭哭啼啼, 害得自己在旁边躺枪。 这不, 天璇帝又偏头看了自己一眼, 那眼神分明就是在考虑, 把自己这个推云霓场下水的人立为太子妃, 到底是不是真的合适。 这让云锦绣忍不住暗骂了赵小雅一句。 先生。 骂完之后, 看了一眼云霓场, 咬着牙继续暗骂。 都是贱人。 没一会儿, 又有一名宫人急匆匆地跑来了, 那是太子宫的人, 那宫人跪下就到。 殿下, 负责给猎尺喂食物的人, 受不住行, 咬破了含在嘴里的毒药包, 自禁了。 这下,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这宫人事先将毒药含在口中, 那定是早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事情也就肯定是那宫人干的了。 天玄帝看向皇府印, 道。 太子。 皇府印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不等天玄帝责问, 他便攻腰拱手, 低下头道。 父皇, 是儿臣管教宫人不力, 儿臣知错。 险些咬伤相府二小姐的, 是你的狼, 做这一切的, 是你宫中的宫人, 此事你必须彻查清楚, 给相府的二小姐一个交代。 不管这个事儿, 是不是跟太子有关, 但是狼和宫人都是太子宫中的, 于情于理, 太子都要负责。 皇府印冷声道, 是, 儿臣会尽快查清楚, 给丞相府和二小姐一个交代。 太子殿下的心情也非常不好, 这显然是有人想对云霓长下手, 却拿自己的爱宠做文章, 还导致东宫背了这么大一个黑锅, 此人他定要查出来。 这时候, 云霓长看了一眼赵小雅, 怯声声地道, 赵小姐, 东宫的那名宫人死了, 你这么善良, 这时候一定也很难过吧? 云霓长这么一问, 赵小雅脸色一僵, 刚刚才被陛下斥责了, 说他不分轻重, 不辩是非。 现在百人自尽了, 他能说自己难过吗? 他看着云霓长, 脸色难看地开口道, 自然是不难过的, 毕竟他是个歹人。 围观的群众听着这话, 倒是忽然回忆起来, 好像这么多年以来, 只要听说什么人死了, 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赵小姐总是要念一段往生咒, 超度别人。 今天被陛下教训了一回, 倒是知道人家是歹人, 不难过了。 看来赵小姐的善良是有选择性的, 并且需要看人脸色的呀。 一时间, 众人对赵小姐天下第一善良的认知, 这时候被纷纷动摇了。 看着大家的脸色, 赵小雅心中也是一阵暗恨, 没想到这个云尼长这么不好对付, 竟然还回敬自己一局。 倒是天选帝身侧的慕容义, 看着云尼长这样子, 温雅的薄唇勾起一抹淡淡的笑, 不易被察觉。 这时, 皇后宫中的宫人便到了此处, 这宫人尚起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只是上来跪下道。 陛下, 宫宴开始了, 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都已经在宴会大厅等着了, 太后和皇后吩咐了奴婢党, 出来通知众人。 先去宫宴吧, 此事容太子和大理寺满门场, 是。 一众人跟随着天选帝, 往后宫宫宴出去了。 太后和皇后心情都不是很好, 只觉得这一届的女眷很不懂事。 若说文臣武将去见陛下, 陛下没有道, 文臣武将也没有道, 那的确是很正常。 但是女眷们, 让她们出去转转, 看看宫中的景色, 她们倒好, 看到宫宴开始了都没回来, 倒是让她们两个, 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 在宫中坐着哭等。 她们都快感觉不到自己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了。 她们正不悦着, 抬眼之间, 却看见天选帝后头跟着所有人一起进来了。 皇后立即起身, 给皇帝行了礼, 众人也都对太后和皇后行了礼。 天选帝对太后行礼之后落座, 皇后有些诧异地看向天选帝, 问道, 诸位怎么都同陛下在一起? 天选帝扫了一眼自己身后的太监, 太监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太后和皇后。 一时间两个女人的脸色都颇有些难看。 太后看着云霓裳, 见着小姑娘的脸色惨白地厉害, 一看就是受了很严重的惊吓。 于是开口道, 云霓裳, 来, 你到哀家这里来。 云霓裳赶紧起身, 乖乖地走到太后的身边。 太后握着她的手道, 你这孩子, 小小年纪就丧母。 哀家最近还听说了一些流言分子, 飞语, 说你在相府过得也不甚如意。 今日在宫中又受到这等惊吓, 真是苦了你了。 好好的, 为什么又喊杀射赢我? 不提那些流言蜚语会死吗? 会吗? 倒是王室, 这时候实在是忍不住了。 要是当真被太后认定, 锦绣推了云霓裳下水, 这太子妃的位置, 还有什么着落? 想了想, 她干脆站出来行了个礼。 太后娘娘, 臣妇是相府的主母王室, 最近宫外的确是有不少流言蜚语, 但是臣妇保证, 这一切都是假的。 说不定, 说不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锦太郎, 四喜等。 第二十九集, 本王的王妃受了委屈。 王氏看了一眼云丞相, 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话, 云丞相听见了可能会不高兴, 但是为了云锦绣, 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继续道, 说不定是因为有人妒忌自己的姐姐能成为太子妃, 所以故意在外面编造流言, 然后再装可怜, 博取众人同情。 至于这个人是谁, 他自己心里明白。 他这话一出, 第一个脸色变了的人是云丞相, 对于云丞相来说, 两个女儿都是能带给自己荣耀的, 任何一个人出事, 对他都没有好处, 王氏不懂事的话, 让他的脸色非常阴沉, 他飞快地站出来, 开口道, 太后娘娘, 王氏的话都是妇孺之间, 裸说这外头的流言是有人传的, 这不是不可能, 但是霓裳一个未出阁的千金小姐, 哪来的这样的本事啊? 云丞相这话一出, 太后立即觉得颇有道理, 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怎么会有这等能耐? 王氏看着云丞相的脸色, 他当然知道, 云丞相是生气了, 但是他还是道, 相爷, 或许你就是被他欺骗了, 霓裳是您的女儿, 您作为父亲爱女心切, 对他的看法有所偏颇, 也是正常的。 小青和小蕊这个时候, 却是气得脸色微变。 有关于二小姐落水的流言, 原本就不是假的, 本来就是大小姐推的, 此事大小姐来挑衅的时候, 还亲口承认过。 而外头这些话, 也的确不是他们家小姐传的, 没想到夫人却往小姐的身上攀咬, 实在是过分, 可是偏偏他们二人只是奴婢, 这时候没有资格开口。 太后看了一眼小青和小蕊这样人, 气得微变的脸色, 心思微转, 又偏头看了一眼云霓裳, 开口道, 既然丞相和丞相夫人都说此事是谣言, 那哀家不如就问二小姐一句, 霓裳, 外头那些说你姐姐推你下水的流言, 是真的吗? 一直埋头不吭声的云霓裳, 听着太后的问题, 仿佛吓了一大跳。 云霓裳怯生生地抬起头, 自下看了一眼, 眼神在看向王室和云锦绣之后, 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一张小脸越发地惨白了, 惊慌失措地摇头道, 没有, 没有这种事, 姐姐从来没有退过我下水, 狄母这些年一直对我也很好, 这些都是流言, 太后, 您不要再问了。 说着, 云霓裳被太后握住的手, 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这模样, 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被云锦绣推下了水的, 但是苦于这么多年, 一直被王室和云锦绣母女压迫, 所以就算是被推下水, 也根本都不敢吱声的姿态。 众人立即同情地摇头, 不赞同的眼神都看向了王室和云锦绣。 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恶毒的母女, 推了人家下水, 现在还要反咬人家一口, 简直可恶。 王室和云锦绣的面色也全都变了, 两人都在心中咬牙切齿地暗骂, 这个贱人。 太后的脸色发青, 她觉得英明的自己是绝对不会相信, 饱受惊吓的云霓裳, 此刻说的这些言不由衷, 替云锦绣脱罪的话的。 她脸色阴沉地看了一眼王室, 开口道, 王室, 你说这些流言是霓裳传的, 那你可有什么证据? 这已然是问罪的口吻了。 英明的天玄帝, 看着云霓裳惨白的小脸, 也觉得自己作为一国之君, 应该主持公道。 在太后和朕的面前, 随意含沙射营, 指摘旁人, 若是没有证据, 可是要论罪的。 这…… 王室怎么会有证据? 她要是有证据, 早就让云丞相收拾云霓裳之贱人了, 岂会留到这时候, 等太后来问? 看她说不出话, 太后的脸色更难看了。 看来, 你是拿不出证据了。 你说云锦绣 把云霓裳推下水的流言, 是云霓裳传的, 可是云霓裳, 却连自己是被推下水的, 都不敢承认。 王室, 你却这样攀咬, 你是把哀家, 当成傻子吗? 王祖母, 其实孙儿觉得, 真正把您和父皇当成傻子的, 是云霓裳。 毕竟太子殿下, 已经知道云霓裳那个, 要用柔弱来博取怜惜的理论了。 王室吓得立即跪下了, 惊慌失措道, 太后, 臣妇不敢, 臣妇只是合理的推测, 根本没想过欺瞒太后和陛下。 可是现在, 拿不出证据, 自己怕是真的要被论罪。 倒是云锦绣见状, 这几天, 被云霓裳折腾得不怎么灵光的脑子, 总算是接上了一回弦。 她飞速地跪下道, 太后娘娘恕罪, 母亲她只是, 时时看见臣妇这些日子, 一直被流言所困, 一时间爱你心切, 所以才会没有证据, 就说出这些推断的话来。 还请太后娘娘, 体谅她为母之心, 原谅她一回。 云锦绣说着, 还哭了起来。 小青和小蕊都悄悄地翻了一个白眼, 咻, 惺惺作态, 倒是云霓裳, 扬了扬眉毛。 云锦绣这时候, 还有这种应变能力, 看来自己这个身体的原主人, 在云锦绣手上吃了那么多亏, 还真是不奇怪了。 皇太后也是做了母亲的人, 心里虽然很厌恶, 但是听了云锦绣的话, 还是觉得心软了几分, 正准备开口说算了。 既是如此, 这时候, 却是坐在下头的慕容义, 咳嗽了起来。 这一咳, 让不少人关切和担心的眼神, 都看了过去, 也打断了太后的话。 太后的眼神也看向慕容义, 见她咳个不停, 且面色越发难看了。 太后问道, 锦王, 你这样身体不好, 要不挨家让太医来给你看诊。 慕容义又咳了一会儿, 方才微微摇头, 虚弱地道, 太后, 不必了, 本王这是老毛病了, 只是见着本王的王妃险些受了委屈, 忽然又动了心气罢了。 众人一听, 这还得了啊, 锦王殿下, 一直都是朱玉做的人, 这么多年来, 都是翩翩君子的形象, 听说从未发过火, 今日, 却被此事弄得动了心气, 一时间, 本来都没觉得此事有什么大不了的人, 都开始莫名其妙地觉得, 云霓裳受了很大的委屈。 太后听了慕容义这一言, 原谅王氏的话, 顿时说不出口了。 她问道, 锦王, 您有何看法? 慕容义又咳嗽了几声, 方才把气给顺下来, 她温声道, 相府大小姐说, 是因为丞相夫人, 有着为人母的心情, 故而才随便攀养。 那这般看来, 如本王未来的王妃这般, 生母早逝的人, 就应该受这等委屈吗? 四下顿时鸦雀无声, 毕竟众人都从锦王的口吻里面, 听出了几分怒意。 可锦王的话也不无道理, 人家未来的锦王妃, 没有母亲就够可怜了, 还要被别人的母亲挤兑, 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话到这里, 慕容义看向太后, 温润的声音再次响起。 相府二小姐没有母亲保护, 本王作为未婚夫, 就只能代为庇护了, 还请陛下和太后, 严惩扰乱圣厅, 栽赃构陷之人。 慕容义说着就要站起来, 弯腰拱手, 表示自己的维护之心。 但是奈何身体太差, 猛地站起来险些跌倒, 却因为容貌风采无双, 这险些跌倒的姿态都风度翩翩。 天玄帝立即道, 锦王, 你坐着说便是, 你身体不好, 不宜起身。 慕容义便也重新做好。 谢圣上体谅。 倒是云霓裳, 看着慕容义的样子, 胆战心惊, 生怕他站不稳摔了。 他看着他身体弱成这样, 甚至还有一点心疼, 心里也是纳闷。 为啥呀? 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帮他? 比他更觉得费解的是皇甫印。 他确定, 慕容义一定能看出来。 云霓裳看了王氏母女一眼之后, 吓得发抖的姿态是装的。 但是慕容义为何还要如此? 天玄帝这时候也开口道。 景王的话说得对。 王氏为人母的心情, 固然值得同情, 但是构陷旁人也不对。 再说了, 王氏身为敌母, 数出的子女, 他也应当当成自己的子女看待。 如此作为, 也实在不是大家祖母的风范。 作为帝王, 最忌讳的就是后宫勾心斗角, 以及皇后作为嫡妻, 会谋害皇寺。 所以皇帝这会儿, 对王氏为了保护嫡女, 就陷害庶女的行为, 十分反感。 太后也点了点头, 开口道。 皇帝和锦王说得很有道理, 王氏到底是丞相夫人, 多少也要给丞相颜面。 哀家便不下令仗责了。 作为大家祖母, 却说出这等话来, 着实令哀家失望。 她本是一品告命夫人, 不如降为平民。 皇帝, 你说呢? 王氏脸色一变, 凄凉得道。 太后! 告命夫人, 可是正经拿朝廷俸禄有爵位的, 跟丞相夫人这种名头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要是真的降为平民, 那她在一众命妇里面, 就没有地位可言了。 这一声叫完, 她扭头看了一眼云丞相, 希望云丞相为自己求情。 云丞相虽然对王室站出来, 污蔑云霓裳的行为很不满, 但到底王室受损, 丞相府的颜面也受损。 于是她道, 陛下, 妇人愚钝, 还请陛下, 从轻处罚。 天玄帝看了一眼锦王, 见慕容义并无退让的意思,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爱相, 最终道, 既然这样, 就将王室降为三品书人, 现在就拟止, 此事不得在意。 下头的众人顿时寒蝉若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三十集, 大家诚恳一点, 不好吗? 虽然不是将为平民, 但是从一品到三品, 那简直也是要命地跌落了。 有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看来陛下对锦王实在是宠爱有加, 锦王要给相府二小姐出头, 就是丞相夫人也要被处置。 是啊, 以后断然不能得罪锦王殿下。 倒是一众小姐们, 看着这般风仪无双的锦王, 这样维护云霓裳, 心里又是羡慕, 又是妒忌, 眼神一再看向云霓裳, 暗恨自己没有这样的运气, 被赐婚给锦王殿下。 云霓裳就这么接收了很多奇刷刷的眼刀, 太监立刻拟职, 云丞相和王室也只得领指道, 谢陛下。 他这一起身, 就意识到了云丞相看向自己杀人般的眼神, 这分明就是彻底惹怒了夫君, 再想想自己好好的一品夫人变成三品书人, 这真是标准地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令他忍不住狠狠瞪了一眼云霓裳。 云锦绣却是在心中暗恨慕容义, 原本他一哭, 太后都打算松口了, 可是锦王却忽然开口改变了局面。 云霓裳那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值得维护的? 可恶! 弄出了这么一出闹剧, 好好的宴会, 气氛也变得有些古怪, 皇后有些不悦地道, 好了, 诸位都坐下, 欣赏歌舞吧, 谢谢! 随着众人的话音落下, 歌舞鸡们再歌再舞地进来了, 身段柔美的美人们, 跳着标准的古典舞, 曲子也是小桥流水的曲调, 众人的心情都得到了很好的缓解, 于是气氛活络了起来, 大家就纷纷开启了彩虹屁模式, 马屁具体表现在, 比如, 陛下真的是治国有方, 西边发了非常严重的洪灾, 都很快地震灾成功了, 再比如, 皇后娘娘今日看起来真是风采照人, 如灿烂夺目之凤, 照耀了众人的眼。 还比如, 太后娘娘身体康健, 简直是设计之福, 夸完了三个主要的领导, 又开始夸太子殿下, 才智无双, 完事又开始夸诸位皇子, 最后文臣武将和女眷们, 再互相恭维夸赞一番, 完成了一波商业互吹。 一时间, 马屁与口水齐飞, 众人夸到兴奋处, 还要端起酒杯, 敬一敬那些措辞措得特别好的, 特别棒的, 把他们夸得特别高兴的同僚。 云尼长却是完全没心思在意这些。 歌舞开始, 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之后, 眼神一直就往慕容义的身上看, 她总觉得这个世上, 应该没有无缘无故的事。 慕容义忽然这样维护她, 帮她, 到底是为啥? 她看了好一会儿, 这时候, 慕容义忽然偏过头, 也看向她, 两个人的眼神正好对上。 云尼长对上她那双温柔如玉的毛子,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觉得像被人点了穴一样, 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并且感觉自己的脸开始有些发烫。 什么节奏, 这是什么节奏? 我擦, 云尼长, 你被美男子一扫, 就成这样了? 你现在很危险啊, 少女。 就在她想着自己是应该闭上眼, 还是闭开眼, 闭开这尴尬对视的当口。 呼的, 云锦绣头上的发簪掉落在地, 发出了一声脆响。 场面一时间安静下来, 云尼长的眼神看过去, 发现那簪子十分滑贵, 特别雍容的那种。 用她的脚趾头想了一下, 她都知道, 云锦绣这是想干嘛了。 云尼长的眼神关切地看向她。 少女啊, 你们都吃了这么多死亏了, 难道不能消停一会儿吗? 一会儿摔得更惨怎么办? 然而, 云锦绣并不能理会, 云尼长眼神中的慈爱与关心。 不仅如此, 她还把这种充满了善意的眼神, 理解成了, 云尼长看见这簪子就慌了, 于是眸中浮现出得意来, 故作慌乱地起身, 把金簪捡起来, 检查簪子摔坏了没有, 并且飞快地道。 应该没摔坏吧, 我还打算公宴结束之后, 把这个簪子送给妹妹的, 妹妹很是喜欢这个簪子, 众人都是一愣, 不是说云锦绣一直不容这个妹妹, 甚至还要推她下水吗? 怎么现在还要送妹妹簪子? 难道外头那些留言真的都是假的? 云丞相顿时对云锦绣的表现一阵满意, 很好, 不愧是自己的嫡女, 知道想办法为自己挽回生育, 继承了自己这个丞相父亲优秀的处事能力。 然而, 云丞相满意的感觉没有维持多久, 清禾就开了口, 大小姐, 二小姐要偷您的簪子, 您还要送给她, 这岂不是助长了歪风邪气? 云丞相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眼神顿时看向那个不懂事的奴才, 只想回去, 不, 现在就把她吊起来剥皮。 众人都是一愣, 各种唏嘘, 还有这档子事, 云家二小姐居然会偷盗大小姐的金簪。 赵小雅第一时间就转头看向慕容益, 想知道自己心爱的男人, 知道云丞相品行不端之后的反应, 却只见那风仪无双的男人蹲坐在那里, 温润的眼神放在场中, 对此似乎并无什么感觉。 这让赵小雅攥紧了拳头, 她偏头便看向云锦绣, 问道, 云小姐, 当真如此吗? 云锦绣似乎愣了一下, 表情有几分局促, 做出一副家丑不外扬, 我实在是难以启齿的样子。 织乌地道, 没, 从无此事, 诸位不要误会, 我妹妹她不是这种人。 说到这里, 她扭头看向清禾, 杨怒道, 谁让你在外头胡说八道的? 你在乱说话, 我撕烂了你的嘴。 清禾故作委屈, 扑通一声跪下, 开口道, 大小姐, 奴婢, 奴婢失言, 还请大小姐恕罪。 黄甫印看着这一幕, 有些嘲讽的勾纯, 她发现, 她们天玄皇朝的女子, 大概最近都有演戏的爱好, 从云霓场到赵小雅, 再到云锦绣, 一个演技比一个拙劣, 现在这么对比一下, 她倒是觉得, 之前在御花园里头, 云霓场让她赔钱的嚣张模样, 回忆起来还顺眼一点。 太后见状, 眉梢微皱, 云丞相赶紧起身, 对着云锦绣呵斥道, 一个簪子都带不稳当, 还不赶紧做好? 大家闺秀, 怎么能如此没有仪态? 云丞相只希望, 能把这件事情打马虎眼过去。 然而赵小雅这时候, 却是轻蔑地开口道, 夫子说, 为人处事都应该坦荡, 且莫做鸡鸣狗盗之事。 云家二小姐若是真有此为, 臣女认为, 她这般品行不端, 恐怕不配嫁给锦王殿下为妃。 她这话一出, 云丞相那女汉子本性, 一下没忍住, 直接就怼了她一句。 这世上就是有一种人, 关她的事, 不关她的事, 都要跳出来多嘴多舌, 宛如春日里多嘴的八个。 那请问, 我不配嫁给锦王, 谁配呢? 你们。 这一句话说出, 慕容义偏头看了她一眼, 温润的眼眸中倒有了几分笑意。 黄府印也挣了一下, 扭头看向云霓长, 寒眸中满是兴慰。 怎么, 这女人, 柔弱装不住了? 云霓长一句话蹦出来, 她本人脸色一僵, 也后悔了, 在内心暗骂自己。 不是说了做一个优秀的绿茶婊吗? 哪有绿茶婊直接怼人的? 她怎么就被赵小雅一句 你不配嫁给慕容义的话 给激怒了呢? 等等, 她在生气啥? 赵小雅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云霓长这分明就是在骂她, 多管闲事还长蛇。 更别说, 还有那句, 我不配嫁给锦王, 谁配呢? 你吗? 赵小雅的确是想说, 是啊, 就是我。 可是这话能说吗? 她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说这种话是不要脸的。 她知悟了半天, 我, 我, 我从未这么说过, 也没觉得自己配嫁给锦王殿下, 我, 云儿小姐, 我只是救世论事, 你不要胡乱推测。 太后和天选帝也古怪地看了云霓长一眼, 毕竟小姑娘之前柔柔弱弱的, 忽然一下子就炸了, 跟之前的人设不符呀, 难道之前是装的? 云霓长看着众人古怪的眼神, 也知道情况坏了, 赶紧给自己圆场。 她做出一副被赵小雅气坏了的样子, 把自己的大腿悄悄一掐, 疼得眼泪直冒, 瞪着赵小雅气呼呼地道, 锦王殿下这般维护我, 赵小姐却说这话, 要坏我的婚事, 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云霓长是疼哭的, 这场圆的, 大腿又疼炸了, 这都是冲动怼人的代价。 作为一个绿茶婊, 她以后绝对不能再随便露馅, 哭瞎。 天选帝和太后顿悟了, 哦,原来是这样, 小姑娘活了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受苦, 很不容易, 终于有了未婚夫, 未婚夫还这么维护她, 害怕失去之下, 一时间愤怒了, 有些失控也是正常的。 于是太后开口道, 云霓长, 你跟锦王的婚事, 是皇帝赐婚, 并非是其他人, 随便说几句就能动摇的。 你不要害怕。 云霓长为了配合演完, 当然立即感动得到, 谢太后。 慕容义低下头, 端起茶杯喝茶, 掩住了眸中的笑痕, 她方才动的是右手, 这般看来, 她的大腿怕是已经瘀青了。 皇甫印看见了云霓长动手, 她自然也看得出来, 她是怎么哭出来的。 太子殿下嘴角直抽, 这女人, 非得掐自己一把, 装可怜装哭装柔弱, 才能说话。 大家诚恳一点, 不好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正经太郎, 四喜等。 第三十一集, 本王不觉得吃亏。 然而, 皇甫印把眼神收回, 看了一眼, 场上其他蹦出来, 为难云霓长的女人之后。 好吧, 恐怕诚恳一点是不能的, 毕竟这是一个, 大众都戴着面具做人的事件, 过于诚恳, 恐怕会比较吃亏, 并且显得不怎么合群了。 赵小雅被云霓长怼得说不出话了, 然而, 场上的其他女眷们, 却是在议论纷纷, 说是低声说话, 其实她们谈论的声音, 在场没有人听不见。 真是没想到, 竟然是个偷鸡摸狗的鼠辈。 又有女眷, 痴迷地看了一眼慕容义, 旋即又看了一眼云霓长。 要是让这样的人做锦王妃, 锦王府世代的名声, 怕是全完了。 事情不是还没弄清楚吗, 谁知道那个丫头说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种丑闻, 区区一个丫鬟, 怎么敢在大殿上胡言, 这事儿啊, 跑不了。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看云府那二小姐, 容貌当称得上是绝色, 一眼看去更是楚楚可怜, 我们谁能想到, 她会偷窃嫡姐的东西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咬人的狗不叫。 众人都还没理清前因后果, 就已经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把云霓长骂了个狗血淋头, 仿佛这时候辱骂一下云霓长 这个品行不端的人, 就能反衬他们在场的每一位, 品德都十分高尚, 为人都令人钦佩, 处事都大意凛然一样。 云锦秀的嘴角微微扬起, 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他就是要让云霓长这个贱人的名声, 臭不可闻。 陛下和太后, 这时候也一定会思考, 是不是应该取消赐婚了? 大家议论得越来越大声, 天玄帝也不好装作什么都没听到, 否则这样是传出去, 就成了锦王府世代魏国, 慕容义的爷爷和父亲都为国战死, 而自己这个君王却不善待慕容义, 许配了一个偷窃他人财物的女子给锦王府。 于是他便看向云丞相, 开口问道, 云丞相这时候可管不得什么欺君不欺君, 家里有庶女偷窃, 这个事绝对不能认, 认下了, 他们整个丞相府的家风可全完了。 不过呢, 所谓偷窃的事, 云丞相也记得, 当初他还下令仗责了云霓长, 也是有点麻烦, 可是做了这么多年丞相, 他当然是一只老狐狸, 于是便开口道, 啊, 是府里头的下人挑拨声势, 老夫一开始也误会了, 还下令仗责了霓长, 不过后来真相大白并无此事, 那时候老夫才知道是误会了霓长, 说起来此事, 老夫依旧还是觉得很对不起他呀。 啊, 众人一愣, 原来是这样, 不过在座的文臣武将都不少, 谁不知道丞相是个老狐狸, 丞相的话能随便相信吗? 所以一众人都是将信将疑的神态。 太后这时候, 却是看了一眼刚刚才成为三品书人的相府夫人王室, 开口问道, 王室, 此事你说呢? 王室看了一眼云丞相, 故意道, 相爷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哟, 下头的人又一阵唏嘘, 那这么看起来是真的有故事啊。 云霓裳怕是当真脱了东西了。 云丞相扭头就瞪了王室一眼, 真的, 他现在就想给自己换一个十大体的夫人, 现在就想, 不知道我朝律法, 支不支持把王室这个令人失望的原配, 发卖出去做奴婢。 他恨, 太后也收敛了神色, 若有所思的道。 那么, 这么说来, 这件事就另有隐情了? 这时候, 倒是皇府印想起来, 之前在御花园, 云霓裳让他吃的那个暗盔, 以及他胸前这口上下不能的气, 扬了扬见眉, 冷声道。 皇祖母, 此事不如彻查一番, 否则天下人知道了, 还以为是皇家亏待金王府。 云霓裳杀人般的眼神, 立刻看向皇府印,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讨厌, 又这么小肚鸡肠呢? 要是真的彻查, 要是真的彻查, 定然很快就能查出来, 他这个身体的前身, 的确是因为偷东西被杖责了, 而且至今还没有在丞相府公然翻案。 那么, 云丞相之前说的, 后来知道了此事是误会, 就不存在了, 他和七军的云丞相都要倒霉。 憋了一会儿没说话的赵小雅, 此时又忍不住了, 抹了一把矫情的眼泪, 开口道。 老王爷, 当年为了天玄皇朝, 戴伤征战, 杀死了叛军之手, 却也因为在战场上中毒, 回来之后无药可救, 撒少人寰。 这一段往事的回顾, 让在场众人无不动容。 是啊, 当初慕容义之父慕容苍, 的确是天玄的大英雄, 让一众文臣觉得, 他最英雄的地方是, 慕容苍一次一次打完了胜仗, 眼看整个皇朝, 没有一个人的功绩, 能与他比肩的时候, 就去世了。 标准的事了服依去, 深藏公与名。 于是, 这个朝廷上, 也没有一个大英雄, 与他们这些文臣, 争夺高位和陛下的宠幸了。 而武将们, 却有不少是想起慕容苍, 当真落下泪来。 赵小雅看了一眼慕容义, 又戚戚爱爱地抹泪道, 锦王殿下, 风采卓越, 气度无双, 三年前, 也为天玄皇朝, 打过几场胜仗。 云尼长点头, 嗯, 他看出来了, 也知道赵小雅为啥要跟自己做对了, 应该是很喜欢他这个便宜夫君, 黑自己的时候, 都不忘记强调一下, 慕容义是风采卓越, 气度无双的。 听到这里, 云尼长斜着眼睛, 看着赵小雅, 知道这个女人的前情, 山情铺垫已经做完了, 要说出重点了。 果真, 赵小雅迎迎下拜道, 陛下, 臣女认为太子殿下说得对, 此事应该彻查, 丞相府隐瞒二小姐品行不端, 并在陛下将她资婚给锦王殿下时, 也不做提醒, 这必须要给陛下, 给锦王殿下一个交代才是。 他俨然就是一副 要给天玄帝, 给慕容义讨公道的样子。 一众曾经对慕容仓忠心耿耿, 如今对慕容义也十分钦佩的武将们, 也都因为赵小雅的话而深深动容, 对视一眼, 打算站出来一起为慕容义请命, 请陛下给锦王殿下一个公道, 取消这桩婚事。 就在众人义愤填膺的当口, 赵小雅还扭头看向云霓裳, 怒斥道, 云小姐, 你一直沉默不语, 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觉得, 你需要解释几句, 说明情况, 还锦王殿下一个公道吗? 云霓裳似乎被她吓了一跳, 眨眨眼, 一脸乖巧又可怜的道, 陛下和太后, 还有皇后娘娘, 还都没有让臣女解释, 臣女不敢随便开口。 所以这话的意思是, 云霓常懂规矩, 所以陛下, 太后, 皇后不发话, 她就不敢吱声, 而反观赵小雅, 却是一点规矩都没有, 发表了这么多长篇大论。 天选帝和太后、皇后, 一听云霓常这话, 只觉得这小姑娘推懂事, 她们没批准说话, 就不说, 多么尊重她们几个 国家最高领导人呢。 对比了一下, 都把不赞同的眼神 放到了赵小雅的身上。 太后更是直言道, 都说赵太傅的孙女心地善良, 贤良淑德, 一向恪守规矩和礼教, 陛下和皇后 还让你做公主的伴读, 怎么哀家此刻看来, 却并不觉得如此呢? 你说了这许多话, 可是哀家和皇帝 让你开口了吗? 太后…… 赵小雅一脸地惊慌失措, 知道太后说这话, 是不喜欢自己的表现了, 她赶紧跪下, 窃窃地道, 太后, 臣女知错, 臣女只是想为锦王府 讨个公道, 所以没能顾忌罢了, 毕竟, 难道就让锦王殿下 是如此大亏吗? 赵小雅的话说完, 店中传来悠悠地一声叹, 虽是叹息, 却也在温润中, 能令人感到春风拂面, 接着, 慕容义温雅地道, 赵小姐多虑了, 本王并不觉得吃亏, 所以现在这成什么了, 局面完全形成了, 不啊, 这不行啊, 这对锦王殿下不公平, 我一定要给他讨一个公道, 不能让锦王吃亏啊, 这样才对得起锦王府, 世代为我们天玄皇朝的付出啊, 不, 我没觉得吃亏, 赵小雅也一时间尴尬地接不上话, 因为他似乎用自己的行动, 完美地向大家诠释了, 什么叫做皇帝不及太监及, 多管闲事, 没事找事, 这三个让世人耳熟能详的词汇, 云尼长立即看向慕容义, 心里对这个男人的好感再一次攀升, 他现在觉得, 人美心善都不足够形容慕容义的好了, 全天下的义美之词都放在他身上, 简直都不够用, 尤其是在对比了皇府印, 这个出言建议彻查此事的垃圾之后, 于是, 他十分和善地看了一眼慕容义之后, 还狠狠地挖了皇府印一眼, 皇府印觉得, 这个女人有点不知死活, 完全不把自己这个太子当储君看, 他没想过, 父皇百年之后, 这个天玄皇朝就是自己说了算, 想摘掉他的脑袋, 就跟切白菜一样简单, 事情发展得这么尴尬, 原本打算站起来, 跟赵小雅一起为慕容义讨公道的武将们, 也都不动了, 锦王殿下说了不吃亏, 他们一群大老爷们儿还在这蹦的啥, 于是都不吭声了, 留下赵小雅孤独地尴尬在大殿中央, 显得十分地突出, 有一种格外的尴尬, 叫做尴尬的一枝独秀, 天玄帝看了一眼赵小雅, 心里虽然对他随便说话, 完全不像云尼长这样懂规矩, 颇为厌恶, 但是到底要给在家养兵的赵太傅几分面子, 于是开口道, 好了, 起来吧, 你也是一片好心, 以后多注意规矩, 谢陛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三十二集, 我还能继承, 锦王府的很多遗产, 赵小雅想哭,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说了这么多, 云尼长还是一点事都没有, 反而是自己, 一再引发陛下和太后不满, 难道, 自己为了对付云尼长, 这样的发愤图强, 抒情抨击, 没有一点用处吗? 上天, 到底还是怜悯他几分, 因为, 饥饿如愁的皇后, 这时候促眉道, 虽然锦王不需要公道, 但是这个公道, 皇家却是不能不给, 此事还是应该弄清楚才是, 太后也脸了神色, 开口道, 皇后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毕竟是陛下赐婚, 此事马虎大意不得, 接着, 太后一扭头, 看向云尼长, 霓装, 你不要怕, 你告诉哀家, 簪子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是查案, 结果太后的语气, 却十分温柔, 根本就不像是在质问犯人, 反而像是, 怕吓到胆小的姑娘, 皇府印在心中冷吃, 只觉得皇祖母, 实在是太多虑了, 云尼长这种连自己这个太子都敢随便用眼神挖的人, 会知道什么叫害怕, 云尼长文言十分委屈地道, 太后, 此事, 此事姐姐说是如何, 那就是如何吧, 你这话怎么好像是有点问题, 说的好像是我要冤枉你一样, 虽然我的确就是在冤枉你, 呸, 我在乱想什么, 现在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怎么让太后觉得, 我并没有冤枉云尼长, 众人一听这话, 又看着云尼长委屈的样子, 只觉得这是有貌腻呀, 不由得起刷刷地看向云锦秀, 太后不悦地眸光, 直接就看向云锦秀, 问道, 云锦秀, 你说呢, 你若是说不清楚, 或是敢欺瞒哀家, 哀家就要拿你问罪了, 不是, 太后, 您不能这样区别对待啊, 刚刚对云尼长说话的时候, 还让她不要害怕, 怎么现在跟我说话, 就突然变了呢, 云锦秀缓过劲, 一副支支吾吾的样子, 随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做出了一副 我虽然不想说, 但是太后您问了, 我不敢不说的姿态, 开口道, 臣女, 臣女不敢欺瞒太后, 妹妹她, 确实, 确实是盗取过臣女的簪子, 这话语出, 满庭哗然, 一众人同情中, 戴着一言难尽的眼神, 纷纷看向云丞相, 和锦王殿下, 很想知道, 丢尽了颜面的丞相, 和即将迎娶这么一个女人的锦王殿下, 心里阴影的面积是多少, 云丞相的脸色, 果真很快就沉了下来, 太后也没想到, 真的就是这么一个答案, 她回头, 看了一眼云霓裳, 出言询问, 霓裳, 云霓裳,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霓裳立即走到大殿中央跪下, 刚才掐了自己一把的鱼痛, 还没有过去, 所以支持着不用再掐, 就能继续啜起。 太后请看, 臣女头上的簪子。 说着, 云霓裳就把早上小蕊递给自己的发簪取下, 小青和小蕊顿时肃目, 他们俩一直就在纳闷, 小姐要这个簪子是为什么? 现在就可以揭开谜题了吗? 众人的眼神都定睛看去, 这个簪子十分朴素, 是个白玉簪, 大概也不值多少钱的那种。 王氏脸色一变, 心中思索, 莫非这个小贱人, 要说自己这个嫡母苛待她, 她没钱买上好的簪子, 被逼无奈才会偷窃? 可是这么说的话, 云霓裳这偷窃的名声, 也还是悲下了呀。 太后让自己身侧的宫壁, 把簪子取来, 看了一眼, 随后看向云霓裳。 这个簪子如何? 云霓裳道, 五日之前, 锦王殿下遣任, 送给了臣女一万两黄金。 此话一出, 满朝再次哗然, 不少人都纷纷偏头, 看向慕容义。 有人因为回头的幅度太大, 脖子都差点扭断了, 这未免也太大方了吧。 慕容义本人, 却是不动声色。 云霓裳又哭着道, 臣女有了这么一大笔钱, 也只是让士币 去买了这个簪子。 皆因为, 臣女一直都喜欢 这般朴素的风格。 可姐姐那个簪子 太过华丽, 臣女素来无法欣赏。 可那日, 不知怎么的, 姐姐的簪子 就出现在臣女床头。 姐姐身侧的那个丫头, 原是臣女的士币。 也当场投靠姐姐, 说簪子是臣女道具。 臣女, 臣女。 云霓裳说到这里, 似乎难受得说不下去了。 但是在场的众位, 一下子就明白了。 你看呢, 这偷东西, 不都是因为别人有的, 自己喜欢却没有才偷吗? 现在锦王殿下 给了云霓裳这么多钱, 买什么簪子买不着。 但是这种时候, 她却没买云锦绣 刚刚掉在地上的那种 华丽风格的簪子, 却是买了如此简朴的。 足见云霓裳 的确就是不喜欢那种风格啊。 试问, 在座的各位, 你们谁会想偷个 自己根本就不喜欢的簪子呢? 现在又说丫头 临阵倒戈, 怎么听怎么就是 卖主求荣的丫鬟, 为了投靠新主子, 陷害旧主子呀。 太后听了, 偏头看向云锦绣, 见着云锦绣手里的簪子, 与云霓裳喜欢的风格 实在是大相径庭, 一时间也簇眉, 认定了什么。 原来是这么回事。 云丞相也立即开口道, 陛下, 太后, 这都是因为我们府中的士币 挑拨声势所致, 的确与霓裳无关啊。 太后沉思了片刻, 扫向那士币, 冷声道, 所以, 就是你卖主求荣, 无事生非了, 这般奴才, 就应该拖下去, 打杀了才是。 清禾一时间就下白了脸, 他立即跪下道, 不是, 不是, 没有, 不是奴婢, 大小姐, 您快救救奴婢呀。 云锦绣也没想到, 事情会是这么个进展, 他开口道, 太后, 这都是二妹的片面之词。 虽是一面之词, 但是合情合理, 难道云锦绣你, 会盗窃自己不喜欢的发簪? 这…… 云锦绣自是不好答, 看着众人怀疑的眼神, 都放在自己身上, 似乎都认定了, 自己跟下人合谋陷害。 他当机立断, 回头就扇了清禾一个耳光。 你这贱婢, 定然是你想要投靠我, 故意嫌害而美的, 是不是? 可恨我竟被你蒙蔽了这么多年。 清禾被打蒙了。 大小姐, 这…… 其实你让我…… 他正要说出, 一切都是云锦绣之事。 云锦绣立即道, 太后, 这个奴婢说出来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 只会怕有主子, 还请太后立即处置了她。 太后沉默了片刻, 心里对云锦绣十分怀疑, 但是碍于丞相的面子, 总不能降了丞相夫人王室的品级, 又处置了丞相的嫡女。 于是便直接道, 哀家生平最憎恶的, 就是卖主求荣的东西。 将这个无是生非的丫头, 拉出去杖毙。 是。 清禾马上就被拖出去了, 她大声喊着, 太后饶命啊, 太后, 这都是大小姐指使我做的, 太后。 没人饶她的命, 众人也只是埋头喝茶。 大家其实都觉得, 这是云锦绣指使的了。 可惜云锦绣有个丞相父亲, 清禾没有。 所以啊, 这个人呢, 是不是官二代很重要? 云锦绣看着众人, 都认定了是自己背后指使的眼神, 狠狠地攥紧了手心。 云霓裳这个贱人, 真是没想到, 她竟然早有准备, 弄了个破簪子来翻盘。 太后似乎也有些厌烦了, 她起身道, 实在扫兴, 哀家先回去休息片刻, 宫中有望月楼和小风台, 诸位先去观赏一番, 夜宴时分, 哀家再来。 是。 太后有令, 众人自然各自离开, 只是大家离开之前, 都用鄙夷的眼神, 撇了撇云锦绣, 还用诡异的眼神, 看了看赵小雅, 气得二人脸色发绿。 御花园中, 众人领散地往望月楼和小风台走, 云霓裳人缘不好, 依旧是吊队的那一波, 于是空旷的大道上, 就只有他和小青, 小蕊三人。 小蕊崇拜得道, 小姐, 没想到您要那个簪子, 是为了这个时候用。 从前大小姐, 最爱当众诋毁您盗窃簪子了, 今日之后, 她再也说不成了, 这也是太后亲自为您发案了。 青和那个卖主求荣的东西, 总算被处置了, 真是解气。 不过小姐, 您不是说您打算看看太子优不优秀, 想想要不要抢回来吗? 您现在的看法如何呀? 好死不死的, 小青这话一出, 送天玄帝回了御书房的皇甫印和慕容义, 以及几名刚刚一起讨论了军务的武将, 正走到他们身后不远, 把小青最后那句, 要不要把太子抢回来, 拼了一个拳。 黄甫印含谋威眉, 示意众人噤声, 这女人还想过把自己抢回来, 不过, 抢回来又是什么意思? 她眉梢痒了痒, 等着云霓长回话。 云霓长问道,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你之前总是说, 云锦绣抢了我的婚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小姐, 那日您在宫中捡了太子的玉佩, 大小姐说替您去还, 太后以为玉佩是大小姐捡到的, 便认为大小姐与太子有缘, 大小姐竟然也不做解释, 于是就赐婚了。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你理解错了, 云锦绣是嫡女, 嫁给太子门当户队, 我一个庶女, 就算说玉佩是我捡的, 也够不上资格, 所以说, 是我捡的也没意义, 也不算抢婚吧。 黄府印眉梢一扬, 倒是没想到, 这个女人还有这般见识, 倒是慕容义没什么反应, 似在意料之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三十三集, 气晕了, 锦王殿下。 云尼长又道, 不过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我一个庶女, 应该没资格嫁给锦王, 为什么会被止婚给锦王做正气呢? 就因为她被止婚给锦王, 她才以为, 这个时代敌数之分不大, 有抢回太子的可能, 但是现在看来, 参加公宴的各家小姐们, 大部分庶女, 连参会的资格都没有。 小蕊的声音变小了, 因为锦王殿下身体不好, 有淤淤说, 她活不过二十五岁。 那小姐, 你要抢太子吗? 众人都小心地看了一眼, 慕容义的脸色, 却发现慕容义表情没变化。 原来如此, 与那场了然地摆摆手。 太子就不抢了, 你看看太子那个德行, 他的狼差点咬了我, 他还各种跟我作对, 小肚鸡肠, 好像欺负一个女人, 他就能感觉到快乐。 我把他抢来干什么, 又不是嫌弃自己日子过得太舒畅? 皇甫印的脸色黑了, 小蕊道, 可是锦王殿下的身体…… 没事啊, 锦王仁美心善, 跟他一起生活会很快乐, 而且他身体不好呢, 就不能找许多小妾回来给我添麻烦。 就算万一真的被鱼医料中了, 他活不过二十五, 我还能继承锦王府的很多遗产呀。 锦王殿下! 随着众人一声惊呼, 前头无所顾忌发言的云霓肠, 脸色一变, 脚步一顿, 背后忽然开始毛毛的。 被听到了? 不是吧? 大家这个反应, 该不会是人美心善的锦王殿下, 准备拿着刀子上来, 捅死自己吧? 他很快地转过身, 结果就发现了自己身后一阵手忙脚乱, 那位如珠如玉的锦王殿下被他气晕了。 他此刻正处在昏迷的状态, 被人扶着, 脸色惨白, 似乎就快没气了, 可即便这样, 还是特别地好看。 长得美的男人真是怎么都美, 只是那虚弱的样子, 真的就像是小蕊表达的, 活不过二十五。 可是, 可是总不能现在就被他气死啊。 云霓肠赶紧上去, 打算帮忙掐人中, 但是一名武将却把云霓肠给隔开了, 眼神似乎能吃人。 你刚刚把锦王殿下气晕, 现在还敢靠近锦王殿下, 你是想做什么? 难不成是想害死锦王殿下, 你才甘心吗? 天地良心啊, 我刚刚说那话, 完全是为了安慰小蕊, 从没想过, 气晕还是害死慕容义啊。 云霓肠虽然是被隔开了, 但是好在慕容义因为身子一直不好, 所以出门的时候都带着大夫跟随, 大夫很快地给弱不禁风的锦王备了药。 玄霓便开口道, 锦王殿下需要找个安静的请殿躺下, 下官才能进行救治。 于是昏过去的锦王就被众人一起掺着, 送到安静的请殿去了。 云霓肠当然也只好跟上, 一脸悲催, 心中也是明白, 自己闯大祸了。 晓青也着急地低声道, 小姐, 惨了, 陛下那般看中锦王殿下, 要是知道是您的几句话, 把锦王殿下气成了这样, 我们估计全部都要完蛋。 云霓肠服额, 难受得到。 这个不用你说, 我也知道。 天啊, 到底为什么, 慕容义一个男人, 而且是一个美貌肤白, 嫉妒非凡的男人, 身体能够差到这个分上呢? 小蕊却是小声问道, 小姐, 为什么我觉得您的表情里面, 还带着几分除了害怕之外, 其他的神情? 云霓肠痛心疾首地低声道, 废话, 我当然是担心她了, 她这么好一个人, 要是被我气出个好歹, 那我简直就是罪人。 小青和小蕊对摄了一眼, 嗯, 小姐的意思是, 她担心锦王殿下。 慕容义晕倒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天玄帝收到消息, 也第一时间往这边赶。 云霓肠站在门口, 看着紧闭的房门, 搅着手指, 她的神情十分地忧虑, 内心也很是忧虑。 倒是一同站在门口的皇甫印, 冰冷的寒眸看向她, 一张俊颜极为冷沉, 若非是慕容义晕倒的不合时宜, 就云霓肠方才说她小肚鸡肠, 为难女人会感到快活的话, 她现在就要下令, 将她重达五十大板。 云霓肠当然也能感受到, 皇甫印阴沉的眸光, 她默默地挪动自己的脚步, 走到一边去, 离皇甫印远一点, 继续为慕容义担忧。 就在这会儿, 天玄帝沉着一张脸, 带着身后的太监们, 出现在了此处。 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立即问了一句, 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锦王怎么就被气晕了? 一众文官们也急匆匆地出现在此处, 一名实在是看不过眼的武将, 立即就站到前头来, 怒道。 还不都是因为云家二小姐, 这位未来的锦王妃, 她竟然说, 如果锦王殿下活不过二十五岁, 她还能继承锦王殿下的遗产, 我们正随太子殿下和锦王殿下往望远楼走, 冷不防的就听到了这话。 这位未来的锦王妃, 为人是否过于实在了? 虽然锦王府的确是整个京城最富有的一家, 富有到什么程度呢? 曾经一位国舅和两位亲王, 强行要跟锦王殿下比谁更有钱。 锦王殿下微微一笑, 随便拿出了部分的家当, 就让国舅和亲王们羞愧地回家去了, 此事再也没提过。 所以锦王府的遗产, 呃呸, 财产, 谁不想要呢? 但是这人还没死, 就想要遗产, 会不会太着急了呀? 黄府燕也开口道, 父皇, 如何? 黄府燕顿了顿, 最终决定算了。 没事。 他原本也想提提, 自己也被云尼长辱骂了的事, 但是想想, 现在慕容义都没行, 而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的, 什么事都没有, 却要在此处纠缠此事, 要先给自己讨个公道, 也的确显得过于小气。 算了。 第一回, 黄府燕觉得, 能和慕容义这样, 随时晕一晕, 也是一件好事。 武将们也都知道, 黄府燕估计是想说, 云尼长骂他小肚鸡肠的事, 但是人家郑主都决定算了, 他们也就不说了。 原丞相对云尼长, 已经想到继承遗产的问题, 也是感到老脸深深地挂不住, 立即开口道, 陛下, 这是小女年幼不懂事, 也是老臣疏于教导, 还请陛下从轻发落。 天选地听了云尘相的求情, 面上的怒意还是丝毫未见, 看着云尼长。 云尼长从天选地来了之后, 就在表演吓得瑟瑟发抖。 虽然不知道这时候扮演柔弱还有没有用, 但是暂且还是先伴着吧。 作为一个合格的绿茶婊, 就算是在扮演的过程中, 面对了有人晕倒的意外, 但也要有职业操守, 必须将绿茶婊事业扮演得有始有终啊。 看着小姑娘吓得脸色发白, 整个人还在颤抖。 天选地虽然觉得, 他只是说出了一句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可是气坏了慕容义, 也着实是大罪。 他立声道, 云尼长, 口无遮拦, 有失女德, 实在是。 云尼长听得一颤, 总觉得这至少也是一顿好打了。 玩球。 然而就在这时候, 寝殿内忽然传来一阵咳嗽声, 打断了天选地的话。 天选地一时间还来不及处置云尼长, 先进门去看慕容义如何了。 太后和皇后这时候也闻风赶来。 慕容义此刻已经醒来了, 靠在床头, 正在剧烈地咳嗽。 脸色看起来比之前还要白上几分。 天选地立即问边上的大夫。 如何了? 陛下, 京王殿下体弱, 只是因为一时气血不顺, 所以气晕了而已, 并无什么大碍。 回去修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云尼长听完, 当场就自责地想打自己一巴掌。 瞧瞧你, 云尼长, 你把一个好好的美男子气成什么样了? 人家本来身体就不好, 你还直接把人气得要回去休养, 而且不是休养一两天, 而是休养一段时间。 你真是太过分了。 他正在心里对自己进行激烈的人道主义批判, 天选地就偏过头, 冷眼看向他。 来人, 将他。 陛下。 慕容一咳嗽着, 打断了天选地的话。 天选地看向他, 扬眉道。 锦盟有什么处置他的想法? 是拖出去乱棍打死, 还是想要退婚? 朕都听你的。 啥?乱棍打死? 那要不还是退婚吧? 虽然听说这个时代的女子如果被退婚, 这辈子估计都没人要了, 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呀。 在场的众人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看来陛下对锦王的看重不假。 锦王被气晕了, 丞相府的庶女都能被拖出去打杀了, 这俨然就是皇族待遇了。 云锦绣和赵小雅都露出了 得意而心满意足的笑。 王室更是在人群后面高兴得和不拢嘴, 嘴巴张开的程度都可以放进去一只咸鸭蛋了, 笑得老开心了。 然而, 慕容义听了天玄帝的话, 确实笑了。 温声道, 陛下, 陈晕倒是因为陈自己身体不好, 不怪相府二小姐。 啊? 这种时候, 锦王殿下你还在维护他, 这到底是为啥呀? 不少人都回头看了一眼云霓裳, 虽然说的确是国色天香, 而且神情娇弱, 惹人怜惜。 颜值可以碾压在场的众位小姐们, 让他们这些文臣武将, 今天都偷摸心动过几个瞬间。 可是若是论美貌, 锦王殿下才是天下第一啊。 锦王应当也不是贪图他的美貌呀。 天玄帝也粗眉, 看着慕容义, 问道, 你当真不计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灵莎 张恩泽 北炎 郑锦太郎 四喜 等。 第三十四集 怕他又惹祸了 陛下也听见大夫说了, 臣的身子回去之后还要休养一段时间, 相父二小姐作为未婚妻, 自然有照顾臣的义务。 若是陛下将他打杀了, 这段时日, 谁来照顾臣呢? 武将们都急得快跳脚了。 锦王殿下, 您是不是疯了? 您还敢让他照顾您? 您忘记了他刚才说的话吗? 您小心他照顾着照顾着, 突然想害死您, 然后继承您的遗产呀! 大家都很担心, 很着急, 而且都忽视了按照礼教, 即便是未婚夫妻, 云霓裳也是不能去照顾慕容义的。 云霓裳也是完全扼然了, 没想到, 慕容义都被自己气晕了, 也不跟自己计较, 而且言语中, 这是在给自己求情啊。 倒是太后听到这里, 明白了什么, 笑出声来。 皇帝, 人家小夫妻之间的事情, 当世人都不计较, 你就不要掺和了。 看来, 锦王对相扶二小姐, 是当真上心了。 众人听吧, 都懵了。 上心了? 之前都没见过呢。 听说上次赐婚的时候, 锦王都没来宫中, 怎么就上心了呢? 可是锦王都被去晕了, 还在给云霓裳求情, 这不是上心了, 还能有什么解释? 天选帝似乎也明白过来, 看了一眼慕容义, 又看了一眼云霓裳, 倒是笑了。 说起来还算是朕多管闲事了, 那就听母后的, 此事朕不再过问了。 太后这时候, 却是叮嘱了云霓裳一句, 云霓裳, 哀家知道你年纪小, 说话难免口无遮拦。 但是锦王府世代忠良, 锦王更是整个锦王府 仅剩的独苗。 你以后说话, 一定要注意些, 他身子不好, 你切不可再让他动气。 是, 臣女仅遵太后教诲, 臣女以后说话, 一定注意。 说着, 他渲然欲气, 完全就是一副 知道自己说错话, 很是忏悔的样子。 天地良心, 这回不是装的, 因为他一方面真的吓死了, 以为自己要被乱棍打死, 一方面的确是挺后悔, 又挺担心这位 人美心善的锦王的。 太后点点头, 嗯, 起来吧, 谢太后。 他赶紧爬起来, 侧过头透过人群, 悄悄地看慕容义的脸色 和身体状况。 结果慕容义正好看过来, 对他温润一笑, 不知道为啥, 云霓裳忽然就闹了一个大红脸, 赶紧偏过头去, 在心里默念静心咒。 我不能被美色迷惑, 不能美男子对我一笑, 我就随便动心, 瞎脸红, 这是不对的。 一众围观群众看着他们二人这样互动, 锦王一笑, 二小姐脸红, 很狼情惬意的样子, 怎么看他们这些, 要强行讨公道的, 怎么都属于没事找事, 于是大家也就不多嘴了。 倒是王氏, 云锦绣和赵小雅, 都没如愿地看见云霓裳倒霉, 反而还见证了锦王殿下 被他求情和各种包庇, 猝不及防地被塞了一嘴狗粮, 心情都像吃了屎一样难过, 表情一个比一个难以置信, 一个比一个悲伤。 只是皇甫印的脸色却是全然沉了, 他开始怀疑, 慕容义这一次晕倒的动机了。 就在这时候, 太子宫的一名奴仆飞奔而来, 跪下之后就飞快地道, 太子殿下, 不好了。 皇甫印的眉间浮现出冷怒, 什么不好了, 有事好好说, 慌慌张张成什么样子? 烈齿的伤, 之前已经有止血的药止住了, 大夫们以为没事, 但是后头又开始流血了, 而且血流得越来越严重, 大夫们束手无策, 说是伤口太大了, 血根本就止不住, 所以让奴才请您回去。 看这意思, 要是止不住, 烈齿怕是要死。 众人脸色疑素, 王氏、云锦秀和赵小雅 再次愉悦起来, 之前悲伤的表情 也一扫而空。 要是烈齿真的死了, 那云霓裳和太子的梁子 就结大了。 谁都知道, 太子对自己的那匹狼 有多爱护了。 果真, 皇甫印一听这话, 杀人般的眼神 立即看向云霓裳。 倒是云霓裳 没注意到她的表情, 立即就问, 伤口太大, 血止不住, 缝合了吗? 奴仆愣了一下, 什么是缝合? 云霓裳立即明白了, 古代医术落后, 而且自己还来到了一个 连缝合都不存在的时代, 他也没时间解释, 只能开口道, 没事, 我能救, 他在哪儿? 云霓裳这话一出, 莫说是别人, 就是丞相都愣住了, 丞相心说, 霓裳啊, 你就算是害怕太子报复你, 也不要假装自己会医术啊, 一会儿这要是救不回来, 那可是个罪佳一等的悲伤故事啊, 黄府印也扬眉道, 你能救? 这语气显然是不信, 云锦绣更是直接地嘲讽道,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妹妹还会医术这回事, 妹妹, 你还是悠着点, 欺骗太子殿下可是大罪, 一会儿要是因为你, 猎池反而情况更严重, 你吃醉不起, 王氏也道, 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 做一些大夸海口, 最后连累我们丞相府一起丢人的事了, 一众贵女们也开始议论纷纷, 真能说, 太医都不能救, 大夫们都束手无策, 救他能救? 他以为自己是神仙在世, 还是什么? 就是, 就是喜欢出风头, 也不是这么出的, 有什么办法呢, 人家有一个锦王殿下租位婚夫, 帮忙出风头还不够, 还想更加万众瞩目一点, 你拦得住啊, 呵呵, 一会儿看得怎么救, 简直笑死人了, 大家的语气都很酸, 一方面表达了对云霓裳一个区区庶女, 今日却几次三番, 成为焦点, 还有锦王殿下这样俊美的男人, 多次庇护的肚恨, 另一方面, 是真的不相信云霓裳能有这一本事, 就连天玄帝也开口道, 虽然说烈尺是你所上, 但是真正害了他的凶手, 是幕后策划这一切的人, 所以你不用因为担心太子迁怒你, 就慌乱之下随便应证。 没人会以为云霓裳会医术, 倒是慕容义, 看着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眉沙痒了痒, 竟是信了, 云霓裳立即跪下道, 陛下, 臣女知道, 就算是救不回来, 太子也不会迁怒臣女的。 呸, 说到这里, 云霓裳的内心都是呵呵搭, 就这个小肚鸡肠, 一点都不绅士的太子, 能不迁怒他才怪呢, 估计做梦都想把他砍成肉酱。 说完了这句虚伪的话, 他才接着道, 但是方才那奴才也说了, 现在大夫也是束手无策, 眼看烈耻就是等死, 就让臣女试试, 死马到活马医也未尝不可, 总比直接等死好啊。 天选帝点点头, 这倒也是, 那你试试看吧, 带相府的二小姐过去吧。 天选帝看着云霓裳, 刚才被慕容义晕倒的事情, 吓得脸色惨白, 现在却又能有条有理, 落落大方地回自己的话。 再看了一眼边上, 除了陷害自己的妹妹, 一直在旁边阴阳怪气, 泼冷水的云锦绣。 天选帝第一次开始质疑, 这个婚赐得到底对不对? 分明云霓裳才更有做太子妃的气度。 云霓裳立即起身, 谢陛下信任。 他回身看向皇甫印, 道, 还请太子殿下让人引路。 皇甫印总觉得, 云霓裳根本没什么救动物的能耐, 寒谋中充满不信任, 冷声问道, 不再问一遍, 你确定你能救, 并且想救? 他真的是想救烈池, 而不是邪愿报复烈池, 让烈池受尽痛苦在此。 云霓裳看着皇甫印满脸的怀疑, 还有他那句并且想救, 他就能猜到他在想啥。 他的内心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直言道, 如果殿下您在拖延时间, 烈池失血过多, 臣女就真的不能救了。 古代可没有什么书写救狼的设备, 他是对那匹狼不喜欢, 可是都知道那狼是被动了手脚, 才咬他的, 所以他愿意救得好吗? 只有皇甫印这种小毒鸡肠的男人, 才想得出来邪愿报复这种事。 皇甫印就这么又被他怼了一句, 虽然他的回答没什么问题, 但是太子殿下还是感受到了深深的不尊重。 但是, 奴才都说了, 大夫也没办法, 让这女人试试也行。 皇甫印道, 那好, 估计容你试试, 带路。 奴才立即在前带路, 眼下已经到了夜宴的时间, 只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烈池身上。 今日宴会的重点人物, 就是锦王, 太子, 云锦绣, 云霓裳。 锦王现在身子不好, 需要休息。 太子和云霓裳都去了东宫救烈池, 就剩下一个云锦绣。 这宴会没了三个主角, 开着也没什么意思。 于是太后索性道, 即使如此, 我们也一起跟去看看吧。 是! 其实他们也很好奇好吗? 文臣武将, 世家公子哥们, 都想看看, 丞相府的二小姐, 是不是真的有救烈池的能耐? 莫非, 她除了美和惹人怜惜, 还有许多别的优点? 至于各家的小姐们, 当然都是去看笑话的, 从来就没有听过, 相府二小姐医术卓绝, 这大夫都没办法的事儿, 他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就等着看, 一会儿袁尼裳就烈齿不成功, 反而闹出更大的烂摊子来, 到时候太子殿下怎么收拾他? 天玄帝看了一眼慕容义, 锦王, 你先在此休息, 是, 众人都离开之后, 慕容义扫了一眼, 跟随自己入宫的夜管家, 温润的声音缓缓地道, 你也跟去看看, 若有情况, 第一时间回来禀报本王, 这是为什么呀, 太太又惹祸了, 您来不及第一时间救人, 这一个宫宴还没完, 您来来回回都搭救他多少次了, 管家心里付费着, 跟着出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35集, 今晚的下酒菜, 有了。 此时在东宫, 奴才们都小心翼翼地跪在门口, 恭迎太子殿下回来, 也都在瑟瑟发抖, 因为知道, 跌尺怕是不行了, 估计是顶不住了, 很可能就要当场升天。 殿下这几天的脾气, 估计是可以预见的差, 然而这一抬头, 看见不仅仅太子殿下回来了, 陛下太后, 还有一众文官武将也都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来给列尺送行, 列尺没那么大的面子吧。 皇府印到了门口, 便回头扫了云泥场一眼, 你随过进去。 话落, 他回头对着天玄帝道, 父皇, 皇祖母, 你们。 天玄帝摆了摆手, 你先进去就是, 无必管朕, 朕和你皇祖母会安排好自己的。 文臣武将们一听, 再次在心中感叹, 陛下对太子殿下也是真心的宠爱啊, 看来皇后所出的险亡, 是没可能取代东宫之位了。 皇后对此冷吃了一声, 眸光颇有些阴质。 皇府印道, 谢父皇体谅。 于是便很快地和云泥场一起进了殿中。 烈尺奄奄一息地躺着, 看见皇府印之后, 特别凄惨地熬了一声。 主人, 我就快要不行了, 我可是强撑着等你回来的呀, 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我的仇人为什么也来了? 烈尺警惕地看向云泥场, 并且张开了狼嘴, 开始呲牙咧嘴, 表达自己的敌意。 边上的大夫们很快地跪了一地, 为首的大夫开口道, 殿下, 我们已经用了最好的伤药, 但是烈尺的伤还是止不住, 我们, 我们无能啊。 云泥场刚准备上前查看, 烈尺就对着云泥场, 恶狠狠地呲牙。 义父, 他要是上来, 他就马上扑过去, 咬死他的姿态。 云泥场回头看了一眼皇府印, 这样我没法叫。 他可不想还没上去, 就先被咬死了。 黄府印警告得道, 烈尺。 烈尺听到主人的声音, 但还是没有放弃对云泥场的敌意, 他的眼神虽然缓和了几分, 可是牙齿还是滋着。 云泥场开口道, 要不这样吧, 我们找几根绳子, 先把他捆起来, 只要挣扎就拿马鞭冲, 拿火烤, 拿辣椒水破他的伤口, 这样他或许就可以冷静一点。 啥? 黄府印也顿了一下, 回头看向云泥场, 却见这女人还在继续描述。 嗯, 如果加一些调料的话, 万一烤熟了, 今天夜宵的下酒菜就出来了。 大夫们嘴角直抽, 咱也不知道这个姑娘从哪儿来的, 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不要命, 但是咱也不敢问呢。 太子殿下的爱宠, 她居然要考来当下酒菜。 云泥场说完之后, 看向烈尺。 你自己好好合计合计, 你是继续挣扎, 按照我说的办法对你呢? 还是老老实实不要动, 我来帮你看看伤口。 烈尺立即扭头, 看向黄府印。 哦! 主人, 快帮我说话呀! 而云泥场也扭头, 对着黄府印眨眨眼, 示意她配合一下自己的恐吓。 她原本就很美, 这样一眨眼, 莫名的竟有些俏皮可爱, 让黄府印有些威正, 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回过神后, 只觉得烦乱。 不过, 她倒也配合了, 点点头看向烈尺, 冷声道, 若是真的不听话, 也只能如此了。 哦! 我听话, 我天才不行吗? 烈尺马上闭上了嘴, 再也不呲牙了, 甚至扯了扯嘴角, 对着云泥场露出了一个虚伪的微笑。 云泥场还是有些犹豫, 担心这狼忽然反扑。 黄府印看出她的担忧, 冷声道, 无必怕, 估在边上看着, 你直接治疗就是, 她不会伤害你。 云泥场回头看向她, 请问, 你会那种传说中的内功, 就是只要一挥手, 她要咬我, 都能第一时间制止的吗? 如果是在现代, 肯定是不能这样治疗的, 一定要控制着动物才行, 绝对不能听主人说, 她不会咬你就贸然相信。 但是这是在古代, 如果真的存在传说中的内功, 的确支持太子在第一时间制止的话, 那不控制也没关系。 黄府印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她要把内功描述成传说, 但她还是冷声道, 放心, 乌有内功。 这下, 云泥场才算是彻底放心了, 蹲下身子去查看烈尺的伤口。 黄府印看了她一眼, 神情却有些复杂, 这个女人虽然莫名其妙, 为人娇柔造作, 喜欢装可怜, 还口无遮拦, 但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就比如, 知道怎么让烈尺老实下来, 还比如, 眼下即便救烈尺, 也知道先保护她自己的安全。 伤口看了一下之后, 她发现自己所料不差, 的确是需要缝合。 好在大夫们虽然没办法救, 可是一直都在她的伤口上 撒上止血的药, 有一定止血的功效, 虽然她在流血也流得不多, 没有立即失血过多, 当场没救的危险。 她问了一句, 有医用缝合线吗? 问完之后, 她就意识到, 自己问了一句蠢话, 医用缝合线, 他们要是有的话, 怎么会不知道可以缝合? 一个大夫问, 有缝合线是什么? 云年长也不解释, 只是继续问道, 那有动物的皮毛, 或者是肠子制成的线吗? 救命啊, 你想干嘛, 你到底是来救我的, 还是来拔毛, 偷我的肠子的, 我不同意。 大夫愣了一下, 开口道, 皮毛制成的线, 宫里的私制房应该会有吧? 毕竟每年宫里, 都会有皮毛制作的衣服, 披风, 就是为了冬天遇寒, 所以这个线肯定是有的。 云年长道, 那就赶紧让人去取, 哦, 还有针, 也一起取来。 大夫们的针, 应该都是针灸用的, 不能穿针引线, 所以只能用私制房的针凑合了。 说完之后, 云年长又看了一眼大夫, 道, 我还需要麻肺伞指头, 伤口缝合的时候会很痛, 怕她受不住挣扎, 你们带了吗? 麻, 麻肺伞, 又是麻肺伞, 你今天已经用麻肺伞, 退付了我一次了, 你真的是来救我的, 而不是来害我的吗? 大夫们面面相去, 根本就没想到要带这个。 黄府印这时候, 回头吩咐门口的工人, 去月房呢, 要快, 说是雇药。 是。 工人立即匆匆忙忙地出去了, 而云年长, 则看向一边的宫女, 开口道, 你去拿烈酒和蜡烛过来。 宫女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黄府印, 黄府印点头, 宫女也立即道, 是, 奴婢这就去。 这下, 烈池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这算是什么进展? 麻肺伞, 把自己弄晕, 动物皮毛的线, 把自己扒皮做衣服, 还有蜡烛, 直接烧火, 最后的烈酒, 是用来吃夜宵的时候, 吃肉喝酒助兴的吗? 烈池可怜兮兮兮兮地望向黄府印。 主人, 虽然说养狼千日, 用狼一食, 但是也不是这么用的呀, 难道你辛苦把我养大, 就是为了剥皮吃肉吗? 然而黄府印却并不理他, 烈池只觉得心如刀割, 自暴自弃地躺着了。 算了, 反正伤口的血止不住, 自己还是一个死, 随便吧。 唉, 黄家人真是无情, 昨天还对自己一百个好, 今天说吃肉就吃肉, 来世不做黄家郎。 没一会儿, 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了, 云霓裳也把碗在臂弯的批驳取下, 放到一边, 然后挽起了自己的袖口, 但是到底顾虑这是在古代, 所以只完全露出手腕, 没有露出小臂。 但是, 洁白的一抹手腕, 却让黄斧印眉梢动了动, 那骨子心口烦乱的感觉, 忽然又出现了。 云霓裳在烈池的面前蹲下, 工人在他身后, 端着麻沸伞的托盘, 他把麻沸伞 撒在烈池的伤口附近, 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云霓裳才在伤口的附近按了按, 问了一声, 疼吗? 疼的话就点头, 不疼就摇头。 虽然说, 指望一只动物这么有灵性, 恐怕有点天真, 但是看之前烈齿的表现, 的确是很聪明, 所以云霓裳试着问了问。 烈齿摇了摇头, 表示不疼, 却是斜着眼睛看云霓裳, 服务这么周到哦, 杀我之前还问我疼不疼, 这么考虑我这个夜宵的感受吗? 云霓裳一低头, 看着这狼的眼神, 就知道他没想什么好事, 但是他懒得管, 确定了麻沸伞已经生效之后, 云霓裳先洗手, 并清洗了工人拿回来的动物皮毛做成的细线, 接着拿起针, 用烈酒泡了一下, 古代当然不可能有医用酒精, 所以只能用度数高一点的烈酒凑合一下了, 做完这些, 他再把丝线穿到针上, 随后, 就蹲在烈齿的跟前, 神情专注地开始缝合伤口, 这…… 这大夫之前看着云霓裳, 仿佛十分专业的样子, 还以为是个高手, 但是现在这一波操作, 这是作何呢? 眼前这个小姑娘, 是不是以为动物受伤了就跟衣服破了一样, 可以随便缝补缝补就好了? 他正要喝止云霓裳, 黄甫印却突然抬手, 示意他闭嘴。 大夫立即不吭声了, 强忍着在后面站着, 眼神却是悄悄地, 看袁霓裳的手法, 总觉得他得搞出问题来。 袁霓裳在二十一世纪, 作为一个能够在大学的时候, 就拿到国际医学大奖的天才, 缝合伤口这种事情对他来说, 简直是不值一提。 但是医学上, 不容许有任何误差和疏忽, 所以他还是十分专注, 也非常认真。 麻沸散的药效慢慢开始过了, 这毕竟比不上现代的麻醉药物, 但是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 给动物用太多的麻沸散, 否则容易导致其他的问题。 于是云霓裳低声道, 如果药效过了有点痛, 你就稍微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三十六集, 瞎了我这双迷人的大眼睛。 这完全就是一个医生, 在安抚病人情绪的口吻。 莫名的, 烈尺竟然在这个 打伤了自己, 差点害死自己的女人身上, 感受到了安全感。 他嘀嘀地呜咽了一声, 表示自己的配合。 倒是黄甫印有些意外了, 烈尺的脾气 一向也算不太好, 而且很高傲, 竟然愿意表示配合, 足见云尼长 的确令他觉得安全了。 时间过得很慢, 但是云尼长的手法却很快, 每一会儿, 伤口就缝合完了, 用剪刀剪断了线之后, 云尼长收了手, 走到一边去, 清洗自己手上的血迹, 并且头也不回得到。 这个线不是可吸收的线, 所以七天之后, 我来帮他拆线, 这几天, 伤口不能碰水, 尽量给他吃清淡的食物。 大夫们赶紧上去一看, 发现伤口缝合之后, 竟然真的不流血了。 大家都很不服气, 围着重新看了起来。 他们认为, 这个不流血 应该也就是一时的, 过一会儿, 估计还是会继续流血的。 你想啊, 就算是缝补衣服, 那针脚的中间 也还会有缝隙呢, 缝补伤口 肯定也是有缝隙的。 过一会儿, 缝隙怎么会不流血呢? 然而看了一会儿, 还是没有流血的征兆。 却是皇甫印, 看着云尼长 十分熟练地做完这一切, 然后面无表情地 清洗自己手上的血迹, 心中忽然生出了几分怀疑。 丞相府的千金 怎么会做这种事? 而且, 一般的规格小姐们, 看见血都会吓得尖叫。 可是云尼长, 之前敢打上猎尺就罢了, 现在缝合伤口弄了一手的血, 她却是没烧都没动一下, 感受到她的注视。 云尼长洗完手, 擦干净水之后, 立即偏头看了她一眼, 看到男人寒眸中的怀疑, 她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该不会看出什么端倪了, 觉得她不是真正的云尼长, 找个捉妖的人来对付她。 想到这里, 云尼长立即往身后的宫壁身上一倒, 捂着自己的胸口, 脸色浮白地道。 哎呀, 吓死我了, 刚刚一点都不觉得恐惧, 现在看着这一盆子血, 回想起来, 真是好可怕呀。 黄府印真想告诉她, 她切换表情过于迅速, 缺少真实性, 并且表演过度, 过于浮夸。 看着她卷起袖口后, 还露在外面的半截浩腕, 不知道为什么, 黄府印突然觉得刺眼得狠, 于是便冷声道, 还不把袖口放下来, 一个女子随便挽起袖口像什么话, 你就一点羞耻之心也无吗? 云霓裳当场被欺绿了脸, 害怕都装不下去了, 瞪着黄府印怒道, 你这个人有病吧? 没听错吧, 骂太子殿下有病, 有病? 黄府印的脸色也顿时黑透了, 盯着这个该死的女人, 冷声询问, 你说什么? 云霓裳真的很生气, 插腰道, 我说错了吗? 难道, 我挽起袖子, 不是为了救你的破狼吗? 你不感激我就算了, 还说我不知羞耻, 像你这种死直男癌, 要不是因为出身好, 我赌五个铜板, 你这辈子都娶不到夫人。 黄府印懵了, 直男癌是什么? 他就这么差, 不是因为出身好, 就娶不到女人。 他一张俊颜全黑了, 瞪着云霓裳道, 你救了烈尺, 那你为何不说, 若非是你, 他根本就不会受伤? 云霓裳怒了, 你的意思是, 这还怪我了是吧? 还不是因为你自己 管不好下人, 东宫出了纰漏, 烈尺被喂了药, 才会出来咬我, 责任都是你的好吗? 你到底讲不讲道理了? 黄府印冷笑一声, 倒是双手抱毙, 看着云霓裳 这个气得 几乎要露出獠牙的女人, 声陷更冷。 你要讲道理是吗? 云霓裳, 无问, 若非是你自己 得罪人在先, 谁会对烈尺下手 想要你这条命? 若是按照你的道理来讲, 你就是罪魁祸首。 云霓裳不敢置信地 促眉, 指着她的鼻子道, 太子殿下, 你是脑子 转不明白了是吧? 那按照你的说法, 罪魁祸首是我吗? 难道罪魁祸首 不是在幕后的凶手吗? 难道我因为太优秀, 太美丽, 太惹人怜惜, 让别人产生了 害我的罪恶念头, 是我的错吗? 我错了吗? 云霓裳, 你还要不要脸? 太优秀, 太美丽, 太惹人怜惜, 有人这么说自己? 边上的大夫们和下人们 看得目瞪口呆, 从来没有看见谁 胆敢对太子殿下 这么不敬的, 这真是简直了, 更奇怪的是, 为什么说到这里之后, 他们觉得太子殿下 好像没那么生气了? 黄府印的确是没那么生气了, 毕竟云霓裳的话 虽然不要脸, 但是也有几分道理, 罪魁祸首的确是幕后之人, 他不等云霓裳回话, 瞥了他一眼, 冷声道, 袖子放下来, 毋不跟你计较你不敬的事。 云霓裳虽然对他的语气 堪称一百个不乐意, 但还是把自己的袖子扯了下来, 并且怒道, 不用你说我也会放下来, 不过太子殿下, 你好好想想, 我的袖子放不放下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未道士吗? 云霓裳说完之后, 生气地大步往外走, 倒是皇甫硬愣了。 是啊, 他要不要把袖子放下来, 那是慕容义应该操心的事, 关自己什么事啊? 他并非是多管闲事 到这种境地的人。 最后, 太子殿下把自己生气的理由, 归结为, 是因为自己看不惯这个 嚣张的、蛮横的、 还要强行装柔弱的女人, 所以也看不惯 他不知廉耻的行为。 没错, 一定是如此。 看着众人都扫在自己身上的 诡异眼神, 似乎都在怀疑自己为何如此。 局促之下, 鬼使人差, 他竟然对着云霓裳的背影 冷吃一声。 姑是想告诉你, 你妄图勾引姑, 门都没有。 云霓裳都走到门口了, 不敢置信地扭头, 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勾引你? 殿下, 请你醒醒吧, 醒醒, 除非我瞎了我这双迷人的大眼睛, 否则, 我就算勾引地上的那匹蠢狼, 我也不会勾引你。 说完, 他砰的一声关上门, 气呼呼地出去了。 地上的猎齿蒙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你跟主人吵架, 一会儿骂我破了, 一会儿骂我蠢狼? 主人不会说话, 连累宠物呀。 黄府印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这话是说, 自己在他眼里连烈齿都不如吗? 他冷哼了一声, 攥紧了拳头。 该死的女人, 还迷人的大眼睛, 这女人真是不要脸了。 这时候, 大夫们都瑟瑟发抖, 其实也很是诡异, 为什么那个女人都嚣张成这样了? 太子殿下还没把她拖出去, 乱棍打死。 咱也不知道这是为啥, 咱也不敢问呢。 倒是黄府印, 主动冷吃了一声。 看在她救了烈齿的份上, 呼饶了她一回。 殿下, 真的只是这样吗? 我们觉得, 您在此地无盐三百两啊。 大家不敢多说, 只是赶紧办正事。 大夫们看着烈齿的伤口, 几次三番地观察, 纳闷道。 殿下, 好像, 好像真的不流血了。 不是吧? 这种法子当真有用? 黄府印点点头, 冷声道。 继续看着, 再有什么状况, 随时来找顾禀报。 是。 接着, 黄府印转身出去了。 烈齿他老人家倒是躺在地上, 纳闷地嗷嗷嗷嗷地叫了好几声, 用爪子碰了一下榔头, 真的不流血了。 原来大家不是为了吃狼肉啊。 于是不久之前才决定, 来世不做黄家狼的烈齿表示, 哎呀, 还是做黄家狼好啊, 好吃好喝好玩, 闯祸了, 还有人给你救命, 让我们来世继续做黄家狼。 好嘞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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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小佑,幸好自己没穿越到云锦绣的身上,要嫁给黄府印这个犊子。 外头一群等着看热闹,看云霓裳救狼失败,跟太子结仇的女人。 见着云霓裳铁青着脸出来了,大家简直喜大普奔。 哎呀,这个脸色肯定是没救成啊。 小青和小蕊赶紧上去,问道。 小姐,救得如何了? 救活了,没事了。 啥?小青问出了众人的疑惑。 可是小姐,您都救成了,您的脸色为什么还是这么难看啊? 云霓裳当然不能大骂太子,忘恩负义,居然说他不值廉耻了。 他虚弱地道。 因为烈尺流了好多血,我好害怕。 哦,看来是有什么不方便现在讲的理由了。 毕竟别人不知道小姐是不是真柔弱,她还能不知道吗? 这时候,皇甫印也从殿中走出来了,脸色很沉,看起来并不比云霓裳好看多少。 却是走到天玄帝的身侧,弯腰道。 父皇,烈尺暂时没事了。 云霓裳立即白了他一眼。 这个不会说话的蠢犊子,什么叫做烈尺暂时没事了? 暂时?这是在质疑他的医术吗? 真是个垃圾,永远不知道尊重别人。 天玄帝听了,倒是有几分意外。 当真没事了? 原本他看见云霓裳惨白这一张脸出来,还以为是没救成,被太子吓坏了。 于是,话说得语无伦次,以至于说救回来了。 当真? 天玄帝点点头,倒是笑了。 回头看了云霓裳一眼,开口道。 哦,呵呵呵。 没想到,未来的锦王妃还有这般本事。 倒是皇甫印,不知道为什么,听见未来的锦王妃这几个字,莫名觉得不舒服。 嗯,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根本就不配嫁给锦王吧。 对,以她的种种言行,就不配嫁给任何位高权重的人。 想到这儿,皇甫印抬起头,就看见了云霓裳的白眼,那是对自己极度的厌恶,才表现出来的。 太子殿下一梗,觉得一口血又到了喉头。 这个该死的女人。 云霓裳弯腰行礼。 陛下谬在了,臣女不过就是误打误撞罢了。 皇甫印听到这里,冰冷的唇角扯了扯,冷声道。 不过,姑倒是有一事很好奇。 丞相府千金,不过是一个常年在规格中的弱女子,怎么会懂医书? 甚至大夫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丞相千金却能解决。 难不成,你不是云霓裳。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王妃,你是魔鬼吗?》 作者,风雅一颂,后期,洛花。 演播,小莲莎。 张恩泽,北言,正锦太郎。 四喜,等。 第37集 这婚恐怕刺错了。 云霓裳的心里顿时就咯噔了一下,在内心暗骂。 这个狗太子,有毒吧,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跟我过不去是不是? 他一抬头,果真就看见了皇甫印探究和看热闹的眼神。 这下,莫说是天玄帝等人了,就是丞相都用一种很怀疑的眼神看向他。 毕竟自己的女儿会不会医术,别人不知道,丞相还能不知道吗? 与女厂见着情况不妙,赶紧开口胡遭到。 陛下,这是臣女看书的时候,看见的偏方,说是能救人止血,但是臣女也没试过。 若非是听说烈尺的伤,众人都已经束手无策,臣女也不敢贸然尝试。 故而,臣女才会下白了脸啊,皆因为担心救治不成,被太子殿下处置,哪里知道就成了,殿下还是误解了。 众人一听,又看了看云霓裳的确是很白的脸色,倒是深觉有理。 然而黄府印却并非是这样好对付的,她扯了扯嘴角,声线更冷。 既然是从书上看见的,那云小姐是否能告知是哪一本书呢? 为何孤博览群书从未看见过这样一本? 云霓裳真的要被她气炸了,她今天就是专程找麻烦的是吧? 她索性把自己的后腰一掐,她就开始一脸惊慌失措地哭了起来。 太子殿下,臣女看过的书那么多,臣女实在是不记得,到底是哪一本了? 殿下,你是因为,因为臣女打伤了烈齿而生气,所以,所以才怀疑臣女的身份吗? 臣女真的不是故意打伤她呢?还请太子殿下恕罪。 这个人,还真会转移焦点。 黄府印的目的是质问她的身份。 她倒好,这么一哭,所有人都会以为,太子是因为烈齿受伤,邪愿报复,故意为难她了。 果然,天玄帝不赞同的眼神,第一个就看了过来。 她看着黄府印,与众心肠地劝道。 太子,你是一国储君,需要有些气度。 烈齿虽然是她打伤,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且烈齿已经救回来了,你就不要再为难云家小姐了。 很好,托这个该死的女人的福,她混淆视听地一哭, 太子这个储君,在父皇的眼里,已经是没有气度,瞒不讲理地为难一个女人了。 明明,她是真的觉得她身份可疑。 而这时候,黄府印怀疑的眼神看过去,云霓裳还吓得又往后躲了躲,使得天玄帝猝没到。 太子,朕的话你没听见? 黄府印只好恼怒地收回了打亮云霓裳的眼神,弯腰对着天玄帝道。 儿臣听见了,儿臣谨遵父皇教诲。 作为天玄皇朝最得天独厚的太子,皇族的骄傲,父皇眼中最完美的继承人。 然而今天一天,就因为这个该死的女人抹了眼泪的表演,被父皇当众教会了两次。 云霓裳,很好。 其他人都被事物的表面迷惑着,都以为云霓裳是真的被太子吓坏了。 倒是锦王府的叶管家,小秦和小蕊,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叶管家表示,回去要再好好劝劝王爷,这个云霓裳着实表里不一,非常可怕。 天选帝看太子表态之后,回头看向吓得面无人色的云霓裳,威言道。 此事你不必担心,朕为你做主,太子日后不会再为劣耻的事为难你。 父皇,儿臣从来不是因为劣耻的事情为难他好吗? 还不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女人,一会儿扮弱对付儿臣,一会儿对着儿臣翻白眼,甚至刚刚还在殿内骂了儿臣一顿,而且他的确可疑。 太子心里苦,特别苦。 云霓裳立即哆嗦着,似乎站都站不稳地行礼。 谢,谢陛下。 你装,你继续装。 皇父印心思一转,倒是忽然扬眉,看向天玄地,开口道。 父皇,说起来,儿臣倒是想起来,刚才知道了一件事的真相。 何事? 皇父印瞥了一眼云霓裳,方才冷声道。 皇祖母当时是因为相府大小姐捡到了儿臣的玉佩,便为儿臣和大小姐赐婚。 可是儿臣刚刚才知道,这块玉佩是相府二小姐捡到的,这婚恐怕赐错了。 皇父印这话一出,丞相府的几个人面色惊变。 王氏和云锦绣杀人般的眼神,立即看向云霓裳。 这个贱人,居然把这件事情告诉太子殿下了,他想作甚,难不成想抢走锦绣的婚事? 云丞相的面色也瞬间就变得很不好看起来,不赞同地看向云霓裳。 云丞长述出的身份,就算嫁给太子,也不过是个侧妃。 既如此,为何要耽误他姐姐的婚事? 这影响的是整个丞相府的利益呀。 而云丞长本人的脸色也微微发青。 皇府印这个垃圾,他又想干嘛? 这回开口的是太后。 哦,有这等事? 毕竟这婚是太后赐的,现在皇府印说赐错了,太后当然要表态了。 皇府印冷冷扬眉,冷声道。 皇祖母,此事是二小姐和她的丫鬟讨论时,孙儿与诸位武将无意中一起听见的,不会有假。 太后立即回头,看向云锦绣,立声质问道。 云锦绣,你之前不是说,太子的玉佩是你捡到的吗? 云锦绣脸色一白,呼通一声就跪下了。 太后,这都是云霓裳的片面之词,玉佩的确是臣女捡到的,臣女也不知道,妹妹为何胡言乱语,要说玉佩是她捡的。 哦? 皇府印阳眉,看向云锦绣,声陷更冷。 那既然是这样,不要问大小姐一句。 当初那块玉佩,是在何处捡到她? 这…… 云锦绣一时间支支吾吾起来。 她当时是在假山处遇见了云霓裳。 看见她神色匆匆,拿着玉佩即行。 一时间有些好奇,便上去问了。 但当时他们只说了捡到玉佩的事,她却是根本就没想过问玉佩在哪里捡到的。 云霓裳也没主动说。 太后盯着云锦绣,问道。 怎么,你想不起来吗? 云锦绣脸色发白。 太后,太后,沉溺一时间,的确是…… 太后冷哼了一声。 哼,你休要与哀家说这些话,你不要以为哀家是好糊弄的傻子。 事情才过去几天,你捡到了太子玉佩这样的大事,你却想告诉哀家,你已经忘记了玉佩捡到的地点。 哀家看,这玉佩果真不是你捡到的吧? 这时候,云锦绣就是撕碎了云霓裳的心都有了。 她是万万没想到,云霓裳这个贱人,还要这样摆自己一道。 太后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她自然也只好一咬牙,瞎蒙了。 太后,臣女是在您宫中假山附近捡到的玉佩。 当时遇见云霓裳是在假山的附近,所以就这么说好了。 这时候,云霓裳的心情并不比云锦绣好多少。 黄府印这个行为,首先就挑拨了整个丞相府所有人跟她的关系。 王氏和云锦绣本来就跟她作对,这就不用说了。 可是现在,云丞相也对她有意见。 黄府印,这是诚心想让自己在丞相府混不下去啊。 黄府印听了云锦绣的话,却是冷冷扬眉。 是吗?小仙子,你告诉她,乌当日有没有去过太后宫中? 小仙子是黄府印的随士,寻常太子的饮食起居,还有每天去了何处,他都会记得清清楚楚,然后回来报给宫人,一一记录。 但他得黄府印重用的很大原因是,他记性好,特别好。 有时候,几年前黄府印当日去过哪里,他都记得分明,马上就能答上来。 小仙子立即开口道, 启禀太子殿下,您当日没有去过太后宫中,更别说是去假山附近了。 这一下,云锦绣的脸色已经堪称是惨无人色了。 太后傅又看向云霓裳,问道, 霓裳,既然太子说玉佩是你捡到的,那你说说,你是在何处捡到的? 云霓裳心知,听到自己那句话,除了太子还有武将们,想要抵赖说自己没说过,估计不太实际。 于是,他只好回头看了一眼小青,开口道, 小青,你来回答吧。 他怎么知道在哪里捡到的,根本就不是他捡的好吗? 是这个身体的前身捡的,不过小青当时肯定是跟着的,他应该清楚。 小青立即跪下道, 太后,那块玉佩是小姐在通往您宫中的宫道上捡到的, 那条路叫什么名字,奴婢也不清楚,但是奴婢记得,路上有鹅卵石,小姐当时看见了满地的鹅卵石,还担心玉佩会不会摔坏了。 后来我们走近路,绕过甲山,打算去找您。 这时候遇见了大小姐,她抢走了玉佩,她拿到玉佩就去见您了。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您的意志已经下了,所以小姐也没敢多说。 这时候,小轩子道, 殿下,当日您的玉佩的确是在那附近丢的。 这下,事情就已经真相大白了。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王妃,你是魔鬼吗? 作者,风雅一颂,后期,落花。 演播,小莲莎。 张恩泽,北延,正井太郎。 四喜,等。 第三十八集,太子爱上臣女了。 太后的心情很不好,她盯着云锦秀,怒道。 云锦秀,那玉佩竟然不是你姐,你为何要贸任? 这让太后非常没有面子,好吗? 此婚结果弄错了,相信了云锦秀的片面之词,就整出了这么个名堂。 文臣武将和命妇们都会怎么看待自己,他们甚至会怀疑自己老糊涂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云锦秀也知道,貌认不下去了。 她惊恐地道,臣女,臣女,太后,臣女原本是想说的,但是听见您说,臣女捡了这玉佩,要给太子殿下和臣女赐婚。 臣女倾慕太子殿下已久,一时糊涂,所以才会。 说着,云锦秀一阵磕头。 还请太后恕罪,请太后恕罪,臣女知错了,太后。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脱罪之词了。 倒是叶管家,看着这一幕,心情不是很愉快。 之前就听影卫们说过,云霓裳在考虑要不要把太子抢回去。 看现在这个态势,这个女人还真的有这个打算呀。 把云锦秀当时貌认捡了玉佩,抢婚的事情都捅出来了。 叶管家忽然很为自家王爷不值。 王爷维护的是什么女人啊?狼心狗肺,人家根本就不想嫁给王爷好吗? 云丞相也是脸色发青,倒是赵小雅,这会儿子,欣喜若狂地跳出来道。 这,臣女认为,若真是如此,不如拨乱反正,让二小姐嫁给太子殿下。 这样的话,锦王殿下就是她的了。 云丞相一听这话,脸第一个就绿了,嫁给皇甫印,坑爹呢,她啥都顾不得了,立即一挥手,急切地道。 不,此事万万不可。 黄甫印回眸扫向她,看着这女人,满脸都写着我不愿意,这一定不行的样子。 顿时心情恶劣起来,这女人的意思就是瞧不上自己了。 很快的,太子殿下也回忆起来,先前她扬言要继承慕容义的遗产时,说自己小肚鸡肠的事。 顿时她的脸色就有些发黑。 云锦秀和王氏对视一眼之后,也看向云霓裳。 她不是想抢回太子? 天玄帝看向云霓裳,问道。 为何不可? 太子是天玄帝最得意的儿子。 云霓裳这意思显然是不想嫁给太子。 世界上哪个父亲会愿意听见对自己儿子不屑一顾的话? 所以君王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云霓裳也不傻,看着天玄帝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她就知道是对自己有成见了。 可是想想,嫁给皇甫燕? 不行,她一定得挽回这件惨事。 就算天玄帝不高兴,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眼角的余光,看着太后的手腕上,带着一串佛珠。 她心思一转,立即就到。 陛下,因为臣女赌信缘分这回事儿,有句话说得好,上错花轿加对狼。 说不定这弄错了,其实是菩萨冥冥之中的安排,我们何必辜负了上天的美意呢? 太后一听,自己赐婚搞错了,明明是个大笑柄,却被云霓裳说成了菩萨冥冥之中的安排。 瞬间就觉得,自己的面子被找回来了,尤其她还是信佛的。 于是心中对云霓裳的好感,立即水涨船高。 太后马上顺着台阶下去,故作思索地开口道。 相府二小姐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 金王对二小姐也如此上心,这婚倒也不算是赐错了,说不定哀家还成全了一桩美事呢。 一众文臣武将,立即开始给太后拍马屁。 是啊,太后说得是,太后颇有远见啊。 一定是太后对佛祖的诚意,感动了菩萨,菩萨就帮助太后成全了这桩美事。 我也这样觉得。 大家都知道,太后今天折了面子,自然也都一起帮助太后挽回了。 可是皇府印这时候,却是冷声道。 皇祖母,既然说婚事弄错了,是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 那想必如今真相大白,也是上苍的安排。 既然如此,姑还是认为此事不能将错就错。 说完这话,太子瑞丽的眸光放在了云霓裳的脸上。 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敢看不上自己。 她自然也不会让她好过。 她越是不想嫁给自己,她就偏要跟她对着干。 云霓裳当然能领会皇府印恶毒的心思。 这个网巴膏子,就是看不得自己好呢。 她听完皇府印的话,扭过头,故作娇羞地看了皇府印一眼,开口道。 那太子的意思,是太子想娶臣女吗? 难不成,太子已经被臣女的魅力倾倒了? 说着,她看了皇府印一眼,又不好意思地无脸,咬住唇盼,然后一扭身子,害羞地偏过头,娇柔造作的一跺脚。 若说是有什么成语,能够形容皇府印此时的心情,那一定是天打雷劈,舞雷轰顶,整个耳朵都被雷得嗡嗡作响。 我说是她了,围观的群众看见云泥场这般做作的表现,一时间竟也觉得,胃部有些翻滚。 丞相的二小姐,这明显就是并不害羞,但却在强行害羞。 这样子,让他们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看得好瘆人呢。 小青和小蕊一脸麻木,只想默默无脸,又来了,小姐又来了。 就是早就见过云泥场娇柔造作的叶管家,看着她强行害羞的样子,也只觉得不忍直视。 而云泥场,看着皇府印呆愣的模样,继续害羞地尖着嗓子道。 太子殿下不说话,肯定是爱上臣女了。 读书! 皇府印实在是不能忍受,她用这种做作的口吻,说出这种让人难受的猜测。 她冰冷的声音带着严重的嫌弃。 云泥场,姑只是就事论事,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你不必想太多。 众人也是瞅着云泥场,心中一阵恐惧。 娇二小姐这娇柔造作吓死人的样子,太子能感兴趣吗? 云泥场一听这话,方才做作的样子一扫而空,故作失落道。 唉,看来是臣女自作多情了。 所以,既然太子对臣女不感兴趣,那为何要阻拦将错就错呢? 除非太子刚才说不感兴趣,是骗臣女的。 说完,她挑衅地看了一眼皇府印。 这可该死的女人。 她上当了。 现在,她陷入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要么坚持说不感兴趣,那这婚事应该就是真的将错就错,便宜了这个女人。 要么就自打脸,说感兴趣。 可是,想想云泥场刚刚那个做作的模样,太子殿下实在是说不出自打脸的话。 于是,她只好强忍了这口气,嘲讽得冷声道。 姑说了,姑只是就事论事。 二小姐若是喜欢锦王,嫁给锦王就是了,姑不再过问此事。 多谢太子殿下高抬贵手。 皇府印现在真的有种吃了屎的感觉。 什么叫做高抬贵手? 这意思是,自己松口了,不要她嫁给自己了,就是高抬贵手,放她一码是吗? 冷傲的太子殿下,活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觉得,自己被一个人这样瞧不起,这么憋屈过。 她冷笑一声,警告道。 但愿二小姐,未来的日子会好过。 云尼长一听这话,就明白皇府印是准备,以后继续跟自己作对了。 她说不定,还打着以后登基为地了,都还要找自己麻烦的准备呢。 云尼长假装没听懂她的威胁,立即弯腰行礼道。 谢谢殿下的祝福,以后还请殿下多加照顾。 谁祝福你了,谁想照顾你了? 皇府印觉得聊不下去了。 最偶写的是,云尼长说完这话,站起身的瞬间,还对她翻了一个白眼。 皇府印的拳头都攥紧了,这个该死的女人,最好别落到她手里。 局面发展到这里,倒是把云锦秀和王室弄得一脸迷茫。 这云尼长既然不是为了抢婚,那把玉佩的事情在太子殿下面前戳破,到底是为了什么? 太后不悦地看了云锦秀一眼,道。 既然太子和云尼长都觉得,她与锦王之间的婚事可以将错就错,那此事就这么定了。 但你,欺瞒哀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你与太子之间的婚事,就此作罢。 哀家,不想再看见你进宫。 太后! 云锦秀立即欺瞒地叫了一声。 太后说完这话,看了一眼皇府印,问道。 孙儿,你的意思呢?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王妃,你是魔鬼吗?》 作者,风雅一颂,后期,洛花。 演播,小莲莎。 张恩泽,北延,正井太郎。 四喜,等。 第三十九集 真是我们母女的克星 皇府印瞥了一眼云锦秀 这个女人,连云霓裳都不如 云霓裳虽然也跟她一样,表里不一,喜欢飙系 但是好歹云霓裳聪明 而云锦秀,不仅喜欢飙系,还蠢 太子认为,这样的女子嫁给自己,是会影响后代智商的。 于是她看向太后,冷声道 孙儿听从皇祖母安排。 太后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太子其实并不想娶云锦秀,所以就顺势推掉了。 这下,王室,云锦秀的脸都完全绿了,原来云霓裳这个贱人打的是这个主意,云霓裳自己不能嫁给太子,也不让云锦秀嫁给太子,她是故意搅黄云锦秀的婚事呢。 王室立即跪下道,太后,若是这样的话,锦秀日后就没脸见人了,还请太后收回成命,网开一面呢。 太后瞥了她一眼,不悦得道, 没脸见人就待在家中,不要出来见人,哀家蒙受她的欺骗,让所有人都以为哀家老糊涂了,赐婚赐错了,哀家就有脸见人了吗? 太后这明显是问罪的口吻,吓得王室遮了几声,就说不出话了。 云丞相简直心力焦脆,现在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捂着眼睛流眼泪。 心中的悲伤化作一首诗,那就是抬眼相看家人,静无语宁耶。 今天入宫之后,他的妻女们就一直在对着干,从宫门口下马车的时候拔簪子,到王室自己作妖,从一品降到三品。 接着又说出偷簪子的事,再到现在,没有一刻是消停的。 现在好了,锦绣的婚事也吹了,自己这个给太子做岳父当未来国账的理想也灰飞烟灭了。 想到这里,他脸色阴沉地看了一眼云霓裳。 看到云丞相的眼神,云霓裳就知道,自己在丞相府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 云霓裳心思一转,故意开口道。 可是太后,姐姐冒着生命之险,也要欺瞒您,都是因为她喜欢太子殿下的缘故,其情可免。 还请太后成全姐姐的一片心意。 王室和云锦绣一正,都不相信云霓裳能有这么好心,居然帮云锦绣说话。 太后听了,却是冷笑一声。 哼,那要是这么说,全天下的女子都为了嫁给太子来蒙骗哀家,那她们的情感都能被原谅,哀家岂非活该被骗。 这,臣女失言,臣女之罪。 云霓裳说着,就跪了下来。 她当然知道,太后不会为了自己一句话,就改变心意。 说这话,完全是为了一会儿回丞相府好自救。 太后看了一眼云霓裳,道。 你是个好孩子,你起来吧,哀家很喜欢你,以后没事就进宫来,多陪陪哀家。 是。 云丞相在边上看着,阴沉着脸色,并未好转多少。 倒是皇甫印在边上,看见了云丞相的神情,眉稍微扬,心情倒是不错。 他倒是想知道,今日因为云霓裳,丞相府失去了一个让嫡女成为太子妃的机会。 丞相会如何对她? 天玄帝也似乎被今天这一出一出的搅得很头疼。 他开口道。 好了,都散了吧。 是。 大家其实看了一天丞相府的热闹,吃了一天的瓜,也都吃饱了,心情愉悦地准备散去了。 倒是云霓裳,这时候说了一句。 陛下,臣女能否去看看锦王殿下,再离开宫中? 锦王殿下是因为臣女才被弃病的,臣女心中不安。 自然可以,纵然男女瘦瘦不轻,不该独处一事。 但你们是未婚夫妻,见一面也无妨。 赵小雅攥紧了自己手里的佛珠,心中的肚恨难以言表。 本以为玉佩的事情捅出来,这桩婚事怕是没戏了,自己跟锦王殿下就有希望了。 谁知道弄到最后,事情还是并无转机。 难道她辛辛苦苦弄了这么多出,都是没用的吗? 云丞相不悦地扫了一眼云霓裳,冷声道。 既是这般,我们就与你一同去看看锦王殿下吧。 你弃病了锦王,我们丞相府也有责任。 文臣武将们,有的是真的关心慕容义,有的只是为了人情面子上过得去。 于是也纷纷道。 那我们也一同去去吧,总要看着锦王殿下没事儿了,我等才能放心。 于是,这一大拨人浩浩荡荡地去见慕容义了。 倒是云锦绣,失魂落魄地和王氏一起跟在人群的后头。 王氏想起来入宫之前,自己去威胁云霓裳。 等锦绣成为太子妃,一定要让她好看。 那时候云霓裳就说了,她最擅长搞破坏了,这婚事说不定就是她故意破坏的。 王氏当时虽然很生气,但根本没觉得云霓裳有这个本事。 可是现在,王氏无脸哭道。 这个云霓裳,真是我们母女的可行啊。 母亲,从前我们教训云霓裳的时候,十年前您也说过,我们生来就是她的可行。 她这辈子只配被我们欺辱,像狗一样跪在我们脚边。 现在,我什么都烦了。 这真是风水轮流转,但是转得自己一点都不快了。 王氏咬牙道,她高兴不了多久,你没了太子妃的位置,等回到丞相府,你父亲定会教训她。 她不是一直拿那一万两黄金的事情得意吗? 我今天就要她被你父亲往死里教训,还要交出那一万两黄金。 云锦绣问道, 母亲,那一万两黄金的事,你有几成把握? 你父亲都已经同意了,自然是十成的把握。 你且等着看吧,这笔钱到了我们相府的库房,我就拿来给你添置一些新的首饰。 等你嫁人的时候,母亲也定会说服你父亲,至少拿出一半来给你做嫁妆。 一说嫁人,云锦绣的情绪顿时低落了。 母亲,女儿和太子的婚事。 说着,她用帕子捂着脸又哭了起来。 王氏咬牙,狠狠地攥紧了拳头。 你放心,今天晚上,你父亲定会仗责这个贱人。 他们母女两个人在后面嘀咕着,前头的人自然听不见。 大家到了慕容义休养的请殿之后,众人都纷纷打了个照面。 而云霓裳大步走进去,先是弯腰行礼。 王爷,您身体好些了吗? 慕容义含笑的眸光落在她的身上。 叶管家没有回来禀报消息,就证明她刚刚没吃亏。 看她似乎有话想说。 慕容义温润的声音,依旧有些虚弱,却也带了几分笑意。 好些了,王妃有什么话要说吗? 云霓裳当场就闹了个大红脸。 毕竟,她还没有嫁给慕容义呢。 她现在就来了一句王妃,还真是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她又纳闷了一下。 她有啥不好意思的? 她是脸皮这么薄的人吗? 一定是因为慕容义长得太帅了导致,绝对不会有什么关于自己有点动心,有点喜欢她什么的。 对,她也没忘记自己的目的。 她似乎有些知物,又有些难言之隐,还有些羞愧。 我,我,我,王妃有事,直言便是。 众人在边上听着,都一阵心情复杂。 锦王殿下这一口一个王妃,显然是已经认定了云霓裳的身份。 可是,锦王殿下真的忘记了,自己是被谁气得病倒在这里的吗? 皇妇印看着云霓裳织物的表情,却是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这女人,装模作样,她还能有织物的时候。 她什么话不敢说,连骂当朝太子她都敢。 云霓裳眼角的余光,也看见了皇妇印的白眼,在心中把皇妇印这个没风度的男人骂了一百遍,才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攥紧了手里的帕子,看着慕容一道。 锦王殿下,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母亲早逝。 说着,她似乎有些伤心,以绿茶婊的惯用姿态,伤心地用帕子擦了一下眼角并不存在的泪花。 然后,更加柔弱地戚戚爱爱道。 母亲她出身微寒,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 小女嫁给锦王殿下的嫁妆,恐怕就只有殿下给我的那一万两黄金了。 还请,还请殿下,不要责怪。 说着,她低下头,好像是因为贫穷,而羞愧得挺不起腰杆了。 王氏一听这话,当场就懵了。 云霓裳这是…… 她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要把慕容一给她的一万两黄金拿去做嫁妆。 那这样的话,自己怎么让云霓裳把钱交出来,留在丞相府呢?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你是魔鬼吗? 作者,风雅一送,后期,洛花。 演播,小莲莎。 张恩泽,北延,正井太郎。 四喜,等。 第四十集,王爷,您今日为何装晕? 包括天玄帝在内的文武百官们,也都偏过头,看向云丞相,一脸质疑。 天玄帝更是直接就开口问道。 怎么,丞相不打算给二小姐置办嫁妆? 丞相也是一脸茫然,完全不知道云霓裳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她立即道。 自然是准备的。 霓裳,你母亲没给你留下嫁妆,但是为父会为你准备的。 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 云霓裳一愣,假装自己刚刚才反应过来,红着脸急促道。 原来,原来父亲也可以为女儿准备嫁妆啊。 女儿是第一回嫁人,所以不是很清楚。 给父亲丢人了,还请父亲不要见怪。 这时候,倒是太后不满地看了一眼王室,开口道。 王室是你的嫡妆,虽然不是生母,但你也叫她一生母亲。 你出嫁的时候,相信她也会出一份嫁妆给你的。 王室,你说是吗? 太后今天一直就对王室很不满,加上又很喜欢云霓裳,所以便帮着云霓裳开口了。 按理说,这庶出的女儿,要是没嫁妆,嫡妆的确是要贴补一些,来彰显正式的气度。 太后都发话了,王室啊了一声之后,也只好答应下来。 是,是,太后说的是。 霓裳,你不用担心,嫡妆也会为你出一份嫁妆的。 说到最后,王室撕了云霓裳的心都有了。 太后的话,倒是让云霓裳有些意外了。 没想到,太后竟然会帮自己。 最后,他的目的原本只是保住这一万两黄金,免得被王室循击让自己把钱都交给他们。 结果现在,还意外收获了王室出的嫁妆。 他当然也立即道。 那,那就谢谢嫡妆了。 说着,他回头看向慕容义,不好意思道。 请王殿下,是小女,不懂规矩,不知道这些礼数,所以弄错了,还请王爷不要见怪。 但是这样的话,小女就能带着王爷的一万两黄金,和父亲嫡妆安排的嫁妆出嫁了。 小女放心了。 说着,他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 原丞相这时候也领悟过来什么。 突然心态也崩了。 之前王室跟他商量了,可以让云霓长把这一万两黄金留在丞相府。 他还暗自高兴了几日。 但是云霓长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锦王说了,要带着这一万两黄金嫁过去,这个钱还能留吗? 慕容义听了,只是微微一笑。 温声道。 王妃不必紧张。 即便相爷和丞相夫人不能出嫁妆,本王也并不计怀。 毕竟本王要迎娶的是王妃,并非丞相夫给的嫁妆。 这突如其来的狗粮,让大家猝不及防啊。 告辞,我们要回家了。 云霓长再次脸红了。 卧槽,这么容易,为什么人美心善就算了,还这么会撩? 丞相为了自己的面子,立即开口道。 殿下此言诧异,本相乃一国丞相,嫁女儿岂会嫁妆都不准备。 再说了,尼长是嫁入锦王府,一个庶女能嫁给锦王殿下,这是光咬门眉的事,也是我们相府的福气。 所以这嫁妆本相不仅会准备,而且还会隆重准备。 一众文武百官,立即称赞。 丞相大计,是啊是啊。 云霓长也立即道。 多谢父亲。 丞相客气了。 画到这里,便是一阵其乐融融的景象。 倒是斜着眼睛看了半天的叶管家,愣是没整明白。 云霓长,这又是哪一处? 眼下在叶管家的眼里, 他们这个魔鬼一般的未来王妃,那是娇柔造作,表里不一,而且诡计多端。 他整这么一处,绝对不简单。 但是为什么看王爷的意思,是已经看破了云霓长的想法,并且完全配合着眼下来呢? 天玄地道。 那既是这般,没什么事呢。 众人就都散了吧。 臣等告退。 慕容义也道。 陛下,臣也回府了。 天玄地看向他,开口道。 你既是身体不适,在宫中歇息一晚也无妨。 众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毕竟外臣是不可以在内宫流宿的。 陛下对锦王简直就是绝对的信任,和天大的恩宠。 慕容义却温声笑道。 陛下的体恤称明白,但是规矩不可费。 他说着,夜管家就上去,把他扶了起来。 天玄地叹气,道。 你既然坚持,那便依你的意思吧。 接着,所有人都出宫去了。 赵小雅依依不舍地看着慕容义出去了,手里的帕子差点没给搅烂了。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赵小雅埋怨道。 太子的那匹狼,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他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念网声咒了,想给云霓长超度。 结果,辛苦超度了这么久,根本就没超度成功,全白费了。 东宫里头,刚刚才治好了脑袋的烈尺,在赵小雅话音落下之后,忽然就打了一个喷嚏。 他狐疑地私下看了一眼,谁,是谁在背后说烈尺大爷的坏话? 倒是赵小雅身后的士币,看了一眼赵小雅的背影,说了一句公道话。 小姐,这也不能完全怪烈尺,毕竟谁都想不到,云霓长无缘无故的,竟然会带着麻飞伞进宫。 说到这里,士币又劝慰道。 小姐,你也不要太生气了,这回不行,咱们下次再动手就是了,日子还长着呢,您是太傅的嫡女,她一介庶女,凭什么与您征紧王殿下? 她的命啊,不会长的。 但愿如此。 出宫之后,众人都各自上了自己的马车,纷纷离开,而慕容义的马车,在回锦王府的路上,叶管家递给了慕容义一杯茶。 这时候,他也是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问道, 王爷,您今日为何要装晕呢? 一开始,叶管家还以为王爷装晕,是为了让乱说话的云霓长被陛下处置,顺便推掉了这桩一点都不合适的婚事。 毕竟以王爷的哑量,根本不可能被任何人弃晕。 但是万万没想到,陛下要收拾云霓长的时候,王爷竟然适时地醒来,帮忙求情,并且还拒绝了婚事作罢的提议,简直是匪夷所思。 慕容义接过茶杯,微微一笑,道。 本王若是不晕倒,就凭他说太子小肚鸡肠,也够他被杖则一顿。 叶管家顿悟了。 所以,您这一晕,所有人都在担心您的身体,病体为重,所以太子也不好计较了。 而且,您醒来之后,这个被气晕的人都不计较,那太子就更不好计较了。 这要是计较,不就是应了云霓长的那句小肚鸡肠了吗? 没错。 慕容义喊手。 叶管家嘴角抽了抽。 哦,王爷,您还真是用心良苦啊,难怪庄云醒来之后,就开始给云霓长各种秋情了。 他又问道, 那王爷,未来的王妃刚刚说起嫁妆的事情,那又是哪一出啊? 慕容义顿了顿,不知是否今日心情不错,便也答了。 今日你当也看得出来,丞相负众人关系微妙,想必他是担心本王给他的一万两黄金被王室夺去罢了。 叶管家再次顿悟。 所以您的意思是,他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就算自己的生物没有留下值钱的东西给他,但是丞相还是会给他置办嫁妆的。 所以,他特意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为了找个由头,提起那一万两黄金的事,并表明他要将那一万两作为嫁妆,这样的话,王室就不能抢夺了。 这下,叶管家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这个王妃吧,虽然有时候实在是娇柔造作的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呢,聪明也真的聪明啊。 话到这里,慕容义问道, 你们去了东宫之后,可还发生过何事? 叶管家立即把太子跟云锦绣婚事取消的过程都告诉了慕容义。 慕容义听完之后,嘴角的笑意慢慢脸下,最终他温润的声音缓缓地道。 让影十二的人盯着丞相府,丞相府的众人回复遗柱乡之后,你便替本王走一趟丞相府。 啊,去做什么? 慕容义又温润交代了几句。 丞相府的马车上,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王氏和云锦绣更是故意当着云丞相的面,捂着脸哭。 原本还以为,锦绣未来就要做太子妃了,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牧衣天下的皇后。 没想到这事情就这般。 云丞相呵斥道,哎呀,别哭了,今日已经够丢人了,你若是还在马车上,哭得其他家的人听见了,岂不是又给人家看我们相府的笑话? 王氏一听,便抽掖着不哭了。 云丞相却是扭头,看了一眼云霓裳,怒道。 回府之后,你给我好好交代,自己为何要对着太子,戳破玉佩之事。 云丞相微微咬了下唇,小声道。 是,父亲。 马车到了丞相府的门口,众人便都下车,往相府里走。 刚刚走进大堂,云丞相便对着云霓裳怒道。 给我跪下。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王妃,你是魔鬼吗?》 作者,风雅一送,后期,洛花。 演播,小莲莎。 张恩泽,北延,正锦太郎。 四喜,等。 第四十一集 王爷让我来救场。 云丞相这话一出,王氏和云锦绣的眸中,立即掠过喜色。 还好,丞相的确是准备好好惩治这个贱人的。 云尼长听了云丞相的话,也老老实实地跪下,咬着下唇,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十分可怜。 倒是让云丞相看着,语气不自觉地缓和了几分。 但是他还是怒道。 你说,你今日为何要对太子说出那些话来? 云尼长小声道。 女儿敢问父亲,父亲当真觉得,今日退婚只不过是因为太子殿下听见女儿的话了吗? 虽然是问着云丞相,但云尼长却是丝毫不敢抬头。 似是十分迫于父亲的威严。 他这般恭敬的姿态,也让云丞相渐渐觉得,火气被慢慢瓦解。 倒是王室和云锦绣。 一听云尼长这话,就来了气。 王室更是直接就道, 你这话说得稀奇,若非是因为听见你的话,太子殿下岂会找太后,说出不能将错就错来。 父亲应该清楚,从一开始,所谓捡到了玉佩,并非是太后真的想成全这段所谓姻缘。 其实,不过是太后想要借这个理由,让太子跟丞相府结亲罢了。 原丞相对此,自然心里再也清楚不过了。 于是他开口道, 的确如此, 你继续说。 那么, 若是太后和太子都十分钟意姐姐, 岂会因为玉佩不是姐姐捡的, 这婚事就作罢了呢? 云锦绣一听这话,当即就不乐意了。 他怒道, 云霓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分明就是在说, 因为太后和太子殿下对自己不满意, 所以他们二人一听说, 有这么一个搞错了真正捡到玉佩之人的借口, 就立即把婚事推掉了。 姐姐, 妹妹什么意思? 姐姐应该能听明白。 云锦绣鼻子都被云霓裳给弃歪了, 扭头就看向云丞相, 道, 父亲, 您看看他, 他说的都是什么话? 云丞相没说话, 思虑了片刻之后, 倒也想通了什么, 冷着一张脸看向云锦绣, 呵斥道, 够了, 他说的也是事实, 依你今日在宫中的表现, 太子要退掉你的婚事, 再正常不过了。 陛下也曾提及了, 要退掉锦王和霓裳的婚事, 锦王殿下不同意, 但太后说起要退掉你与太子的婚事, 太子立即就同意了, 这其中缘由, 你自己没有反省过吗? 云丞相的确是提醒了云丞相, 毕竟不管是赐婚还是退婚, 皇家的婚事岂有这么简单的? 这其中, 都关乎各方朝堂势力的平衡, 当真就为了一个玉佩, 到底是谁捡到的? 说赐婚就赐婚, 说算了就算了? 事情到这个局面, 其实最大的理由, 还是云锦绣不争气, 今日几次想害人不成, 反而在陛下太后和太子的面前, 暴露了自己的恶毒和愚蠢, 这才导致局面成了这般。 云锦绣却是差点气炸了, 父亲! 没搞错吧, 云霓裳搞砸了自己的婚事, 父亲却让自己反省, 这天下还有这样的道理? 王氏也开口道, 相爷, 这明明是云霓裳从中作梗, 才让婚事作罢, 他分明就是看不得锦绣好。 够了! 以本相对陛下和太后的了解, 看了锦绣在宫中的表现, 再加上前些日子, 锦绣还霓裳的流言, 如今, 就算今日太子, 没知晓玉佩不是锦绣剪的, 这桩婚事, 他们也会找别的理由退掉的。 就是因为早就打算退掉了, 太后才会顺势而为, 皇家那些人, 云丞相伺候了这么多年, 早就一清二楚了, 他只是一时间被愤怒蒙蔽了双眼, 才没看明白, 但他还是看向云霓裳, 怒道, 可即便是如此, 你也不该受人以柄,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姐姐品行有问题, 冒认了剪刀玉佩的事, 才被退婚, 这叫你姐姐日后如何见人, 如何嫁得出去呀? 是啊, 云霓裳的话是有道理, 可是回府之后, 等皇家的人找其他理由退婚, 也不会对云锦绣的名声, 产生这么大的损害, 而且陛下还会因为退婚的理由 是皇家的人找的, 多少补偿一下他们丞相府, 可是眼下这…… 云霓裳听着丞相这么说, 就已经松了一口气, 云丞相还是讲道理的, 只要让云丞相知道, 是云锦绣今天作妖, 才害得这桩婚事早晚被退掉, 并非完全是自己的原因, 那接下来就好编了, 他立即哭着道, 父亲, 女儿也是被逼无奈呀, 云丞相簇眉问道, 被逼无奈? 谁敢逼你? 云丞相说完这话, 立即就回头, 看了一眼王室和云锦绣, 王室立即道, 相爷, 您看我们做什么, 难道我们会逼他对太子说这种话吗? 云丞相立即收回了眸光, 重新盯着云霓裳, 怒道,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可还记得, 太后和太子殿下说要退婚的时候, 女儿还为姐姐求情了, 这就足以证明, 女儿根本一点都不想让姐姐被以这样的理由退婚, 其实女儿说那些话, 还争巧被太子听见, 都是有人受益的。 是谁受益? 云丞长一脸为难, 似乎是想说又不敢说。 云丞相立声道, 你直言便是。 父亲, 此人身份尊贵, 女儿着实是不敢。 云丞相沉默了片刻, 皱眉道, 莫非你是指太子? 毕竟云丞相也看得出来, 今日说起退婚, 太子十分地积极, 一口就答应下来, 并且太子几次反对不追究此事。 云丞长此刻又这么害怕, 要说是太子受益, 并非不可能。 云丞长一听这话, 吓得脸都白了, 哆嗦着道。 父亲, 女儿谁都没有说, 不是太子, 真的不是, 父亲可千万不要找太子对质, 你而是断然不会承认的, 不是太子, 绝不是太子, 父亲, 不是太子逼我的, 真的不是, 真的。 他话是这么说, 可是这吓得脸色发白, 与无伦次的表现, 却分明就在指向, 一切全是皇甫印受益的。 今天这个事, 就是那个狗太子搞出来的, 要不是他, 揭破自己和小青, 提及关于玉佩的事, 然后顺时退婚, 自己需要跪在这里被问罪吗? 既然这样, 那就把锅都甩给他好了。 看着云霓裳这般反应, 云丞相的脸色顿时全黑了。 竟然真的是太子! 云丞相认为, 云霓裳这胆小怕事的样子, 是绝对不可能有胆子欺骗自己的。 那么, 在背后从中作梗的, 就肯定是太子了。 王氏一听这话, 立即指着云霓裳怒道, 胡说, 你休要欺瞒你父亲, 太子好端端的, 为何要逼迫你做这等事? 云霓裳一脸, 我没想到, 居然被父亲猜中了, 就是太子的模样。 脸色惨白地低声道, 太子说, 他不想娶姐姐, 别让女儿随便编造点什么都行, 否则, 他早晚要让那匹狼咬死女儿, 女儿心里害怕, 正巧, 那玉佩的确是女儿捡的, 故儿, 女儿才…… 云霓裳毫无愧色地栽赃给皇府印, 并且一边说, 一边瑟瑟发抖, 仿佛是整个人都被皇府印给吓坏了, 小青和小蕊心说, 我们怎么不知道, 太子什么时候说过这话, 您说的跟真的一样, 我们两个差点都信了。 云丞相却是完全信了, 怒道, 这个皇府印, 简直太不把老夫放在眼里了, 真当我们丞相府, 是好欺负他吗? 云锦绣立即气冲冲地道, 不, 我不相信, 父亲, 我们现在就去找太子殿下当面对质。 你还要找太子当面对质? 你还嫌自己今天不够丢人吗? 再说了, 你看看你妹妹吓得发抖的样子, 她是胆敢栽赃太子殿下的人吗? 这…… 父亲, 这真的不好说, 我觉得云霓裳现在的样子, 说不定也是庄的。 但是云霓裳立即哭着道, 父亲, 太子殿下是一国储君, 是未来的帝王, 女儿哪里来的胆子, 胆敢负灭她。 云霓裳断定, 云丞相是肯定不会找皇府印对质的。 果然, 王室这时候开口道, 相爷, 谁知道这个贱人说的是不是真的? 要是他当真有这么大的胆子, 够陷太子呢? 我们不如还是找太子。 够了。 此事倘若真的是太子指使, 他暗中做这种事, 那本相去问他, 他会承认吗? 这, 这倒也是, 太子都暗中搞鬼了, 问也不会承认呀, 云丞相冷知道。 若是坚持问下去, 反而显得本相为了婚事纠缠不休, 拼了命也要把女孩嫁给他, 反而让太子看清了我们丞相府。 也罢, 他皇甫印不想娶老夫的嫡女, 老夫也未必想把女孩嫁给他。 只是, 没有老夫的支持, 他能不能坐稳自己的东宫之位, 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此刻的皇甫印, 莫名其妙地就打了一个喷嚏, 太子殿下忽然觉得背后凉凉的, 甚至有些阴森, 就像是有人在背后说自己坏话一般, 发生何事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邪, 等。 第四十二集, 道理都是你们的, 我们, 只有委屈。 不知道为什么, 他脑海中手当其冲的, 就想起来云霓裳那张假装柔弱的脸。 哼, 这个该死的女人, 这个时候, 肯定在丞相府, 因为云锦绣被退婚的事情, 被云丞相教训了吧, 看他还敢犯伤, 对自己不敬。 他当然完全不知道, 云霓裳已经成功地, 把锅全部甩给他了。 云丞相对云霓裳的话, 已经是完全信了, 他深呼吸了几口气, 走到主位上坐下, 喝了一口茶之后, 还是觉得, 这口邪火压不下去。 丞相大人在自己心中的记筹小本本上, 迅速地想出了十个明天早上早朝的时候, 跟太子对着干的计划, 才忍住了怒骂黄府印的冲动。 王室这时候却是开口道, 好吧, 相爷, 可就算是如此, 云霓裳都不与您商量一下, 就做出此事。 难道被太子恐吓一番, 他就忘记了自己是丞相府的人, 应该以丞相府的利益为重吗? 其实, 王室和云锦秀心里虽然一百个不服气, 但是他们也相信了, 这事儿估计真的是太子指使的, 毕竟他们就是做梦都想不到, 居然还有人敢信口走来, 随便诬陷异国太子。 云霓裳听了王室的话, 就知道事情还是会被绕回到这一点上, 他立即啜泣道, 父亲, 女儿, 女儿当时是真的害怕, 六神无主了, 他是太子, 试问女儿, 岂敢跟他作对呢? 女儿想着, 太子既然对姐姐这么不满, 早晚也还是要退婚的, 女儿又为了保命, 所以便配合了, 还请父亲宽恕。 话到这里, 云霓裳就不再说了, 这个事儿, 原本就闹得够大, 他能把场圆到这个份上, 就已经不错了, 至少已经能够保证, 丞相相信这是太子的意思, 自己今天没有被打残的风险了, 现在就完全看丞相的选择, 原丞相要是还咽不下这口气, 他可能还是会挨打, 但是应该打不残, 而且教训完了, 丞相应该会消气, 以后也不会让自己在丞相府不好过, 毕竟自己也是被逼无奈嘛。 若是咽得下这口气, 那自己就没事了? 云丞相盯着云霓裳, 也的确是在犹豫, 要不要下令仗责云霓裳一顿。 原本进门的时候, 丞相是怒气冲冲, 想让人直接打断了云霓裳的腿, 但是现在, 一切都是太子指使的, 这……, 要不然还是打个二十大板, 也断不了腿, 却能给自己出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相府的管家忽然进门来了。 相爷, 那个, 锦王府的叶管家来了。 云丞相眉头一皱, 开口道, 这个时辰, 他来干什么? 不过, 一听说叶管家来了, 倒是提醒了云丞相, 这云霓裳, 马上就是慕容义的王妃了。 眼下云锦绣的太子妃之位, 没了已经是事实, 自己今日若是还要把云霓裳收拾一顿, 这岂非是故意把锦王殿下 也推出自己的阵营。 他立即道, 请叶管家进来。 不一会儿, 叶管家就进来了。 云丞相问道, 叶管家, 不知你此时来, 是…… 叶管家心说, 还不是王妃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王爷觉得, 就算他再聪明, 能找到法子避免被打残废, 但芭城还是要吃点苦头, 所以王爷就让我来救场呗, 但是这话他肯定不能明说。 叶管家看向云丞相, 开口道, 相爷, 您应该还记得, 今日王爷被相府二小姐弃病的事儿吧? 这…… 云丞相的脸上浮现出一份尴尬来, 开口道, 此事的确是霓裳与我们相府的过失, 本相明日就会亲自带她去锦王府, 向锦王殿下赔罪。 王氏和云锦绣一听这话, 母女两个人顿时快乐了, 看来锦王府是兴师问罪来了。 锦王殿下的事儿, 再加上云锦绣婚事的事儿, 两件事情加起来, 还怕云丞相会不处置云霓裳吗? 倒是云霓裳有些意外, 潜意识里, 他觉得人美心善的慕容义, 应该不会来问罪的, 他要是有问罪的意思, 在宫中的时候又何必为自己求情呢? 云霓裳所料不差, 叶管家一听丞相此言, 便立即笑道。 相爷, 您误会了, 王爷的意思并非是要您和二小姐上门赔罪, 今日在宫中王爷已经说了, 他被弃病了, 这段时间定是要人照顾的, 所以有劳二小姐明日起去王府照看王爷。 啥? 这是干啥? 叶管家看着云霓裳这反应, 赶紧补充道。 二小姐放心, 您只需要每日去一个时辰, 陪王爷说说话就是了, 不会耽搁太多时间的。 原丞相促眉道。 可是虽然锦王殿下与霓裳有婚约在身, 这未婚男女这般见面实在与理不合, 本相担心外头会有人说闲话。 相爷不要忘了, 今日在宫中, 陛下要打杀二小姐, 王爷求情的时候便说了, 若是打杀了二小姐, 谁来照顾王爷啊? 眼下, 相爷若是推了此事, 那等于是欺君了。 况且俗话说得好, 身正不怕影子邪, 只要二小姐每日都从正门进, 从正门出, 坦坦荡荡, 自然不惧闲话, 更别提是, 今日二小姐在宫中救了劣耻的事。 那是众人皆知啊, 哪怕就是说二小姐, 以大夫的身份去看王爷, 也并无不妥啊。 云丞相犹豫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答应下来。 这, 那好吧, 此事是我们丞相府的过失, 我们也理应承担责任, 还请叶管家回去之后, 替本相对锦王殿下表示歉意。 相爷的歉意, 老奴一定转达给王爷, 相爷请放心。 话说到这里之后, 叶管家看了一眼云霓裳, 逼着头道, 王妃今夜还请好好休息, 明日一早, 锦王府会派马车来接王妃的。 事情发展到这里, 云霓裳也终于反应过来了, 虽然不知道慕容义这是有心还是无意, 但肯定是成功地搭救了自己, 明日一早就要派马车来接自己去锦王府。 这般情况下, 丞相还能下令收拾自己吗? 要是自己身上有伤, 明日去锦王府多不妥当。 云霓裳立即道, 那就有劳叶管家了。 叶管家这时候还笑着道, 王妃客气了, 王爷对王妃十分的上心, 是老奴应该请王妃日后 对老奴脱嫁照顾才是啊。 这话是王爷嘱咐叶管家一定要说的。 说完之后, 叶管家就斜着眼睛, 看了一下云丞相的表情。 果真, 云丞相一听此话, 顿时精神疑速, 整个京城无人不知, 叶承文虽然只是一个奴才, 但是因为锦王府人丁单薄, 慕容义的父辈、祖辈, 都在外杀敌, 锦王殿下乃是叶管家照顾长大的。 说是主仆, 其实与亲人无异。 现在在锦王府, 地位如此之高的叶管家, 都说出自己日后需要霓裳照抚的话。 足见霓裳对锦王殿下的重要性了, 那自己还能罚霓裳吗? 这要是罚了, 她心有芥蒂, 日后怎么无怨无悔地联合锦王殿下帮衬相府呢? 云霓裳也不傻, 听到这里, 就觉得自己估计猜得八九不离十, 慕容义真的是为了给自己解围。 她立即道, 叶管家客气了, 是我日后还要请叶管家多多提点才是。 不敢, 不敢, 那老奴就先回去了, 相爷, 您也早些休息。 叶管家一路小心, 管家, 送叶管家出去。 是。 两个管家一起客客气气地出去了。 他们离开之后, 原丞相看云霓裳的表情, 瞬间和蔼可亲了起来, 开口道, 霓裳啊, 方才叶管家的话你也听见了, 你快回去歇息吧, 明日也好有经历去锦王府, 贪顾锦王殿下呀。 原年长似乎有些怯怯地, 问了原丞相一句。 那父亲, 您不罚我了吗? 原丞相更加和蔼地道。 为父怎么舍得, 为了一点小事就苛责于你呢? 为父方才态度不好, 不过是故意吓唬你, 想要逼你说出真相罢了。 现在真相大白, 为父岂还有责罚你的道理呀? 云霓裳一听, 立即以一个优秀的绿茶婊的姿态, 亲着眼角的泪花, 感动地开口道。 父亲对霓裳如此宽容, 霓裳真是, 无言面对父亲。 哎哟, 妇女之间还这般客气作甚。 去吧, 回去休息吧。 霓裳弯腰行礼。 是, 父亲也早些休息, 嫡母和姐姐也早些歇息吧, 莫要气坏了身子。 说完, 云霓裳就带着小青和小蕊 转身离开了。 王氏和云锦绣, 见着局面如此进展, 二人脸色都发青, 王氏频频扭头看向丞相, 见着云丞相的意思是真的不追究了, 气得脸都轻了。 等云霓裳走出去之后, 王氏愤怒地道, 相爷, 您就这么放过他了? 云丞相瞥了他一眼。 不然呢, 叶管家都说了, 明日一早就见霓裳过府, 看顾锦王殿下。 此刻本王若是下令将他仗责一顿, 他明日带伤出门, 锦王殿下会怎么想? 他定就知道了, 本相处置了他未来的王妃。 更别说叶管家对霓裳的态度, 你也看见了, 以他在锦王府的地位, 都要对霓裳说客气话, 本相却把他处置一顿, 使得他与相府离心, 日后不再说服锦王帮衬相府, 对本相有何好处? 王氏和袁锦绣心想, 虽然您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还是很委屈啊, 道理都是你们的, 我们只有委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等。 第四十三集, 你们行, 你们上啊。 云锦绣哭着道, 可是父亲, 难道女儿就这么咽下这口气吗? 云丞相神色凝重, 并且十分生气地道, 自然不会, 本相从明日开始, 就与太子作对, 一定要让太子知道, 开罪本相是多么不明智。 此时, 黄府印忽然莫名其妙地就打了一个喷嚏, 父亲, 您是不是对我的话有什么误解? 难道我是想要您去对付太子吗? 而云丞相的话说到这里之后, 扭头看向云锦绣, 也怒道, 你今日在宫中的种种表现, 实在令本相失望, 若非是你一直想害你妹妹, 岂会把事情弄成这样? 你已经是未来太子妃了, 这种时候, 你就要凡事求稳, 不要多生事端, 避免节外生枝, 但是呢, 你们偏要没事找事, 无事生非, 做了这许多妖, 最后弄到你们母女两个, 一个丢了一匹告密夫人的位置, 一个丢了未来太子妃的位置, 你们都要好好反省, 本相对你们二人, 失望透顶, 是, 相爷, 父亲, 我知道了, 现在, 倒成了他们两个要反省了, 您对我们失望透顶, 哼, 相爷, 不瞒您说, 我们对您也挺失望的, 话到这里之后, 元丞相咳嗽了一声, 似乎有些尴尬, 也有些迟疑, 但还是强行做出了一副 高风亮节的姿态, 双手背在身后, 对王氏道, 你日前说, 能有法子让霓裳板的一万两黄金, 留在相府, 现在宫宴已经结束了, 你的计划如何, 打算什么时候处理, 一说这个事, 王氏的表情也苦哈哈起来, 他开口道, 相爷, 您今日在宫中也看见了, 云霓裳都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 要将那一万两黄金作为嫁妆之衣, 带到锦王府, 窃身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云丞相在宫中的时候, 就知道此事没多少希望了, 但是内心深处, 还是对王氏抱有几分期待, 结果现在希望破灭, 就跟被浇了一盆凉水一样难受, 他恼怒地看了一眼王氏, 道, 之前是你主动提起此事, 说要为本相分忧, 把银子留在相府, 现在你又说你没有办法, 为本相分忧分忧, 你分的忧呢, 都在何处,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本相不这么失望啊, 那局面是什么样, 你也不是没见过, 这能全怪我吗, 我要为您分忧, 把一万两黄金据为己有的时候, 云丁长根本也没对锦王殿下说那些话呀, 还不是您偏要说, 等宫宴结束之后再处理此事, 才让我这么被动啊。 可是现在, 云丞相已经对他一百个不满意了, 他现在还能责难丞相几句不成, 于是, 也只好忍着满腹的委屈, 开口道, 相爷, 是切身无能。 云丞相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大步往外走, 不悦地道, 今夜, 我去赵姨娘处歇息。 是, 王氏手帕钻紧, 心里已经很想骂人了, 自己当初想要立功, 跑到相爷那里说, 抢夺云丁长银子的事, 最后功劳没成, 还被怨对, 早知道如此, 一开始就不应该起这个心思才是。 而云丞相走到门口之后, 还回头看了一眼云锦绣, 怒道, 你自己好好反省, 以后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竟然愚昧到, 弄得太子直接退掉你的婚事, 若非是因为你也受了不小的打击, 本相今日, 定要重重罚你。 云锦绣立即委屈地道, 是, 父亲, 女儿知道错了。 在云丁长落水之前, 云锦绣每每在云丞相面前委屈, 那都是装出来的, 为了挑拨云丞相教训云丁长, 但是今日, 她是真真切切地委屈了。 等云丞相走了, 云锦绣也赶紧回过头, 看着王氏问道, 母亲, 您刚才跟父亲说的话, 那意思是说, 云丁长的一万两黄金, 我们不能占为己有了。 那您之间还说, 那笔银子留下之后, 为女儿多添置一些首饰, 还会给女儿一半作为嫁妆, 这都…… 都没戏了。 咱们能别说这个事了吗? 我刚刚才为这个挨骂呀。 云锦绣也难受了, 她指摘王氏道, 母亲, 我问您此时是否有把握, 您说您有把握, 结果呢? 王氏一脸麻木地道, 结果, 云丁长的一万两黄金, 我们没能抢来。 不仅如此, 今日在宫中太后一句话出来, 云丁长出嫁的时候, 我还许诺了, 要拿自己的提级钱, 补计她的嫁妆。 云锦绣哭了, 母亲, 这跟我们之前商量的不一样。 原本被退婚了, 她想着, 好歹能占了云丁长那么多银子, 自己也算是勉强有个安慰。 可是现在, 安慰还是没着落。 王氏开口道, 我的心里也很难过, 你要知道, 现在要拿出自己的提级, 补贴那个小贱人的人, 可是我呀。 母亲, 父亲说得对, 您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云锦绣说完, 一脸失望地转身离开。 失望, 失望, 你们都失望些什么? 难道我自己不难受吗? 你们都这么厉害, 随便就能失望。 想必, 你们能力都逼我出色了吧? 你们行, 你们上呀! 王氏好端端地就得了两痛几对, 先是被夫君失望, 接着又被女儿失望。 他生气地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咬牙切齿地怒道, 我对你们也都很失望。 这一句话落下, 他怒气冲冲地往自己房间走去。 沈婆子开口道, 夫人, 您冷静, 现在这般只会令亲者痛, 愁者快呀。 沈婆子的额头也都是冷汗, 为什么好端端地? 从二小姐落水醒来之后, 他们一次便宜都没有占到就算了, 还一直在自食恶果。 现在夫人, 小姐和相爷, 甚至还离了心。 王氏咬牙切齿道, 不必你说, 这一切都是云霓裳这个贱人造成的。 我王氏只要活着一天, 就绝对不会放过云霓裳这个该死的贱人。 你扶而来。 沈婆子立即把耳朵伸过去, 王氏一阵耳语, 说完之后, 沈婆子看向王氏, 开口道, 夫人, 您的意思是, 我们在二小姐去锦王府的马车上动手脚, 想办法让二小姐从马车上掉下去摔死。 王氏点点头, 一脸阴沉地道, 对, 就是如此, 之前在宫门口, 锦绣便打算让云霓裳从马车上摔下去, 没成事。 这个事, 我来为锦绣做成, 看他还会不会说, 对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失望。 沈婆子眼角一抽, 可是夫人, 您刚才莫非没听见, 锦王府说了, 明日一早是锦王府的马车来接二小姐, 那是锦王府的车, 车与马均不在我们相府, 我们如何坐手脚啊? 夫人, 您这样, 就是奴婢对您也有一丝失望了。 王氏沉默半赏之后, 又在沈婆子的耳畔一阵耳语, 那就这般。 沈婆子听了, 开口道, 此事虽有些凶险, 若是被发现了, 恐怕不能善了, 但也不是为了一个好主意。 好, 老奴明日就去办。 今晚, 不要等明日。 是。 东宫里, 一名侍卫, 飞快地走到黄府印的跟前, 开口道。 殿下, 那名在烈尺身上动了手脚之后自杀的工人, 我们已然差到了一些端倩了。 六年前, 他家中遭逢变故, 赵太夫正巧路过, 接紧了他们家。 两年之后, 他入宫做奴才, 刚进宫的时候, 还犯了点错, 差点被陛下处死。 也是赵太夫求情了, 一年前, 他才被调到东宫, 为您照看烈尺。 皇府印沉谋, 冷声道。 所以说, 他也就只跟赵太夫之间, 有些恩怨牵扯。 侍卫点头。 殿下, 去书子, 属下还按照您的意思打听过了, 这名工人, 平时也不准求您财物。 不过侍卫心里, 还是有些懵, 为什么调查这名工人的生平就罢了, 还要调查这名工人是否爱财。 皇府印听完, 声陷冰冷, 道。 你先退下, 继续查,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蛛丝马迹, 以及调取宫中记录, 当日可有其他与赵太夫有牵扯的人, 进过东宫。 还有, 看看赵小雅身边的人, 是否有与其他人接触。 是。 侍卫急急奔出去, 心里更加想不通了, 这又跟赵家小姐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殿下都吩咐了, 自己就直接去办吧。 小仙子开口问道, 殿下, 您觉得此生跟赵小姐有关? 皇府印沉谋, 冷声开口, 这自尽的奴才既然不爱财, 那为了恩情的缘故做出这种事, 是最可能的。 赵太夫卧病在床, 倒是赵小雅给皇妹陪毒, 暂居宫中, 她自然脱不了嫌疑。 殿下, 也看出赵小姐的心思了? 皇府印一愣。 什么心思? 小仙子一脸懵逼。 您一点都没看出来啊? 只是按照线索, 查到赵小姐身上而已。 皇府印嘴角一抽。 那群女人的心思, 本殿下如何会清楚? 就像她一直都没想明白, 今日宫中之会, 云霓裳, 云锦绣, 赵小雅, 到底是为什么要聚众标系? 为何都不能好好的, 诚恳地说话呢? 小仙子咳嗽了一声, 开口推测道。 殿下, 您说, 她会不会是心仪锦王殿下? 今日她几次与相府二小姐作对, 后头还极力主张拨乱反正, 取消相府二小姐与锦王的婚事, 奴才觉得极有可能是如此啊。 皇府印的眉宇间略过一丝疑惑, 她是为了慕容忆如此, 哭还以为她只是想表现自己。 哎哟, 太子殿下, 您对女人的心思居然一点都不关注啊, 这么明显您都看不出来。 不过会多想想, 太子殿下这么多年都是一心一意处理政务, 就没为女人花过心思, 这样的话倒也正常啊。 皇府印很快收敛了心思, 厌烦地道, 罢了, 这群女人的想法本殿下不感兴趣, 找出真相便可。 殿下, 您这么不关心女人的心思, 奴才可真担心您孤独一生啊, 这…… 她突然觉得, 云霓裳骂殿下直男癌, 说殿下要不是出身好, 这辈子都娶不到夫人, 好像还挺有道理。 不过, 直男癌到底是啥? 可是…… 小轩子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皇府印, 继续说正事。 这若真的是赵小姐做的, 那殿下要如何处理啊? 毕竟赵太傅是太子的太傅, 是您的老师的…… 皇府印眉心微醋, 并未答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四十四集, 我替王爷, 谢谢您啊。 云霓厂带着小青和小蕊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小青和小蕊进门之后, 就有很多的疑问 和很多的崇拜想要表达。 比如, 为什么在宫中 对锦王殿下提起那一万两黄金? 比如, 小姐为什么能想到 用那个朴素的簪子 来解了自己偷窃大小姐簪子之位, 还除掉了清和。 再比如。 然而, 他们一个问题都没能问出来, 云霓厂率先道,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关于今天宫宫的问题想要问我, 但是我并不想回答。 还是那句话, 你们少发问, 多思考, 才能早点变得聪明。 小青和小蕊嘴角一抽, 小青道 那好吧 小姐奴婢不问了 奴婢自己想想 不过小姐 今天倒是多亏了锦王殿下 派了夜管家过来 不然看相爷的样子 说不定还要责罚您 云霓裳点点头 坐在床上 非常不雅地给自己脱鞋 并且开口道 是啊 慕容忆真是人美心善 今天救了我好几回 我发誓 以后不管遇见任何情况 就算是有人拿着刀 架着我的脖子 关于他不举这件事 我都绝对不会说出去一个字 慕容忆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他怎么忍心出去接他的短呢 小青和小蕊心说 小姐 您怎么还惦记这个事呢 这不都是您自个儿瞎猜的吗 反正他们两个是难以想象 那样风光济月的锦王殿下 竟然不举 不过锦王殿下身体这么虚弱 小姐又说得言之凿凿 这也是很难说呀 奉命来确定 云霓裳会不会被罚 所以正好出现在窗户外面的影三 再次听到这个话题 已经是一脸麻木 王妃 拿刀架着您的脖子您都不说 您还很有节操呀 我替王爷谢谢您呢 影三已然确定了云霓裳不会被罚 便转身准备回去复命 并且他决定回去 让管家更先陆容 给王爷补补 拯救一下男人的尊严 不能让王爷再这样逞强下去了 嗯 却没想到 就在这时候 听到屋里头小青问道 那小姐 您现在对锦王殿下 现在是什么想法 什么想法 影三竖起了耳朵 赶紧回过头 这个咱们还是要听一听啊 万一未来的王妃 又整出一个什么 还惦记着太子呢 对慕容义的想法 云霓裳思考了一会儿 看着他们眨眨眼 你们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假话有什么好听的 云霓裳实话实说道 我想扑倒他 小青和小蕊 如遭雷击 影三的手摸上了自己的刀柄 又颤抖着拿回来 又重新摸上刀柄 再一次拿回来 如此反复多次 一时间 手竟然无处安放 连自己到底是不是想拔刀 都不能确定了 扑 扑倒 我朝的女子 难道背地里议论男人 都是如此奔放的吗 影三已经开始怀疑 会不会也有许多女人 暗地里也想扑倒 英俊潇洒的自己呢 小青为云霓裳 倒茶的手 颤抖了一下 哆哆嗦嗦地 把水都倒到外面去了 弄湿了桌布 还浑然不觉 只盯着云霓裳道 小姐 您是认真的吗 云霓裳点点头 继续实话实说 我当然是认真的 你看慕容忆 长得那么美 身体虽然虚弱 但是咳起来都那么好看 还有黄金比例的身段 黄金比例的身段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大概的意思 就是堪比太阳神的身材 她衣衫收束之间 我几乎都能看出来 她修长的腿 紧窄的臀 还有身上的胸肌和腹肌 我的妈呀 窗外的影三心里想 王妃啊 您是魔鬼吗 您说的都是啥呀 王爷今天没有脱过衣服 被您偷看到吧 影三决定 一定要回去问问叶管家 小青和小蕊更是震惊了 话都说不出来 小蕊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 看着云霓裳道 小小姐 所以您很规予 锦王殿下的身体 很规予算不上吧 我刚才说的 都是客观情况 理性的分析啊 一科大学生 可是理工科 所以云霓裳一直觉得 自己特别理性 那您 我就是想说 因为他长得好 身材好 而且还病弱 这么完美的男人 特别能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也特别能激起人的保护力 我想扑倒他 嬷嬷他绝美的脸蛋 不是很正常吗 小青和小蕊松了一口气 小蕊道 原来您只是小嬷嬷 锦王殿下的脸啊 吓死奴婢了 云霓裳支着下巴 迟笑道 不然呢 难不成 你们以为我扑倒他 是要睡他 占有他 得到他 唉 他不举啊 就算我一百个愿意 也没用啊 挺三岸想 万一 万一我们家王爷 举呢 小青和小蕊觉得 这些话 他们两个人听了 脸都红了 实在是不明白 小姐为什么能说得 这么理直气壮 漫不经心 可把小姐牛坏了呢 小青红着脸道 小姐 您早些休息吧 明天早上 锦王府的马车 就要来接您了 您明日 说话可要仔细着些 锦王殿下的身体 真的不好 您别又把人家 给气病了 是啊 小姐 继承锦王府的遗产 这种事 我们心里想想就行了 千万不能再说出来了 尹三按骂道 合着你们心里 还想着呢 云霓裳白了他一眼 当时还不是听见 小蕊担忧地问 慕容义活不过二十五 怎么办 他为了安慰小蕊 才说 至少咱们可以继承遗产啊 现在反而还怪自己 气着慕容义了 云霓裳挥了挥手 行行行 你们也收拾收拾 赶紧睡觉吧 说完 他也躺到床上 心中也开始计较起来 王氏和云锦绣 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 肯定不能善把甘休啊 自己接下来 要更小心才行 小青和小蕊立即应下 很快就出去了 尹三听到这里之后 也知道自己 得赶紧回去复命了 于是他立即转身离开 锦王府 叶管家先回了王府 找慕容义复命 王爷 您交代奴才去相府说的话 都已经说完了 料想未来的王妃 是不会有事了 不过 您这样帮他 他能意识得到吗 慕容义温声一笑 缓缓地喝了一口茶 他比你想象的 聪明得多 叶管家嘴角一抽 十分大不敬地 悄悄地斜着眼睛 看自家王爷 撇了撇嘴角 他现在总怀疑 王爷对于霓裳 有了太多 过于美好的看法 反正他觉得 那个娇柔造作的王妃 配不上自家王爷 不接受反驳 就在这时候 影三回来了 叶管家直接就问 相爷没法未来的王妃吧 影三这时候 还有些失魂呢 一听这问题 赶紧回复道 没有 王妃一点事都没有 不仅没事 还说了很多 雷人的话呢 慕容义看着他神色有异 放下了手里的茶杯 微微一笑 温声问道 可是王妃又说什么了 影三看了一眼慕容义 难受得道 王爷 说是说了 但是说了什么 属下觉得 您是不会想知道的 这下 叶管家第一个就不高兴了 绷着一张碗娘脸 不悦地开口道 难道王妃 还说了王爷的坏话吗 他本来就觉得 云一长根本配不上自家王爷 要是他还说王爷的坏话 那叶管家觉得没法忍了 那 那倒不是 慕容义温声道 说了什么 你但说无妨 王爷 当真无妨吗 不需要 并推左右 叶管家第一个就不高兴了 这个影三 翅膀硬了呀 可还是自己把他选入府中的 现在出去探听了消息回来 就要把自己当成左右 给并退了 这个世界上的人 为什么总是这么忘恩负义呢 接收到叶管家 充满成见的眼神 影三一脸悲怆的福娥 开口道 管家 您千万不要误会 属下不是不信任您 而是 事关王爷的 情欲 为什么每次禀报王妃说的话 他影三 都会有得罪人的风险呢 上次 差点得罪了所有的影卫兄弟 这次 又差点得罪了叶管家 倒是慕容义闻言 没稍微扬 上一回 影三要求让其他影卫都出去 禀报的消息 就是袁霓裳猜测他不举 看来今日他的话 应当也是寻常难以接受的 他倾笑一声 温声道 无妨 说吧 那属下真说了 属下说之前 想问王爷和叶管家一个问题 你问吧 叶管家心里还隐约的不满意 所以语气不是太好 影三听着这种恶劣的语气 心中很委屈 但还是继续开了口 属下想问 王爷今日在宫中脱衣服了吗 你说什么呢 好端端的 王爷在宫中脱衣服做什么 那 那是否换衣服了呢 没有 那就怪了 今天王妃对她的丫头说 她说王爷衣衫收束之间 她能看见王爷 慕容义淡淡地问道 看见本王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洛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 等 第四十五集 王妃说了王爷的坏话 影三绷着一张脸 一字一句 艰难地道 看见您 修长的腿 紧窄的臀 还有胸肌和 腹肌 啊 什么东西 王妃说啥呢 叶管家暗自琢磨 现在的女子 在闺房之中 讨论的话题 都是这么奔放热情的吗 丞相府的家风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随着影三 这句话落下 包括叶管家 在内的所有人 眼神都齐刷刷地 在慕容义的身上打量 试图透过王爷的衣衫 看见点什么 但是 什么都看不见啊 身如修竹 形如玉树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 二小姐是怎么看出来 修长的腿 紧窄的臀 还有胸肌和腹肌的 这衣服 也不透明啊 影三看着众人 神情诡异 也难受地开口道 你们也觉得吧 从王爷的衣衫收束 看不出这诸多复杂的东西来 对吧 所以我刚才问了 王爷今日在宫中 有没有脱衣服 或者换衣服 嗯 只能说咱们未来 这个王妃的眼光 是不是有点毒辣呀 而这时候 一贯波澜不起 点尘不惊的慕容液 眉梢微微一凝之后 也将修长的手 放到唇盼 咳嗽了一声 神情颇有几分不自在 京王殿下温润的声音 还是很快地响起 除此之外 还有吗 有啊 影三一看 刚刚说出来的话 都没引起王爷太大的反应 于是也顿时鼓足了勇气 打开了话匣子一般 把云霓长之前的话 一点一点都尽数说出来 只是偶尔还会忍不住 看一眼慕容液脸上的表情 才敢尽情表达 王妃还说 您人美心善 身材好 所以她想扑倒您 叶管家现在觉得 云霓长 这哪里是个正经人家的姑娘 这简直就是个女流氓好吗 瞧瞧 这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 她都开始为王爷的清白担忧了 哦 对了 男人的清白 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慕容液听到这里 眉心也跳了跳 不过影三马上补充道 王爷 但是王妃也说了 她想扑倒您 只是想摸摸您 绝美的脸蛋 不是想对您做什么 哦 是错觉吗 我为什么从王爷的语气里面 听出了一分失望了 然后 影三一脸痛苦地道 还有两件事 您要恕属下无罪 属下才敢说 恕你无罪 属下瞅着王妃那个意思 好像她只想摸摸您的脸蛋 是因为您不举 就算是她一百个愿意与您做点别的 也没用 对了 王妃还说 今天您帮了她很多 所以以后 就算有人拿刀架着她的脖子 她也不会把您不举的事情 给说出去的 这个女人 到底是如何做到 在毫无切实证据地判定 她不举之后 还笃定此事 时时提起呢 叶管家也是震惊了 王爷不举 自己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 众影卫们 上次已经听影三传回来过 王妃的分析了 所以并不奇怪 只是大家心里的疑虑更深了 王妃说得言之凿凿 莫妃是真的 莫容易跳过了这个问题 不探讨 只是温生问道 你方才说两件事 还有一件呢 还有一件 就是王妃的丫鬟 劝王妃 想要继承您遗产的事情 放在信里就算了 以后不要说出来了 王妃没有反驳 只是让他们都出去休息了 叶管家听了想打人 为什么到现在 还惦记着锦王府的遗产啊 好气啊 慕容义听罢 却微微扯了扯唇盼 轻笑了一声 本王知道了 叶管家蒙了 看向慕容义 问道 王爷 您不生气吗 慕容义不答 只是看了众人一眼 温生道 明日是王妃第一次来进王府 众人好好清扫王府 规矩都立分明 给王妃留下一个好印象 以及 不要让王妃看出来 本王是装病 是 他从王爷这句话已经听出来了 王爷的确并不生气 所以这时候还有心思 说起要在王妃的面前 保持王府形象 不能暴露自己装病的话题 这都不生气 叶管家觉得王爷没救了 他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心力交瘁 想捂着眼抹眼泪 慕容义的话说出之后 叶管家却还没有离开 慕容义偏头看了叶管家一眼 还有事 叶管家似乎愁愁了一下 猴头微硬 艰难地说 王爷 那个 方才王妃说您不觉得是 叶管家是从小照顾慕容义长大的 所以他认为 自己必须要关心一下这个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 慕容义倒笑了 温生问道 你想知道 是不是真的 是 因为奴才看您方才说了此话之后 都不做辩驳 所以奴才心中 很是忧虑啊 秦王府就王爷这一根毒苗 王爷这要是不举 秦王府是不是要绝后了 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众影卫们也都竖起了耳朵 都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他们心中的忧愁并不比叶管家少半分 王爷两次听见王妃这么说 却都没有出言反驳 实在是让他们担心 慕容义闻言轻笑 休长的手 休长的手再次端起茶杯 气度温润 缓缓地道 只有心虚的时候 才需要大声辩驳 无稽之谈 一笑置之便可 这才是君子的气度 不是吗 叶管家和一众影卫 顿时都放心了 王爷素来是整个天学皇朝 最有气度的公子了 想想王爷要是真的为此跟袁尼长生气了 他们估计也要觉得奇怪 叶管家赶紧道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太好了 属下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还准备让叶管家准备一些路容 给王爷好好补补呢 看来是不用了 尹三的话说完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他 尹三嘴角一抽 立即捂着嘴 哭着道 属下知错了 属下自己去领房 说完 他就灰溜溜地出去了 他为什么这么蠢呢 说漏嘴了 这岂不就是等于 自己在外面听见有人说自家主子的坏话 然后直接就相信了吗 他的忠心何在 对主子的信任何在 都怪王妃这个人 魔鬼属性太重了 严重连累了可怜的自己 尹三出去领罚了 叶管家也准备回去休息了 但是在离开之前 他欲言又止地看了一会儿慕容忆之后 还是艰难地开了口 王爷 老奴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不过 还是决定问了 他比较担心 王爷听了之后 让自己不要问了 所以管家自己接了一句 表明了自己决定问的立场 您的耳朵为什么红了 叶管家一脸纳闷 补充道 是这样的 您的耳朵刚才突然就红了 这算算时间 似乎是从影三开始说 王妃能看出您修长的腿 京窄的臀 还有腹肌和胸肌的时候 那个时候红的 说到这里 管家还觉得不够 继续道 还有 听影三说 王妃想扑倒您之后 您的耳朵就更红了 到现在 您的耳朵 还没恢复正常呢 叶管家这话一出 屋子里头的影卫们 眼神都齐刷刷地 放到了慕容义的耳朵上 哎呦 是啊 王爷的耳朵 好像真的红了 他们之前都没注意呢 想来是叶管家 就站在王爷身边 所以直接看见了 那么 这是什么情况 慕容义文言放下了茶杯 温声道 管家 你多话了 王爷 您刚刚端起茶杯 还没喝茶呢 这奴才这一问 您就忘记了 自个儿 喝没喝了吗 就直接把茶杯 就这么放下了 您这明显是心里有鬼呀 但是呢 自家王爷都说了 自己多话了 作为一个十大体 注重自己的前程 和地位的管家 他肯定不能惹王一厌烦 于是开口道 奴才知错 奴才告退 王爷 早些休息 管家退下之后 影卫们也尽数退到屋外 让王爷休息 众人都退出去之后 金贵自持的锦王殿下 伸出白皙修长的手指 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 的确是有些烫烫的 几乎是瞬间的功夫 他白玉般的脸上 也染上了淡淡的红润 云霓长自然不知道 自己昨天晚上发表的 对慕容义的企图 又被影三听去了 还跟慕容义说了 所以他神情自然地起床 神态自若地 在小青和小蕊的 伺候下穿衣 在听说锦王府的马车 到了之后 就开始故作柔弱地 卖着小碎布 假装一个柔弱 又含蓄的绿茶表 带着小青和小蕊 往门口走去 没想到 在院子里头 偶遇了王氏 王氏看了一眼云霓长 他却似乎心情不错 开口道 霓长 你这是要去锦王府啊 无事献殷勤 非奸即盗 王氏的语气 忽然这么热络 这么亲切 与霓长当然知道有问题 但她还是微笑道 是啊 路上小心 多谢嫡母关心 话说完 云霓长就带着自己的丫头离开 王氏看着云霓长走远 阴沉得道 怕是你今日有命出去 没命回来 沈婆子 你去告诉锦绣 我今日就为她除掉云霓长 这个贱人 让她等我的好消息便是 是 夫人 算了 我亲自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自喜 等 第四十六集 难道我注定 红颜薄命 一注香之后 锦绣听了王氏的话 无疑地看向她 问道 母亲当真如此确定 王氏挺直了腰板 自信地道 那是自然 你母亲的能耐 你必须相信 这几天我也相信了好几回 但是每次都很失望 王氏没等到云锦绣接话赞同 却等到了云锦绣 更加狐疑的眼神 这让王氏的心态当场崩了 沈婆子看着情况不对 马上帮忙开口 是啊 大小姐 我们把一切都布局好了 二小姐就算是命再大 也很难活着回来 我们是这么安排的 沈婆子又说了很多细节 建王氏和沈婆子两个人 都言之凿凿 十分笃定 云锦绣在内心告诫自己 要对自己的母亲 多一点信任 于是点点头 开口道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一起 等云霓裳丧命的好消息了 王氏终于被肯定了 满意地点头 为了表明自己的智慧 他还开口道 云霓裳死了之后 那一万两黄金 就是我们的了 母亲为何如此笃定 你想啊 谁会带着一万两黄金 随身出门呢 难道就不怕遗失了吗 他的银子 此刻定然就在他院中藏着 寻常情况下 肯定是不能进他的院子取的 但是等他死了 我们借着给他收拾遗物的借口 派人去找找 不就找出来了吗 到时候 锦王府不来问这笔钱就罢了 要是问 我们就死不承认 坚持没见过这笔钱便可 云锦绣一听 立即眼前一亮 他仿佛已经拿到了这笔钱 并且看到了这笔钱 给自己换来的金银首饰 他兴奋地点头 对 母亲说的有道理 我们就先安排好人 一收到云霓裳去世的消息了 就立刻派人去他院中 翻出那一万两黄金 马车上 云霓裳当然不知道 王氏和云锦绣 已经准备好 去他的院子里面 找他的一万两黄金了 他默默地从荷包里面 摸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 一万两黄金银票 仔细地来回欣赏了一下 哎呀 这个钱呢 果然还是随身带着 身边揣着 比较有安全感 小青和小蕊 斜着眼睛看他 小青合理地分析道 小姐 奴婢觉得 这笔钱您带着出门 要是让恶人知道了 说不定会打劫 日后 还是放在院中稳妥 云尼厂瞥了他一眼 开口道 放在院子里 谁知道我那个嫡母和大姐 会不会去我的院子里 涨这笔钱呢 这 您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日房夜房 家贼难防啊 说到这里 云尼厂小心地把银票收好 放进了自己的荷包 这时候 马车已经进入了闹市 外头颇有些喧嚣 听到外头的声音 云尼厂忽然猝眉 很快地响起来 出门之前遇到王氏时 王氏那些奇怪的反应 他立即掀开了自己的车帘 看向车夫 问道 车夫 你会武功吗 车夫愣了一下 他回过头 近距离地看着云尼厂的脸 有了瞬间的恍神 先前王妃上马车的时候 没敢多看 现在才知道 王妃竟如此美貌 她是个粗人 没读过多少书 但是冒笔西施这个词 她还是知道的 想到这儿 她瞬间脸红了 云尼厂见她不说话 又问了一句 车夫 车夫听到提醒 立即回过神 脸顿时更红了 也不敢看云尼厂了 赶紧偏过头 结结巴巴地红着脸道 回二小姐的话 小的不 不会武功 云尼厂一听 立即皱起眉头 不会吗 这时候 倒是正在马车边上 随同护卫的影三 偏过头来 看向云尼厂道 二小姐 属下会武功 您是有什么事 要吩咐吗 云尼厂立即松了一口气 他看着影三 开口道 这位壮士 不知可否让你 代为赶车 二小姐 属下只负责跟随 保护您的安全 不负责赶车 赶车 是车夫做的事情好吗 壮士影三 跟了王爷这么多年 一直深受王爷器重 王爷都没有让他赶过车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云尼厂看着他 一直坚定地拒绝 心思一转 立刻做出一副 柔弱的 需要保护的 渲染玉气的 绿茶表姿态 轻声道 壮士 车夫不会武功 我真的好害怕 怕一会儿马车出事 他拉不住僵绳 难道我注定 活不过今天 难道我注定 红颜薄命 难道上天不愿意怜悯我 一丝丝 罢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也只好 忍命了 谁让我 命苦呢 小青和小蕊惊呆了 小姐 您这种念诗的涌叹调 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 事情已经有这么夸张了吗 尹三的嘴角 也是疯狂地抽搐 他甚至觉得 自己背后还有一滴冷汗 正在徐徐往下滑 现在成什么了 自己要是不赶车 就是没有同情心 蓄意推他去死了 是吗 还有 您的语气 有多娇柔造作 您自己知道吗 护卫们看着 云霓裳 绝美的脸蛋 还有 渲染玉气的 柔肉模样 虽然 语气 似乎不那么真诚 而且整个情况 也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但是吧 柔弱的美人在前 作为一群直男 他们还是不赞同地 看向了他们的领导 尹三 用谴责的眼神 对尹三进行了 道德绑架 仿佛尹三要是 再拒绝赶车 他就是一个 无情冷血的畜生 众人的眼神这么一看 尹三的眼角 也跟着一起 抽搐了起来 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还是迫于舆论的眼光 咬紧了牙关 做出妥协 走到车夫跟前 对车夫道 你下来 我给二小姐赶车 尹三现在痛恨这些不长眼 看见女人柔弱 就随便站队的手下们 袁尼长见状 立即用感激涕零的语气道 谢谢状事救命之恩 你的大恩大德 不将敏感五内 终身难忘 得了吧 我信你个鬼 不过尹三的心里也纳闷起来 毕竟 云尼长这个人 虽然总是跟魔鬼似的吧 但是他的聪明 却是得到王爷和管家 一致认可的 现在他忽然让自己赶车 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 他心中思索着 云尼长也坐回了马车 他看着小青和小蕊 小声窃窃私语 果然 事实再次证明了 还是用绿茶婊的口吻说话顶用 一开始让尹三赶车 死活不干啊 还强调了自己的职业范围 他装了一会儿柔弱 这不就干了吗 小青和小蕊 各自一抖 都表示对小姐刚才的涌叹调 不敢恭维 这时候 马车已经开始前行 往锦王府而去 小青沉默了一会儿 实在是忍不住问他 小姐 您为什么忽然让尹三赶车啊 云尼长还没回呢 就在这时候 外头又是一阵喧闹 窗外阁楼之上 忽然有人扔下一把鞭炮 直接就扔到了云尼长 所在马车骏马的马蹄前 马儿受惊了 飞快地扬起前蹄 准备狂驰而去 马车晃动 车上的云尼长等人 也都随之晃动 一个亮抢 险些没撞到马车上 小青下的脸色发白 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经太郎 四邪 等 第四十七集 我信你个鬼 马车之外 楼上扔下鞭炮的两个人 干完之后 马上就跑了 影三看着情况不对 立即扯出缰绳 所有人都吓坏了 马儿也不断撕鸣着 迈开了将要飞奔的脚丫子 边上的人看着这一幕 都觉得要出大事了 马要是就这么跑了 车上的人十有八九 怕是都要摔死 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街上上演一出人间惨剧 然而 等鞭炮声落下之后 马挣扎了半天 却是被影三 攥住缰绳的手 给控制住了 根本就没动 又是几声私鸣声之后 一切归于平静 影三握住缰绳的手 青筋已经浮现了出来 鹅脚也已经冒出汗来 连也绷成了猪肝色 毕竟就算身怀武功 要这样扯住两匹马 也实在是要命了 马儿看见 除了鞭炮的响动之外 似乎是没什么事 所以他们撕鸣了许久 鼻子出了一会儿气之后 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四面看了看 确定了安全之后 他们还用马蹄 膨胀地踩了一下 刚刚差点把自己 下得马翻得鞭炮屑 甩了甩尾巴 影三健壮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缓缓松手 用正常的力道 掌控缰绳 谁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种惊变 影三和车夫的内心 却都是惊涛骇浪 如果之前云尼长 没有提议 换个有武功的人赶车的话 现在恐怕已经出事了 整个车上的人 八成都要摔出来 被马车碾压 马车里面的云尼长等人 也都坐稳了 云尼长捂着自己的胸口 笑道 哎呀 好险 你们说是不是 小青和小蕊 早就吓得面如白纸 看着云尼长 小青道 小姐 你还笑得出来 都吓死我们了 为啥笑不出来 我们这不是躲过一劫了吗 要是躲过一劫都不笑 什么时候笑啊 他这话一出 小青和小蕊 也立即反应过来了 小青翻开了车帘一看 发现马车就停在原地 并没有发生 飞奔出去几里 把他们全部摔死的悲惨故事 尹三这时候 马上看向路边 一起随行的护卫 开口道 去二楼查问 这鞭炮是谁扔的 谁 是 几名护卫飞奔上楼去找人了 而尹三 也赶紧回头问 二小姐没事吧 没事 谢谢壮士 啊 叫我尹三就好 他实在是对壮士这两个字 喜欢不起来 总觉得 把自己显得过于狂野了 说到这里 尹三赶紧到 啊 二小姐不必置信 多亏二小姐 让属下来赶车 才避免了出事 否则回到王府 王爷也饶不了属下 还是属下 要谢谢二小姐才是 自己是负责出来接人的 要是云霓裳真的出事了 自己这个负责人 定然是第一时间被问罪的 尹三这会儿也是惊魂未定 那我们互相就不要客套了 继续走吧 这下倒是尹三意外了 他原本以为出了这种情况 就算云霓裳一直像个魔鬼一样 也到底是个女孩子 说不定就要吓得哭哭啼啼 没想到云霓裳显得比自己都要冷静得多 他顿时也不说话了 赶车往王府走 心里却是纳闷起来 云霓裳让自己来赶车 这是料到会发生什么吗 没走几步路 马车就到了锦王府 叶管家这时候 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看着云霓裳等人下车 小青和小蕊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还有尹三 一脸凝重的神色 叶管家问道 可是出什么事了 还是进去一起跟我一说吧 叶管家一听 就知道恐怕是件大事 于是立即道 二小姐请 叶管家在前面带路 云霓裳举步跟着进去 也随便扫了一眼 发现这个王府十分气派 也很干净 整个就给人一种 很舒服的感觉 就跟慕容义这个人一样 慕容义这时候 正在自己的卧室 靠在床榻上 一副虚弱的模样 云霓裳和尹三 一起进了他的卧室 随即行礼道 锦王殿下 王妃不必客气 坐吧 床边早就放好了凳子 云霓裳听着他这句王妃 脸忍不住红了红 走到边上坐了下去 影三也立即上去 把集市上发生的事情 对慕容义说了一遍 影三最后道 王爷 出去找人的护卫们还没回来 恐怕要等他们回来 才能知道 是谁在背后搞鬼 慕容义听到这里 面色微沉 影三这时候也开口道 幸好二小姐警觉 要求换了董武功的属下 来赶马车 否则今日 后果不堪设想 慕容义 他心里微微偏头 看向云霓裳 温润的眸中 多了几分歉意 温声道 王妃 此事是本王的人 保护不着 让王妃受惊了 云霓裳觉得 这个事 完全就不是慕容义的责任呀 所以看见慕容义 自己把锅 往自己身上扛 他心里好感倍增的同时 也赶紧道 这并非是王爷的责任 罪魁祸首 是幕后之人 再说了 我也没事 王爷不必觉得抱歉 叶管家却是沉了脸 开口道 此人赶在我们王府的车 去接二小姐的时候 动手脚 这明显是不将 我们王府看在眼里 定要查出此人不可 慕容义闻言 却是微微一笑 看向云霓裳道 本王认为 幕后之人是谁 王妃或许有几分头绪 美男子一笑 真是绝美清晨 尤其那双含笑的毛子 还定定地盯着他 看得云霓裳 一阵心花怒放 他这个人啊 一心花怒放 就容易忘乎所以 于是他一时发昏 竟然忘记了假装含蓄的绿茶表的事 大大咧咧地翘起了二郎腿 开始与慕容义探讨 哟 厉害了 你是怎么看出来 我有头绪的 小青和小蕊 看见小姐掏出了寻常在闺房 总是忍不住展现的二郎腿 还有这句 哟 厉害了 一阵心力交瘁 提醒也不是 不提醒也不是 慕容义健壮 毛子的笑却更深 他倒也不提醒什么 指纹声道 王妃临时要求 引三赶车 岂不就证明 王妃料到了几分 美男子在前 他询问的声音 还非常温柔 这让得意忘形的云霓长 彻底忘记了伪装 展现出了自己 女汉子的本性 翘着二郎腿 手舞足倒的道 还不是一大早 我们三个人在院子里面 遇见了我那个嫡母 他一脸黄鼠狼 给鸡拜年的样子 跟我说话 我这五六百的智商 一看就知道有鬼 阿诚就是在想着 我出门之后搞事情 他能怎么搞事呢 他还使用了摄问句 来调动氛围 且慕容义 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他清了清嗓子 继续解答 你们想啊 他肯定没本事 安插人在锦王府杀我 所以就只能在路上动手了 那路上动手 雇用几个杀手来砍我 说不定会被锦王府的 护卫剁成八段 所以我合理推测 他恐怕就只能指望马儿出点事 把我摔个半死 既然这样 我就请这位壮士 啊不 是尹三 帮我赶车了 我机智了吧 叶管家心说 这个二小姐现在的样子 怎么跟昨天在宫里 完全不一样啊 虽然管家知道 云霓裳那些柔弱的样子 都是装的 可是她现在 就连个普通的淑女都不像了 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壮士颖三 看着她翘着二郎腿 一边说一边比手画脚的得意样子 也默默地咽了一下口水 看着自家王爷的脸色 等待王爷的反应 小青和小蕊 则是不忍直视地偏过头 一阵心力交瘁 锦王殿下 看着小姐这个样子 估计当场就想退婚了 哪有女子这么说话的 居然还问锦王殿下 她机智不机智 真是有毒 然而万万没想到 慕容一听完 竟然点了点头 咳嗽了一声之后 方才含笑 回答了她的话 很机智 叶管家和影三心说 王爷 您的病不是装的吧 您是真的病了吧 这种情况还能顺着说 云霓裳她现在看起来 有多奇怪 您不知道吗 还机智 云霓裳得到了美男子的赞许 越发的心花怒放了 伸出一只手 拍了拍慕容一的肩膀 大兄弟 你真是有眼光 不瞒你说 我一直都是这么机智 大兄弟慕容一和在场的众人 全都蒙了 小青和小蕊 实在是忍不住了 小青赶紧扯了扯云霓裳的袖子 羞的脸都红了 小姐 男女受受不欠 小姐一个女子 怎么能在大厅广众之下 随便拍锦王殿下的肩膀呢 她都替小姐脸红 云霓裳僵了一下 也意识到这是古代 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收了回来 被小青这么一提醒 她也渐渐意识到气氛不对 然后看了一眼 自己翘起的二郎腿 有些绝望地抽了一下嘴角 僵硬地把自己的二郎腿放下 扯了扯裙摆遮好 正经微坐 无脸道 方才是个误会 人家只是有一丝的激动 所以有些失常 人家平常都不是这样的 完蛋了 露馅儿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四十八集 表演的一点都不走心 云霓厂已经准备好 慕容义和管家 指着她的鼻子说 原来你那些柔弱的样子 都是装的了 结果 慕容义一听 竟微微一笑道 王妃今日在闹事上受了惊吓 行为有些反常也是情理之中 本王理解 王爷 人的理解能力 是不是太好了 老奴 为什么不能理解 云霓厂受到惊吓了吗 今天出事之后 表现得最冷静的 就是她好不好 王爷 你醒醒 她这就是反常 根本不像你想的那样 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小青和小蕊都快感动哭了 小姐这样子 秦王殿下还能表示理解 这真是君子之风 很能照顾人的面子了 云霓厂一听慕容义的话 立即点头 并捂着自己的右胸口 做出一副饱受惊吓的柔弱模样 是的呀 今日着实是太可怕了 吓死人家了 我这颗心 都差点停止了跳动 这一舞 云霓厂想起来 心脏是在左边 她捂了右胸口 她马上把手挪到左胸口捂着 众人心说 这表演的 一点都不走心呢 太过分了 慕容义也不拆穿 只是要笑不笑地 咳嗽了一声 温声道 本王明白了 王爷您明白什么了 反正我是什么都没明白 他根本就没有受到 任何惊吓呀 可怕 就在这时候 刚刚被影三指挥 去楼上抓人的护卫 带着两个贼没鼠眼的人 回来了 侍卫跪在慕容义的跟前 开口道 王爷 属下已经把人抓回来了 就是此二人在楼上扔鞭炮 经了拉着二小姐的马车 让二小姐醒些出事 因着他们做完事之后就跑了 所以属下抓到他们 耗费了不少时间 两个贼没鼠眼的人 一人开口道 冤枉 不是我们做的 冤枉啊 王爷 我们就是正小路过 我们真没有在楼上扔鞭炮 是啊 王爷 这都是误会 抓错人了 我什么都没做过 他们二人这么一说 抓他们来的护卫们 顿时觉得自己的面子都没了 他们抓来了人 这二人还敢说冤枉 这不是让王爷 怀疑他们办事不力 抓错人了吗 一名护卫 直接就踢了他们一脚 怒道 还敢狡辩 掌柜的说你们进楼之后 鞭炮一被丢下来 你们就跑出了客栈 楼上还有客人亲眼看见 是你们二人所为 袁霓裳看了这两个人一眼 两人眼神闪烁 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他正要说话 叶管家就率先冷笑出声 怎么 到了警王府还敢狡辩 你们二人 是不将我们警王府 放在眼里吗 来人 既然他们不肯招供 就压到地牢 有重刑 一定让他们招供不可 那二人一听是重刑 就立即白了脸 毕竟也就是收了点钱 干了点扔鞭炮的坏事 谁都没想到情节会发展到 要被上重刑的地步呀 尹三一挥手 护卫们就打算把人压下去了 二人顿时慌了 再次开始高呼冤枉 放开 真的不是我们 真的不是 你们这样滥用私刑 这是没被我朝律令的 这一回 倒是慕容义 轻笑出声 他温润的眼眸 扫下二人 温生说 难得你们还知道我朝律令 那你们是否知道 蓄意谋害本王未来的王妃 按照我朝律令 是要诸几族 你们若是不肯招供 也不愿意去本王的地牢 本王也可以送你们去大理寺 他的话说得温温和和 语气更是让人觉得如暮春风 可是内容却令着二人不寒而栗 他们两个人完全没有想到 只是放个鞭炮 恶作剧一下 竟然要连累自己的族人 两个人吓得脸色发紫 开口道 王爷 不要把我们送到大理寺 王爷饶命了 要是送到了大理寺 大理寺的刑罚 才是真的有境无出 他们两个人就完了 慕容义微微一笑 语气温润 饶命 那也要看你们 有没有被饶命的价值 他语气虽然温和 但是夜管家和影三都能看得出来 王爷这一回是真的生气了 但是他们不由得也纳闷 王爷这为啥生气啊 生气这二人差点让王妃出事吗 但是想想 王妃刚才拍着王爷的肩膀 说出那句大兄弟 还有假装害怕 结果捂着心脏捂错了方向 他们实在是找不到 王爷这么维护王妃的理由啊 这二人到了这种时候 哪里还敢隐瞒 立即对视一眼 开口招供了 王爷 我们都知道 是有人指示我们做的 我们当时只以为扔个面炮 会让马车里的人摔一脚 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危机性命啊 夜管家立即逼问 是何人指示 这下 两个人就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慕容忆问声道 不想说 两人一听 立即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王爷 我们不是不想说 是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来找我们的人 是个四五十岁的婆子 看穿着是大户人家的奴才 他也没有跟我们透露他的身份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呀 我们也问了他的身份 但是他不肯说 所以我们就没有追问了 王爷 我们只是一时被银子迷了心窍 还请王爷您高抬贵手 让我们一鸣啊 慕容忆听到这里 偏头看向云霓裳 闻声问道 四五十岁的婆子 王妃心中可有怀疑之人 云霓裳看向那二人 指了一下小青 开口询问 那婆子身高是不是 与我这名士币差不多 有些胖 头上插着一只金簪 哦 金簪上还镶着一颗宝石 二人一听 回忆了片刻 随后连连点头道 对 不错 就是如此 跟王妃说的一般无二 这下 云霓裳就清楚了 她偏头看向慕容忆 直言道 恐怕就是我嫡母身边 随士的婆子了 影三去了几回王府 盯着云霓裳 所以也是见过王室带着沈婆子 去找云霓裳麻烦的 说起王室身边随士的婆子 她立即看了一眼慕容忆 慕容忆收到她的眼神 就知道她的意图 微微汗手 她一点头 影三就立刻走到边上 拿起桌上的纸笔 飞快地画了几笔 没一会儿 就拿着一张沈婆子的画像 走到二人的面前 开口问道 可是此人 影三画得虽然简单 但却很像 这二人一看 立即兴奋地点头 指着画像开口道 对 不错 就是她 就是她 王爷 就是此人来收买我们的 绝对不会错 云霓裳意外地看了影三一眼 没想到你还会画画 影三立即骄傲地抬头 那是自然 王爷身边的影卫 都是王爷亲自调教过的 我们可都是多才多艺 琴棋书画无一不通 云霓裳点点头 而这一瞬间 她也为王室的智商 感到着急了 唉 我这嫡母 居然让沈婆子亲自去收买 这沈婆子买通人的时候 还不知道遮住脸 他们这是唯恐大家 查不到他们的身上吗 就这种智商 还出来害人 我现在真的对他们绝望了 你这种痛心疾首的语气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你希望他们害你成功 还是希望他们能让我们找不到线索 影三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觉得王妃实在非常人眼 她开口道 既然如此 王爷 不如属下带着这二人去一趟丞相府 找沈婆子对质 让王室给出一个交代 云霓裳确实摇摇头 温柔地小声道 人家觉得这样做用处不大 沈婆子可以死不承认自己收买过这二人 届时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也分辨不清 即便沈婆子承认了 我那嫡母若是弃居宝帅 把事情都推到沈婆子的身上 闹到最后 也只是处理了一个奴才 人家觉得意义也不大 众人一抖 王妃 您恐怕 还是不自称人家比较合适 就连跪在地上的 那两个贼没鼠眼的贼人 这时候 听见云霓裳的人家 都抖动得厉害 这个未来的锦王妃是怎么回事 说话为什么让人觉得怪怪的 倒是慕容义 完全不以为意 似乎根本就感觉不到 她故意温柔 自称人家有多别扭 慕容义只是微微一笑 问道 那王妃以为 此事如何处理为好 云霓裳眨眨眼 看着慕容义 强装温柔道 王爷 狄母虽然心思歹毒 但人家并不打算与她计较 我决定宽恕她恶毒的举止 所以此事 还请王爷也千万不要挂怀了 作为一个优秀的绿茶表 当然要懂得假装原谅 所以尽管袁霓裳的心理 已经准备了回府之后 整死王室的无数个办法 这时候对着慕容义 也要宽容 反正她并不需要慕容义的帮助 就能报仇 小姐呀 您能不能不要一边说 一边狠狠地磨牙 你说你要原谅王室 这样会降低您言论的真实度啊 只是 看袁霓裳这般表现 她是准备自己收拾王室 不劳烦王爷动手 慕容义看着她这般反应 温润的唇角微微上扬 倒也明白 她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即使如此 慕容义也不再多言 只温声道 将这二人带出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言 正经太郎 四喜 等 第四十九集 王爷 您都是在说啥 影三立即 把那两个扔鞭炮的人 带出去处置了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这二人少不得是要吃苦的 等他们被带走之后 慕容义看向云霓裳 闻声道 王妃这般宽容 不遇本王插手 那此事本王便不过问了 只是 倘若王妃回去之后 还是觉得委屈 本王依然能随时为王妃 妥善处理此事 叶管家 没心一跳 心里明镜似的 这是王爷 再给云霓裳底气呢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 你打算自己报仇 不要我插手 那我就不管了 但是 你要是报仇不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帮忙 谢王爷 说到这里 一名婢女端着一碗药 进了房间 她盈盈走到床前之后 便开口道 王爷 该喝药了 这婢女身姿曼妙 仪态婉约 说话的声音也极为温柔 是一副标准的淑女形象 与袁妮裳刚才 强装淑女的模样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深感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的 小青和小蕊 难受得对视了一眼 偏头不忍再看 倒是慕容义 眼神却并未落到 那婢女身上 咳嗽了一声 看向云霓裳 本王身子不适 可否劳烦王妃喂药 众人一噎 啥 云霓裳自己也愣了 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 我 不是吧 已经虚弱到 要她来喂药了 但是她喂药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暧昧了 见她迟疑 慕容义立即垂谋 似乎有些低落 也有些伤怀 缓声道 王妃若是不愿意 就罢了 是本王奢求了 本王自己喝吧 说着 她就伸出修长的御址 打算将药接过来 王爷 你弄啥呢 什么 王爷 您真是 老奴 是不是没睡醒啊 静点 而云霓裳 一看见慕容义 这失落的模样 她立即回过神 心里特别不忍 而且在内心痛骂了自己 瞧瞧你云霓裳 你把人家美男子气病了 人家现在的身体 不能自己喝药 求你帮个忙 你居然还发呆 让她伤感成这样 云霓裳 你真是猪狗不如 她对自己愤怒 甚至恨不得扬起手 给自己两耳光 她赶紧在慕容义之前 把药夺入自己手中 看着慕容义道 来 我喂你 我很愿意 非常愿意 刚才只是一时间 没反应过来 你一定要相信我 云霓裳说得很诚恳 她内心充满了自责 深深地怀疑了 自己不是人 难受地望着慕容义 希望能够挽救 她难过的心情 慕容义一听这话 嘴角淡扬 却还是咳嗽了一声 才温声道 如此 本王便谢过王妃了 本王的身子这么差 若没有王妃喂药 本王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王爷 您的病是装的呀 您是不是忘了 王爷 就算您的病不是装的 属下也可以喂您啊 王爷 您是不是当我是死人 难道我不是伺候您的那个人吗 天生的 云霓裳本人 完全沉浸在美男子温柔的语气中 也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 反而更加自责了 没有她 她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看 慕容义都这么无助了 自己怎么能不好好喂药呢 月霓裳充满心疼的道 这些话便不说了 我既然来王府照顾你 自然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从今天开始 给你喂药的事情 就交给我了 慕容义听了 似乎有些感激 又有些为难 王妃如此辛苦 本王如何忍心 不辛苦不辛苦 别说是喂药了 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看着众人的表情 似乎有些不对 云霓裳顿时也反应过来 自己方才那句话 似乎说得有点过头了 几乎就跟表白 没什么两样了 她赶紧红着脸 给自己圆场 那个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王爷是因为我 才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有责任照顾王爷 并且满足王爷 一切合理的要求 她这般一说 其他人也不好 多说什么了 云霓裳看了一眼 自己手里的药 打算给慕容义喂药 又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总觉得 当这大家的面 这么喂药的话 哪里怪怪的 很不自在 叶管家虽然对自家王爷 要云霓裳喂药这件事 感到一百个难以理解 但到底也是个人精 见状就立即招手 示意所有人 都跟自己一起出去 并对着慕容义道 王爷 二小姐 奴才就不打扰你们了 小青和小蕊 觉得让小姐一个女子 跟王爷独处 似乎不是很合适 可是看着慕容义 都病成这样了 料想即便传出去 外面的人 也都不会多想 于是就跟着出去了 出了门 叶管家 便看了一眼 小青和小蕊 吩咐那名 给慕容义 送药的婢女 南音 你带着他们二人 去偏殿休息一会儿吧 小青和小蕊 一听 正要反驳 二小姐一会儿出来了 我会欠人 去叫你们的 小青和小蕊 对视一眼 最终小青道 那好吧 那就有劳 叶管家了 南音 带着小青和小蕊 离开 影三便看向叶管家 纳闷地 小声问道 管家 您支开他们二人干嘛 我是想知道 王爷想看什么 来 跟我来 影三很快地跟上 等到众人都悉数离开 屋子里头 就只剩下慕容义 和袁尼长二人了 前世今生 袁尼长也算是第一回 给男人喂药 所以即便只有他们两个人 袁尼长还是有点脸红 很是局促地 用勺子装了药 喂到了慕容义的唇边 王爷 慕容义微微垂眸 薄唇微张 很快地喝下了 悄咪咪地跟叶管家一起 扒拉在窗口的影三 看着屋内这一幕 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 还真的是在喂药啊 叶管家也是头痛不已 很是担心王爷的一辈子 真的就要栽在袁尼长 这个魔鬼一般的女人身上了 屋内 看见慕容义十分配合 喝下了药 并且似乎因为药有些苦 微微皱眉 袁尼长又是一阵自责 要不是因为她在宫里乱说话 把慕容义气成这样 她怎么会沦落到自己吃药的力气都没有 还要喝这些苦得要命的药呢 自责之下 她还把第二勺药放到自己唇边吹了吹 然后喂小孩子一样喂给慕容义 凉一点应该就不会太苦了 啊 生平第一回 袁尼长知道自己还有照顾人的本事 自己真是太贴心了 喝药都是趁热的呀 那效果才好啊 你吹凉了算怎么回事啊 你真的会喂药吗 亏得网也是装病 那药其实就是个不必 不然照这个喂药的办法 这病恐怕这辈子也很拿好了 让窗外的二人更觉得难受的是 慕容义对他把药吹凉的行为 非但没有什么意见 还微微一笑 温柔的道 王妃体贴 本王不胜感激 说着他又将那药喝下了 王爷 您在瞎感激些什么玩意儿啊 袁尼长见慕容义 一直到今天 都没有就他要继承遗产的事情 责怪自己 反而还这样温柔 他心里对慕容义的好感 更是水涨船高 开口道 这都是应该的 王爷不必感激 反而我先前在宫中说什么遗产 才应该觉得抱歉 还请王爷 不要往心里去 叶管家和尹三一听 这还是云尼长第一次 主动提起此事 他们心里都默默地想 难得 这个女人 好歹还知道自我反省 心里还是有一丝歉意的 本以为王爷听了 怎么也会斥责 提点他两句 没想到 慕容义的神情 却是微微一宁 远山般的剑眉微醋 似有无限哀思 自嘲一笑道 王妃的话 其实是事实 本王并没有生气的道理 倒是本王这不争气的身子 还是要拖累王妃了 若锦王府的财产 未来能弥补王妃一二 本王 恨王也不至于对不起王妃 而不能瞑目 王妃 王妃 您都在说什么呀 虽然咱们的确是装病 装了许多年了 而且您身上的毒 也的确是难解 但是老奴 他们一点也不知道 您是什么时候染上这装可怜 还自嘲的毛病 尹三听到这里 也是仿佛刚刚被人一脚踩了脸 整个面部肌肉都僵硬了 他们家王爷 不是这种自怜自意的人呀 云妮场看着慕容义的样子 听着他自嘲的话语 心里又是同情 又是心疼 尤其他自己已经这么惨了 还这样考虑他 简直是太善良了 他又给他喂了一口药 并开口道 王爷 您千万不要这么想 能嫁给您这样 人美心善的美男子 是我的福气 绝对没有拖累之说 慕容义闻言 看向云妮场 似有些讶异 又有些惊喜 温生询问 王妃当真这般认为吗 云妮场重重地点头 发自内心地道 对 绝无半句虚言 慕容义这种神仙男人 就算是因为不举 只能看不能吃 但是就算把他在家里供着 都能让人心情美妙 到多活几年好吗 更别说他还这么可怜 这么让人怜惜 让他只想对他好点 慕容义似是松了一口气 低垂的睫毛 遮住了眸中脚侠 温生笑道 既然如此 本王就放心了 可是王爷 我们对您现在的反常 可不放心呢 叶管家 只觉得王爷 现在的情况 越发严重了 也不知道 还有旧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落花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井太郎 四喜等 第五十集 执子之手 与子抱腹 南茵带着小青和小蕊 到了片房之后 便盛气凌人地 看着他们二人 语气恶劣地道 你们两个东西 就在这里 等着你家二小姐吧 他姿态傲慢 美语中 都是对他们的不喜 刚刚在慕容一房中时 那副淑女的模样 也完全湮灭 与眼下判若两人 小青一听这语气 就有些怒了 大家都是做奴婢的 你怎么说话呢 南茵看了他一眼 谋中有几分鄙夷 微微抬起下巴 道 就算都是做奴婢的 我也是锦王殿下的奴婢 可是你们二人 只是区区一名 庶女的努力 你们与我有丝毫能比的吗 小蕊一时间也来了脾气 但是我们家二小姐 是未来的锦王妃 那是陛下赐婚的 又不是我们锦王殿下 自己喜欢的 再说了 日前陛下 不是还给太子殿下 选了太子妃 如今这桩婚事 也已经作罢了吗 你们家二小姐啊 嫁不嫁得近来还不一定呢 哼 说起来 我倒想说了 你们家二小姐 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 让她来王府照顾王爷 她就来了 以后这婚事要是退了 她恐怕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你们 还是先为你们家二小姐 想想后路吧 一个名门女子 竟然这么不要脸 我都替她难为情 说完话 她就转身离开 小青气得眼眶都红了 追上去要打她 然而 拳头还没能落到她身上 男音就已经扭过头 攥住了小青的手腕 小青的手腕 被她攥得生疼 想要把自己的手挣脱出来 但却发现完全挣脱不出 男音的手劲很大 也就在这时候 男音冷着脸道 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自不量力 我们锦王府 在王爷身边伺候的人 都是有武功的 就凭你想对我动手 还太嫩了 说完 她狠狠一甩 小青一个亮脚 直接摔倒在地 小腿受痛 怕是已经轻了 小蕊赶紧上去 把小青扶起来 看着男音气冲冲道 你竟然敢动手 你就不怕我告诉锦王殿下 告诉叶管家吗 那你们就去告啊 我倒是想知道 到时候王爷和叶管家 是相信你们的话 还是相信我的话 这俨然便是一副 有恃无恐 认为慕容义 只会相信她的模样 话到这里 她仰起头 傲慢地转身离开了 小青和小蕊气得脸色涨红 拳头也握起来了 可偏生动起手来 又不是男音的对手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男音扬长而去 等小姐出来 我一定要告诉小姐 这个贱人 对我动手就罢了 竟然还敢羞辱小姐 实在是太过分了 绝对不能就这么饶了她 要是放在以前 小青还真没有把握 觉得小姐能斗得过男音 可是现在的小姐 完全不同了 她现在对小姐充满了信心 小蕊也点头道 一会儿就跟小姐说 云霓裳给慕容义 喂完药之后 便把碗放下 慕容义温声道 有劳王妃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她作为一个 把人弃病的罪魁祸首 给慕容义喂喂药什么的 当然都是她应该做的 话到这里 云霓裳从自己的荷包里 拿出了那一万两银票 递给了慕容义 王爷 这笔钱还给你 慕容义和窗外的管家 影三见状 眸光皆是一宁 他们当然都不会忘记 云霓裳之前说了 她如果要退婚的话 就会把这笔钱 退给王爷 所以她现在 是什么意思 要退婚 慕容义的面色不变 温热如旧 温声问道 王妃此举 视为何意 无功不受禄 好端端的 我也不好意思 收下王爷这么多银子 之前呢 我是觉得王爷 有一些私密的事情 在成婚之后 需要我保守秘密 所以我认为 这是公平交易 收下这笔银子也无妨 可是王爷最近 帮了我好几次 那么为王爷保密 那是我应该做的 就不需要这笔钱 做交易了 所以我就决定 还给王爷 慕容义眼角微抽 叶管家和影三 嘴角也是疯狂地抽搐 他们当然都知道 云霓装口中 这个秘密的事情 就是所谓 王爷不举的事情 慕容义顿了顿 明白了她的话译 所以 王妃要退回这笔银子 不是要退婚 云霓装惊了 立即道 嫁给你这么美好的男人 我为什么要退婚 你人美心善 又有钱 还不需要我赔税 这是多少人 求之不得的婚姻 王爷您为什么 会有这种想法 慕容义惊呆了 人美心善有钱 是没错 但是这个 不需要她赔税 她真的就这么笃定 她不行 看着慕容义不说话 云霓装很快地反应过来 自己这些话 不是直指慕容义不举吗 这完全就是 在戳人家的伤心事啊 于是 她又恨不得 当场再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她难受地看着慕容义 解释并安慰道 你不要误会 我说这些话 绝对没有 出你短处的意思 我这个 你知道的 人无完人 天度英才 有道是 越满则亏 你这么完美了 老天嫉妒你 所以让你有一点缺陷 也是正常的 所以你不要介意 叶管家和影三 听着也为云霓裳 擦了一把汗 你这说的啥呀 你这种安慰 还不如不安慰呢 事已至此 云霓裳也是很心累 她就想不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在旁人面前 装绿茶表 都能装得好好的 到了慕容义的眼前 就经常口无遮拦 随便露馅儿呢 唉 真是美色雾人 美色骇人不浅啊 整个屋子里头 足足沉默了半晌 慕容义看着她 手中的银票 温声道 这笔银子 本王认为 王妃还是必须收下 啊 为什么 难道 她还是担心 她管不住嘴 把她布局的事情 说出去吗 看着她呆愣的样子 慕容义就知道 她在想什么 到这时候 即便是锦王殿下 也微微感到头疼了 她含笑的萌子 看着她的眼睛 温润的声音 很快地响了起来 因为 门王想对你好 王爷的意思是 难不成是看上她了 不会吧 这有点过于突然啊 虽然她之前 对着小青和小蕊 也这样自恋地猜测过 但她那个时候 是开玩笑的呀 与您常懵逼之间 锦王殿下 似也意识到 自己的话 太过梦浪 随即悠悠叹道 本王身子不好 引起王妃已是拖累 自是希望能带王妃好些 以弥补本王 对王妃的亏欠 王妃还是收下吧 就当是为了让本王 心中好过一些 这 云妮长想了想 最终点了点头 那好吧 我正打算 在京城开连锁店 去创业基金 王爷这笔银子 就当是入股了 若是我挣到钱了 就给王爷分红 虽然叶管家和影三 听不明白 连锁店 创业基金和入股是什么 但是大致的意思 他们也猜得出来 还分红 话说云小姐 你知不知道 我们锦王府 在整个京城 是有多有钱 你知道王爷是首富吗 他看得上你挣的钱吗 你挣不挣得到钱 还不一定呢 你还要给王爷分红 简直就是羞辱王爷 可是没想到 慕容一听了 竟微微笑道 如此甚好 说不定以王妃之才 本王还能随王妃一同 成为巨父 王爷您说啥呢 全京城的文武百官都知道 您本来就是真正的巨父啊 云妮厂见慕容一这么看得起自己 他心里对慕容一也更加喜欢了 他认真严肃地点头 充满斗志的道 好 让我们侄子之手 侄子报复 侄子之手 后面不是侄子偕老吗 这报复是 现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是不是扭曲了 为什么大家的感情 都不谈白头偕老了 谈一起报复 尹三爷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秦王殿下温声一笑 汗手道 好 女子报复 话到这里 云妮厂简直觉得 慕容一是怎么看怎么满意 不管他说什么冒犯的话 他都不生气 不管他说多离谱的话 他都能表示赞同 这种男人太稀有了 物以稀为贵 他以后 必须格外珍惜他才行 窗户外的夜管家 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正好现在时间也到了 他很快地 跟尹三一起进了房间 王爷 我们与丞相府商定的是 每日请王妃来赐一个时辰 眼下时间已经到了 该送王妃回去了 否则 相爷怕是不高兴啊 慕容一扫了夜管家一眼 没说什么 面色也没变化 但是夜管家就已经感受到 王爷对自己不满了 他低下头不说话 云妮厂也赶紧道 的确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再不回去 王室看见没害死他 估计又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在云丞相面前 说他不顾自己的明节 在锦王府久留了 慕容一文言 闻声道 既然如此 本王就让人送王妃回去 今日有了王妃前来照顾本王 本王觉得自己的身体都好了很多 王妃明日还来吗 听他说 因为他的照顾 他的病都好了很多 想着这病 本来就是自己害的 充满了罪恶感的云妮厂 觉得自己过来陪人家说话 帮助人家早点痊愈 也是分内的事情 于是飞快地点头 拍着胸脯保证道 明日能见到锦王殿下 我怎么会不来呢 我当然会来 而且会来得十分积极 王爷 我会想你的 慕容一微微扬眉 眸子含笑 云妮厂脸上一扫 知道自己一时嘴快 说错话了 他立即道 王爷 我的意思是 我们相谈甚欢 简直就是知己了 有道是 久逢知己千杯少 故而我会想您的 期待我们明日继续唱谈 慕容一微微垂眸 似低落地道 原来如此 倒是本王自作多情了 你这个样子 难不成是希望 我对你有意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王妃 你是魔鬼吗 作者 风雅一颂 后期 雨歌 演播 小莲莎 张恩泽 北延 正经太郎 四喜等 第五十一集 我吊死在家中算了 雨霓裳忽然开始觉得 心里一阵乱麻似的 又是窃喜 又是纳闷 又是怀疑 自己都搞不清楚 自己在想什么了 于是赶紧开口道 那个 不早了 王爷 我先回去了 话说完 云霓裳 头一样的 离开了慕容义的房间 他却不知道 他飞奔而去之后 床榻上 那一脸低落的男人 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意 他这个王妃 真是越看 越有意思了 夜管家 看着云霓裳出去了 慕容义却还在笑 只觉得内心 一阵愁云惨淡 出去替慕容义送人了 云霓裳走到门口 夜管家便道 南音 你去把小青 小蕊叫来 可南音一听 却恶人先告状 夜管家 奴婢 恐怕请不动他们二人 方才奴婢 带他们去偏房的时候 他们就羞辱了奴婢 说我 只是区区一个奴才 他们却是我们 未来王妃的心腹 他们还说 奴婢不配与他们同行 王府的众人 一听这话 个个脸色铁青 都有些义愤填膺 不善的眼神 全部看向云霓裳 这个女人 还没有嫁入王府呢 她手下的势必 就开始不把他们王府的人 看在眼里了 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就连夜管家 也微微醋眉 而一向如风一般 温婉的势必难阴 说完这话之后 还似乎很委屈地抽烟了一下 我此后王爷这么多年 从来就没有受过这等羞辱 我 云霓裳一听 就知道这女人的话有问题 小青和小蕊是什么性格 相处了这么多天 她能不知道吗 他们两个人 怎么会主动挑衅别人 绝对是这个男婴作妖 见男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 正在致力于 做一个优秀绿茶表的云霓裳 当然也绷不住 自己的演戏细胞了 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天哪 我的小青和小蕊 一定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都怪我没用 都怪我只去一名庶女 想不得台面 再连累我的士兵 都这样被王府的人亲见 我索性不要混了 冲死在这王府罢了 她一边哭一边抽烟 想往柱子上撞 却似乎没站稳 一个亮脚 险些没摔倒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么严重的吗 都不要活了 叶管家也顾不得 她是真寻死还是假寻死了 赶紧大步上前 挡在那柱子前头 大喝一声 王妃 万万不可呀 有什么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寻死啊 天哪 别说王妃 要真是撞死在这里 去了丞相府 要如何跟云丞相交代了 就是王爷对云尼长 这个态度 叶管家 就算是拼了自己的老命 也断然不能让云尼长 死在自己面前好吗 不然王爷 肯定要治自己一个 办事不利的罪过 尹三也赶紧跟着叶管家排排站 挡着那根粗壮的柱子 隔开云尼长 开口道 王妃 冷静 男婴看着这一幕 更是哭都哭不下去了 看着云尼长过度夸张的表演 简直目瞪口呆 她现在甚至觉得 云尼长就像那戏班里面的 当家花旦 而自己 才是个刚刚进戏班的小学童 哭的内容 完全就跟云尼长 不在一个水平 云尼长听了叶管家的话 看着男婴目瞪口呆的神情 继续抽叶道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小金和小瑞 是从小就跟着我长大的 他们两个是什么性子 我还不知道吗 他们但凡遇到一点事情 就会下得跪地求饶 曾肯第一次来决王府 就在王府撒野 他们断然是受了严重的羞辱 才会说出这段话 虽然的确就是 男婴恶人先告状 但是云尼长的这个分析能力 也太可怕了吧 男婴有些惊讶 合着就算不是自己 恶人先告状 就算真的是小金和小瑞 欺辱了自己 云尼长还是能这么脱罪是吗 正在男婴懵逼之间 云尼长还想起来什么一样 瞪大眼道 小金和小瑞还活着吗 他们现在在何处 我现在就要见他们 他们人呢 云尼长俨然一副 怀疑小金和小瑞 已经被男婴加害了的样子 弄得叶管家 都开始有几分紧张了 赶紧回头问男婴 他们二人 现在还在偏房吗 没事吧 管家 他们没事 他们在偏房 管家 我 好了 骗你啊 我的了 赶紧带王妃去偏房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云尼长哭得这么大声 王爷估摸着也听见了 以王爷近日面对云尼长的种种反常 业管家 业管家敏锐的第六感告诉他 要是再不让云尼长止住哭泣 王爷会让他们这些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是 男婴也不明白 为什么一开始听自己的哭诉 还对云尼长颇有成见的夜管家 这会儿听见云尼长一哭 就立刻改变了立场呢 但他也只好听命 在前面带路 一起往偏殿走 到了偏殿之后 小青和小蕊正坐在屋子里头 听着脚步声就偏过头 接着就看见了正在屋门口的云尼长 二人还来不及说话 云尼长就哭着冲了进去 抓着他们二人的手哭泣道 是不是难言欺负你们了 你们告诉我 快告诉我 那是如何欺负你们的 小青和小蕊 最近也见识了云尼长假哭的水平 知道他哭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见着云尼长一边对着他们哭 还一边挤眉弄眼 小青和小蕊立即反应过来 小青马上哭着道 小姐 您不知道 那个叫南茵的人 他说小姐您跟锦王殿下的婚事 是陛下赐婚的 根本就不是锦王自己的意思 他还说 您来照顾锦王殿下 是不顾脸面 他说您以后被推婚了 就咋不出了 小蕊也哭得 宛如一只刚刚被宰的猪 歇斯底里地哭道 皇妃 还有啊 小青听了她的话气不过 她还到这儿打了小青 您看看 小青的手腕都是被她赞红的 小姐 奴婢被她推倒 腿也摔轻了 怕是今日回去都不好走路了 她还说 她还说 虽然我们与她都是士币 但是您只是个淑女 我们只是淑女的士币 她就是王爷的士币 她的身份 比我们高贵得多 尹尼长听到这里 立即哭道 果然是因为我淑女的身份 我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秦王父 竟然这么看不起我 看来秦王殿下说 希望我明日来 都是骗我的 我还是回去跟爹爹说一声 让爹爹赶紧退婚吧 然后我就寻三尺白铃 吊死在家中罢了 小青和小蕊 淒厉的一声喊 小姐 小姐 云尼长更淒厉的哭道 小青 小蕊 都怪我呀 说着 主仆三人抱头痛哭 众人看了一眼 哭成累人的主仆三人 又看了一眼 只是红了眼眶 一脸无所适从的男人 忽然一下就纷纷觉得自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用一种不敢置信 原来你是这种人的眼神 撇向男音 男音心说 看着我干什么 阴沟里面翻船 演戏时遇见高手了 我也很绝望呀 叶管家也看向男音 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管家 我真的 才说了几个字 云尼长便回过头 看向男音 哭着怒道 你真的 你真的什么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家小青的手腕都被你钻红了 这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啊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家小青残废啊 不 不是的 是他先对我动手 我为了滋味才 再说了 手腕只是钻红了 到残废这么夸张了吗 云尼长顿时 嚎哭得更大声了 你们这是想骗谁呀 滋味 谁家的滋味 要下这么重的手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 你当叶管家也是傻子吗 所以二小姐 您这话的意思是 我如果相信了男音 我就是个傻子吗 二小姐 你未免太 云尼长立即打断了她 继续哭着道 我未免太什么 叶管家 你听见了 她一个奴婢 竟然还指责我 她根本丝毫就没有将我这个未来王妃 看在眼里过 难怪她会当着我势必的面羞辱我 还敢对我的丫头动手 这下 男音就是反驳 都不好反驳了 其实本来 就是小青先打她的 虽然她的确是自卫过度 把小青拦住不算 还要推倒 也的确是 她先说了难听的话 挑衅小青 可是小青先动手 也是事实啊 但是现在 她要是继续为自己分辨下去 那就是应了云尼长这句话 不将她这个未来的锦王妃 看在眼里了 众人听着云尼长的话 又看着男音说不出话的样子 顿时 纷纷开始在心中站队 你想啊 现在这个局势 不管怎么说 云尼长是未来的王妃 那就是主子 作为主子 云尼长直接上去 把男音收拾了都不成问题 眼下 却哭得这样凄惨 寻常情况下 都是奴婢被主子欺负的哭泣 哪有奴婢 把主子气哭的道理 所以这完全就是 云尼长受了天大委屈的表现 一时间 锦王府的人 甚至是不少 原本跟男音关系不错的人 都下意识地站到了云尼长那边 主仆三人哭了一会儿之后 云尼长看向叶管家 戳气道 叶管家 锦王府的奴婢 这样欺负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丫头 此时 你一定要有个说法 否则 我就去找锦王殿下评礼 叶管家嘴角一抽 为什么要找我给说法 你们一个是未来的王妃 王爷对你还颇多的在意 我不能得罪 一个是咱们锦王府的奴婢 伺候了王爷这么多年 我处置了她 又怕锦王府下人们 对我有意见呀 我 哎 哎 做人就是不能太优秀 做奴才 就是不能做到管家的地位 当了管家 就要承担许多不想承担的责任 叶管家最终 怀着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 开口道 但您欺辱二小姐的下人 实在是不成体统 还将二小姐 弃成了这般 更是罪不可赦 扣除三个月月签 以示惩戒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